鸿蒙至尊第881集 紫雷领域 清玄对紫宁太了解了 紫宁十里之强在青帝门下都能够排进前三 在整个仙界的十里金仙级别的强者之中 也能够进入前十 碧凡虽然表现不错 可他还是觉得获胜的会是紫宁 紫宁阁下 你是青帝门下吧 从紫宁的武技之中 碧凡看出了他的来历 不错 我之前确实是青帝门下 只是如今已经被驱逐出来的 紫宁平淡等 清玄脸色苍白 摇摇欲准 清玄小姐 你怎么了 碧凡惊呼出来 他快步走过去 想要扶住清玄 可紫宁的速度更快 已经先一步扶住了清玄 清玄 别想那么多了 省身体 紫宁关心了 碧凡道 清玄小姐 没事吧 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紫宁阁下 你跟清玄应该是同门 可你们到底为了什么闹得不开心 碧凡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紫宁探道 说来话长 还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吧 虽然紫宁不再恼怒毕凡了 可他也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毕凡 两人的关系没有好到那个地步 毕凡也没有多问 至于清玄 看也不看紫宁了 走到一边去了 看样子 清玄很生气 紫宁很着急 却只是甘着急 毕凡是旁观者 旁观者清 他看得出来 紫宁和清玄的关系 恐怕会越来越僵 想要走在一起 那真是千难万难 直到这点 他心中没有来有些窃喜 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 第一局比试结束之后 毕凡和紫宁商议 先修炼三天时间 然后再比拼神通 经过刚才的激战 他们都有很多收获 要是不抓紧时间消化 太可惜了 何况他们刚刚激战一场 消耗太大 继续战斗就很难体现出 真正的神通实力了 三天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毕凡明显感觉到 他的血沙八法又完善了许多 卑力进一步提升了 不光是血沙八法 他的武技修为都有所提升 以前很多破绽都被他弥补好了 紫宁也是如此 实力相当的对手是很难遇到的 既然有幸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 还激战了一场 收获自然很大 紫宁的天赋不在毕凡之下 几天的消化武器修为也提升不少 两人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看对方都顺眼了许多 瑜伽阁下 真希望能够跟你多大战几场 紫宁笑道 毕凡道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可惜我们不可能经常切磋的 瑜伽阁下 我们还是比平神通修为吧 让我看看你都会一些什么神通 紫宁道 紫宁好胜心很强 也很好战 他想要早点翻出胜负来 请 当即两人开始各自施展神通了 毕凡也不敢大意 当即把大光明神照和金刚护体 先施展出来 把自身保护起来 紫宁看到毕凡竟然会金刚护体 和大光明神照 非常惊讶 金刚护体还好说 会这种神通的强者比较多一些 点紫宁也会 可大光明神照是保护神使的神通 就比较少见了 紫宁也是先施展出了金刚护体 然后施展出一个加速的神通 快速向毕凡靠近 两人都把神通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 能够瞬间施展出来 毕凡也不示弱 当即施展出顿形天下 接下来是地狱之歌 影响紫宁的心神 紫宁受到了影响 顿了一下 震惊无比 地狱之歌是魔道强者 比较容易领悟的神通 可毕凡竟然施展了出来 自然让人惊讶了 紫雷进化 紫宁施展出了雷系神通 顿时把地狱之歌的负面作用净化了 紫雷进化是上品神通 威力之大还在地狱之歌之上 毕凡当即一招焚化九天施展出来 到处都是火焰 要把紫宁包围起来 紫雷领域 紫宁再次施展出上品神通 以紫金神雷的力量 形成了一个紫雷领域 把焚化九天的力量 挡在了外面 看到这种情况 毕凡连忙转变了策略 他施展出了吞噬漩涡 直接开始吞噬紫金神雷的力量 说到神通 毕凡最熟悉的 恐怕就是吞噬漩涡了 因为他用的最多 而且吞噬漩涡 吞噬了很多紫金神雷 甚至各种天洁的力量 真是容易无比 片刻功夫 紫雷领域都要被迫了 紫宁才感觉到不妙 紫金神雷的力量不断流逝 让他有些惊骇欲绝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要知道紫雷领域 虽然是上品神通 可威力之大 在上品神通之中 绝对是顶尖的 紫金神雷形成的领域 威力有多大 简直无法形容 以前紫宁凭借紫雷领域 不知道战胜了多少 实力强大的对手 可这次 紫雷领域 竟然遇到了克星 让紫宁有些接受不了 碧凡可不管那么多 又是展出了一种上品神通 风暴绝育 风暴绝育跟紫雷领域一样 都是顶尖的上品神通 都已经形成了领域的力量 领域之内 实展者是无敌的 可两种同级的神通遭遇 就要看谁的神通威力更大 紫宁的紫雷领域都快被破了 突然遇到风暴绝育 自然抵挡不住 紫雷领域瞬间崩溃了 紫雷领域已经是紫宁最强的神通了 连紫雷领域都被破了 他直接认输了 御家阁下 比拼神通 我输了 紫雷有些落寞 不过他也是输得起的人 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御家阁下 我们还有法则没有比拼 我一定要扳回一局 毕凡笑着说道 紫雷阁下 我也不会轻易认输 想要击败我 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见识了你的神通武器 我知道 想要胜过你并不容易 不过我必须赢 紫雷沉声道 他已经输了一局 第一局两人打平了 要是最后一局 他不能获胜 那么就是他输了 紫雷已经数万年没有输过了 他不允许自己 输给毕凡这样一个无名小卒 确实毕凡是无名小卒 在仙界 从来没有瑜伽这么一号人物 紫雷阁下 你的紫雷领域还真是厉害 毕凡笑着说道 他倒不是虚假 紫雷领域确实厉害 要是不施展 吞噬漩涡 恐怕毕凡无法破掉 紫雷领域 要是毕凡能够调动双色提脸 连坐下面的能量 自然也能够轻易冲破紫雷领域 毕凡 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神头 既然能够吞噬紫金神雷的能量 紫雷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毕凡想了想 说道 实不想了 我施展的是吞噬漩涡 虽然能够吞噬能量 可也有很多限制 要是你的实力超出我一些 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吞噬漩涡 极为罕见的神通 魔界强者领悟这种神通的 比较多见一些 紫雷道 不错 我也是无意领悟到的 至今都觉得有些神奇 毕凡笑着说道 紫雷赞叹道 我都有些羡慕你了 竟然能够领悟这样的极品神通 吞噬漩涡虽然品级不高 可轮到西游 比那些上品神通 都要稀罕许多 就算在魔界 能够领悟吞噬漩涡的强者 也极为罕见 紫雷各想 其实我对你的雷电神通 也很羡慕 雷电神通 本来就比一般神通强 何况你的神通 还都是以紫金神雷为基础的 威力比普通雷电神通更强 毕凡说道 紫金神雷 要是所有天界 都有紫金神雷解 恐怕能够杜劫成功的强者 还会少一大半 好了 你们都不要在那里相互夸奖了 清玄有些不耐烦了 亲眼看到碧凡跟紫宁比武 让清玄的心里更加无法平静 他没有想到碧凡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劲 本来他对碧凡就有好感 看到了他的实力 对他就更加看重了 当然清玄喜欢的人还是紫宁 虽然紫宁让他很痛心 恐怕清玄还是无法放下紫宁 紫宁革下 我们各自休息三天 然后比拼法则力量 毕凡说道 没问题 紫宁微笑道 紫宁走到清玄身边 说道 清玄 你憔悴了许多 我的事情不用你来管 既然你一点都不肯让步 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放心 我会慢慢把你忘掉 你也忘了我吧 我们 没有可能的 清玄眼泪盈眶 堂堂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竟然哭了 说明他用情很深 紫宁摇头道 我没有办法忘记你 可我也没有办法答应清玄的条件 我真是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这次出来之后 已经再也不会到凝晨了 你也不要来找我 清玄道 清玄 紫宁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毕凡虽然隔得很远 可他有留意 紫宁和清玄的对话 看到两人再次闹翻 他心里竟然有一次高兴 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 难道 我真的喜欢上了清玄 毕凡自己 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说实话 毕凡接受了独孤倩 已经觉得对不起于思燕了 之后有几名红年之计 对他都是真心事宜 爱到了深处 可毕凡一直没有接受 对清玄 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动心了 他倒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清玄很美 是毕凡见过最为美貌的女子 可以毕凡如今的修为 对美貌早就没有那么在意了 出现这种情况 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明白了 毕凡甩了甩头 把这个想法压了下去 然后开始修炼了 神通的比拼 虽然对神通修为 没有多大帮助 不过也算是长了见识 趁着这段时间 毕凡把各种思路整理一下 看看之后的比试 要如何应对 子宁实力很强 法则修为恐怕很高 毕凡首先要考虑的是否击败子宁 他要击败子宁的话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一旦他那么做了 就算不传出去 可宁城其他两位城主 知道的可能性很大 他们知道了 那么他们背后的师尊 也很可能知道 毕凡此次到先进来 就是低调行事 当然不希望事情闹大 毕凡的胜负不重要 反正他已经战尽先机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既然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何必要赢 赢了没有多大意义 只会引来麻烦 想到这一点之后 毕凡心情放松了许多 反正输赢都不重要了 他无需伤脑筋了 既然要输给子宁 毕凡也要逼出 子宁的全部实力 这样才算是达到了目的 做好了打算 毕凡安静修炼了 而子宁 因为跟清玄闹得不愉快 根本无心修炼 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之后几次去跟清玄搭话 可清玄好像下定了决心 再也不理会子宁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废弃了的星球只有他们三个人 毕凡在修炼 清玄和子宁闹得不愉快 气氛很压抑 三天时间好像很漫长似的 对子宁和清玄来说 尤其漫长 不过三天 毕竟只有三天 很快还是过去了 毕凡和子宁都站了起来 准备最后一局比试了 于家阁下 最后一局比试 希望你全力以赴 就算我输了 我也要输得心服口服才行 子宁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 子宁更想看到 毕凡的真实实力 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一局 比试法则力量 才是最为重要的 也最能看出 一个人的实力如何 最后一局比试了 两人都有些紧张 子宁道 我们先比试普通法则如何 我所修炼的法则为 雷系法则 请小心了 没问题 在下修炼的是光系法则 请 毕凡带然道 光系法则 果然厉害 子宁谈道 光系和暗系 是普通法则之中最少见的 也是威力最大的法则力量 雷系虽然也算得上 比较稀少的法则 可跟光系暗系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子宁阁下 太太举我了 毕凡笑着说道 有时候我都有些羡慕你 先是神通吞噬漩涡 现在又是光系法则 你的运气好像有些逆天了 子宁叹道 要是让他知道 毕凡不只领悟了光系法则 还领悟了暗系法则 恐怕会更加震惊 光暗是相反的力量 同一个人很难领悟两种力量 比凡不单领悟了光暗法则 还把光暗法则合而为一了 光是这一点要是说出去 就足以引起六界震动了 鸿蒙至尊 第882集 平局 雷系法则 子宁很快平静下来 开始平静了 虽然必反会的是光系法则 可子宁也不简单 雷系法则达到了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他有获胜的把握 所以他并不担心 雷系法则一处 在他们周围 雷电肆虐 非常恐怖 毕凡哪里敢大意 联盟施展出光系法则 把自身保护起来 光系法则一处 逐渐逼退雷系法则 光系法则的威力不是盖的 不是雷系法则能够低档的 子宁很惊讶 他已经施展出了八种雷系法则 可还是无法对抗 毕凡的光系法则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毕凡修炼的法则力量 肯定也融合了很多种光系法则 他只有把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雷系法则 毫无保留施展出来了 想要扭转局势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法则力量 可比融合了八种法则的法则力量 强悍太多了 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雷电法则一出 顿时把毕凡的光系法则 压缩在了很小的空间 只能保护住毕凡自己了 看到这种情况 子宁松了口气 只要毕凡不是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光系法则 他都有着毕胜的把握 只是毕凡转瞬间也施展出了全部的手段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光系法则一出 他再次占据了上缝 把子宁弄得只能自忘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光系法则 这一局我输了 子宁神色有些落寞 看到这种情况 毕凡心中顿时惊醒了 他本来想要输掉的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输的会是子宁 承让 毕凡微笑道 你确实厉害 竟然能够把光系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子宁赞叹道 子宁阁下过奖了 接下来是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毁灭法则 我恐怕就不如你了 毕凡笑着说道 两人继续比试 接下来是空间法则 就看谁融合的空间法则 种数比较多了 接下来的比试 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 毕凡都输了 子宁把这两种法则 都融合了八种 已经很强大了 他一开始没有把两种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所以最多也就融合八种法则了 也就是说 子宁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极致 毕凡没有施展出权力 七种空间法则 六种时间法则 自然败下阵来 瑜伽阁下 我们接下来比试毁灭法则 传媒好了吗 子宁兴奋道 算了 还是不比试了 我的毁灭法则肯定不及你 比试下去也是输定了 毕凡叹道 瑜伽阁下 你可不能让我 子宁笑着说道 其实他也以为赢定了 毕凡的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 都不如他 毁灭法则比他强的可能性很小 我怎么会隐藏实力呢 以我推测 子宁阁下毁灭法则 最少融合了七种 我可不是对手 我才融合了五种毁灭法则 毕凡苦笑道 子宁惊讶道 瑜伽阁下 你真是神算 竟然推测出 我的毁灭法则融合了七种 厉害 看到毕凡自保修为 子宁放低了解信 也说出了自己的毁灭法则修为 果然跟毕凡猜测的一样 子宁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 实力已经非常强劲了 很显然 子宁想要融合八种毁灭法则 然后才寻求时机妒解 想要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光是法则力量也丝毫马虎不得 还有其他方面必须各种转位充足了 才有一丝机会成就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你们比误结束了 两人不分胜负 请寻道 瑜伽阁下 我们也该离开了 子宁阁下 我们这次平手术场 以后有机会再切磋 毕凡兴奋的 子宁道 当然 我随时奉陪 清旋 你真的要走吗 除非你能够让步 不然我留下来干什么 清旋冷声道 随后 清旋拉着毕凡 就离开了匪弃荆丘 被清旋柔嫩的手拉着 虽然很舒服 可毕凡有些不自在 在子宁面前如此亲密 恐怕 子宁心里已经怒火中烧了 不过 清旋和毕凡 转瞬间就消失了 子宁脸色难看无比 却没有跟上去 她跟清旋的关系 没有缓和的余地 要是她会让步 早在万年前就让步了 何必要跟清旋两人 忍受相思之苦 万年之久 清旋小姐 你真要离去 毕凡说道 当然 我还能做什么 我已经等了她一万多年 可她还是一点都不肯为了我改变 我还对她死心塌地 那就是我太傻了 清旋哭泣出来 如此美貌的女子 哭起来真是楚楚可怜 我见有脸 毕凡的心弦又被波动了 她忍不住轻轻地 辱入了清旋 清旋哭泣 清旋小姐 不要想太多了 我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情 谢谢 我没事的 清旋过了片刻 平静许多 两人继续上路 直奔天顶宗 毕凡的目标没有别 还是去天顶宗 挑战天顶宗的顶尖强者 说实话 天顶宗实力不错 可他们明起 远远无法跟宁城的三位城主相比 挑战他们 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 更加不容易引起命运先王级别强者的注意 必凡为的就是低调行事 选择的目标人物自然错不了 至于清旋 她只想早点离开子女远远的 至于到什么地方 她都不太在意的 清旋有这样的想法 毕凡很高兴 自然也就加快了速度 很快进入了天顶宗实力范围 天顶宗实力强者 光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就有七八名 具体有多少 外界还不是很清楚 反正毕凡得到的资料 天顶宗至少有七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为了保命 毕凡不得不小心谨慎 进入天顶宗的总部外面 毕凡他们先停留下来 当然他们都隐藏了实力 免得被发现了 宗派的强者遭到了挑战 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 要是天顶宗那些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一起出动 连毕凡也必须逃之遥遥 所以在下战书之前 必须摸清楚情况 别把自己陷进去了 清玄不太关注毕凡的事情 反正他这段时间神色暗淡 还在为子宁的事情伤心 看到清玄伤心 毕凡也无法安慰他 心情不是很好 进入天顶宗之后 毕凡说道 清玄小姐 天顶宗不错 我们到处游玩一下吧 随便吧 清玄一点都提不起兴趣 毕凡不管那么多 带着清玄逛遍了天顶宗 使得他的心情总算好了许多 郁家阁下 谢谢你专门陪我散心 清玄感激道 清玄小姐 我们怎么也算是朋友了 朋友之间你也太客气了 毕凡微笑道 好了 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你不是有事情要办吗 你自己去处理吧 清玄说道 毕凡道 好 你等我 有什么事情记得联系我 放心吧 谁想要动我还必须掂量掂量 清玄自信满满 那是自然 你的实力我还是很放心的 只是你的容貌太美 容易引了麻烦 毕凡笑道 没事 要是有灯徒子 正好出手教训他们 清玄没有放在心上 毕凡告别了清玄 独自在天顶城 了解情况了 很多事情 毕凡不想清玄知道 所以 独行是最为方便的 毕凡离开之后 清玄找了一个地方 住下来 他脑袋恢复了清醒状态 他把毕凡一切都想了一遍 心中震惊无比 毕凡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他上心了 清玄很快联系了清帝 她是清帝爱女 想要联系清帝 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清玄 你外出历练 怎么也不告诉我 还是手下告诉我 你不知道 我多么担心你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排除一些强者 过去接你 清帝说道 父亲暂时不要了 清玄道 我在外面认识了一名强者 实力很强大 天赋高绝 我准备多了解一点 多大年纪 实力如何 清帝问道 说起强者 清帝很是关心 他最需要强者了 年纪我不知道 可实力很强劲 跟紫宁比武 最容易平手舒畅 清玄 清玄如实说道 能够跟紫宁相比 清帝有些惊讶 既然如此 我一定要亲眼看看他了 清玄不知道 他把碧凡的情况 告诉了清帝 会给清玄带来很大的麻烦 不过 清玄没有太在意 在他看来 碧凡的天赋 足以加入清帝门下了 他毕竟是清帝的爱女 自然也想帮助清帝 找到几个天赋超绝的门人 在任何地方都是有竞争的 仙界也不例外 八大先王之间 充满了竞争和矛盾 都想要压对方一头 只要遇到天赋超绝的强者 那些仙王都会抢着招揽门下 碧凡表现出来的实力 足以入清帝发言了 天顶宗成立了上百万年 底蕴深厚 强者众多 赶找天顶宗麻烦 还真是少之又少 碧凡了解很多情况 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要是直接上门挑战 恐怕会陷入围困之中 而不主动挑战 又太被动了 天顶宗那些顶尖强者 可不会轻易出现 他苦思冥想 也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 无奈之下 他只有继续在天顶城 休息一段时间 慢慢想办法 瑜伽 你还没有去挑战 天顶宗的强者吗 清玄问道 两人住在同一个酒楼 有时候也会一起闲聊一阵 没有 天顶宗强者众多 我直接上门闹事 恐怕不妥 就这样干等着 机会也很难出现 毕凡苦笑道 清玄道 以你的实力 直接发出挑战就行 何必那么麻烦 直接挑战 难道你叫我下战书 毕凡惊讶道 当然 在仙界 下战书挑战某位强者 要么拒绝 要么接受挑战 而不会出现 围攻的情况 清玄道 都是毕凡 不熟悉仙界的情况 他以为像混沌界 只要能够拿下对手 混沌界的强者 都不讲什么面子 什么手段 都可以施展出来 仙界的人 标榜仁义 正义的化身 自然不会施展下流的手段 毕凡是混沌界的强者 对这一点并不了解 他拿混沌界的情况来套 自然不敢下战书 听了清玄的话 毕凡算是毛色顿开 好 我这就去下战书 毕凡兴奋了 玉家 你准备挑战谁 天顶宗强者众多 你可想好了 清玄道 天顶宗最强的是谁 毕凡问道 匡云顶 天顶宗太上大长了 老牌强者 恐怕实力不在子宁之下 清玄道 匡云顶 毕凡皱起了眉头 他没有听说过这名强者 清玄笑道 匡云顶已经很多年没有出事了 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 天顶宗如今最活跃的是红笑天 修为之高 恐怕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 当然 他的修为 还是无法跟子宁相比的 看清玄提到子宁也不难受了 毕凡心情不错 既然如此 我就挑战红笑天算了 毕凡说道 清玄道 你自己做决定吧 不过千万要小心吧 红笑天成林数万年了 实力不可小觑 谢谢 我会小心的 毕凡有些感动 随后 毕凡请教了如何下战书为好 清玄都给他说清楚了 之后 毕凡就直接把战书交给了天顶宗的强者 天顶宗的强者 看到有人要挑战他们宗派的太上三长老 都震惊无比 谁如此大胆 既然挑战我们太上三长老 简直是找死 就是 也不打听一下 太上三长老成为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十万年以上了 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吗 这瑜伽到底是什么人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天顶宗的强者看到战书 都没有把毕凡放在心上 毕竟他的名声不鲜 他们还是把战书逐层向上面递了上去 战书可不是开玩笑的 要是洪孝天不知道没有去应战 会影响天顶宗的声誉 很快 天顶宗那些顶尖强者看到了战书 洪孝天冷笑道 真是想不到啊 既然有人来挑战我了 他更多的是兴奋 因为他本身也喜欢承诺 只是瑜伽这个名字太过积极无名了 洪孝天有些生气 这瑜伽是什么人 无名小卒也敢挑战我 难道想要借挑战我出名 洪孝天冷声道 他的话语之中充满了杀技 他可不想被利用了 我最近倒是听说过瑜伽这个名字 说话的是天顶宗的宗主 他掌管天顶宗自然知道最新的一些大事件 青山宗跟天顶宗比邻 瑜伽挑战青山宗的强者 天顶宗的宗主自然知晓 至于天顶宗那些顶尖强者 大多都在闭关修炼 没有闭关的也都不问赤士 自然不知道瑜伽这个人 胡 说了听听 洪孝天有些好奇 瑜伽 来历不详 名声不详 前不久 他出现在了青山宗 挑战了青山宗三大实地惊献 最后扬城而去 一战闻名 青山宗极力掩饰这件事情 不过 我们的探子还是得到了一些消息 瑜伽 竟然敢独自挑战 青山宗三大实地惊献级别的强者 看来有些实力了 这战书嘛 我就接下来了 派人给瑜伽传递消息 就说我 接受挑战 三天之后 我们在绿星 比武 洪孝天的 太上三长老 我们如今不知道瑜伽的底细 贸然接受挑战 是否妥当 天顶宗宗主的 洪孝天的 无妨 我要是不接受挑战 岂不弱了天顶宗的名统 太上三长老 那比武的事情 是否要宣扬出去 把声势弄大一些 不要在众多强者面前 击败瑜伽 提升我们天顶宗的名气 洪孝天笑着说道 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 不管面对怎样的对手 都有着绝对的自信 虽然对瑜伽的底细不了解 可洪孝天还是信心十足 要是没有这样的自信 恐怕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他并不是狂妄自打 而是用实力建立起来的自信 是 太上三长老 没有多久 毕凡接到了消息 洪孝天接受了挑战 很快 他就听到了消息 他跟洪孝天比武的消息 在天顶城 传遍了 消息已传得很快 不用看就知道 是天顶宗传递出去的 在天顶城 只有天顶宗能够做到这一步 很显然 天顶宗把毕凡当成了 进一步提升名气的踏脚石 故意放出消息 让众多强者观战 然后在大厅广众之下击败他 那么天顶宗的名气 就会达到顶点 连带着毕凡大脑 青山宗的消息 也传递了出去 青山宗成为瑜伽的垫脚石 没有他大脑 青山宗的事情 恐怕天顶宗 也不会大肆宣扬 不到一天时间 毕凡大脑 青山宗的事情 就传遍了天顶城 大街小巷 议论他的人非常之多 不过知道毕凡底细的强者 还真是一个都没有 大家都在猜测他的身份来历 甚至有人已经开设了盘口 要赌瑜伽跟洪孝天 谁输谁赢 毕凡对这些兴趣不大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养精蓄蕊 准备比武 洪孝天声名在外 声名之下 肯定有着强大的实力 在仙界这样的地方 没有实力就成名了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毕凡可不想被击败 还是在众多强者眼前被击败 所以不管如何 他都要做好准备 全力一战 三天时间其实很短 毕凡都没有什么感觉 三天就过去了 他在修炼都不知道时间过去了 还是清玄提醒了他 瑜伽 比武的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去绿星吧 清玄说道 绿星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星球 上面没有人居住 随便如何战斗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毕凡跟清玄一起出了酒楼 直奔旅行 一路上他们看到许多强者 纷纷赶去旅行 都是去看热闹的 没有人认识毕凡 可清玄长得太美艳了 还是引来了很多强者的注意 那女子好美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子了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那小子那么丑 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子相伴 各种羡慕嫉妒恨 那些目光恨不得把毕凡吃了 不过毕凡可没有心思去理会那些人 到了绿星之后 毕凡发现至少有数万名强者观战 震惊无比 前来观战的强者自身实力进阶不弱 最差的也是罗天上线级别的强者 天顶宗大肆宣扬了 毕凡估计会有不少强者前来观战 可他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强者 而且他进入绿星之后 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方向 在那里有三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应该都是天顶宗的顶尖强者 在清玄的陪伴下 毕凡估步走了过去 不过众多强者都去关注清玄了 留意毕凡的强者寥寥无几 毕凡也没有在意 他很快到了三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面前 三位 我就是瑜伽 你们好 面对天顶宗的强者 毕凡很有礼貌打了一个招呼 你就是瑜伽 挺年轻的吧 红孝天有些惊讶的 随即他们看到了清玄 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显然都认出了清玄 红孝天笑着说道 清玄小姐大驾光临 真是优势圆盈 他的态度恭敬无比 很显然清玄的身份地位之高 远超红孝天 发现了这一点 毕凡已经大概猜测到了清玄的身份 他知道清玄恐怕 不止清玄的弟子那么简单 清玄的弟子何其多 红孝天他们没有必要那么恭敬 你们随意不要理会我 何止是来观看比武的 清玄待着呢 看到清玄跟毕凡一起到场 红孝天心中有些发虚 他问道 清玄小姐 请问你跟瑜伽是否是朋友 我们萍水相逢 所以不必考虑我的立场 我只想观看一场公平的比武 清玄道 如此是好 我们一定公平比武 红孝天放心了不少 毕凡笑着说道 比武可以开始了吧 这么多人观看比武 陆续还有强者赶过来 毕凡不喜欢人多 所以希望早点比武 当然 我们比武随时可以开始 不过比武也分不同的方式 我们选择什么方式 红孝天道 还是随意施展吧 必凡淡然道 一样一样比试 耗费时间太长 必凡不想浪费时间 随意施展 随时可以结束比武 两人进入虚空 其他人都散开了 比武马上开始 这人竟然挑战红孝天 看样子有些实力 不过 我觉得还是红孝天会获胜 你们呢 红孝天成名已久 战胜了不少实力金仙级别的强者 瑜伽算什么 自然不是红孝天的对手 周围那些强者大多都看好红孝天 没有人支持毕凡 这也很正常 毕凡用瑜伽的名字名声不鲜 虽然他之前挑战青山宗的三名师弟金仙 可青山宗的师弟金仙 无法跟红孝天相比 在众人眼里 还是红孝天实力强劲 两人在虚空之中对峙 气势不断攀射 他们都拿出了武器 红孝天使用的武器 是一柄极品仙器 灭魔刀 灭魔刀威名之大 还在红孝天之上 在很久以前 灭魔刀就斩杀了无数魔戒强者 留下了赫赫威名 在极品仙器之中 灭魔刀都算得上顶尖的极品仙器 威力之大 不是一般极品仙器能够相比的 红孝天有如今的实力 灭魔刀鞠躬至尾 灭魔刀一出 灵力的杀气就爆发出来 有些惊人 那些杀气有如实质一般 能够削弱敌人的实力 碧凡也拿出了几页寒冰 寒冰之气和煞气也迸发出来 把碧凡保护起来 两人没有开始比武 武器就已经比拼一番了 你的武器不错 好冷 好强的煞气 红孝天赞叹道 你的刀也不错 杀气灵敏 有如实质 必凡赞道 红孝天惊一道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刀 你的刀很有名吗 可惜我是刚出来立远 对外界的事物都不清楚 必凡笑道 原来如此 我的刀叫灭魔刀 曾经杀了很多魔戒枪者 不过传到我手上 算是弱了灭魔刀的名头 红孝天叹道 红孝天阁下实力不弱 相信也杀了不少魔戒枪者了 怎么会弱了灭魔刀的名头呢 必凡道 我们开始吧 下面那些人都等急了 红孝天听了必凡的话 对他有了一丝好感 预期没有那么轻蔑了 血沙八法 必凡当即施展出了血沙八法 以最强的武技对地 而红孝天施展的武技 就是灭魔狂仙神道 是灭魔刀上一代主人的成名绝技 红孝天没有什么背景 后来加入了天顶宗 可修为只能算一半 机缘巧合得到了灭魔刀 才快速成长起来 后来更是成为了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灭魔狂仙神道 施展起来如同狂魔乱武 杀气逼人 猛烈无比 而且灭魔狂仙神道施展起来 速度快到了极致 瞬间就出了上百刀 必凡亲身体会 才知道灭魔狂仙神道的可怕 要不是血沙八法 是不断战斗完善的 跟无数武技鄙视过 恐怕面对灭魔狂仙神道 一开始 必凡就会吃大锅头 灭魔狂仙神道 一旦攻势展开 就会越来越猛 好在必凡挡住了 灭魔狂仙神道 攻势施展不开 才比较倾诉 两人各自施展武技 激战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血沙八法 配合寒煞气场 确实厉害 反正必凡暂时 还没有遇到 武技能够稳赢 他的强者 当然 当初剑臣的剑术出玩 他自问血沙八法 还是比剑臣的剑术 差了一些 周围那些强者 看到必凡竟然挡住了 红啸天的灭魔刀 和灭魔狂仙神道刀法 都震惊无比 真是想不到啊 这瑜伽还有些实力 竟然能够挡住 灭魔狂仙神道 灭魔狂仙神道 威力无求 能够挡住这套刀法的人 真是少之又少 两人的武技都精妙无比 来看他们比武 真是开了眼界了 我觉得那瑜伽 实力不错 有取胜的可能性 周围那些强者 逐渐有些人看好必凡了 其实在那些人群之中 还隐藏着一名强者 看到必凡的武技 他的眼睛都亮了 他就是青帝 只是他隐藏了身份 还没有人认出他来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想要隐藏身份 那是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清选眼力不错 此人光是武技修为 就已经很难得了 青帝暗道 红啸天见武技无法取胜 施展出了法则力量 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比拼的都是毁灭法则 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一般很难分出胜负 最终还是要毁灭法则 来决出胜负 红啸天很直接 直接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他的毁灭法则 已经融合了六种法则 威力很大 凭借六种毁灭法则融合 红啸天不知道击败了 多少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红啸天先施展毁灭法则 毁灭感应到毁灭法则的威力 自然知道是几种毁灭法则融合在一起了 为了取胜 毁灭直接施展出融合了七种法则的毁灭法则 多融合一种法则 法则的威力会被责 那么显著的体声 自然一下子就看出强出来了 毁灭的毁灭法则击退了红啸天 而红啸天无法反抗 自然只有认输了 毁灭法则的比拼是做不了假的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周围那些强者看到毁灭竟然在毁灭法则上 胜了红啸天一筹 都有些不敢相信 鸿蒙至尊 第八百八十四集 极品公子 这瑜伽到底是什么人 势力竟然如此强劲 以前还一点明记都没有 就是啊 红啸天竟然输了 哇 这次输惨了 清帝看到毁灭的毁灭法则修为 他当即下了决定 要把毁灭收归门下 郁家阁下 你赢了 红啸天输得心服口服 不管是哪一方面 毁灭的修为都在他之上 尤其是毁灭法则 想要多融合一种毁灭法则 需要数万年 甚至数十万年时间 毁灭虽然只比他 多融合了一种毁灭法则 可多修炼了多少年 他就看不出来了 当然 红啸天肯定不会想到 毁灭修炼的时间 要比他短很多 而且毁灭没有展示出 全部的实力 不然 他会更加震害的 红啸天阁下 能够跟你比试一场 也算是长了见识 毁灭笑着说道 其实 天顶宗生育受损 红啸天应该生气才是 可看到毁灭的实力 他没有生气 他可不想给天顶宗 招设一名强敌 所以他才笑脸对待毁灭的 毁灭客下 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天顶宗做客 红啸天问道 多谢你的好意了 我还要到处历练 挑战强者 毁灭摇头道 随后 在场的强者 各自散去了 毁灭和清玄也离开了 不过 他们走了没有多久 还没有离开天顶宗的实力范围 一名强者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有强者突然出现 毁灭很戒备 动手的准备就做好了 瑜伽 不要动手 这是我父亲清帝 清玄拦下了毁灭 什么 清帝 还是你父亲 毁灭震惊无比 对不起 一直没有跟你表明我的身份 清玄脸上有些歉意 清帝盯着毁灭 道 难道 你没有听说过清玄的名字 在仙界 不知道清玄是我女儿的 还真是罕见 他看到毕灭 好像 看他有没有说谎 毕灭确实不知道清玄 他也没有去问白明和玄法 所以 他的表情没有作假 我真是不知道 我以前一直闭关修炼 没有跟外界接触过 就算清帝的大名 也是出来之后才听说的 看得出 你是真不知道 你要是撒谎的话 我能够看出来 清帝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清玄到了清帝身边 笑着说道 父亲 你来得真快 清玄 是你把清帝前辈叫来的吗 毕灭问道 没有 我只是把你的情况随口告诉了父亲 是他要来看你的 清玄道 清帝笑道 于家阁下 不知道你是否加入了某个宗派 没有 我从小就跟师尊一起生活修炼 没有跟外界接触 自然也没有加入宗派了 毕灭说道 他已经猜测到了清帝此来的目的 只是他不会加入任何势力 他已经开始思考 要如何拒绝清帝的招揽了 那真是太好了 于家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所属的势力 清明总 清帝果然发出了招揽 毕灭犹豫了片刻 说道 清帝前辈 你能够邀请我加入清明总 我很容易 只是我暂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打算 要是我要加入某个势力 我会优先考虑清明总的 他把话说得很圆滑 就是不想惹怒清帝 这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息怒无常 轻易得罪不得 何况 毕灭隐隐藏了身份 来到仙界 更加不能招惹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了 听了毕灭的话 清帝的脸色立刻变了 他亲自出马招揽强者 拒绝他的人非常罕见 以前有一个子宁 已经让他很生气了 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毕凡 竟然会一口拒绝 知道了毕凡的情况 清帝以为亲自出马 绝对能够让毕凡欣喜若狂 可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看到清帝变了脸色 毕凡担心他动手 连忙说道 清帝前辈 我不是要服你 你的好意 只是我确实不喜欢 被约束住了 还请清帝前辈解调 我在这里承诺 哪天我想要找一个靠山 一定去投靠清帝前辈 父亲 于家才出来历练 你就不要逼他了 清选道 清帝看了看毕凡 又看了看清选 神色舒展了 于家 我也不逼你 你自己说的 要是嫁入宗派 首选清民族 清帝前辈 我说话算话 何况我怎么敢欺骗前辈呢 毕凡笑着说道 好 你们随意吧 我先告辞了 清帝飘然离去 他这次白跑了一趟 心情非常不好 不过他已经想好了 有清玄在毕凡身边 让清玄去说服毕凡 才是最佳的办法 要是逼得太紧 反而会起到反而效果 于家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我父亲会懒 还有之前 没有对你说明我的身份 也很对不起你 清玄满含前辱 毕凡叹道 算了 我出来挑战强者 早晚会遇到这些事情 至于你的身份 我没有在意 我也没有跟你说我的底细 大家扯屁了 清玄松了口气 笑道 你不在意 这是太好了 我还担心你怪物呢 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朋友了 我还没有那么小气 毕凡我也笑道 毕凡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清玄问道 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 反正到处走走 遇到合适的对手 就去挑战一番 毕凡说道 清玄道 毕凡 你之前跟紫宁比武 隐藏了实力 那是为什么 没有什么 就算我全力出手 还是不敌子宁 那我何必把全部实力 都暴露出来 毕凡待人道 你真不是子宁的对手 我看 不见得吧 清玄笑道 清玄亮丽的面容 带上笑容 就更加眼光四射了 毕凡盯着清玄 都有些看呆了 最近 毕凡发现自己经常发呆 不知不觉被清玄吸引 完全不受控制 以毕凡的定力 照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他还是 抵不住清玄的魅力诱惑 清玄都被看得不好意思了 提醒了毕凡一下 毕凡回过神来 说道 紫宁的法则修为 确实比我略高一筹 我没有必要牵扰 算了 反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清玄道 毕凡问道 清玄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跟着你 到处历练一番 清玄道 毕凡心中有些高兴 道 清玄 你真要跟我一起历练 理智告诉他 最好不要跟清玄一起历练 那样容易暴露更多的底细 加上清玄随时会把他的情况告诉清玄 问题就更大 可清玄要跟他一起行动 他心中无法拒绝 甚至还很高兴 当然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就当你的向导吧 你要去什么地方 尽管告诉我 清玄飞笑道 清玄在离开的时候 已经传言给他 让他跟着毕凡 并把毕凡的情况汇报给他 加上清玄对毕凡也充满了好奇 自然就答应了下来 我正好对外面的世界不是很了解 你就带着我到处历练吧 毕凡兴奋的 最终还是他的理智术了 他心甘情愿跟清玄一起行动 有清玄带路 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毕凡除了挑战强者 也购买了很多宝物 掀起材料 灵药都没有落下 一路上他研究造物法则 进展也非常不错 两人走走停停 发生了很多事情 感情也逐渐加深 当然清玄对毕凡还只是有好感 他心中还无法忘记自宁 毕凡何等聪明 自然看得出来 毕凡自制力极强 没有强求 甚至没有表露自己的感情 清玄是清帝的爱女 而清帝很可能是陷害毕凡的强者之一 他们很难走在一起 当初毕凡刚刚飞升 被几名强大无比的强者直接送入了混沌界 毕凡怀疑 背后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操纵 像清帝这样的老牌强者值得怀疑 只是毕凡一点证据都没有 除非他亮出身份 等着想要对付他的强者主动献身 不然他无法知道是谁在作怪 毕凡虽然没有找出那些人的想法 可就算他不记仇 他始终是混沌界的强者 早晚会和仙剑那些大佬冲突 他跟清玄之间还是有天前阻隔 很难走在一起 何况清玄还有喜欢的人 毕凡就算有些喜欢他 那也是他自己在那里单相思 没有任何用处 转眼过去了五年时间 这期间毕凡又挑战了 两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并获得了胜利 如今瑜伽的名字 在仙界还是很响亮的 尤其是他身边一直有清玄跟着 想不出名都难 清玄是仙界排名前三的角色佳人 喜欢他的人杰多了去 可不止子宁一人 他们走在一起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很快就给毕凡 惹来了天大的麻烦 子欲吉 先帝子无吉爱子 修为之高 恐怕还在子宁之上 当然他的修为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很少出手 他身边常年跟着两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有什么事情 他们出手就可以解决了 据说子欲吉天赋极高 所以先帝为了保护他 才会排出两名老牌的实地金仙保护他 兵宁与兵与兵地爱子 同样天赋极高 身边有一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保护 不管是子欲吉 还是兵宁与 都不是毕凡能够招惹的 他们可比子宁还要难以对付 毕凡不想招惹他们 可他们找上门来了 自然是因为清玄了 不过紫玉吉和冰宁宇都不是什么顽固字体 而是天赋绝高 聪慧无双的年轻强者 他们也都看中了碧凡 想要招揽碧凡 至于清玄跟碧凡在一起的事情 他们都没有表露出来不满和怒意 最先跟碧凡他们见面的是紫玉吉 紫玉吉相貌英俊无比 一头金发飘逸飞扬 语其何许 对人客气无比 清玄小姐 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地方遇到你了 紫玉吉惊喜道 紫玉吉 你是偶遇我的吗 清玄淡默道 紫玉吉并不是第一次纠缠清玄了 清玄清楚无比 不管怎么样都好 能够见到清玄 我真是太高兴了 对了 这位是什么人 紫玉吉投来和善的目光 碧凡一直留意了紫玉吉 一点不妥都没有发现 要么紫玉吉是真诚的 要么他就是太会伪装了 不过 碧凡更愿意相信 紫玉吉是伪装的 紫玉吉身后的两名强者气势很强 他们一直戒备地看着比方 这两人的表现更加说明了问题 何况看清玄的意思 这紫玉吉绝对不是巧遇那么简单 恐怕是专程来见清玄的 堂堂先帝之子 既然这样悠闲 也真是难得 清玄冷声道 这位是我朋友瑜伽 你认识就行了 不要太在意 瑜伽 难道是最近到处挑战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紫玉吉故作惊讶道 其实紫玉吉早就知道瑜伽这个名字了 他装作不知道 就是想要跟碧凡套近乎 趁机拉拢的 莫只是无名小卒 自然无法跟紫玉吉阁下相比 碧凡淡然道 在之前 碧凡都没有听说过紫玉吉的名字 他对仙界的强者并不熟悉 来之前 他只知道一些在混沌界闯出名气的强者 其他的强者 碧凡可没有时间去了解 还好清玄知道碧凡什么都不晓得 所以说出了紫玉吉的来历 免得他招惹紫玉吉 瑜伽阁下 能够见到你 真是我的运气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先帝一脉 我们先帝一脉 在仙界是最古老的 实力也是最强的 只要你加入我们 我会亲自跟我父亲说 给你最好的待遇 紫玉吉笑着说道 紫玉吉阁下 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不过我刚刚出来立业 暂时没有加入任何宗派的打算 碧凡说道 哦 那就算了 不过瑜伽阁下想要加入我们 随时都可以 我们随时欢迎 紫玉吉还是面带笑容 连脸色都没有变 看到紫玉吉的神色 碧凡都有些佩服了 当初清帝听到碧凡不愿意加入清明祖 脸色顿时就变了 可紫玉吉却没有任何表情 他的诚服之身 嘲乎想想 当然 并不是清帝没有诚服 只是在碧凡面前 清帝无需掩饰自己的想法 相对来说 必凡最不愿意面对的 就是紫玉吉这种 城府极深的强者 谁也不知道 紫玉吉的想法 连清玄都看不懂 看清玄的神情 对紫玉吉也没有什么好感 招揽碧凡的事情失败了 紫玉吉跟梅世仁死的 就这样跟着必凡他们 好像没有离去的意思 没过多久 必凡算是看出来了 紫玉吉不是冲着他来的 而是冲着清玄来的 紫玉吉喜欢清玄 表现那么明显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清玄 好久不见 你越发亮丽了 紫玉吉露出帅气的笑容 他的笑容很迷人 恐怕能够秒杀万千少女 实际上也是如此 就算紫玉吉不表露身份 也有大群美女喜欢他 为他疯狂 何况紫玉吉还是先帝的爱子 喜欢他的美女更多了 紫玉吉也是先界出了名的名流人物 估计他的女人没有一百 也有八十 正因为这样 清玄对紫玉吉没有什么好脸色 一直以来 紫玉吉都有追求清玄 从来没有放弃过 可清玄从来不给他好脸色 紫玉吉脸皮极厚 一点都不在意 紫玉吉 你跟着我干什么 清玄问道 紫玉吉道 反正我没什么事情做 就跟着你们一起历练了 紫玉吉 我不喜欢你跟着 你还是离开吧 清玄很直接 没事 我们各走各的 我绝对不打扰你们 紫玉吉微笑道 你 清玄拿紫玉吉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在这时候 又有两名强者 出现在了他们附近 濒临雨 紫玉吉 为首一名冰冷的 年轻人酷酷的 他一下子忍住了紫玉吉 惊讶的 而紫玉吉看到冰宁玉之后 还是面无表情 清玄对毕凡轻声说道 冰宁玉是冰地的爱子 冷酷好战 你要小心 多谢提醒 我会小心点的 毕凡笑着说道 冰宁玉 你怎么也到了这里 紫玉吉好奇道 冰宁玉 看了看毕凡和清玄 说道 你 就是瑜伽吧 不错 我是瑜伽 想不到今天先后遇到了紫玉吉 冰宁玉两大公子 真是荣幸无比 毕凡笑着说道 真是太好了 听说你最近四处挑战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正好我也喜欢比武 所以专程来找你比武的 冰宁玉冷声道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眼睛却一直看着清玄 很显然 他也是清玄的追求者之一 毕凡看了看清玄 清玄脸色不太好 果然跟他想的一样 冰宁玉格想 你要跟我比武 可我 自问不是你的对手 不想自诩其辱 毕凡诞人道 冰宁玉的实力 恐怕不比紫宁差 要跟他比武 肯定要暴露很多底盘 如今有外人在场 他不想暴露实力了 加上冰宁玉的身份 在那里摆着 要是毕凡实力不计 有可能被击杀 实力太强 又容易引起麻烦 想来想去 还是拒绝冰宁玉的挑战好了 其实冰宁玉 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主要不是想要挑战毕凡的 只是想要接近清悬罢了 玉家阁下 你自问不敌 那我就不逼你了 对了 要是你愿意加入我们 我无限欢迎 我父亲说了 给你最好的待遇 冰宁玉语气声音道 他跟紫宁极不同 没有那么多城府 什么事情都是冷冰冰的 对毕凡也没有那么看重 好像有些看不起毕凡 接下来冰宁玉跟紫玉吉一样 都跟着他们 不准问题 清悬 又是你的爱慕者 毕凡传言道 冰宁玉冷冰冰的 跟冰块似的 我可不喜欢这种的 清悬郁闷道 毕凡更加郁闷 这两个家伙都是他招惹不起的人物 想要赶走不太现实 光是他们还好点 可他们都有跟班 实力同样强劲无比 冰宁玉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紫玉吉问道 你想要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了 你管得着吗 冰宁玉冷声道 紫玉吉笑了出来 你愿意跟着 我不会阻止的 紫玉吉忍下来了 城府果然极深 于是 清悬身边多了紫玉吉 和冰宁玉 两大极品公子哥示好 毕凡都没有机会 跟清悬说话 毕凡心情极差 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跟三名跟班走在一起 总感觉被忽视了 清悬对紫玉吉和冰宁玉 都很冷淡 可他们一点都没有在意 反而越来越殷勤了 要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毕凡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他都想要跟清悬分道扬镳了 可看到紫玉吉和冰宁玉 跟着清悬身边 他没有办法独自离去 这一天 他们进入了一座城池之中 这么多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出现在城池里面 引起了很大的轰盗 不过没有人敢去打扰他们 城池之中 可没有什么强者 进入城池之后 清悬终于找到了机会 跟毕凡说几句话 大家都入住了 清悬进入了毕凡的房间 玉家 这些天真是对不起了 有紫玉吉和冰宁玉跟着 你恐怕极为不便吧 是啊 不知道他们如何才会离开 毕凡叹道 紫玉吉 脸皮极厚 城府又深 濒临于冷酷无情 好像冰块一般 这两个人都不好对付 想要把他们支开 这是难上加难 清悬很无难 毕凡道 那要怎么做 要不悄然离开吧 没有办法 以他们的实力 你觉得我们能够摆脱他们吗 清悬道 不能 算了 我们先在城池之中 休息一段时间吧 也许他们呆烦了 就会离开了 清悬道 既然如此 我就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出干之后再找你 闭凡道 我也闭关算了 看到他们就心烦 清悬道 第二天 两人都宣布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他们可不管 紫玉吉和冰宁玉是否答应 都直接在自己的房间闭关了 紫玉吉和冰宁玉都没有离开 不过他们自然不用自己 守着他们的房间了 只是派出了跟班 叮嘱了清悬 至于毕凡 紫玉吉和冰宁玉都没有去在意他 不过毕凡舍不得清悬 还是没有离开 他开始闭关修炼造物法则了 如今他购买了许多材料和灵药 正好拿了猎手 他也不管时间过去的多久 把每一种灵药都创造了很多出来 灵药堆积如深 毕凡心情非常不错 因为造物法则的修为 不断提升 只是他心中始终有些放不下清悬 脑海里面不断出现清悬的牵引 毕凡都有些觉得对不起玉子眼和独孤倩了 因为他总是想起清悬 想玉子眼和独孤倩的时间都变少了 他已经极力压制自己的感情了 和感情是越压抑就越想 反正他也不想太早出关 最好让紫玉吉和冰宁玉等不下去了 自己离开 于是毕凡静下心来 转心修炼造物法则 虽然在短时间 造物法则不可能大成 可极少成多 造物法则还是会逐步提升 这次闭关 时间还过得真快 转眼就过去了一年时间 他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还是出去看看情况 毕凡出关 他没有出房间 就感应到了外面有两股强大的气息 一直盯着清悬的风景 这两名强者的气息 毕凡很熟悉 一人是紫玉吉的跟班 一人是冰宁玉的跟班 既然跟班还在 那么说明紫玉吉和冰宁玉还没有离开 他们有跟班盯着 可以尽情做其他事情 跟毕凡他们好 一点问题都没有 想到这些 毕凡头大无比 看来要摆脱紫玉吉和冰宁玉 比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 如今毕凡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他独自离去 相信紫玉吉和冰宁玉 不会跟着他的 剩下一条路 就是继续跟着清悬 有紫玉吉和冰宁玉他们在 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要是没有喜欢上清悬 毕凡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直接离开就行了 可现在不同了 有紫玉吉冰宁玉在清悬身边 让毕凡心神不宁 他选择了守在清悬身边 清悬好像还没有出关 毕凡也不想独自去对着紫玉吉和冰宁玉 紫玉吉太虚伪 毕凡不喜欢 冰宁玉又太乐 跟他说话太费劲 毕凡又闭关了一阵子 再次出关 他发现清悬已经出关了 紫玉吉和冰宁玉没有离去 他们继续闭关的话 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毕凡也选择了出关 看看想其他办法 如何把紫玉吉和冰宁玉支走 毕凡刚刚出现 紫玉吉笑着说道 玉家阁下 你修炼如此刻苦 难怪修为那么高了 朗玉 我只是休息一下 刻苦真是说不上 毕凡笑着说道 虽然毕凡不喜欢虚伪 和他的仙剑稍有不深 就有可能丢掉性命 不得不小心精神 小心无大错 有时候虚伪一点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玉家 我们什么时候切磋一下 大家点到极止 也不用分出胜负什么的 冰宁玉说道 毕凡玉阁下 你找人切磋 应该找紫玉吉阁下 你们才是同一等级的强者 我可没有办法相比 毕凡苦笑道 紫玉吉笑道 别舍上我 我可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何况在美女面前 我更加不会动手了 他这样说 没有人相信 紫玉吉有那么大的名气 都是拼杀出来的 不喜欢打打杀杀 怎么可能闯出那么大的名声 他只是在清玄面前 不像有失风度罢了 冰宁玉好像知道紫玉吉的厉害 也不想跟他切磋 他找毕凡切磋 就是想要在清玄面前表现一份 要是他跟紫玉吉比武切磋 输的恐怕会是他 那他只会丢尽颜面 他还不会傻到那种承诺 切磋作罢 紫玉吉和冰宁玉继续献阴气 让清玄不胜其烦 奈何这两人的身份 可不怕清玄 加上两人不要脸面 胡搅蛮缠的 清玄也没有办法 玉家 要不然你还是独自去魔力吧 就不用跟着我了 我准备回去一趟 清玄说的 他这样做 无非是想摆脱紫玉吉和冰宁玉 他直接会清明宗去 紫玉吉和冰宁玉 恐怕没有胆量跟着去 就算跟着去了 也无法进入清明宗的总部 最终还是无法继续跟着清玄了 紫玉吉和冰宁玉和等人物 自然知道清玄这样做 是有意摆脱他们 可他们也没有办法 毕凡福林心智 一下子明白了清玄的想法 当即说道 诸位 我这次出来是四处历练的 就不陪各位了 在下先告辞了 玉家阁下 以后有缘再会 清玄淡然道 玉家阁下 以后欢迎你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紫玉吉笑着说道 冰宁玉还是冷冰冰的 玉家 希望下次你可以跟我比试一番 好 等我实力足够了 我会跟你比试的 毕凡笑着说道 随后毕凡就离开了 他可不想继续跟紫玉吉 冰宁玉他们走在一起 只是毕凡发现一个问题 他被跟踪了 而且跟踪她的是 两名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气息很熟悉 就是冰宁玉和紫玉吉的跟班 两人竟然都出动了强者 显然有些不怀好意 更加不妙的是 两名跟踪者一起行动 他们好像联合了起来 毕凡联盟联系了清玄 询问紫玉吉和冰宁玉的情况 紫玉吉和冰宁玉都还跟着她 并没有离开 如此毕凡还放心了不少 只有两名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跟踪 紫玉吉和冰宁玉都没有出动 那就好玩多 毕凡已经开始思考 要如何对付跟踪者 收服他们当然是好事情 可紫玉吉和冰宁玉都会把目光投向毕凡 他以后就难办了 不收服他们自然也不能动他们了 任用他们跟着也是麻烦事情 当然毕凡可以尝试甩掉他们 只是难度不小 毕凡也没有办法马上做出决定 此时一个不慎就会闹出大事情来 他再次联系了清玄 让他尽量多拖住紫玉吉和冰宁玉一段时间 他好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 如何对付身后的跟踪者 那可是两名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法则修为如何 毕凡也不清楚 不敢随意下手 第886集 终于摆脱 想来想去 毕凡还是决定先摆脱他们 这是不知道他们底细的情况下 最佳解决办法了 他先没有惊动后面那两人 只是不断前进 没有目的 先把他们引远一些再说 毕凡日夜赶路 连续一个月 他感觉差不多了 然后就施展出了身影去 并用幽冥镇魂灵遮掩了气息 防止被锁定 做完这些 毕凡施展出大圆满境界的空间法则 开始逃逸了 那两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修为确实不多 空间法则融合了八种法则 算得上顶尖的人物了 可惜 他们修为跟毕凡还是有些差距 追不上毕凡 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毕凡很快摆脱了 两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其实 他要是借助白铭旋风他们 能够瞬间摆脱 这两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可他没有那么做 那是他最后保命的底盘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施展出来的 一旦施展出来 就会让敌人有所防范 不得不防了 他如今在仙界 万事都必须小心谨慎 摆脱了两名跟踪者 毕凡心情舒畅 甚至想要大吐出来 不过他没有那么做 他很快冷静下来 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行程 突然毕凡竟然隐藏了起来 土一刀出现在了外面 原来毕凡越想越不爽 最终还是决定 对那两名跟踪者动手 他们刚刚追丢了毕凡 想来还没有离开 这就给了毕凡机会 只是他们熟悉毕凡的气息 毕凡绝对不能出现 出现就会被认出来 由图一刀动手 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图一刀出现之后 还改变了容貌气息 然后反身回去 跟踪毕凡的两名强者 其中一人是紫玉吉的根本 名叫紫小生 巅峰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毁灭法则融合了六种 修为跟洪孝天有的一笔 不过他是跟随先帝修炼的 恐怕战斗力在洪孝天之上 另外一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同样是巅峰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名叫兵斧 毁灭法则融合了七种 修为还在紫小生之上 当然毕凡并不清楚 两人的法则修为 要是两名强者在一起 恐怕他还会犹豫 是否要出手 图一刀运气好像不错 他返回去的时候 紫小生和兵斧两人 正分头搜索必反 两人分开了 给了他十足的信息 他最先遇到的是紫小生 面对这名强者 图一刀突然出现 然后直接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进行偷袭 兵斧随时可能出现 图一刀不敢耽搁事件 必须速战速决 空间黑洞 是图一刀最强手段 自然要施展出来了 紫小生没有防备 被空间黑洞罩住了 他全力挣扎 想要逃逸出去 甚至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可惜一点用处都没有 经过这么长时间 毕凡的空间黑洞 已经融合了光暗风三系法则 加上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和三种毁灭法则 威力之大已经无法估量了 不断施展毁灭法则 消耗是非常大的 他不施展毁灭法则 就会立刻被吞噬掉 所以紫小生没有坚持多久 不到十分钟 他消耗太大 最终还是被吞噬了 毕凡在里面等着他 直接把他封印了 封印了紫小生之后 毕凡考虑了一下 把他封走了 免去麻烦的同时 还能在先帝那里 安插眼线 何乐而不为呢 有了紫小生配合 对付兵斧 就更加简单了 当然 兵斧实力要高不少 多耗费了一点时间 才把他拿下 封印了两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必烦把他们放缩吧 要是 把这两名强者 带回混沌界 当然能够增强 六觉神宗的实力 只是 没有留在仙界 用处大 他们一人在紫玉级身边 一人贴身保护兵冰宇 都能够得到一些 重要的消息 只要他们把消息 告诉白铭和玄丰两人 就能够让白铭和玄丰 破一两脑 何怕 万一有一天 必烦要与先帝 兵帝为敌 有两枚棋子在 必烦就有了先祭 放走了紫小生和兵斧 他们继续和紫玉级 兵冰宇保持联系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必烦带走他们的话 两名老牌实地 金仙级别的强者 无缘无故失踪 恐怕在仙界 要造成很大的轰动 何况 他们分别是 先帝和兵帝的人 他们失踪 很可能把先帝和兵帝 都引出来 他们亲自出马 就算涂一刀之后消失了 还是有可能被找出来 把他们放走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紫小生和兵斧离开之后 涂一刀再次隐藏起来 而碧凡也继续历练去了 摆脱了紫小生和兵斧之后 碧凡告诉了清雪 他知道怎么做的 独自一人 碧凡感觉自由多了 不过他暂时不适宜 弄出什么大动静了 因为那样会暴露他的行踪 紫玉吉和兵宁宇 既然派人追踪他了 就说明他们没有什么顾忌 而且不怀好意 要是他现身 恐怕紫玉吉和兵宁宇 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清雪回去之后 紫玉吉和兵宁宇 能够腾出身了 他们很可能 亲自去跟踪碧凡的 碧凡不想面对这种局面 所以他历练又选择了低调行事 扮成了实力一般的冒险者 到处冒险去了 这样只能磨砺心境 想要有大收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这样做了 至少暂时如此 等到紫玉吉和兵宁宇 找不到他 失去了耐心 那时候 碧凡就不用有这些顾忌了 清雪等到了 碧凡的消息 他告诉紫玉吉和兵宁宇 两位 我准备回去清明宗的总部了 你们自便吧 清雪 我送你回去吧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紫玉吉笑着说道 正好 我也想要去一趟 我也送你 兵宁宇的 你们随意吧 清雪开始赶路了 为了尽快回到清明宗总部 没有多久 清雪就回到了清明宗 然后 他独自回到了总部 紫玉吉和兵宁宇 不能进入清明宗的总部 他们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 见清明 没有外出的打算 只有离开了 他们也得到了消息 碧凡已经失去了踪迹 要不是为了清眼 看到清雪回到清明宗总部 他们早就去跟紫小生 兵府会合 然后去寻找碧凡了 他们这次出来 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拉拢碧凡 要是拉拢不成 就杀了他 以为先帝和兵帝都得到了消息 碧凡跟清雪走的痕迹 他很可能会加入清明宗 先帝和兵帝都不希望碧凡加入清明宗 招揽不成 最好的办法就是毁掉 不让他加入清明宗 先借八大先王相互竞争 算是敌对关系 他们不能眼看着一名顶尖的强者 加入到竞争对手一方去 很多强者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最终被灭杀了 别看紫玉吉和冰宁宇 之前对比凡不错 那都是在清雪面前演戏 紫玉吉和兵宁宇 在清明宗外面待了几个月时间 就坐不住了 他们相约一起去找毕凡 毕凡这样的强者 他们绝对不允许他活着 加入清明宗的 何况毕凡跟清雪还有亲密的关系 紫玉吉和兵宁宇 就更想要杀死毕凡了 走 务必找到毕凡 毕凡喜欢四处挑战强者 想要找到他并不困难 何况 以我们两人背后的势力 要找出一个人的行走 这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紫玉吉和兵宁宇出发了 他们很快就跟紫小生兵服会合 紫小生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两人一起追踪 还让他逃脱了 紫玉吉有些责怪道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他的气息突然消失了 加上锁定的状态也被击破 然后就是带着我们狂奔 把我们甩掉了 紫小生谈到 兵服道 于家此人的空间法则 修为极高 我们两人都追不上他 眼看着他脱身逃走 紫小生 你的空间法则都融合了八种法则力量了 竟然还无法追上瑜伽 看来此人的空间法则 很可能修炼到了九九皈一大圆满境界 此前他跟紫宁比武 隐藏了实力 他的法则修为到底如何 恐怕只有他本人才知道 紫玉吉道 兵宁宇冷声道 此人太神秘了 查不出来历 我们知道的情况恐怕都是假的 必须尽快把他找出来 要么撤杀掉 要么就把他收复了 要找出他来 谈何容易 他恐怕知道我们要找他 会隐藏起来 他要是隐藏起来修炼数十年 难道我们要找他数十年 紫玉吉非常郁闷 紫玉吉 那你说怎么办吗 兵宁宇道 紫玉吉道 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然后发动我们下面的势力 查探瑜伽的下落 一有消息 我们再立刻赶去 不就能够轻松许多了吗 只有如此了 紫玉吉 要是你们先收到消息 记得通知我 冰宁宇道 当然 你们收到消息 也记得通知我 紫玉吉面胆笑容 他心中却在冷笑 我要是先收到消息 自然先过去 看看能不能收服玉家 叫上你 岂不是多了一个势力 争夺玉家 到时候 他很可能哪个势力都不会加入 就算要杀死玉家 我们也不需要帮手 好处 还是独享的好 冰宁宇也有同样的想法 只是没有说出来 先帝跟冰帝关系 并不是很好 他们这次联合行动 是行事逼人 一旦分开之后 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 都会各行其事的 必凡有紫小生和冰府 两个眼线 紫玉吉和冰宁宇 有什么行动 他都能够知道 甚至他们的谈话 他都知道 他的预测还真是对的 幸好一早脱身了 不然大麻烦接踵而至 甚至有可能陨落在先界 知道了这些情况 必凡更加不能暴露行踪 还是老老实实 当一个普通的冒险者 继续魔力心惊修为 没有多久 清玄主动跟他取得了联系 于家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准备去找你 听到清玄要来 必凡非常高兴 只是他又有些担心 害怕紫玉吉 冰宁宇派人盯着清明宗 一旦清玄外出 很可能被盯上 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 不得不小心地方 必凡把所在的大概地方 告诉了清玄 并提醒他 清玄 你一定要小心 留意是否被跟走 我会小心的 想要跟着我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算了 我会改变容貌 也少一些麻烦 清玄说道 确实 他的容貌 实在惊若天人 走到哪里 都是靓丽的风景线 想要隐藏身份和行踪 那只是痴人说梦 清玄 想要跟毕凡会合 不知道有什么打算 毕凡也没有管那么多 总之 有一名角色美女陪着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何况 毕凡对清玄有好感 巴不得清玄随行 毕凡并没有停留下来 他把自己的行踪 每天都告诉清玄 这样 两人很快就能够会合 他已经开始考虑 接下来的打算 继续挑战强者 已经不能做了 只有四处冒险 看看 有没有什么机缘了 要是仙界 有什么宝物出事 毕凡倒也不介意插一手 去抢夺宝物 抢夺的宝物 可以增强 手下及自己的势力 同时削弱对手的势力 一举两得 他已经把仙界的强者 当成对手了 自然要防范地 暂时 混沌界跟其他五界 都是有矛盾的 而其他五界相互之间 也充满了矛盾 小摩擦不断 大的战争 也是有的 其中 妖魔灵三界的 关系较为密切 而佛仙两界 算是盟友 当然 就算仙佛两界 也是明争暗斗 都想要成为六界第一 要是能够一统六界 那就最好不过了 六界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却很难做到 因为六界的命运先王 都有私心 谁都想要 把其他人压下去 成为六界第一 所以 他们也充满了进者 无法真正联合起来 碧凡既然被 仙魔两界的顶尖强者 送入了混沌界 那他就是混沌界的人 他要帮助混沌界 独霸六界 那样才不会有任何麻烦 要知道 当初碧凡杜杰飞升 就已经引起了 先魔两界大佬的关注 并且直接把他 送入混沌界了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最少都是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大部分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有着深厚的背景 也就是说 碧凡那些敌人 来头不小 不容易对付 随着碧凡的名气 在混沌界广传 相信很快 就会引起 先魔两界的强敌注意 那些强敌 早晚会动手了 加上碧凡的天赋 被传得六界禁止 其他五界的大佬 都想要斩杀碧凡 免得他成长起来 所以碧凡必须要强大起来 同时 最好要帮助混沌界 强大起来 以求自保 鸿蒙至绝 第八百八十七集 七叶 血流化 把仙界的宝物带走 强大自身 还削弱仙界的实力 当然 这样说有些夸张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 宝物出事 要讲求机缘 机缘到了 自然就有机会 要是机缘不到 想要得到宝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 碧凡和清玄会合了 清玄的容貌改变了 变得非常普通 而且 他们两人没有马上碰面 确认了没有人跟踪 这才会合 玉家 能够再次见到你 还真是高兴 当初 紫玉吉和冰宁宇 派人跟踪你 我还真为你担心 要知道 紫小生和冰府 都是老牌十地 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两人联合 可不好对付 你能够安然无恙脱身 真是厉害 清玄笑着说道 毕凡摇头的 我只是运气比较好 加上比较擅长逃命 才能摆脱他们 要是跟他们对战 恐怕我逃不了好 如今 相信兵敌 先帝所属的势力 已经关注我了 只要我现身 他们很快就会找谁了 你说的不错 接下来 你恐怕无法去挑战强者了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去冒险吧 清玄高兴 冒险 不知道有没有地方 出产大量宝物 我是散修强者 宝物缺乏 必须多收集一些宝物才行 李凡说道 清玄想了想 说道 仙界之中 出产宝物的地方还真不少 不过 适合我们去的地方并不多 那些出产低级宝物的地方 我们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收获 要不然这样 我们去三十六天宫吧 三十六天宫 三十天宫以上 都出产上品仙器 极品仙器了 要是运气好的话 还能获得巅峰神级武器 只是进入天宫之后 一切都靠机缘和器缘 要是运气好 收获会很大 运气不好 不但得不到宝物 还有可能被困天宫 这种死在天宫之中 三十六天宫 好地方啊 只是我们进入其中 会不会被先帝 兵帝的强者盯上 毕凡笑着说道 其实从白明那里 毕凡已经知道 三十六天宫这个宝地了 只是三十六天宫的入口 比八大先王的手下控制起来了 没有通行证 是无法进入三十六天宫的 想要得到通行证 必须由八大先王所属的势力签发 而且八大先王 每年进入三十六天宫的名额 也是有限的 八大先王之外的势力 想要派强者进入三十六天宫 那是宽难无比的事情 除非耗费巨大的代价 逃一个通行证 或者依附于某个先王之下 才有可能得到通行证 就算依附八大先王之一 想要得到通行证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天赋和实力 想要得到通行证 那是妄想 以白鸣和玄丰的实力 他们都没有进入天宫一次 主要是 他们不愿意依附在八大先王之下 清玄身为清帝之女 他肯定能够轻易得到通行证 有清玄通行 必反也能够趁机进入三十六天宫 多捞取一些宝物 三十六天宫 宝物众多 可也是有数的 必凡多收取一些 那么三十六天宫的宝物 就会少一些 这种事情 必凡最喜欢干了 放心吧 三十六天宫 并不是想进去 就能够进去的 一名强者 只有三次进入天宫的机会 而且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是无法进入三十六天宫的 我已经用了一次 进入三十六天宫的机会 这一次 陪你一起进去 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 不然就有些浪费了 清玄笑着说道 听清玄这样一说 必凡彻底放心了 只要不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出手 他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好 我们就去三十六天宫吧 必凡兴奋道 清玄道 三十六天宫 逐层危险会增加 当然宝物也会多一些 我们进入其中 千万要小心 要是被禁止困住了 那就麻烦了 而且 我们就算一起进入三十六天宫 也恐怕很难走在一起 要是我们 能够在三十六天宫中会合 那说明 我们的缘分不浅 只是 那样的机会不大 所以你进去之后 一定要小心谨慎 听说无法跟清玄同行 必凡微微有些失望 不过 很快就变得很高兴了 他独自在三十六天宫里面闯荡 才能进行施展 多捞取一些宝物 多谢提醒 我会小心谨慎的 必凡感激的 那我们直接去三十六天宫外面吧 我这里正好有两张通行证 清玄笑着说道 两人乘坐传送阵 没多久就到了三十六天宫的入口 三十六天宫是隐藏在虚空之中的 而且从下往上是第一天宫 第二天宫 在入口的地方 可以选择进入哪一层天宫 进入天宫之后 只能向上闯 不能向下走 要是必凡他们进入第三十天宫 那么他们只能在最后七座天宫之中闯荡 寻找宝物 可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也有限制 最低也只能进入第三十天宫 据清玄所说 每一座天宫都非常之大 甚至比一个星球都要大 在天宫之中 到处都是禁止正法 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其中 至于那些宝物 要看运气了 运气好 随处都能够捡到宝物 要是运气不好 会一无所获的 不过大部分宝物 都是隐藏在正法禁止之中的 宝物越好 外面的禁止越强 并且那些宝物都是随意出现的 没有什么规律 想要把宝物都收取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点 每次进入三十六天宫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只能待一年时间 时间到了 只要没有被困住 就会被直接送出三十六天宫 要是被困住了 脱困之后 也会第一时间被送出去 进入天宫之前 清玄专门花了一天时间 把三十六天宫的情况告诉了必反 他尤其提醒必反 让他不要进入最后两座天宫 最后两座天宫 那些顶尖的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进入其中都很容易被困住 除非有命运先王的实力 才能在里面横行无际 只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无法进入三十六天宫 他们想要进去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必反一面答应了清玄 一面在想 既然最后两座天宫 很少有强者进去 那么里面的宝物 肯定比较多一些了 何况最后两座天宫 里面的宝物肯定是最好的 既然如此 必反心中已经暗暗下了决定 要进入最后两座天宫 闯荡一番 看看能否有所收获 只是必反也不想太过招摇 所以他选择进入的是第三十四天宫 而清玄先进去 他选择的是第三十二天宫 能够跟必反相遇的可能性更小了 必反进入第三十四天宫 也就一瞬间的事情 刚刚进入其中 必反就感觉到了 天宫之中 先起之浓语超乎想象 第三十四天宫的先起之浓语 是必反见过先起最浓语的地方了 如此浓语的先起 千百万年之后 酝酿出来大量的宝物 一点都不奇怪 只是天宫之中那些禁止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这三十六天宫存在之久远 好像比先界还要有久 先界之所以在六界之中 综合实力最为强劲 很大原因是因为天宫的存在 说到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绝对是混沌界第一 可论总体实力还是先界第一 先界有八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只比混沌界少一名 但先界其他各个层级的强者 可比混沌界多了许多 正因为先界实力最强 所以野心也最大 他们想要一统六界 只是先界本身就无法统一 想要称霸六界 谈何容易 先界八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其中最强的自然要属先帝了 可亲帝也不弱 还有其他六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实力强插也不大 先帝想要真正统一先界 实在太过困难了 可先帝也非常精明 几次三番挑起先界跟魔界 混沌界的战者 想要逼得其他七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跟他联合起来 最终听从他的号令 只是先界的如意算盘 还没有打响 还需要继续努力 近百万年来 六界都没有出现精彩绝艳之辈 一局统一某一界 在百万年之前 就曾经有一代先帝 一统先界 还差点征服了混沌界 只是其他四界不想看到先界独爬六界 所以一起出手 才让先界不得不停止扩张 让混沌界能够保存下来 混沌界就是在夹缝中生存 其他五界都把混沌界当成了肥肉 随时可能咬上一口 三十六天宫名气之大 恐怕六界强者都知晓 只是想要闯入三十六天宫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碧凡能够进入三十六天宫 全靠他隐瞒了身份 还借助了清玄的力量 才得以如愿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碧凡自然不想错过机会 他懒得去查看周围的情况 也不想在第三十四天宫逗留多久 因为他想要去第三十五天宫看看 进入宝地 碧凡首先想到的还是龙雕 有龙雕在 寻找宝物就简单多了 何况龙雕还有破 破镜石的渗透 有了龙雕想住 碧凡才能在有限的时间 收取最多的宝物 龙雕出现 就贪婪地袭着周围的仙气 这是什么地方 好浓郁的仙气 这里可是仙界的三十六天宫 宝物无数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 碧凡笑着说道 雕也在此 宝物想要隐藏 都困难无比 龙雕非常得意 你就别吹嘘了 还是行动起来吧 碧凡急起来 宝物当前 碧凡自然无法冷静下来 还是早点把宝物 弄到手在说 他虽然不想在 第三十四天宫浪费时间 可他必须先找到 进入第三十五天宫的 通道才行 一路上要是遇到宝物 碧凡自然也无需客气了 第三十四天宫 也必须有顶尖 实力金仙级别的修为 才能勉强自保 所以第三十四天宫的宝物 应该非常不错 而且宝物也比较多 在龙雕帮助下 必反很快有了收获 他的第一个收获 就非常不错 竟然是一株 王极灵药 七叶玄龙花 王极灵药 对命运先王级别 以下的强者来说 都有大用 不过 王极灵药 需要在炼丹宗师手上 才能炼制成为丹药 龙雕就有炼丹宗师的分类 可惜这株王极灵药 还需要搭配一些其他灵药 才能炼制成丹药 王极灵药 七叶玄龙花 是炼制很多仙丹的主要材料 必反也不着急 先把灵药移植进 九宫仙缘图之中 以后要是找到了搭配的灵药 就可以炼制丹药了 要是必反的造物法则 修炼到家 就能够依照这株灵药的特性 创造出王极灵药了 只是必反的造物法则 修为还粗浅得很 只能创造出玄极灵药 看到王极灵药 必反知道 他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要是能够创造出王极灵药 那么就发达了 王极灵药炼制出的丹药 能够对命运先王级别以下的强者 有着巨大帮助 到时候 六爵神宗那些强者 就能够快速提升实力了 这才刚刚开始 就有了这样的收获 让必反异常兴奋 龙雕 真是好样的 以后有了搭配的灵药 王极灵药七叶玄龙花 就交给你了 必反笑着说了 那是自然 这样的灵药 只有在雕业手上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龙雕得意的 必反呢 探知掉 继续寻找宝物 我们这次 要满载而归了 出发 龙雕在一个个静止中穿行 畅通无阻 轻松无比 可必反不幸 他只有干着龙雕 在没有静止的道路前进 速度并不快 龙雕要是遇到了宝物 他能够收取的 就直接收去了 要是有些宝物 他无法收取 就只有交给必反了 当然 宝物多数在禁止之中 必反就必须借助龙雕的神通 进入禁止之路 只是 龙雕带着必反穿行禁止 需要消耗很多能量 不能经常那么做 只有遇到宝物的时候 才会带着必反穿行禁止 就算这样 要是太过频繁的话 龙雕的能量 也会消耗一空的 必反不能让龙雕把能量消耗光了 龙雕补充能量 非常困难 缓慢 在三十六天宫之中 必须争分多秒 必反可不想把时间浪费了 所以 每次龙雕说 能量消耗了八成左右 就让龙雕停下来休息 遇到宝物 他就自己想办法 破除禁止 必反手段很多 不管是吞噬漩涡 空间黑洞都能够帮助他 快速破除禁止 鸿蒙之转 第888集 神奇金属 不过 那些禁止都很强大 要破除一个禁止 就算必反施展最强的空间黑洞 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才能完成 他破除的禁止 并不是靠暴力 所以 禁止吸取了足够的仙气 还能恢复以往的威力 必反 这个禁止之中 有一件上品仙气 可我无法带你进去了 你要不要破掉禁止 龙雕说了 上品仙气 直接过去了 必反白说了 为了争取时间 他连上品仙气 都懒得出手去收取了 也是 短短三天时间 必反就收取了 一株王级领养 三件极品仙气 十五件上品仙气 还有一些 珍惜的练剂材料 这么多收获 让他胃口越来越大 必反 你真是的 一件上品仙气呢 能够换取不少极性魂运 竟然不要 龙雕参考 我们时间不多 只有一年时间 还是尽量多收取一些极品仙气吧 必反苦笑的 他胃口变大了 确实如此 可他还是很想要上品仙气的 只是为了一件上品仙气 会耗费一个小时左右 好像有些不划算了 要是龙雕带着必反 也不需要消耗能量 那就太完美了 不过 他已经占尽了好处 还想着美式 好像有些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很多强者 进入三十六天宫之后 好不容易破除了几个禁止 结果一无所获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必反几天的收获 比其他强者一年的收获还要多 结果他还不知足 只是龙雕太罕见了 要是有其他强者有龙雕 那么三十六天宫里面的宝物 恐怕已经被洗劫了不少 龙雕不带着必反去禁止之中 他独自进去 是不需要消耗能量的 而且他体内的能量会慢慢恢复 为了让龙雕快速恢复能量 必反甚至拿出空间神石给他吞食 龙雕最厉害的能量就是空间能量 需要空间神石来补充 吞食灵药也能够补充一些能量 太少了也太慢了 龙雕吞食灵药主要是爱好 为了获得更多宝物 必反不惜拿出了珍贵的空间神石 只是空间神石恢复龙雕的能量 也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必反有时候不得不亲自破阵 收取宝物 只是接下来的路程 必反放弃了很多一般的商品仙气 要是遇到极品商品仙气 他还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他尽量加快速度 就是为了早点进入第三十五天宫 不过天宫太大了 又到处布满了禁止阵法 必反足足耗费了两个月时间 才找到了第三十五天宫的入口 没有丝毫犹豫 必反就闯入了第三十五天宫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进入第三十五天宫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可必反还是没有任何犹豫 他有龙雕相助 加上他有空间黑洞 就算被困住了 他也有办法出去 所以必反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被困在第三十五天宫里面 为了小心起见 必反进入第三十五天宫之后 立马设置了传送点 要是在第三十六天宫之中 无法传送到外界去 他还可以传送到预设的传送点 第三十五天宫的仙气极为浓郁 要比第三十四天宫浓郁许多 这样的环境 相信宝物会更多的 加上第三十五天宫 很少有强者进入 甚至没有强者进入 相信宝物会让必反满意的 龙雕比必反显得更为兴奋 浓郁到极致的仙气 对他有很大好处 要不是只有一年时间 必反都想要停下来修炼了 在这种地方修炼 修为提升之快 恐怕要超乎他的强盛了 虽然无法修炼 必反还是让图一刀操控双色其脸 不断吞噬周围的仙气 把那些仙气输送进 他们两人的仙气之中 仙气要进阶 需要大量的能源 仙气是纯正的能量 经过双色其脸转化之后 不管是仙气还是魔气都可以吸纳 如今必反和图一刀使用的仙气 魔气都是极品仙气 极品魔气 即便如此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六界之中最强的并不是极品仙气 而是传闻之中的神气 神气太罕见了 就算六界的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不是人手意见 神气到底有多么强大 必反没有见过 自然不可能知道 传言之中 神气都有着毁天灭地之位 比极品仙气强大十倍不止 六界之中所剩的神气不多 都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 神气越来越少 还从来没有听说 什么地方出现过神气 那些拥有神气的老牌势力 一直处理不倒 一半归功于神气 必反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要收取一件神气 即便无法弄到神气 多弄一些极品仙气回去 也能够大幅度提升六界神宗的势力 龙雕 开始干活吧 必反有些激动 龙雕笑道 雕也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看我的吧 对于寻宝 龙雕兴趣很大 其实不用必反吩咐 龙雕也会寻找宝物的 它其中一个兴趣就是寻宝 龙雕先指出哪些地方没有禁止 然后才在禁止之中穿行 必反在没有禁止的地方快速行走 跟上龙雕的进度 龙雕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搜索了十多个禁止 弹吃掉 有没有发现 必反迫不及待分道 还不错 收取了两块炼气材料 都是极为罕见的 你那里应该没有 龙雕平淡道 必反很高兴 是吗 那你继续 虽然必反很想看看炼气材料是什么 可他忍住了 那样会耽搁时间 时间就是宝物 对必反来说太珍贵了 龙雕身上有空间宝物 材料被他装了起来 可要是遇到极品仙气 龙雕就没有办法了 仙气有灵 必须要强行收复才行 龙雕没有什么势力 想要直接收复仙气 可能性太小了 他非常聪明 才不会把自己置于贤地 遇到极品仙气 他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必反的 第三十五天宫 还真是不错 极品仙气非常常见 反倒是上品仙气 比较少见了 要是出现上品仙气 都是上品仙气中的极品 随时可能进化成为极品仙气 这样的宝物 必反无法放弃 他都一一收走了 第三十五天宫 已经有这么多宝物了 必反不由的 有些想要去第三十六天宫 看看情况了 第三十五天宫 就有这么多极品仙气了 不知道第三十六天宫 又有什么宝物 必反充闷了好奇 龙雕 加快速度 我们争取早点进入第三十六天宫 看看 说不定那里有神气存在 必反兴奋的 龙雕的 没问题 我会尽快找到入口的 龙雕不断穿行 寻找宝物 要是遇到仙气之类 有灵质的宝物 他无法收取 就带着必反进去收取 几次之后 龙雕消耗太大 遇到极品仙气 就只有靠必反自己了 在天宫之中 必反没有什么顾忌 大胆施展出空间黑洞 借助双色七连的吞噬神通 快速破除禁止 然后进入其中 收取宝物 见识了很多禁止 对禁止方面 必反也有了不少心得 第三十五天宫里面的禁止 随便拿出一个禁止 都精妙绝论 威力其大 要是能够在浩天岛 布置起这样的禁止 恐怕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都很难闯入进去 可惜时间有限 必反无法慢慢在那里 学习禁止 他只有把一些禁止的布置 暗暗记忆在心中 以后回去慢慢研究 他记得不是很详细 回去之后 能不能把禁止复原出来 还很难说 必反管不了那么多 还是宝物最为重要 当龙雕能量消耗太多的时候 必反又开始 直接放弃 收取上品仙气了 上品仙气虽然珍贵 可已经收取了 大量的极品仙气 他对上品仙气 不放在眼中了 必反 这个禁止里面 有一块奇特的金属 我竟然无法收取 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根据我对宝物的了解 这块金属 恐怕比我们得到的 所有宝物 都要珍贵许多 龙雕激动了 我马上进去看看 必反好奇心起来了 龙雕道 我可没有能量带你进去 自己破除阵止吧 必反很无奈 只有停下来 施展出空间黑洞和吞噬漩涡 慢慢把禁止的能量吞噬掉 吞噬禁止的能量 对必反有着巨大的好处 可也很浪费时间 第三十五天宫里面的禁止 比第三十四天宫的禁止 强大了不少 必反为了破除禁止 独足耗费了近两个小时 这才进入禁止之中 在禁止里面 一块火红的金属悬浮在空中 周围的能量都不断涌入金属之中 而且那金属好像有灵性一般 必反刚刚进去 那金属竟然没入土壤之中不见了 必反 这块金属可了不得 你想要收取它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龙雕笑着说道 放心 既然遇到这样的宝物了 我就不会让它跑了 必反信心十足 它拿出了极艳寒冰 直接插入地下 土壤全部被冻结了 极艳寒冰的寒冰之气太厉害了 瞬间就让土壤变得坚硬无比的冰块 那块金属无法在坚硬的土壤之中穿行了 不得不冒了出来 那块金属好像怕冷 冒出来之后好像在锁锁发抖 金属还怕冷 真是奇怪了 必反不管那么多 直接幻化出一只巨手要把金属抓住 金属只有拳头大小 发出红色的光芒 好像一团火焰 这样的金属 必反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金属有灵性 它也是第一次见到 自然要拿下来 这种有灵性的金属想都不用想 肯定珍贵无比 可惜那巨手还没有靠近金属 结果还没有碰到金属 就被金属化为了乌有 金属竟然懂得攻击 还真是不意外 看到那金属 必反有些无法下手了 只是他心中对金属充满了好奇 不拿下金属 恃不罢休 必反又连续施展了多种手段 还是没能收取神奇金属 就连法则力量都施展了 同样没有任何用处 不管是法则力量 还是神通物技 甚至连空间黑洞 都无法对神奇金属产生任何作用 连空间黑洞都无法吞噬那块金属 可见金属多么神奇了 越是如此 必反就越想要收取它了 突然必反想到 那块金属好像很害怕 极艳寒冰的寒冰之气 他心中有了想法 必反先施展出手段 使得天降大雨 金属也被晕笼罩住了 他瞬间回处极艳寒冰 周围瞬间解冰 那块火红的金属 也被冻结在了冰块之中 只是金属并没有乖乖呆着 他在不断挣扎 要逃出来 必反见情况有些不对劲 直接用极艳寒冰插了进 他本来想要借助极艳寒冰的寒冰之气 夹过冰块 让那金属无法逃脱 结果不可思议的异幕出现了 那块金属好像疯了 竟然不再害怕极艳寒冰 直接扑向了极艳寒冰 必反不知道那块金属想要干什么 他愣了一下 就片刻功夫 金属已经接触到了极艳寒冰 必反想收回极艳寒冰都来不及了 既然如此 必反放开了极艳寒冰 准备看看金属跟极艳寒冰接触之后 会有什么份 那块神奇的金属碰到极艳寒冰之后 瞬间化回了熔冰 直接把极艳寒冰包裹起来 极艳寒冰上本来是有蓝叶的 被红色的熔冰包裹散发出了红叶 红蓝交错 美妙绝乱 看到极艳寒冰被包裹住了 必反有些担心 她伸手去拿极艳寒冰 想要帮助极艳寒冰 可那红叶温度之高 超乎想象 比六妹天火节还要厉害许多倍 她的手瞬间被烧毁了 必反连忙远离极艳寒冰 不敢去触碰了 她的手很快重生 但她没有少影响 只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极艳寒冰 只有看你自己的了 必反叹道 红叶跟蓝眼不断争锋 可以看出金属在跟极艳寒冰交战 争夺主权 看到这种情况 必反感觉那神奇的金属 好像也是奇物 而且是有了灵质的奇物 有灵质的奇物 必反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管如何 必反还是希望极艳寒冰活胜 能够把神奇金属收复了 鸿蒙至尊 第889集 鸿蒙之气 极艳寒冰跟金属争斗 非常激烈 竹族进行了一个多少日 龙雕已经去收取了不少保护了 还没有分出胜负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 蓝眼逐渐占据了上风 把红眼压制了下去 片刻之后 那块神奇的金属 彻底融入了极艳寒冰之中 红色的金属不见了 极艳寒冰 却变成了红蓝相间的颜色 而且发出的光芒 也是红蓝相间的 而且 极艳寒冰的气息 强大了十倍不止 简直太强了 比他见过的任何极品仙器 都要强大许多 李凡再次感应 极艳寒冰 跟他又有血脉相连的感觉了 他一念一动 极艳寒冰回到了他手上 燕编 你没事吧 必凡还是有些担心 极艳寒冰的气凌 我没事 我还收了一个小弟 燕火 跟主人打招呼 燕冰笑着说道 主人 您好 我是燕火 也就是 圣炫灵燕的气凌 燕火说道 那块金属 叫圣炫灵燕 非常厉害 必凡赞道 燕火道 那是自然 圣炫灵燕是最厉害的金属 能够吞噬其他金属 不断净化 我就是净化出来的 要不是我出现不久 势力还不够强大 也不会被燕冰收服了 圣炫灵燕 还能吞噬其他金属净化 必凡精益无比 当然 圣炫灵燕 以前很弱小的 可逐渐净化成为了 有灵质的金属 绝对是罕见的 要是有足够的时间 加上足够的稀有金属 圣炫灵燕 还能进化得更为强大 只是第三十五天宫的金属 都被我吞噬了 没有其他金属存在 想要进化 就比较困难了 燕火道 必凡再次被镇住了 他没有想到 圣炫灵燕如此强大 竟然把第三十五天宫的金属 都吞噬了 他有些清醒 还好是吉焰寒冰 把圣炫灵燕收复融合了 要不然的话 恐怕他都会有危险 本来 圣炫灵燕已经够强大了 融合吉焰寒冰之后 就变得更强了 必凡虽然不知道 吉焰寒冰如今有多么强大 他有一种感觉 吉焰寒冰 恐怕能够 威胁到他 吉焰寒冰如今有了 圣炫灵燕的神通 一切神通法子攻击无效 连禁止也无法困住他 之前 圣炫灵燕还有些害怕 吉焰寒冰的寒冰之心 可现在不知道 有什么能够控制住吉焰寒冰了 吉焰寒冰越强 必凡越高兴 有了如此强大的吉焰寒冰 以后必凡的战斗力 变得更强了 突然 必凡想到了 有了吉焰寒冰 岂不是想要进入禁止 更容易了 他试验了一下 吉焰寒冰 确实能够穿过禁止 只是 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一切 圣炫灵炎 能够把第三十五天宫里面的金属 吞噬光 耗费了无数年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以吉焰寒冰的能量 最多能够连续穿过三个禁止 必凡用了一次之后 就没有再用了 还是 留在关键时刻 使用吉焰寒冰的特殊神通吧 龙雕一直在搜寻宝物 他把灵药之类的宝物都收去了 这么短时间 他还发现了三件 极品仙器和两件上品仙器 两件上品仙器 都是宫殿类仙器 必凡也无法放弃 于是 他耗费了一天时间 把五件仙器都收去了 必凡收取仙器这段时间 龙雕没有闲着 他继续四处寻宝 无法收取的宝物 就留着必凡亲自收取 一天时间下来 龙雕发现的仙器更多 必凡不需要耽搁时间 去寻找仙器 光是收取仙器 他都无法跟上龙雕的速度 龙雕寻宝的本领 真是一等一的 简直太厉害了 好在龙雕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积累足够的能量 然后带着必凡穿过精致 这样一来 必凡收取仙器的速度 就快了许多 时间一天天过去 必凡收取极品仙器 都收到手软了 极品仙器之中 连灵魂类仙器 和宫殿类仙器都有 收获之大 超乎必凡想象 最近必凡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他这次来仙器 尘是赚到了 只要把这些极品仙器拿回去 六绝神宗的实力 能够成倍提升 转眼间 过去了七个月 必凡才找到 进入第三十六天宫的入口 看到了入口 必凡有些犹豫了 第三十五天宫里面 薄无无数 光是极品仙器 就让必凡无法去细看了 实在太多 他不想浪费时间 去一一看了 继续留在第三十五天宫 剩下三个月时间 肯定还能有很大收获 进入第三十六天宫 谁也不知道 李梅的情况 可必凡只犹豫了片刻 他毅然进入了第三十六天宫 第三十六天宫 仙器更为浓郁了 比第三十五天宫浓郁了四五倍 里面的仙器都快成液态了 必凡进入其中 就感觉非常舒服 龙雕更是兴奋地大叫出来 毕凡 这里的仙器太浓郁了 真是想在这里多修炼一段时间 我也想 可惜我们只有两个月时间了 必须抓紧时间 去寻找宝卧 毕凡叹了 龙雕查看了一下 惊气的 主人 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这第三十六天宫很奇怪 有什么好奇怪的地方 不就是仙器比较浓郁吗 必凡好奇的 第三十六天宫之中 竟然没有什么禁止 我一眼看去 只发现了一座禁止 这种禁止强大无比 我都没有信心能够穿过去 龙雕说道 毕凡道 那你看看 其他地方是否有宝物 没有宝物 就是不知道禁止之中 是否有宝物 龙雕说道 那还等什么 先进去看看再说 毕凡急切道 龙雕快速过去了 他跟以前一样 想要直接穿过禁止 可惜被弹了回来 还受了一点震伤 毕凡 禁止太强大了 我无法进入其中 龙雕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先吞噬禁止的能量 你很快就可以进去了 毕凡笑着说道 他不敢耽搁时间 直接施展出空间黑洞和吞噬漩涡 不断吞噬禁止的能量 连图一刀都在毕凡体内帮忙 图一刀不能出来 因为他担心被直接送出去 就算在毕凡体内 也能够帮助他 使得吞噬能量的速度加倍 那禁止太强大了 龙雕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试一下 看能不能穿过禁止 可足足过去了一天时间 龙雕还是无法进入禁止之中 时间流逝 毕凡着急无比 很快又过去了三天时间 龙雕终于进入了禁止之中 龙雕进去之后 很久都没有出现 毕凡很是担心 他连忙拿出了几艳寒冰 也进入了禁止之中 在禁止里面 一尊巨大的高塔 处立在那里 气势强大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龙雕就是被高塔镇住了 动弹不得 终于有人类进入了 第三十六天空 好久没有看到人类了 真是激动了 一个声音传出 毕凡四处张望 没有看到人 他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在什么地方 小子 我是魂元降妖扶摸塔的气灵 我叫炼狱 那个声音又传出来了 有些沧桑 而且那声音有一股威严 让人忍不住沉 魂元降妖扶摸塔 一番震惊的 他并不知道 魂元降妖扶摸塔 只是光听名字 加上亲身感受了魂元降妖扶摸塔的气势 就知道魂元降妖扶摸塔不简单了 融合了圣玄零年的极燕寒冰 气势已经够强大了 可魂元降妖扶摸塔 气势比极燕寒冰又强大了十倍都不止 不错 魂元降妖扶摸塔 在远古时期 这件宝物真是神魔必扰 无敌天下 可惜 无数年过去了 恐怕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件宝物了 炼狱说道 炼狱 以魂元降妖扶摸塔的能力 冲出静止 应该没有问题吧 必反很奇怪 炼狱道 静止 自然无法困住我 而且我还有意操控魂元降妖扶摸塔 进入静止最弱的地方 就是希望有一天 有人类能够进来 把魂元降妖扶摸塔带出去 魂元降妖扶摸塔再怎么强大 却也无法闯出第三十六天宫呢 何况我当初还立下了誓言 除非等到下一任主人出现 否则绝对不会出现在外界的 难道我会成为下一任主人 必反惊喜道 小子 你想要掌握魂元降妖扶摸塔 没有那么容易 必须要经过考验才行 炼狱说道 必反想都没有想 说道 什么考验 我会接受的 魂元降妖扶摸塔那么强大 要是能够收取魂元降妖扶摸塔 那么他得到其他宝物都不重要了 小子 还告诉你一件事情 第三十六天宫里面的宝物 都被我收入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只要你收服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那些宝物都是你的 第三十六天宫里面的宝物 多得超乎你的想象 你可要加油了 要是失败了 你就无法得到任何宝物了 炼狱提醒了 必反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有去通过考验 炼狱前辈 我要怎么通过考验 必反问道 进去吧 进入魂元降妖扶摸塔 自然知道是什么考验了 炼狱说道 必反看了看魂元降妖扶摸塔 然后直接走了过去 在进入魂元降妖扶摸塔之前 必反把龙雕收了起来 好像龙雕特别害怕 魂元降妖扶摸塔 小子 算你有些勇气 敢于进入魂元降妖扶摸塔 炼狱笑道 炼狱前辈 我要如何开始 必反很心急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他就要被传送出去了 必须抓紧时间 收取魂元降妖扶摸塔 魂元降妖扶摸塔 那么强大 对必反来说太重要了 也许有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他就不用害怕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有了保密的本领了 看到那道门了吧 进去就开始接受考验了 你千万要小心 要是考验失败 有可能丧命 要是你顶不住了 就出声求救 我会把你送出去的 那样就意味着考验失败了 炼狱道 多谢炼狱前辈提醒 必反没有丝毫 直接进入了那道门 进入门之后 必反好像进入了另外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到处都充满了法则力量 那些法则力量强大无比 要是无法挡住那些法则力量 被击杀都是有可能的 必反不敢大意 连忙施展出了各种法则 开路继续前进 先是三种法则融合的法则力量 逐渐变成四种法则融合 五种法则融合 各种法则力量都有 包括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毁灭法则 一轮轮法则力量冲向必反 都被他轻易化解了 必反不知道 要遭遇多少法则力量 都一一化解了 在化解这些法则力量的时候 必反的法则修为 也在不断提升 这是好事情 必反暂时不想时间了 专心应付那些法则攻击 争取能够闯过第一关 第一关已经这么强大了 毕凡知道 接下来的考验 恐怕也不简单 毕凡别无选择 必须继续下去 才有希望得到 婚元相邀抚摸他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毕凡面对的法则力量 已经是久久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法则力量了 而且各种法则都有 面对这样强大的法则力量 毕凡只有施展出 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法则力量来对付 好在他有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法则力量 才能扛住那些攻击 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法则力量结束之后 毕凡总算过了第一关 毕凡穿过通道 走了几个小时 他进入了另外一个场景 到处都是妖兽 在这一关 毕凡收到了提示 必须把那些妖兽都斩杀了 还限定了时间 毕凡哪里敢耽搁 当即开始斩杀起妖兽来了 那些妖兽 全部是九天悬仙级别以上的强者 都强大无比 可毕凡必须把他们全都杀死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毕凡拿出了吉焰寒冰 不断斩杀妖兽 吉焰寒冰一出 妖兽兽手 这时妖兽越来越强大了 对付起来也不容易 毕凡不管那么多 见到妖兽全部斩杀 可妖兽好像无穷无尽 斩杀不尽 让毕凡感觉难受无比 到了后面 出现了巅峰十地金仙级别的妖兽 而且不止一只 结果还是被毕凡的吉焰寒冰 轻易斩杀了 鸿蒙至尊 第八百九十几 神器之位 连续斩杀了十只巅峰十地金仙级别的妖兽 毕凡总算是过了第二关 前面两关已经如此困难了 毕凡还真有些担心 第三关过不了 小子 还有最后一关 希望你能够闯过去 炼狱的声音传来了 毕凡对第三关充满了好奇 他继续前进 希望能够尽快进入第三关 没多久 毕凡进入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只有一张石桌 石桌上面有一个玉瓶 玉瓶外面有紫色的烟雾缭绕 小子 只要你能够收取玉镜瓶里面的能量 你就过关了 只是吸收那些能量 那真是太简单了 毕凡笑着说的 小子 你别以为那么容易 第三关 才是最难的 炼狱道 炼狱早就想要出去了 他也希望毕凡能够成功 他知道玉镜瓶里面的能量多么强大 所以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凡走了过去 靠近玉镜瓶 他才感受到 面对玉镜瓶的能量 竟然有些压抑 他体内那些能量都在躁动了 他不敢大意了 既然是最后一关 肯定不简单了 他运气先缘里 逐步靠近玉镜瓶 终于到了玉镜瓶旁边 他施展出吞噬漩涡 去吞噬 玉镜瓶里面的能量 吞噬漩涡的吞噬力 之强 还没有什么能量 不能吞噬的 可惜 玉镜瓶里面的能量 一点都没有动 甚至飘散在外面的 那些紫色的气体 也没有被吞噬掉 到底是什么能量 竟然如此变态 毕凡震惊无比 不管如何 毕凡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他施展出空间黑洞 去吞噬那些能量 空间黑洞 无往而不利 可这次还是没有作用 看到这种情况 毕凡才知道 玉镜瓶里面的能量 多么不简单 小子 继续努力 你还有机会 猎狱可不想毕凡放弃了 猎狱千辈 你放心吧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毕凡还是充满了斗志 小子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想要收取那些能量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你还是加快速度吧 因为你的时间不多 猎狱提醒了 毕凡也知道时间紧迫 他这次没有别的办法了 直接亲自接触到那些能量 看能不能收取 毕凡的手 刚刚接触到紫色的气体 就化回了乌有 紫色气体 威力之强 好像还在极烟寒冰之上 这是什么能量 太强了 毕凡安导 不过 毕凡没有轻易放弃 他重生出新的手来 然后 继续去接触紫色气体 连续几次 他都没有成功 就算手加持了金刚护体 也无法接触那紫色的气体 这只是飘散在外的能量 不知道 预镜瓶里面的能量 威力有多强 可毕凡 没得选择 他想了想 然后催动了双色奇连 直接去吞噬紫色气体 双色奇连一处 黑白丝都击射出来 开始去纠缠紫色气体 果然还是双色奇连管用 竟然无惧紫色气体 双色奇连的神奇是罕见的 反正没有一次让毕凡失望 那些紫色气体被双色奇连吞噬 直接储存在了双色奇连连坐下面 也有一缕紫色气体 进入了毕凡的体内 跟它体内的能量融合 使得它的肉体力量变得强大无比 就是微弱的一丝紫色气体 就有如此强大的效果 让毕凡惊叹不已 预镜瓶里面紫色气体还有不少 双色奇连快速吞噬起来 在双色奇连连坐下面 形成了一团紫色气体 这团紫色气体量不大 可威力巨大 竟然不比它以前积累那么久的能量弱 玉镜瓶里面还有紫色气体 不过炼狱的声音传来了 小子 你很不错 通过了考验 以后 魂元降妖扶摸塔 就是你的保护了 别急着去吸纳鸿蒙之气了 那些鸿蒙之气都是你的 听到炼狱的话 毕凡当即停止吞噬紫色气体了 它回过身来 当即战兴的 你说那紫色气体 是鸿蒙之气 鸿蒙之气 那是最为厉害的一种能量 威力远超 仙元力 魔元力 佛力 妖力 灵力 六界之中 谁要是拥有了鸿蒙之气 绝对能够称雄六界的 可惜 鸿蒙之气在六界早就绝迹了 只有更高一层的世界才有 突然听说这是鸿蒙之气 必凡都有些不敢相信 不错 这是鸿蒙之气 六界的鸿蒙之气已经断绝 除了一些神气之中 蕴含有一丝鸿蒙之气 剩下的鸿蒙之气 全部在这玉境亭里面了 毕凡 你刚才已经吞噬了 十分之一的鸿蒙之气 只要你把那些鸿蒙之气 运用好了 无敌于六界都没有问题 最好不要吞噬太多的鸿蒙之气了 鸿蒙之气越多 你以后想要操控就越困难 炼狱说道 毕凡笑道 多谢炼狱前辈提醒 我差点忘记了 双色麒麟下面的能量越来越多 毕凡想要调动都不容易 再多的能量要是不能使用 还不如没有 在那里放着让人眼颤 小子 你收取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可以离开三十六天宫了 炼狱提醒了 我还没有炼化魂元降妖扶摸塔呢 毕凡连忙说道 炼狱笑道 魂元降妖扶摸塔已经任你为主 无需炼化 而且以你的实力 想要炼化魂元降妖扶摸塔是不可能的 还好魂元降妖扶摸塔能够自动认主 不然你也无法带走 炼狱前辈 炼狱前辈 我很想问一句 魂元降妖扶摸塔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 毕凡一直都很好奇 炼狱道 按照六界的划分规则 魂元降妖扶摸塔属于神器 神器 竟然是神器 毕凡大吼出来 惊讶无比 炼狱笑道 那有什么 魂元降妖扶摸塔可是宫殿类和灵魂类结合的神器 它的强大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等到以后你会慢慢知晓 毕凡已经被震住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走出魂元降妖扶摸塔 发现魂元降妖扶摸塔竟然真的在他体内 跟其他仙器一样有着血脉相连的感觉 只是魂元降妖扶摸塔太强势了 其他仙器遇到魂元降妖扶摸塔都好像沉浮了 不敢跟魂元降妖扶摸塔并列 连吉艳寒冰都害怕魂元降妖扶摸塔 看到其他仙器的表现 毕凡可以肯定 魂元降妖扶摸塔是神器了 六界的神器加起来还不到时间 可毕凡手上如今就有一件神器 简直太难得了 毕凡兴奋无比 甚至想要跳起来欢呼一阵 收取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还没有到出去的时间 毕凡也不着急 他开始大肆吞噬仙器 第三十六天宫里面的仙器都快变成液体了 浓郁到了极致 这样的环境太难得了 毕凡跟涂一刀合体之后 两个双色系列都开始大肆吞噬仙器 甚至毕凡还施展出了空间黑度 不断把仙器吞噬进九宫仙元图之中去 充实九宫仙元图的能量 九宫仙元图里面仙器浓郁了 以后六绝神宗的强者在里面修炼 也会得到好处 第三十六天宫广阔无边 到处都充实着仙器 毕凡大肆吞噬仙器 也无法把第三十六天宫里面的仙器全部吞噬了 毕凡想要调动魂元降妖伏摸塔去吞噬仙器的 结果魂元降妖伏摸塔没有动 炼狱说道 三十六天宫存在了无数年 存在就是道理 不能把第三十六天宫里面的仙器都吞噬了 毕凡没有办法 只有靠双色七连和空间黑洞不断吞噬仙器 只是双色七连和空间黑洞 吞噬速度虽快 却也有一个限度 转眼一年时间就到了 毕凡被送出了第三十六天宫 他此次收获颇多 却也顽及了 他刚刚出去就看到了清玄 清玄看到他出现 松了口气 你出来了 这事太好了 收获如何 我们先离开这里 然后再相谈吧 毕凡看了看周围有不少强者连忙说道 清玄点头道 我们走吧 他们刚刚离开 就有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跟了上去 有些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没有进入三十六天宫的机会 就守在外面 准备打劫刚刚从三十六天宫出来的强者 清玄改变了容貌 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 如此一来 他们都没有什么名气 自然成为了那些打劫者的目标 被人跟踪了 毕凡和清玄都知道 他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暗地里却在交谈 于家 要如何对付身后的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清玄问他 清玄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否有背景 毕凡问他 他们没有什么名气 也没有靠山 可以直接下手 把他们交给我 我会灭掉他们的 毕凡想了想 说道 既然是没有靠山的十地金仙 那完全可以收服 然后带回馄饨界 增强六绝神宗的势力 好 你能够解决 我就不出手了 清玄呢 清玄要是出手 很容易暴露身份 他的身份有些吓人 足以把身后那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吓跑了 你先离开 要不然 我们给他们压力太大 会把他们吓跑的 毕凡说道 你独自一人 能够搞定吗 没问题 要是我解决不了 会求救的 那你自己小心了 清玄加快速度 很快就失去了踪影 后面那三名强者 没有分出一名强者 去追踪清玄 他们三人本来就没有把握 一次拿下两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如今走了一日 他们有了十足的信心 也不隐藏了 直接出现在了必凡面前 把他包围了起来 小叔宝物 饶你一死 一名落塞胡的大汉 冷声道 杀了我 宝物都归你们所有 毕凡一点都不在意 看到毕凡如此冷静 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有些心虚 不过 他们仗着有三名强者 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 发动了 毕凡 让你看看 魂元降妖扶摸塔的威力吧 连遇到 毕凡笑道 也好 我催动魂元降妖扶摸塔 试试 他当即催动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一座巨塔飞了出去 发出金光 把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全部罩住了 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奋力挣扎 还是瞬间被魂元降妖扶摸塔 吸得进去 毕凡 如今镇压了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你想要把他们怎么样 叶玉问道 毕凡被镇住了 两久才回过身了 我 能够怎么办 魂元降妖扶摸塔 可以永远把他们镇住 让他们天天受尽折磨 还有 魂元降妖扶摸塔 可以随时把他们炼化 炼成最精纯的能量 毕凡 你想要怎么做 炼狱说道 还可以把强者炼化 变成最纯净的能量 毕凡惊讶道 当然 不管是哪一界的强者 甚至是灵鸟 仙气 材料 都可以被炼化成为能量 这只是魂元降妖扶摸塔 最基本的能力罢了 炼狱淡然道 毕凡无法冷静了 魂元降妖扶摸塔 实在太强了 他过了很久才冷静下来 然后进入了魂元降妖扶摸塔 和三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收复了 三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分别叫 周星远 吴元斌 莫小双 除了周星远 融合了四种毁灭法则 吴元斌和莫小双 都只融合了三种毁灭法则 在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之中 算弱者了 不过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始终是实地金仙 就算是最弱的 在六界都算得上顶尖强者 一个顶尖宗派 只要有一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就可以了 如今六角神宗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超过了十名 恐怕比很多老牌顶尖势力 都要强大 碧凡心情不错 多耽搁了片刻时间 清玄等得着急了 反了回来 看到碧凡一个人 在那里傻笑 于家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还得到几件极品仙器 你要不要 碧凡笑道 碧凡在三十六天宫里面 得到了许多极品仙器 想要分给清玄一些 报答他 带他去三十六天宫 可惜清玄身为清帝的爱女 压根就不惜喊机 鸿蒙至尊 第八百九十一集 九幽海外 他摇头道 于家 那些人是你杀的 宝物自然归你所有 我就不要了 你真的不要 极品仙器 可不是普通宝物 说不要 自然不要 我这次去三十六天宫 得到了不少极品仙器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清玄笑着说道 对了 你在三十六天宫 收获如何 我运气也不错 总共得到了五件极品仙器 十八件上品仙器 碧凡说道 他也不知道 其他人进入三十六天宫的收获如何 所以他随便爆出了收获 结果清玄一听 惊讶道 于家 你运气还真是不错 竟然收获了这么多宝物 是啊 我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 碧凡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于家 我们接下来到什么地方去 清玄问道 碧凡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宝物 按理说 应该离开仙节 回到馄饨节去了 只要他慢慢积蓄力量 称霸馄饨节 称霸六节 都不是梦 继续留在仙节 早晚都会出现问题的 不过 他要是马上离开了 有些太对不起清玄了 何况 他很想争取到清玄的爱 他需要继续努力 想了想 碧凡还是决定留下来 暂时不离开仙节 他有不少保命的手段 加上神器 魂元降妖抚摸他 就算惹出了 命命先王级别的强者 他也有机会脱身的 清玄 你说吧 我对外面的世界不熟悉 你觉得去什么地方好 我们就去什么地方 碧凡笑着说道 想要收取宝物 三十六天宫是最佳选择 要是历练的话 去九游海最好了 清玄说道 那就去九游海 反正碧凡他们好似历练 也不着急去九游海 一路上 碧凡和清玄走走停停 甚至还会停下来 修炼一段时间 走了好几年时间 他们才到了九游海外面 这几年时间 碧凡对清玄照顾得无微不至 让清玄很是感动 清玄对碧凡也有好感 不然他不会跟着碧凡四处走了 像紫玉吉 冰宁宇这样的人物 清玄都懒得多看一眼 跟他们相处 甚至会觉得心烦 可跟碧凡在一起 他感觉很舒服 虽然碧凡看上去有很多秘密 可跟他相处 总觉得他是真诚的 碧凡对清玄 确实是真诚的 只是他的身份 无法告诉清玄 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 碧凡有些担心 一旦他说出身份 两人会立刻分开 碧凡已经想好了 九游海历练结束 他就跟清玄谈拌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不能一直瞒着清玄 这几年时间 碧凡修炼了几次 总算熟悉了 魂元降妖抚摸他 魂元降妖抚摸他 强大无比 各种功能都神奇无比 甚至有穿越时空的本领 要是魂元降妖抚摸他 要带着碧凡离开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拦不住 有了这样的底气 碧凡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魂元降妖抚摸他 各方面的神通 都强大到了极致 不管是防御还是攻击 不管是物理防御 还是保护灵魂 都是顶尖的 有了魂元降妖抚摸塔之后 碧凡已经不需要 幽明镇魂灵 九宫仙缘土了 这两件宝物 他把幽明镇魂灵给了白鸣 九宫仙缘土给了玄丰 另外还拿了 数十件极品仙器 给白鸣他们 当然 幽明镇魂灵里面的 七星魂域矿满 已经被碧凡移到了 魂元降妖抚摸塔之中 那些财富可是六绝神宗 发展必须的 不能全部给了白鸣他们 说到底 六绝神宗才是最主要的 只要以后六绝神宗强大了 碧凡才能 称霸六件 在三十六天宫的收获 碧凡也清点出来了 除了给白鸣他们的 他还留下了 六十九件上品仙器 一百九十五件 攻击类极品仙器 一百八十六件 防御类极品仙器 二十五件 宫殿类极品仙器 二十三件 灵魂雷极品仙器 神器一件 王级灵药一百三十六种 地级灵药三种 其物十五种 共计五百六十八款 各种珍稀材料无数 这还没有计算 魂元降妖伏摸塔中的宝物 魂元降妖伏摸塔里面 包括了第三十六天宫 所有的宝物 数量肯定不少 估计超乎想象 只是 碧凡无法把那些宝物取出来 殿玉说 要等他修炼到 命运先王级别 才能用那些宝物 要是碧凡一次性 拿出的极品仙器太多了 招人妒忌 还会引来大祸 这些收获 等到碧凡回到六绝神宗 把宝物交给六绝神宗的强者 足以让六绝神宗的实力 增强一倍不止 碧凡没有想那么多 他决定先修炼一年 才进入九幽海 九幽海是冒险的圣地 危险无比 稍有不慎 连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有可能陨落 别看碧凡和清玄 实力强大 可到了九幽海深处 也得小心为上 至于九幽海外围 对碧凡他们 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他们既然来冒险 自然是冲着九幽海深处去的 在九幽海冒险 除了会遇到强大无比的妖兽 也有可能得到宝物 九幽海妖兽无穷无尽 绝对是历练的好地方 一些对自身实力 有信心的强者 都会进入九幽海魔力 相信他们此行 会遇到不少 先界的顶尖强者 必凡想要去九幽海 还有一层想法 就是想要多收服 几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每一名都强大无比 能够多收服一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自然是好事情了 清玄 我们先修炼一阵子 然后再进入九幽海 必凡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好啊 清玄本来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可跟毕凡相处 她变得很温顺 很听毕凡的话了 清玄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 她还没有弄明白 她的心是怎么回事 反正不受她控制了 至于毕凡 她对清玄的态度 已经说明了一切 她没有可以去隐瞒自己的感情 那样对修为不利 当然毕凡也没有忘记 身处混沌界的娇妻 她不是那种喜新忘旧的人 毕凡停下来 还真是在修炼 最近她都在尝试 要调动双色七连 连坐下面的能量 当初通过考验的时候 毕凡的身体 融合了一丝鸿蒙之气 使得她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 尤其是肉体力量 已经强大到很恐怖的声度 而且她的肉体 已经能够承受六彩精神符了 提升三十二倍力量 虽然在毁灭法则之下 力量好像不起什么作用 可一旦法则力量 无法分出胜负 那就要靠力量成熊了 她先花了一些时间 把五彩精神符 升级为六彩精神符 她运气不错 一次就成功了 有了六彩精神符之后 毕凡的实力已经打倒了最强 不过她也不着急 又熟悉了一下各种神机武器 神通 然后才出关 毕凡山上的宝物越来越少了 只剩下了极艳寒冰 魂园降妖浮摸塔 八宝葫芦 琉璃精神甲 暴风全套 其中八宝葫芦只是缠久的 琉璃精神甲和暴风全套 都已经是极品仙器 防御力还不错 主要对力量有增幅作用 她才留了下来 宝物少了 可必凡的实力增强了不少 光是一件魂园降妖浮摸塔 就能够抵得过 无数件极品仙器了 魂园降妖浮摸塔 不光是防御攻击了得 连辅助修炼 都比百战圣弓 和幽冥震魂灵扎起来还强 必凡修炼的事件 都是在魂园降妖浮摸塔 之中修炼的 进步特别快 连修炼法则力量 都要快上不少 她出关之后 联系了清玄 结果清玄早就出关了 清玄挺好动的 不喜欢闭关修炼 只是毕凡想要修炼 她才答应留下来 一起修炼 要是以往 她早就冲进九幽海了 要是跟清玄熟悉的人 看到她如今的表现 肯定会不敢相信的 清玄改变之大 连她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何况是别人 瑜伽 修炼得如何 我们可以进入九幽海了吧 清玄的 当然 我们随时可以进入九幽海 必凡笑的 九幽海 有着诺大的名声 从上古时期就存在了 九幽海里面 有九幽之主 只要是在九幽海里面 九幽之主 就是不死的 据说九幽之主是巅峰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可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无法在九幽海杀死九幽之主 九幽海里面一些妖物 也继承了九幽之主的一些本领 很难被杀死 用来磨礼是最好不过了 只是九幽海深处 才有神奇本领的妖物 必凡他们这次的目标 就是深入九幽海 寻找有特殊神通的妖物 所以 他们进入九幽海之后 就直奔九幽海的深处 外围那些妖物 人类修炼者 他们都没有去理会 以他们的速度 不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是无法发现他们的 几天之后 碧凡和清玄就进入了 九幽海的深处 他们这才停留下来 玉家 我们在九幽海的深处 历练可以 但千万不要去招惹 九幽之主 清玄道 我知道九幽之主的厉害 连命运先王都奈何不了 九幽之主 我可不想自讨苦吃 碧凡笑着说道 你知道就好了 我们猎杀妖物 也要有一个限度 要是杀的太多了 会引出九幽之主的 清玄道 必反笑道 放心吧 我还不想死 我才不会傻到 去招惹九幽之主 我们开始吧 还要小心其他强者 遇到其他人类强者 不必要小心 清玄道 两人开始闯荡 他们刚刚没走几步 就遇到了 十地惊仙级别的妖兽 十地惊仙级别的妖物 战斗力强大无比 好在只出现了一只 十地惊仙级别的妖物 要不然挺麻烦的 你来 还是我来 清玄还在谦让 还是我来吧 我最喜欢跟妖兽战斗了 正好可以看看 十地惊仙级别的强者 到底有多强 必反笑着说道 必反拿出了 极艳寒冰 准备战斗了 看到极艳寒冰 清玄惊讶道 瑜伽 你的武器 好像强大了许多 极艳寒冰的气势 强大了十倍 自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必反笑着说道 清玄 你眼里不错 在三十六天宫 我得到一些机缘 极艳寒冰净化了 变得更为强大了 瑜伽 祝贺你 清玄也显得很高兴 对他们这个级别的修炼者来说 得到一件强大的极品仙器 还不如原本的极品仙器 为力提升 就好像必反 极艳寒冰 他已经使用了顺手了 就算当初极艳寒冰 还是上品仙器的时候 他也不愿意 用极品仙器换下来 极艳寒冰 威力提升 必反无需去熟练 直接就能够 发挥出最强的威力来 谢谢 要不是 你带我进入三十六天宫 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机缘 必反感激他 你要是感谢我 下次要是遇到紫小生 冰淫雨这样的人 就帮我挡架 清选清晓道 挡架 难道要我办你男朋友 必反惊讶道 清选笑道 对啊 只要你办我男朋友 就没有那些讨厌的苍蝇了 我们可说好了 别到时候你临阵退缩 清选 我还没有答应你啊 必反苦笑道 其实他心里求之不得 哪里会拒绝 九幽海有一种奇特的能量 使得九幽海的妖物成长非常快 不过那些妖物暴躁无比 见到其他修炼者 就会发狂似的攻击 连同族之间也是血行厮杀 先界有这么一个地方 也算是奇事 走进九幽海 必反发现 在九幽海历练的强者非常之多 甚至比罗刹海还要多 罗刹海只是出产七星魂蕴 去罗刹海历练的 大多是 帝德真仙级别以下的强者 九幽海不同 那些妖物全身是宝 而且九幽海还出产很多领养 稀有金属 甚至有遗迹现实 正因为这样 到九幽海历练的强者 络绎不绝 九幽海外围历练的强者很多 可到了九幽海深处 强者就很少见了 必反他们第一次 就遇到了实地金仙级别的妖物 别的强者 自然更加不敢到这个地方来了 除非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鸿蒙至尊 第八百九十二集 冰宁鱼挑战 妖物咆哮起来 然后冲向了壁反 妖物的声音非常之大 震耳欲聋 海面都形成了风暴 妖物的威势惊天 要是一般强者早就吓趴下来 可必反和清玄两人 都是顶尖的实地金仙线 战斗经验丰富无比 也见惯了强者 对这些妖物不敢忙 必反看着妖物 手拿吉艳寒冰 没有急着动手 妖物首先发动了攻击 扑向了必反 血盆大口张开 要把必反吞掉 必反一直没有动 等到妖物靠近 吉艳寒冰挥了出去 一道红蓝相间的光芒一闪 妖物被焚成了两半 然后妖物的躯体 全部解冰了 紧接着红光暴发出来 妖物的躯体炸开了 炸成了粉末 就这样一下子 实地金仙级别的妖物 就被灭伤了 清玄捂住樱桃小嘴 眼睛溜圆 一副不敢相信这次 必反刚才只是随意一剂 却直接击杀了 实地金仙级别的妖物 让人很难相信 这完全是吉艳寒冰之位 就更加让清玄震惊了 难道瑜伽的武器 已经进化成为了神器 清玄由不得想到 别说清玄了 连必反都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他知道吉艳寒冰 必然威力大泽 可也没有料到 吉艳寒冰的威力 达到了这种程度 他震惊之余 却看到妖物的灵魂要逃走 他瞬间冷静下来 然后直接出手 把妖物的灵魂镇压了 实际金仙级别强者的灵魂 对金蝉蛊有用 他要带回去给碧刚 希望让金蝉蛊 更进一步 碧刚的金蝉蛊 就是一大杀器 一旦再进一步 就能够绞杀绝大部分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梁九清选惊叹 瑜伽 没有想到 你的武器竟然如此强大 我手中的武器 以前是极寒属性的 如今融合了极热的材料 一样融合威力贝泽 才有刚才的卫士 碧凡解释道 他的解释半真半假 也还说得过去 清选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纠缠下去 他本来就为碧凡高兴 何苦去坠根温底 她是聪明的女人 自然知道 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 何况 要是碧凡想说 迟早会亲口告诉她 看到清选的表现 碧凡非常满意 跟她相处越久 她就越满意了 没有办法 像清选这样 德才兼备 美貌与智慧并存的 极品美女 在六界都很少见 见到这样的女子 碧凡动心了 也是情理之中 碧凡深情地 看了清选一眼 直到看得清选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她才收回目光 先冰冻 再爆炸 真是厉害 你这件武器 威力远超一般 极品仙气了 清选的 不错 我这件武器 恐怕是极品仙气中的极品了 碧凡很自豪 清选道 我们继续出发 他们走了没有多久 再次遇到了 实际金仙级别的妖物 这次 清选抢先动手了 云家 这次的妖物归我了 你的武器太厉害了 妖物都炸成了极品 我们无法得到一点好处了 也是 看来猎上妖物 我的武器要顺用了 至少不能同时 催动两种能量 必反苦笑道 清选出手 快如闪电 身形如同跳舞一般 美妙动人 碧凡都看得眼花缭乱的 眼神都有些痴迷了 只见清选围着妖物 不断发出攻击 片刻之后 妖物就倒下了 碧凡看清楚了 清选是使用了 极其厉害的攻击手段 好像还夹杂着法则力量 在最短时间里 解决了颤抖 清选 你的实力非常强大 必反赞叹了 清选笑道 多谢夸奖 我可不敢跟你比 在说笑之间 已经把妖物的尸体 和灵魂都收了 他也没有问 必反是否要分一些 反正 他们才刚刚进入 旧游海深处 后面好处多多 也不着急挂分收获 其实 不管是他 还是必反 都不会在意 这家收获的 要是普通冒险者 往往会为了 宝物翻脸成仇 必反和清选 却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 之后遇到妖物 必反和清选 轮番出手 不过 必反出手 没有再使用 极眼寒冰了 实在太张扬了 就算用拳头 必反的杀伤力 同样巨大 很多妖物 无法经受其 他的权力一击 两人一边猎杀妖物 一边收取一些灵药 恋财 逍遥无比 只是 他们没有清静多长时间 因为 他们遇到了 冰宁语和冰府两人 冰宁语 不是专门 跟踪必反和清选的 所以冰府 没有通知必反 结果 他们撞上了 清选虽然一容改变了 可必反没有改变中吗 冰宁语认出了必反 然后一下子看穿了清选 真是想不到啊 又在这里遇到瑜伽阁下 冰宁语没有点破 一旦点破 他很多事情就不好做了 其实 冰宁语杀必反之心很重 他很想在九幽海动手 要是清选表露了身份 冰宁语还动手的话 就会得罪清递 可清选隐藏了身份 只要冰宁语不点破 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冰宁语还是不由自主 看了清选一眼 眼神之中充满了阴谋的味道 清选和必反何等聪明 知道无法瞒过冰宁语 所以他们有所防备 冰宁语阁下 真是有缘啊 我们短短时间 就第二次碰面了 必反也笑着说道 不管冰宁语有什么打算 必反都必须接着 他笑了一惊人 希望能够让冰宁语 放松几份戒心或杀戏 当然 即使没有什么作用 也能够让冰宁语觉得 必反没有什么防备 看到必反好像 没有什么动作 必反知道 自己没有露出破绽 虞价格侠 我父亲说了 你只要加入我们冰地义满 立马成为我父亲的核心弟子 享有极高的待遇 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 还有 要是你有什么要求 也可以直接提出来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的 冰宁语很冷静 竟然还想着招揽必反 对必反这样的强者 能够招揽的话 尽量招揽却是没错 就是不知道 冰宁语有几分真心事意 必反看了看冰宁语 只见他还是冷冰冰的 看不出他的想法 冰宁语各想 我真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打算 要是哪一天 我想找一个靠山 我一定会去败入冰地门下 必反笑着说道 当初必反为了应付清帝 就是这样说的 如今为了应付冰宁语 他又说出这些话了 清闲想到必反当初 对他父亲说的 瞪了他一眼 听到必反都这么说了 可冰宁语还是不买账 玉家 你还是 现在就拿听主意吧 我可没有什么耐心的 必定遇阁下 这种事情 总得让我多考虑一下吧 何必如此着急 必反微笑道 玉家 你逃跑的本领 很有一套 要是你又跑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 还是你 现在就做出决定吧 要是你不愿意 加入我们冰地一脉也行 只要你能够击败我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了 冰宁语冷声道 冰宁语各想 邀请我加入 也不用威胁我吧 毕凡淡然道 威胁你了 又能怎么样 冰宁语冷酷道 毕凡笑道 既然如此 我不愿意加入冰地一脉 那就只有击败你了 小子 你还真有胆 竟然想要击败我 冰宁语露出了冷笑 冰宁语 你一再逼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要么你杀了我 我反正不想加入任何势力 必烦举其兵了 瑜伽 你不识好胆 就怪不得我了 我正式向你提出挑战 生死不乱 冰宁语冷喝道 清旋冷声道 冰宁语 你怎么能强逼别人 加入冰地一脉呢 我要做什么 轮不到你来管 冰宁语冷声道 瑜伽 你不会靠女人来搪死我吧 冰宁语 不要以为你有多厉害 难道我会胖了你 毕凡怒了 你要是不怕我 就接受我的挑战 我们就在九幽海里面进行 他和兵府就是证人 冰宁语道 瑜伽道 接受你的挑战 那只是小意思 就怕你输了 又搬出牢子了 你父亲是兵地打人 我可不是对手 你要是发誓 我们比斗的事情 绝对不牵扯更多的人 我就接受你的挑战了 要是你输了 你们兵地以外 其他人又来挑战我 那就说明 你违背了誓言 真是麻烦 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马上开始逼我 冰宁语很不耐烦 他已经动了煞心了 冰宁语 你还没有发现 西魔血世呢 毕凡微笑道 你 冰宁语无奈之下 只有发现了誓言 只是冰宁语的脸色 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眼睛里好像要冒出火来 清玄走到毕凡身边道 瑜伽 你有把握吗 毕凡摇头 没有 既然没有把握 你还去挑战他 清玄担心道 放心 既然敢应战 还是有些敌的 毕凡微笑道 冰宁语可是认出清玄来了 他看到清玄如此关心毕凡 渡火中烧 杀意更省 瑜伽 出来受死吧 冰宁语冷声道 谁死还不一定呢 毕凡笑致说道 我们开始比武吧 冰宁语道 他拿出了一柄大刀 大刀呈蓝色 好像有一丝冰寒之气 在营绕 冰帝修炼的是冰属性法觉 冰宁语是冰帝之子 也继承了冰帝的属性 修炼的冰属性法觉 连武器都是冰属性的宝 冰宁语的武器 名为冰玄刀 也是仙剑的名气 是冰帝亲自给冰宁语的 冰玄刀是万年玄兵铸造而成 威力其大 带着冰寒之气 能够冻伤敌人 玉家 你要小心了 清旋刀 放心 毕凡拿出了极燕寒冰 准备战斗了 看到了冰宁语的冰玄刀 毕凡拿出极燕寒冰的时候 压制了圣玄灵炎的能量 极燕寒冰就跟以前一样了 是蓝色的 蓝叶 极致之冰 冰宁语震惊了 什么极致之冰啊 毕凡装傻冲了 其实他早就知道 极燕寒冰就是极致之冰 冰寒之气最强 万年玄兵寒冷无比 却无法跟极燕寒冰相提兵乱 御家 我们先不忙闭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冰宁语的 有话快说 有皮快放 毕凡带人的 你 冰宁语气的浑身发抖 却又忍了下来 御家阁下 你手中的武器 叫什么名字 极燕寒冰 这是一件奇物炼制而成的仙器 原本只是下品仙器的 如今已经变成了极品仙器 毕凡老实说道 清玄瞪了毕凡一眼 安道 这也太老实了吧 一门还来不及了 极燕寒冰 难怪了 冰宁语装出不是很在意 可眼里闪过一丝贪婪之子 冰宁语阁下 你想要我的极燕寒冰 我不会给你的 极燕寒冰跟了我上万年了 我可舍不得 毕凡语气肯定道 冰宁语道 任何宝物都是有价格的 只要你让出极燕寒冰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宝物 甚至 我可以不找你笔用 宝物 一般宝物我看不上眼 何况极燕寒冰我使用习惯 不喜欢换来换去的 至于取消笔物 我看没有多大必要 必凡带然道 瑜伽 别不识好胆 我看中了极燕寒冰 那是你的荣幸 你要是不换给我 我杀了你 极燕寒冰还是归我 冰宁语冷声道 必烦大马 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公子了 太自以为是了 什么都是想你们自己 那我这样说 我看中了你的武器 你送给我吧 你愿意吗 既然如此 那我只有强强了 冰宁语脸色难看无比 强强 我怕你啊 来啊 必凡很平淡 悬柄 前刀斩 冰宁语施展出了绝技 血伤 必凡也施展出了绝技 两人的武器都精妙无比 只是 必凡的冰寒之气比较强大 压制住了冰宁语 鸿蒙至尊 第893集 瞬间镇压 两人激战半个小时 各种武器和神通 都施展了出来 他们所学都博杂无比 各种武器施展出来 都不太重复的 金玄在一旁看着 都看得眼花缭乱的 只是比拼武器 冰宁语很快落入了下风 他有些不敢相信 他身为冰帝的爱子 所学的神级武器 数十种 冰帝一卖所有神级武器 他可以尽情挑选 才有如今的武器修为 可这瑜伽也没有什么来历 他哪来那么多神级武器 偏偏地 碧凡施展出的神级武器 比冰宁语还要精妙 花样也更多 这怎么可能 冰宁语几乎喊出来了 碧凡笑道 冰宁语 你作为兵帝之子 武器修为很普通吗 他好像听出了冰宁语的心声 出言嘲笑他 冰宁语气得吐血 小子 你的武器也很一般 我们武器无法分出胜负 就比拼法则力量吧 法则力量 你行不行啊 必反轻蔑道 他这样做 是诚心要气冰宁语 冰宁语身为兵帝的爱子 平时养尊处优的 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自然气得气巧生硬 冰宁语生气 实力自然要大打折扣 对必反是有好处的 小子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冰宁语杀意大动 当即 冰宁语施展出了兵戏法则 他的兵戏法则 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威力其大 千里冰封 连毕凡都有被冻住的迹象 毕凡也不相让 他直接施展出了 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的 光系法则 光系法则一出 直接把千里冰封都化解了 一切都消失了 光系法则 竟然达到了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冰宁语震惊道 你也不错 冰系法则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只是 冰系法则比较普通了 不及我的光系法则 毕凡很嚣张 他是有意这样做的 为的就是弃冰宁语 冰宁语咬牙切齿 他不得不承认 毕凡说得不错 普通法则之中 光暗两系的法则 是最罕见 威力也是最强的 冰系法则是水系法则的旁支 也很喜欢 不管是西汉成都 还是威力 都跟雷系法则差不多 冰宁语就算不想承认 可事实如此 由不得他不认 小子 有点本事 我之前的话还算数 只要你加入兵地一满 我可以既往不救 冰宁语沉声道 冰宁语还是有些度量的 为了拉拢毕凡 竟然能够不计前嫌 不过毕凡不归灵性 冰宁语阁下 你还是省什么 我说过了 我是不会加入任何势力的 你偏要逼我 想让我屈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瑜伽 既然你非要如此 别怪我心很手辣 冰宁语冷喝道 冰宁语 你有什么手段 尽管施展出来 我接着就是了 碧凡淡然道 好 我们就一次分出胜负 冰宁语大怒 他决定一决胜负了 碧凡道 你要比拼毁灭法则力量 我奉陪便是 必反还是那么冷静 冰宁语和不简单 成名数万年了 加上背景深厚 有很多资源控的修炼 所以他修为非常之高 他的毁灭法则修为 已经很高了 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 融合七种毁灭法则 已经算得上 顶尖的实体精线了 要知道 不是一次性融合 九种毁灭法则的 最终只能融合八种毁灭法则 冰宁语还差一种 就赶得上 那些巅峰实体精线级别的强者了 毁灭法则的融合 是最为困难的 有些强者 即便能够把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可毁灭法则 能够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可以说 潜无古人 毕凡太特殊了 要不是他修炼了化身万千 加上有双色七连护身 才能把毁灭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化身万千和双色七连缺一不可 以前没有人能够做的 瑜伽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加入我们兵地一满 我可以放过你 甚至不会讨要你的极眼寒冰 冰宁宇脸色很凝重 冰宁宇没有十足地把我击败毕凡 心中总想着要收复他 以后慢慢对付他 只是毕凡不吃他那一趟 他可不会因为其他原因 改变自己的出种 何况他是混沌界的强者 早晚都要回到混沌界 不可能加入兵地一满 也许有人会说 趁机加入兵地一满 骗取武技也不错 只是以命运先王的手段 恐怕毕凡想要满天过海 那是千难万难 毕凡可不想去冒险 要是成功还好 失败了就会丢掉幸运 到了人家的地盘 就算他有底牌 也很难发挥出作用来 冰宁宇 废话少说 我是不会加入兵地一脉的 动手吧 毕凡冷笑道 看到毕凡轻蔑的笑容 冰宁宇怒气攻心 当即发动了攻击 毁灭法则一处毁天灭地 甚至连周围的一切都瞬间毁灭了 毁灭法则威力之大 可见一万 毕凡还是有所保留 也只是展出了融合七种毁灭法则的法则力量 跟冰宁宇对抗起来 两人的毁灭法则为力相差不大 自然分不出胜负来 只是把周围的很多东西都摧毁了 毕凡宇 你连毁灭法则都奈何不了我 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尽管施展出来 让我见识一番吧 毕凡大声道 毕凡的法则修为 已经把冰宁宇震住了 法则力量无法击败必反 加上武技神通又不如他 继续鄙视下去 只是自取其辱 可冰宁宇很不甘心 他不甘心就如此霸占 不想在清玄面前如此丢脸 他还有底盘 身为兵地之子 自然有一些保密的手段 只是施展出来 对他损耗非常之大 他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值得 而且就算他施展出底盘来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拿下毕凡 两人战斗到现在 毕凡一直气定神仙呢 好像没有施展出全部实力 谁也不知道 他隐藏了多少底盘 冰宁宇还在考虑 毕凡笑着说道 冰宁宇阁下 还有什么手段都施展出来吧 我打得不过瘾啊 听到毕凡如此一说 冰宁宇反而冷静下来了 毕凡到现在 同样没有使用底盘 毕凡宇就必须考虑清楚 施展底盘 不光暴露自己的实力 还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 拿下了毕凡还好 要是对付不了毕凡 那就麻烦了 所以本来准备动手的 冰宁宇停手了 毕凡 我们今天分不出胜负 就此做吧 我说话算话 以后不会找你麻烦 冰宁宇见好就受了 他真害怕 积蓄下去会名誉扫地 毕凡也不能赶尽杀绝 他巴不得听着 不过毕凡没有表现出来 笑着说道 冰宁宇阁下 大家平手收场 非常不错 只是有些可惜 无法见识到 阁下真正的手段了 于家 你也有底牌 没有亮出来吧 冰宁宇冷笑 底牌 谁没有棘手压箱底的文领 这是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想使用的 毕凡淡然了 他越是平静 冰宁宇就越发没底 没有摸清毕凡的底细之前 毕凡宇是不会动手了 而且他输了鼻舞 自然没有脸面呆下去了 于家阁下 告辞了 慢走 不送 毕凡挥手 毕凡宇走了 毕凡和清雪都松了口气 他的来头太大 毕凡也不敢真拿他怎么样 一旦毕凡杀了他 估计兵帝会发狂的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发狂 六界都要震动 后果不是毕凡能够承受的 当务之急 毕凡是努力提升实力 积蓄力量 而不是去招惹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于家 你当初跟我父亲说的那些话 恐怕也是忽悠他的吧 清雪笑着说的 并没有责怪毕凡的意思 清雪 我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不想加入任何事例 受到约束 而且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暂时不能告诉你 还请你见谅 毕凡老实说的 他先说出自己是有苦衷的 为以后跟清雪坦白身份 打好基础 你既然有苦衷 我也不追问了 我们继续历练吧 清雪很识趣 这正是毕凡喜欢他的地方 如此奇女子当真少见 毕凡哭笑 清雪 恐怕以后 我们很难有清净的环境历练了 那冰宁语 看上去没有什么心机 实际上 称服也很深 她一旦出去了 肯定大肆炫耀 而且 她刚才肯定识破了 你的身份 只是为了想要击杀我 才没有点破 她出去之后 只要把我们在一起的事情捅出去 那么 我就没有安生日子了 那倒也是 我的追求者可是很多的 他们全部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身份来历都不简单 清雪也有几分小得意 要是那些人轮番挑战我 还真是受不了 看来有美相伴 也不一定是好事 毕凡笑着说道 清雪不易 瑜伽 你说什么呢 难道跟我在一起不好吗 我说错了 我错了 毕凡连忙道 有如此绝色美女相伴 我应该很荣幸才是 这才对嘛 清雪露出小女人得意的模样 两人有说有笑 一点都不紧张 压根就不担心 冰英语出去大肆宣扬 不管是毕凡还是清雪 其实都不是很担心 哪些强者找麻烦 尤其是清雪 她很想看看 毕凡的真正实力 正是因为好奇 清雪才会跟毕凡走在一起 不断被她吸引 要是有一天 他们两人能够走在一起 还要多亏了那一丝神秘感 毕凡和清雪很放松 要是遇到妖物 他们轮番出手 斩杀妖物 历练都变得跟游山玩水一般嘛 游美相伴 比游山玩水还要好 反正毕凡是乐不思数了 只是 他们没有放松多长时间 就遇到了麻烦 这次倒不是有强者找他们麻烦 而是他们遇到了妖物群 十几头十地金仙级别的妖物 一起出现在了毕凡他们面前 于家 这么多妖物 怎么搞定 清雪皱眉道 搞不定 只有跑了 毕凡笑着说道 他不是真的逃跑 只是开玩笑的 清雪道 落荒而逃 有些丢脸吧 当然 所以我刚才是说着玩的 毕凡笑道 你既然耍我 那这些妖物交给你了 清雪躲到了毕凡背后去 毕凡唯有苦笑 要对付十多只妖物 而且全部是十地金仙级别的妖物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要是不拿出一些底牌 是无法做到的 想来想去 毕凡拿出了几叶寒冰 准备动用极致冰寒之气 把那些妖物冻住 只要不动用圣玄灵炎的力量 就不会把妖物都炸掉了 毕凡出手了 他好像一阵旋风 冲进了妖物群之中 那些妖物纷纷发动了攻击 都被毕凡挡了下来 同时他还反击了 极艳寒冰劈砍出去 从来没有落空的 只要是被极艳寒冰劈中的 全部都被冻住了 融合了圣玄灵炎之后 极艳寒冰的寒冰之气 更强侨悍了 威力增加了近十倍 不是 光是极艳寒冰以前的威力 不可能冻住 实际惊仙级别的妖物 就算是现在 极艳寒冰 也不能冻住活的妖物多久 冻住之后 他直接把妖物镇压进了 混员降妖抚摸他 要不是害怕暴露 混员降妖抚摸他 他都直接用 混员降妖抚摸塔镇压了 以混员降妖抚摸塔的威势 恐怕那些妖物都无法反抗 乖乖被镇压了 十多只妖物 也就几个呼吸时间 就被碧帅 就被碧帅全部镇压了 清玄就在不远处 他已经看傻眼了 他知道碧帅很强的 可没有想到 碧帅会这样战斗 这速度也太惊人了 以碧帅的表现来看 恐怕就算有再多的妖物 也会被镇压 击杀的 两久 清玄才平静下来 赞叹道 郁佳 你真是能够给我惊喜 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真是无法想象 你只要知道 我能够保护你就行了 碧帅深情款款的 清玄眼神有些迷离 差点陷入其中了 本来他就对碧帅动情了 又刚刚看到了他的英子 加上如此有安全感的话 任何女子都要沉沦了 鸿蒙至尊 第894集 万年圣海之星 清玄高贵聪慧 可他始终是女人 也会被男人吸引的 仙界那么多青年才举 只要是有些身份地位的 都追求过他 可他都不正眼瞧那些人 只有碧帆 他是越看越顺眼 相处久了 甚至慢慢喜欢上他 虽然清玄嘴上不说 可他的心已经沦险了 碧帆眼力何等度了 自然看得出来 不过他没有操之过急 这种事情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清玄 我们继续出发吧 相信接下来 我们还会有不少收获 碧帆笑着说道 郁佳 我们下海去看看 附近这么多妖物聚集 恐怕有什么宝物在下面 清玄没有走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碧帆拍了自己一下 兴奋道 清玄 你就在上面等我 我独自下去看看 清玄是他喜欢的女子 他当然不希望他涉险 我没关系的 一起下去吧 清玄道 碧帆想了想 说道 也好 我们一起下去 你跟在我身边 我会保护好你 他趁机拉着清玄的 鲜鲜玉手 只感觉到又软又滑 有如温月一般 清玄玉脸都红了 不过他化了妆 看不到 他轻轻抽了一下手 没有抽出来 然后就没有抽了 很享受 被碧帆握着的感觉 他长到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男人握住了手 心情激动 久久无法拼紧 直到碧帆带着他下水了 他才清醒过来 释放出五级神通 把自己保护起来 虽然碧帆说了要保护他 可他也不想让碧帆担心 分心 九幽海的能量 还是以仙气为主 只是仙气之中 夹杂着一丝异样的能量 那一种能量 不是魔气 却比魔气还要厉害 吸纳过多 就会影响神指 其实 九幽海不适合修炼 进入其中的强者 一旦出去了 都会耗费一些时间 把一种能量排除 那些妖物 长期生活在九幽海 吸纳了那些异种能量 就变得有些神志不清 血腥世上了 进入海面下 碧帆才发现 下面那种异种能量 更加浓郁一些 清旋没有去吸纳那些仙气 而碧帆还是在吞噬周围的仙气 他不受异种能量的影响 两人下潜的速度非常惊人 没有多久就到了海底 海底妖黑无比 可并不影响 碧帆他们的势力 两人开始寻找起来 想要找到宝物 至时 海底那么大 又有山巒 沟壑 想要看到宝物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本来清旋提议分头搜寻 却被碧帆一口回绝了 你必须跟在我身边 由我来保护你 看到碧帆关心自己 清旋很感动 自然不会多说什么了 搜寻的速度慢了许多 碧帆一点都不着急 反正他有的是时间 转眼间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别说宝物了 连活物都没有看到 清旋 难道我们的猜测是错误的 不可能吧 妖物聚集的地方多宝物 书上都这样记载了 清旋语气还是很肯定 快看 前面好像有一株林药要成熟了 清旋突然说了 碧帆扭头一看 发现前面有一株一人高的海底植物 那株植物分出了十八根枝条 每根枝条上都挂着一颗深蓝色的果子 果子不断变大 又接近全都大小了 看样子要成熟了 鲜果成熟 引来那么多妖物 并没有什么奇怪 碧帆仔细看了看 没有认出鲜果是什么了 清旋 你知道这是什么领药吗 碧帆问道 清旋早就看傻眼了 听到碧帆的话 才回过身来 竟然是万年圣海之星 万年圣海之星 是什么领药 碧帆惊一道 他对灵药的认识 肯定无法跟清旋相比的 何况万年圣海之星 是仙界出产的灵药 他就更不清楚了 万年圣海之星 每一万年 就会分出一根枝条来 每万年结一次果子 十根枝条以前 万年圣海之星 只能算是天际灵药 一旦有五十根枝条 万年圣海之星 就是王级灵药了 当万年圣海之星 有一百根枝条了 就能够达到 地级灵药的贫瘠 据说万年圣海之星 随着分支越多 药效就越好 甚至能够达到 传说级灵药的程度 清选赞他道 那这万年圣海之星 岂不是无价之宝了 必烦战静了 清选笑道 没有那么夸张 我们清民族 就有几株 万年圣海之星 万年圣海之星 生长很慢 生长条件 又过于苛刻 很难让 万年圣海之星 生长很长时间 我们清民族 以前就种植了 不少万年圣海之星 可惜后来全部死了 如今那几株 都是新移植的 难道万年圣海之星 是九游海特产 必烦道 不错 万年圣海之星 就只有九游海才有 也是九游海 最神奇的灵药了 你运气不错 既然能够遇到一株 你直接移植了吧 我就不要了 清选笑着说道 必烦笑了出来 既然清民族已经有了 那我也不客气了 当即必烦先收取了 许多九游海的海水 甚至把那种 异种能量都吞噬了许多 全部储存在 混元降妖扶摸塔之中 然后必烦等到 万年圣海之星成熟 把果子采摘了下来 才把万年圣海之星 移植进了 混元降妖扶摸塔之中 十八颗果子 我们一人九颗 必烦说道 他独通了万年圣海之星 果子就不好意思独吞了 清选也没有客气 直接接了过去 那本是属于他的 瓜分了万年圣海之星 必烦和清选都到了海面上 海底太闷 待久了确实不舒服 玉家 我们这次运气不错 光是王吉林要级别的 万年圣海之星 就赚到了 清选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可比必烦还容易满足 必烦笑道 那是自然 我是大气韵加深 你跟着我 宝物少不了 你又开玩笑了 要是我得不到宝物 可就找你要了 清选眼睛里 露出脚峡之色 无论说的 希望不要再演 必烦联盟说道 他也知道 清选是说着玩的 不过有时候 还是谦虚一点好 其实 必烦还真是大气韵加深 从一个小小药童 成长到现在的程度 才用了一万多年时间 他的成就 就算跟六界最顶尖的人物相比 也不惶多嚷 何况 当初必烦只是普通人 一点实力都没有 不像六界出生的年轻强者 刚刚出生 实力就已经强劲无比了 但是修炼到了后面 就必须下苦功了 必烦要不是修炼了化身万千 他如今混成什么样子 他自己都无法想象 他不算大气韵加深的话 恐怕没有人敢说 大气韵加深了 当然 必烦虽然天才 可六界之中 也有不少比他名气 更大的年轻强者 那些人有着很好的资源 加上有很好的契约 得到了带量的宝物 才能闯出鼎鼎大兵来 所以 他只是随口一说 然后就忘记了 要是他到处嚷嚷 自己是大气韵加深 恐怕会招来 无穷无尽的麻烦 清玄没有去追问 他们继续前景 一路斩杀妖物 九幽海深处 以十底金仙级别的妖物居多 猎杀这些妖物 好处还是很大的 必烦也耐住性子 准备多猎杀一些妖物 不急着离开九幽海了 何况 这些妖物实力不弱 拿来练招最好了 之后必烦遇到妖物 每次都会和妖物 大展半个小时以上 把所学的武技 很多都施展出来 那些武技 他每施展一次 都会有新的收获 必烦不断战斗 图一刀不断地守护消化了 他进步之快 自然超乎想象了 而且他对吉艳寒冰 越来越熟悉 随时可以转换能量 时而动用吉艳寒冰 本身的寒冰之气 时而动用圣玄灵炎的 炙炎之气 他尽量没有两种能量 一起使用 免得把妖物彻底毁了 岂不是浪费了吗 至于魂元想要抚摸他 他只是偶尔动用一下 却没有暴露 魂元想要抚摸他的威怒 你就是瑜伽吗 碧凡和清玄 遇到三名实体 精心级烈的强者 那三名强者走了过来 开口问道 碧凡可不是那种 畏缩的人 他点头道 正是区区在下 甚是让我好找啊 既然找到了 那就受死吧 为首的男子冷声道 找死 还未请教 碧凡冷笑道 他们是东陵三虎 清玄说道 东陵三虎 没有听说过 无名小族 我都懒得动手 碧凡笑道 那三名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气得都颤抖起来 为首的张霸虎怒道 虞佳 你这个无名小族 闯出了一点名气 竟然敢小失我们 简直是找死 东陵三虎 名气还是很大的 只是更多的是骂名 因为他们嚣张跋扈 坏事干净 他们听说 虞佳闯出了名气 就一直想要找到他 然后击杀他 借此来打响他们的名气 濒临雨 把虞佳在九游海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东陵三虎 立马进入了九游海 寻找余甲 他们运气不错 竟然是第一批 找到碧凡的 东陵三虎 你们想要成名 既然如此 动手吧 碧凡淡然处置 可东陵三虎 没有着急动手 他们看着清玄 有些发虚 碧凡知道他们的顾忌 也猜测到了 冰淡雨 泄露了清玄的身份 东陵三虎 你们尽管动手 他是不会帮手的 要是你们有能耐 就杀了我吧 瑜伽 你要小心 东陵三虎实力不弱 而且他们向来比较卑鄙 清玄提醒他 必烦晓到 卑鄙 怎么卑鄙法 他们都是实际 精先级别的强者 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还经常三日一起上阵 对付强者如此 对付弱者也是如此 无所不用其极 清玄他 张霸虎大笑起来 说得不错 我们东陵三虎 只计较胜负 不计较手段 毕凡道 这样的人 我喜欢 你们跟着我混吧 我不会佩戴你们的 瑜伽 别想要我们归顺你 做梦去吧 你投靠我们还差不多 我们还要看看 你的诚意 才能决定是否要你 张霸虎得意道 毕凡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动手 张霸虎大喝道 李霸虎 王霸虎同时出手了 他们连招呼 直接出手偷袭 张霸虎三人很有默契 而且 他们出手就是毁灭法则 显然想要 一举灭掉必反 张霸虎实力最强 融合了五种毁灭法则 而李霸虎和王霸虎 都融合了四种毁灭法则 三人的实力也算不错了 也在仙界 开宗立派了 只是 他们的脾气还是那样 母空一切 随性而为 做了不少人神共分的事情 他们的实力确实不错 配合默契 就算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的强者 也奈何不了他们 以至于 他们逍遥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强者制他们 三人同时施展毁灭法则 真是回天灭地久 他们三人河里 施展出的毁灭法则 竟然比冰凝与施展的毁灭法则 威力还要大 毕凡还是第一次知道 毁灭法则 还能如此配合增强威力的 他知道 张霸虎三人肯定不简单 多半学习了一些 配合的秘诀 连法则力量都能够配合 要是收复他们 得到那套秘诀 恐怕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这种秘诀 对六觉神宗实力增强 有着天大的好处 毕凡已经下定了决心 务必要把秘诀拿到手 毕凡想要瞧清楚 所以 他没有一下子 把他们解决了 他只施展了 七种毁灭法则 融合的法则力量 跟东陵三虎对抗 虽然 毕凡处于下风 可他心情非常不错 清玄开始担心起毕凡来了 他可是知道 东陵三虎的厉害 所以 他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只要毕凡遇到危险 他随时可以支援 救下毕凡 不过 毕凡每次都能够保护好自己 让东陵三虎的攻击落空 东陵三虎不断发动毁灭法则进行攻击 消耗是非常大的 他们不可能坚持多久 所以 相比之下 东陵三虎比毕凡更加紧张 更加想要逆绝胜负 鸿蒙至尊 第八百九十五集 天法荣冠 毕凡看透了东陵三虎 毕凡看透了东陵三虎 只要他拖延一会儿 东陵三虎不战而败 可他没有那么做 他要收服这三人 就必须击败他们 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毕凡猜测得不错 张霸虎三人 确实会一种秘技 天法荣冠 秘技天法荣冠 能够把法则力量 融合在一起 威力贝则 需要配合极其默契 才能做到 而且必须都要修炼天法荣冠 本来张霸虎三人 只是小人物 天赋还不错 加上有很好的器语 得到了奇语 得到了很多修炼法觉和宝物 其中就包括天法荣冠 有了大机缘 张霸虎三人一飞冲天 竟然修炼到了实地金仙级别 而且三人合理 战斗力之强 让不少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吃了大亏 他们斩杀了不少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得到了更多宝物 修为自然稳步提升 张霸虎 李霸虎 王霸虎三人 以往都是依靠天法荣冠 取得了胜利 可他们这次遇到了碧凡 碧凡的修为超乎想象 只是隐藏了一些修为罢了 碧凡施展出七种法则力量 融合的毁灭法则 确实不抵张霸虎三人 落在了下方 可他借助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光系法则 偶尔也能够撑一下 虽然说毁灭法则威力最大 远超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可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也不可小视 何况毕凡两种法则力量都修炼到了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施展出来威力更强 激战了一段时间 毕凡知道必须要尽快拿下它们了 为了击败张霸虎三人 他必须暴露一些真实实力了 他当机了一段施展出更强的毁灭法则了 融合了八种法则的毁灭法则 威力倍增一下子逆转了局势 张霸虎三人连续施展毁灭法则 已经有些消耗过大了 如今毕凡突然发力 他们压根就顶不住了 形势急转直下 清旋还没有看明白怎么回事 毕凡已经结束了战斗 一举把张霸虎三人击晕了 他对力量拿捏精准无比 只是让张霸虎他们晕了 并没有重伤他们 然后毕凡直接把他们镇压了 免得出现问题 魂元想要抚摸塔里面 突一刀等着他们 直接把他们封印了 然后得到了他们的修炼法诀和秘诀 有了天法容管 以后毕凡和他的那些翻身 要是修炼了 恐怕费力会更大的 因为天法容管有一特性 配合月末起 发挥出来的杯里越大 要是张霸虎他们三人 配合更为密切一些的话 恐怕他们的法则力量 相当于融合八种法则的毁灭法则 不过他们的配合已经够默契了 就算是亲兄弟 想要做到他们的一样 也是困难无比的 毕凡却有极大的优势 因为他跟翻身是一体的 心念相通 配合之默契 恐怕无神能够比拟 得到了天法容管 毕凡马上让图一刀开始修炼 反正只要图一刀修炼成功了 他跟其他翻身也都会了 化身万千的强大之处 越到后面才会越明显 随着实力的提升 毕凡已经见识到了 化身万千的威能 绝对不是一般大神通能够相比的 在六界之中 会大神通的强者绝对不少 那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哪个不会一两种大神通 可那些大神通都无法跟化身万千相比 化身万千就是修炼太困难了 不然毕凡早就传给家人了 正因为化身万千修炼困难无比 从古到今 能够修炼成化身万千的强者 寥寥无几 最终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他们并不是被敌人杀死的 而是修炼化身万千 走火入魔而死 清玄看到毕凡突然逆转 震住了 他正准备动手 却发现毕凡已经结束了战斗 至于毕凡如何结束战斗的 他还真没有看到 玉家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清玄震惊了 很简单 我又使他们不断施展毁灭法则 消耗他们的神势力量 他们果然中计了 别看他们的毁灭法则 威力很大 可消耗也大 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 我自然是受到青睐 毕凡兴奋了 既然没有暴露势力 毕凡也就隐瞒了下来 不管如何 清玄是清帝之女 他还是要防着一点的 就像上次 清玄无意透露一些情况 也会对毕凡不利的 你还真是厉害 以往有不少强者去挑战他们 都被他们三人合力打败了 清玄高兴了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你的名头就更响了 清玄 这件事情不要外传 任何人都不要说 毕凡沉声道 清玄有些不解 为什么 六届强者都是争名夺利 才会有那么多争斗 谁不看重名利 如今毕凡是有出名的机会 他竟然要放弃 原因很简单 低调才是王道 我还没有成名 已经这么多麻烦了 要是我成名了 麻烦更加会不断的 我可不想以后 天天被那些 命运先王惦记着 被一些强者逼着比武 毕凡摇头叹息 也是 那我答应你了 不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清玄恍然打我 清玄 谢谢你 必烦感激道 跟我还这么客气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刚才一场大战 恐怕有不少强者感应到了 清玄笑着说道 两人快速离去了 他们刚走不久 就相继出现了几批强者 都是实体精心级别的强者 这些人看到周围没有人了 都立马离去了 留在这里只会招来麻烦 谁也不会那么少 毕凡和清玄走了很远 才停下来 继续猎杀妖物 毕凡其实挺满意 在九游海历历的 不光能够杀妖物获得好处 还能得到一些领养 炼菜 都是外界少见的宝物 尤其是混沌界 更是罕见 加上有些强者来找麻烦 也能够给毕凡带来好处 就好像张霸虎三人 六绝神宗 多了三名实体精心级别的强者不算 还得到了一门秘籍 天法荣冠 天法荣冠对毕凡来说 比收服十名 实体精心级别的强者 还要重要 有了天法荣冠 他跟几大分身配合 又能够发挥出超强战斗力来了 一些毕凡带分身配合 无往而不利 只是随着法则修为提升 在法则攻击面前 他们配合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 如今有了天法荣冠 相信以后 他们会名声大责 战斗力更是会无限增强的 不光如此 以后六绝神宗的强者 都可以修炼天法荣冠 大幅度提升总体势力 这时毕凡想要再收服强者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要是遇到一些 有命运先王背景的强者 他就不敢下黑手了 桃光养晦才是关键 收服强者 还在其次 实体精心级别的强者 没有靠山的并不多见 毕凡想要再次遇到这种好事情 恐怕很难了 他也没有去管那么多 心态很平和 因为他收获已经够大 果然并不是一直 都是好运扮着毕凡的 他们历练了一个多月 又有强者找上门了 而且是熟人 紫玉吉 紫玉吉带着两个跟班 出现在了毕凡他们附近 他们总不能装作没有看到吧 紫玉吉各想 再次见到你 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毕凡笑着说道 不错 确实很有缘 紫玉吉笑着说道 笑面虎还真是笑脸惊人 虽然紫玉吉心中恨不得 立刻杀了毕凡 可他一丝都没有表露出来 清玉没有直接表露身份 自然也不会去打招呼了 奇怪的是 紫玉吉竟然也没有 点破清玉的身份 看来他跟冰宁宇一样的打算 想要击杀毕凡 要是点破了清玉的身份 有些事情就不好做了 瑜伽各想 我们既然如此有缘 我上次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们先帝一脉 是先界最古老 也是最强的一脉 希望你慎重考虑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紫玉吉再次抛出了橄榄枝 毕凡这样的强者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想要招揽 何况是紫玉吉呢 紫玉吉虽然是先帝的继承人之一 可还是有不少竞争者 必须要多拉拢一些强者 壮大自身实力 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当然 自身实力是最重要的 外力也不可或缺 紫玉吉 你如此看得起我 这是我的荣幸 只是我真的没有加入宗派的打算 要是我想要加入某个实力 先帝一满 是我的首选 毕凡又把这一套拿出来了 不管有没有用 先试试再说 毕竟毕凡不想跟紫玉吉动手 因为没有任何好处 还可能暴露实力 只是紫玉吉 比兵宁与城府更深 自然不可能就这样放过毕凡了 瑜伽阁下 你最好能够马上做出决定 我只给你十分钟 要是不加入我们先帝一满 就是我们的敌人 紫玉吉微笑着说道 紫玉吉阁下 你这是威胁我 我最讨厌被人威胁了 我现在就做出决定了 不会加入先帝一满 你想要怎么样 随便给好了 我都放在你 毕凡也怒了 既然紫玉吉如此逼人太深 他也不是好欺负的 清玄在旁边 紫玉吉也不可能跟手下一起围攻毕凡 最大的可能就是紫玉吉单挑毕凡 在比武的过程中击杀他 就可以除去轻敌了 其实毕凡还有一层考虑 就算他答应加入先帝一满 恐怕紫玉吉也不会真心带他 光是清玄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紫玉吉那么喜欢清玄 不可能放得下的 加上强者都是爱面子的 恐怕他迟早会对付毕凡 毕凡完全可以虚以威尼 但他不屑那么去做 看到微凡语气生影 紫玉吉也撕破了脸 小子 听你脸不要脸 既然不愿意加入先帝一满 那就去死吧 六姐都是如此 要是遇到天赋超绝的弟子 无法拉入门下 就要想办法灭掉 正因为这样 紫玉吉这样做 绝对不会有人说三道字的 他也没有什么顾忌 毕凡也不生气 他已经预料到了 紫玉吉个下 你想要杀我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之前冰宁语要杀我 结果我还活得很慌 你要考虑清楚了 不要到时候丢了脸面 毕凡好心提醒 紫玉吉怒火攻心 小子 我看你是找死 紫玉吉 你很想让我死 我偏偏不让你如意 来吧 毕凡沉生了 紫玉吉 实力在冰陵雨之上 想要把他逼走 必须要出一些底牌了 不管如何 这是无法避免的 毕凡很清楚 早晚都会暴露实力 一旦他暴露 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那么他就必须要离开 仙界了 消息传出去之后 相信仙界的八大仙王 恐怕都会亲自出马 去邀请毕凡加入了 甚至 有些命运仙王级别的强者 会下黑手 直接灭杀毕凡 就说兵帝 仙帝 他们已经跟毕凡接仇 毕凡不可能加入他们的势力 那他们还不下黑手啊 所以毕凡已经想好了 暴露实力之后 尽快离开仙界 仙界之行 毕凡的收获很大 他非常满意 还不趁早离开 回去慢慢把好处都消化了 增强实力 紫玉吉飞 是一心的姿势 玉佳 小心啊 清玄关心之急 看到清玄关心毕凡 紫玉吉脸色没有变 可眼里闪过一丝杀气 他追求了清玄很长时间了 清玄都没有给过他好脸色 如今竟然关心一个无名小卒 这对紫玉吉来说 简直就是侮辱 他堂堂先帝爱子 难道还步入一个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墙子吗 紫玉吉骄傲自负 他是觉得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的 紫玉吉 请 碧凡沉声道 请 你小心了 紫玉吉还专门出言提醒 装出一副很有风度的样子 碧凡也没有客气 当即拿出了极烟寒冰 把血煞八法施展 血煞八法如今是碧凡最强的神级武器之一 加上没有什么名气 用来对付紫玉吉 最好不过了 要使用他成名的绝技 像战神秘露 肯定很快被认出来的 好在必凡很多武器 施展出来都不会暴露身份 让他可以尽情施展 鸿蒙至尊 第八百九十六集 诸邪剑 血煞八法夹杂着鬼刺神剑 让紫玉吉吃足了苦头 先带一脉传承的武器 自然不是六绝神宗能够相比的 可紫玉吉修炼的神级武器并不多 主修的更少 他可不会花生万千 有几大分身一起修炼 所以紫玉吉不可能跟碧凡相比 碧凡所学 太勃杂了 两人快速交手 转眼大战了上千招 紫玉吉还是没有占到便宜 以紫玉吉的性格 他绝对不想先施展神通 配合神级武器展露了 可激战那么长时间 他还落在了下河 容不得他不施展神通了 神级武器配合神通施展 威力倍增 紫玉吉有一些拿手的神通 以为能够占到便宜 结果他换了十多种神通 都被碧凡克制了 碧凡所学神通 远超一般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达到了数十种 一般的实地金仙 能够感悟十门神通 就已经了不得了 紫玉吉属于佼佼者 感悟了十二种神通 结果跟碧凡一比 他才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又天 必凡快速施展出各种神通来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还挡住了紫玉吉的攻击 连续两项比试 紫玉吉都没有套到好处 剩下的只能比拼法则力量 法则力量强大 可也容易出现危险 紫玉吉并没有马上 施展出法则力量 因为他还有优势 那就是身上的装备 是顶尖的 在他想的 必凡是散修强者 身上的装备肯定不行 极燕寒冰没有爆发出最强威力了 所以他还不知道 极燕寒冰就是最顶尖的极品仙器了 当即紫玉吉拿出了自己隐藏的武器 猪鞋剑 猪鞋剑是一柄极品仙器 而且是极品中的极品 是先帝最近扮演才赐给他的 一直以来 紫玉吉都没有使用猪鞋剑 因为还没有人能够逼得他动用猪鞋剑 猪鞋剑施展起来 有一股浩然之气 威力很强 能够提升紫玉吉的战斗力 还能削弱对手的势力 猪鞋剑在六届都是响当当的 全靠了浩然之气 御家 这是猪鞋剑 你要小心了 紫玉吉提醒了 当然 他不是善意的提醒 而是要给必凡压力 压力大了 实力就会大大折扣 可惜 必凡对这些 不是很了解 相对的 他对奇物恋才 灵药 了解还多一些 紫玉吉想要给必凡压力 显然失效了 清玄知道猪鞋剑的威力 他却没有去提醒必凡 因为他害怕打扰到必凡 清玄聪慧无比 自然知道紫玉吉的用心 他见必凡没有丝毫表情 就知道 他没有听说过猪鞋剑 既然不知道 那就不知道反而更好 免得受到影响 不管是猪鞋剑 还是猪仙剑 让我看看威力吧 必凡冷声了 他有吉艳寒冰在手 信心十足 当猪鞋剑 迸发出浩然之气 必凡脸色有些严肃了 他有吉艳寒冰的寒冰之气 自然知道这种武器的威力 当即必凡施展出了寒煞气场 直接挡住了浩然之气 只是浩然之气 跟光系的神通法则有些类似 对黑暗属性的能量有克制作用 寒煞气场带有煞气 算是黑暗属性的能量 自然也被克制了 寒煞气场 竟然挡不住浩然之气 让必凡大地眼睛 不过必凡没有精火 他联盟催动吉艳寒冰 发出了炙热之气 炙热之气属性光明属性 不受浩然之气克制 应付起来反而比较轻松 果然炙热之气一出 就挡住了浩然之气 紫玉吉又震惊了 他本来以为可以借助武器去生的 可如今必凡手上的骑行武器 竟然能够迸发出三种气场 强悍无比 相比之下 好像猪邪剑也有所不及了 紫玉吉眼睛之中露出贪婪之色 一闪而逝 厉害的武器能够提升战斗力 他当然想要了 其实极品仙器对法则力量 都有着一定增幅的 只是增幅不是特别大 也很少有人在意 想必凡甚至都不知道 可紫玉吉很清楚 当然一般的极品仙器 增幅非常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 像极叶寒冰 珠邪剑就不同了 增幅能够达到一定程度 甚至可以改变战局 要是神器的话 对法则力量增幅就更大了 毕凡从来没有问过炼狱 炼狱也没有提及 他只是不想毕凡 太过依赖魂元降妖抚摸她 至于清玄 他以为毕凡知道这些 所以也没有说 于是到现在为止 毕凡都还茫然无知的 说到底 还是毕凡修为提升贷款 这很多东西都没有了解过 要是那些活了数十万年的老家伙 所知道的知识之多 绝非毕凡能够想象的 看到武器逃不了好 而紫玉吉又起了杀险 他决定动用法则力量 争取快速解决战斗 说到法则力量 紫玉吉还是很有信心的 他的毁灭法则已经融合了八种 只等积累够了 就可以去杜劫 杜劫成功 就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了 六戒之中 毁灭法则融合了八种的 也不是很多 紫玉吉很有信心 用毁灭法则击杀必反 徐家 看不出你还有 如此极品的极品嫌弃 真是不错 紫玉吉道 接下来 我们就比拼一下毁灭法则吧 看谁能够活着离开 紫玉吉杀起大赦 碧凡能够感受得到 已经没有转环余地了 碧凡必须应战 也只有暴露实力了 毁灭法则 也好 一决胜负 碧凡已经下定了决心 显得很平静 他一点都不紧张 让紫玉吉有些看不透 心中不明有些担心了 这小子 难道之前 真是隐藏了实力 板猪吃老虎 其实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算他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我至少也不会输给他 紫玉吉脑海里面 想了很多 最终还是坚定了意志 要击杀必反 两人不断酝酿 要施展出最强的毁灭法则来了 毁灭法则一处 他们周围的空间全部被毁 甚至一切都消失了 他们的气势不断攀升 简直有些害人 清玄知道厉害 已经躲得远远的了 紫玉吉那两个跟班也是一样 他们就算想要去帮助紫玉吉 也无法靠近了 毁灭和紫玉吉 要是没有开始施展毁灭法则 他们还能加入进去 现在已经完了 紫玉吉很快把最强的毁灭法则 释放了出来 因为胜券在握了 可他却感受到了 毁灭的毁灭法则威力 不在他之下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毁灭也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法则修为不在他之下 虽然紫玉吉不愿意相信 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两人连法则修为 都是旗鼓相当 想要分出胜负 简直困难无比 当两人的气势 到了顶点的时候 同时发动了攻击 毁灭法则碰撞 一切都烟消聚散 不留一点痕迹 激烈碰撞 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两人都是被鱼拨拨击 连连退出很远 紫玉吉没有动手 他傻眼了 本来以为毁灭法则能够取舍 却没有想到毁灭法则也无法击败必反 连毁灭法则都无法击败必反 意味着他的实力跟毁灭相当 不动用底牌很难伤害到他 紫玉吉身为先帝爱子 自然有些底牌 只是任何一样底牌用了都非常可信 不到性命攸关一般不会使用的 紫玉吉已经录了 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对毁灭使用了暴魂珠 暴魂珠是一次性灵魂类攻击先行 专门攻击灵魂威力之大 足以灭杀命运先王级别的枪杖 紫玉吉手上也只有一颗暴魂珠 他一直没有使用 这次却不得不用了出来 暴魂珠跟暴魂珠有些类似 可威力大了百倍不止 跟暴魂珠一样 暴魂珠要进入敌人体内 才能起作用 暴魂珠无影无形 作用奇怪 毕凡还没有发觉 暴魂珠已经进入他体内了 暴魂珠入体 双侧提连就开始阻截 而魂元想要抚摸他 也把毕凡保护起来 不管如何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毕凡开始思考 要如何才能直接 把暴魂珠收去了 才是毕凡考虑的 暴魂珠 毕凡也许用不着 它可以给家人使用 有时候甚至能够保密 有了收取暴魂珠的经验 收取暴魂珠就容易了许多 紫玉吉使用了暴魂珠 却没见毕凡有任何不是 他彻底迷惑 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对于不知道的东西 充满了恐惧 而毕凡带给紫玉吉的 就是神秘和恐惧 虽然紫玉吉还有其他底盘 可他不敢轻易尝试了 学家 这次暂且放过你了 紫玉吉竟然直接消失了 郁家 你竟然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精玉有些惊讶 也有些生气 毕凡说了 我是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只是不敢暴露出来 一旦暴露了 以后彻底无法安生了 真是想不到 你年纪不大 竟然有如此修为 你真的不想加入任何势力 精玉都想要 邀请毕凡加入清明宗了 毕凡摇头的 我不会加入任何势力的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 之后恐怕我们要翻遍了 至于以后能否再见 还很难说 精玉面沉如水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人快速离开 然后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没有强者打扰 也没有妖物出摸 郁家 你到底有什么隐秘 都说出来吧 精玉很冷静了 他知道毕凡隐藏了很多秘密 一直以来 他都没有去追根究底 精玉 首先我要跟你说什么 对不起 精玉我欺骗了你 毕凡低下了头 精玉脸色有些难看 倒 欺骗了我 说来听听 首先 我不叫御家 这是假名 我叫毕凡 我也不是仙界的强者 我来自混沌界 这也不能怪我 当初我飞升仙界 结果出了问题 被送到了混沌界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我有了今天的修为 并且也创建了自己的势力 没有去删走 这次我进入仙界历练 没有想到解释你 因为我的身份 我实在没有办法 跟你谈吧 毕凡很凝重的 精玉听了毕凡的话 早就呆住了 他知道毕凡有秘密 可没有想到 他的秘密竟然如此惊人 毕凡不是仙界的强者 这对精玉来说 有些难以接触的 清玉 我的身份 如今都告诉你了 我也该离开仙界了 我的情况 你要是保密 我很感激你 但是 我不会强求的 就算你说出去了 我也不会怪你 是我不对在线 毕凡呢 清玉眼神还是有些呆滞 没有说话 毕凡看着 焦急无比 清玉 你千万不要有事 都是我的错 你打我 骂我都可以 千万不要闷出问题来 过了两酒 清玉 清玉呼了口气 余嘉 毕凡 你 真不是仙界的强者 我怎么能继续骗你呢 我确实叫毕凡 在混沌界 还有些铭记 你也许不知道 恐怕你父亲是知道的 因为我的情况 六界都知道 其他五界的命运仙王 都想杀了我 我隐瞒身份 也是不得已而为止 毕凡探等 毕凡 你打算离开仙界 我要是不离开仙界 恐怕很快 就会命伤仙界的 子余几把我的情况 炫耀出去 恐怕很多命运仙王 级别的强者 都会出手了 毕凡苦笑的 清玉的 毕凡 你离开仙界 恐怕我们的缘分就断了 要不然这样 你留下 加入清明宗 只要你加入清明宗 就算仙帝要动你 也要问过我父亲才行 清玉 我爱你 我也很想留下来 可我在混沌界 还有很多家人朋友 我必须离开 我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 毕凡脸色苍白 说出这些话之后 他眼睛都红了 鸿蒙至尊 第八百九十七集 逃出生天 清玉脸色更加难看 身体都有些站不稳 两人就那样站着 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 清玉的 毕凡 你走吧 要走就尽快走 不然来不及了 清玉 真的对不起 我一定会努力 争取能够名正言顺跟你在一起 我一定会的 小子 你没有机会了 真是没有想到啊 你竟然是混沌界的必凡 看来那些消息都是真的了 混沌界 除了你这样一名强者 要是修炼到命运先王级别 恐怕 以后就要以混沌界为尊了 可惜 你自己找死 到了仙界了 一名强者出现了 来人竟然是先帝 看到先帝出现 毕凡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本来毕凡打算直接通过空间黑洞 传送到白明他们那里去的 可想到命运先王的莫测手段 他没有那么做 那样会连累白明他们 好在毕凡早就有所准备 他刚刚进入仙界的时候 就在仙界和混沌界交界的地方 留下了传送点 可以直接传送回去 当即毕凡让图一刀联系聂云飞 然后让聂云飞联系战神 让战神前来接引 毕凡自己也不敢耽搁了 当即隐秘师展出了空间黑洞 先帝是仙界最强的命运先王 自然感应到了空间波动 这时他完全没有在意 他有十足的把握 留下毕凡 小子 想要逃命 你还没有那个本事 要是让你逃脱了 我先帝的脸面往哪里搁 先帝冷声道 清雪 我走了 毕凡却没有管那么多 直接借助空间飞洞 传送走来 下一刻他出现在了混沌界 跟仙界交界的地方 他刚刚出现 先帝就跟着出现了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有着莫测的手段 让毕凡见识到了 空间黑洞传送 没有任何轨迹 速度也快到了极致 可还是被先帝跟踪上了 看到毕凡离去 清雪流下了两行热泪 许久 清雪才停止哭泣 落寞离去 先帝再次拦下了毕凡 对他更为感兴趣了 毕凡 你只要投奔我 我不但让你活着 我还会让你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先帝前辈 你要是能够让我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那你何不帮助紫玉吉 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毕凡冷声道 先帝那些虚假的承诺 被毕凡点破 顿时大怒 小子 别敬就不吃吃法球 我要杀死你 跟捏死一只蚂蚁一般 想要我投降 你还做不到 有本事 就施展出来吧 毕凡已经做好了 万全的准备 不管是双色击裂 还是魂元降妖扶摸他 都有着保命的神奇力量 毕凡没有在先帝面前 再次施展空间黑洞 那样只会自取其辱 以先帝的本领 自然会破坏他传送的 到时候反而容易丧命 既然如此 毕凡决定坚守片刻 等待救援 在离开混沌界之前 毕凡已经跟战神打过招呼了 危机关头 聂云飞可以直接跟战神救援 相信要不了多久 战神就会赶到 虽然战神不是先帝的对手 可挡住先帝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何况战神的帮手众多 要是那些强者通通出现 恐怕吃亏的就是先帝了 先帝见无法收服必反 他出手了 也没有见他有什么动作 就直接抓住了他 他的大手 想要捏爆必反的肉体 不过 必反的躯体 融合了鸿蒙之气 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捏爆的 先帝失败了 自然震惊无比 小子 真是想不到 你的肉体如此强大 不可能的 一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肉体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肉体也没有你的肉体强大 你的肉体力量是如何修炼的 只要你告诉我 我可以不杀你 先帝前辈 你对我这样一个小子出手 也不怕有失身份吗 还有 我的肉体力量是有秘密 可我不会告诉你的 毕凡笑着说道 他有意找话说 就是想要拖延时间 先帝自然知道他的想法 却丝毫没有在意 反正 毕凡落在了他的手上 想要逃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 先帝还有一些私心 就是从毕凡那里 得到他肉体力量的秘密 以先帝的本事 自然有办法 挖出毕凡的秘密 所以 他没有急着杀掉毕凡 而是准备先问出想要的东西 小子 我劝你还是自己说出来的好 免得受罪 先帝冷声呢 先帝前辈 你堂堂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竟然贪图我的东西 实在有些 小子 命运先王难道就是白来的吗 抢夺保护 修炼秘诀 都是常有的事情 先帝 教训起毕凡来了 你小子 还太嫩了 竟然这一点都不知道 看来战神 没有好好传授你 毕凡笑道 先帝前辈 我修炼时间短 所以 见识少 这有什么奇怪的 小子 你敢对我不敬 有你好果子吃的 先帝 催动神识力量 展开了攻击 当然 他不是想要击杀毕凡 只是想要让他受到折磨 然后 说出肉体力量的秘密 可惜 他的神识攻击 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了声息 原来 毕凡体内有双色骑脸 和魂元降妖扶摸塔保护 自然没有什么神识攻击 能够伤害到他 就算先帝全力出手 神识攻击 也不可能伤害到毕凡 毕凡的神识力量之枪 一点都不比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差 先帝 见自己的神识攻击 没有作用 顿时大惊 小子 你太咬你了 必须要死 看到毕凡各方面都那么突出 先帝决定 还是直接灭杀毕凡了 免得野长梦多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最强的自然是命运法则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也能够掌控一个强者的命运 先帝施展出了命运法则 想要改变毕凡的命运 让他变成废物 这时毕凡的肉体被极度强化 而且是被鸿蒙之气强化的 鸿蒙之气是更高层的能量 对命运法则也有一定的抗力 虽然毕凡不是真的能够抗衡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至少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先帝的命运法则没有起到作用 自然大为惊骇了 小子 真是想不到啊 你连命运法则都能够挡住 先帝前卑 是你的命运法则太弱了吧 我的实力应该不足以低档命运法则 连毕凡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 他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现在他还好好的 命运法则暂时被挡住了 毕凡 我一定要杀了你 先帝几乎发狂 他绝对不允许毕凡这样的天才人物活着 必须要趁他还没有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就把他斩杀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再次出手 毕凡已经趁机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他以最快的速度 想要冲进混沌井 可惜先帝身为先界最强者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还是把他拦了下来 毕凡试着跑了几次都没有撑过 不过他不断逃跑 先帝不得不拦截 攻击自然要中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毕凡都有一些 想要动用魂元降妖扶摸塔的神通 本来毕凡是不想暴露魂元降妖扶摸塔的 不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连战神都会出手抢夺 一件神器对一个势力有多么重要 任何人都知道 就算是最差的攻击类神器 价值也远超宫殿类灵魂类极品仙器了 何况毕凡的魂元降妖扶摸塔 还是宫殿类灵魂类合而唯一的神器 自然更加珍贵无比了 毕凡不想找麻烦 就必须隐藏魂元降妖扶摸塔 但他性命受到威胁的话 他还是会自保为先的 先帝准备全力攻击了 毕凡也做好了 动勇魂元降妖扶摸塔的准备 先帝 你真是太无耻了 竟然欺负我一名小弟子 就在这时候 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 师尊 师尊 是你来了吗 毕凡激动无比 毕凡 好样的 没有丢世尊的脸 看到毕凡没事 战神比谁都高兴 虽然他有些责怪毕凡 不听他的话 尽如仙界历练去了 可战神没有心思责备他了 反而比较担心他受伤 师尊 你来了 就太好了 毕凡这一松懈 直接昏迷了 登仙帝对抗 毕凡 毕凡可是吃足了苦头 虽然表面上 他一点亏都没有吃 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先帝的可怕 要不是有魂元 想要抚摸他护身 恐怕这次 毕凡真的要灾了 战神把毕凡 收紧了自己的宫殿 类仙器之中 然后笑着说他 先帝 你是六界最老牌的枪者吧 竟然对我的小弟子下手 简直太有失烟灭了 战神 你输了一个好徒弟 也许以后会成为我最强的敌人 先帝脸色不变 笑着说道 先帝 听说你有一个儿子 好像叫什么紫玉吉的 很有希望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战神笑道 两名命运先王相遇 并没有交手 反而闲聊起来了 战神已经救下了毕凡 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而战神既然出现了 先帝想要击杀毕凡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也没有动手的意思 先帝是被六界排名前三的强者 可战神也很强 尤其是战斗起来 有一股风劲 不好对付 两人随便闲扯了几句 然后就各自离开了 战神很快回到了战神城 才把毕凡放了出来 你小子 跑到仙界干什么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随便去其他物界 那是非常危险的 他虽然是在责备毕凡 眼里却是关心和担心 师尊 我这次去仙界 可有不少说话 我在仙界跟兵帝之子 毕宁宇 仙帝之子子玉吉都比试过 甚至我还进入了三十六天宫 毕凡兴奋的 你竟然能够进入三十六天宫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战神惊讶的 师尊 我在仙界结识了青帝之女 清雪 相处得还不错 结果她把我带到三十六天宫去了 我在三十六天宫 还收获了不少宝物 毕凡笑着说道 战神也为毕凡高兴 你小子的经历还真是奇迹 你仔细给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毕凡把仙界发生的事情 挑选重要的跟战神说 战神听完赞叹道 毕凡小兔 你做得不错 只是太低调了 要是我直接击败兵宁 以你的势力 击败兵宁宁 还是没有问题的吧 当然 只是我要击败了他 恐怕早就不得不回到馄饨前来了 毕凡说道 你小子 做事情不能有那么多顾忌 一旦决定了 就要一往无前 我年轻的时候 去过妖界 仙界 魔界 都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最后 要我师尊给我扫尾 我当初比你闹得厉害 也没有畏首畏尾的 战神说道 必凡苦笑 师尊 我在仙界可是孤军奋战 必须要小心进神 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你懂得低调 我也就放心了 有了强大的实力 还能处处小心 你保命的本领 逼我强 我看你竟然能够在先帝手下 坚持那么久 还真是厉害 战神赞道 师尊 先帝要是想要杀我 我恐怕也等不到你来了 他一开始 并没有打算击杀我 所以我才能拖延时间 等到你来 必凡苦笑 好了 我也不说你了 你现在该消停一下了吧 你要是再出去的话 恐怕会非常危险 战神说道 你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 趁着现在问我吧 我给你解决 必凡外出这么多年了 自然有很多修炼上的问题 他一一提了出来 战神很有耐心 仔细给他讲解 鸿蒙至尊 第898集 分发极品掀起 战神弟子很多 对其他核心弟子 必须在一定时间 才会知道一次 而且知道时间不长 只有必凡随时给他单独知道 这次必凡在战神的指点下 修炼了足足一年时间 才把仙界之行的收获 消化了大部分 修炼结束 必凡迫不及待 离开了战神城 他要回到罗刹海去 罗刹海有他的家人 朋友 也有他的手下 他始终还是放心不下 离开这么久 也是时候回去看看了 罗刹海 如今已经全部是 六绝神宗的地盘 即便那些大宗派 占领的岛屿 都主动让给了六绝神宗 六绝神宗 只是象征性 给了他们一些好处 六绝神宗 威名之盛 连顶尖宗派 智玄宗 都不敢跟他们为敌 其他宗派 就更不用说了 罗刹海 是散修强者聚集之地 使得六绝神宗 招揽强者 还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然 招揽的散修强者 真正天赋超绝的很少 不过 六绝神宗还占领了 智玄宗很多地盘 人口基数很大 天才人物 也多不胜数 如今六绝神宗 招揽弟子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任何一名弟子 都是妖孽级别的人物 像那些散修强者 只能算外门弟子 一些天赋差一点的 也都是外门弟子 想要成为正式弟子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就算如此 还是有无数强者 天才 挤破了脑袋 也想要加入六绝神宗 主要还是 六绝神宗待遇太好了 不光可以兑换各种神级武技 足足有数万种 还可以兑换各种宝物 只要你想要的 又有足够的积分 在六绝神宗 几乎可以兑换任何 想要的宝物 这是六绝神宗独有的 其他宗派 都没有六绝神宗 如此制度 另外一方面 六绝神宗在培养弟子方面 很有一套 不光修为提升速度快 渡捷成功率也非常高 尤其是渡捷成功率高 使得很多强者 都想要成为六绝神宗的一员 六绝之中 无数强者 都是渡捷失败死去的 要是能够提升成功率 即便倾家荡产 很多强者 都是在所不惜的 罗刹海变化之大 毕凡都有些不敢相信 他进入罗刹海之后 一路走过 反正每座岛屿都大变样了 变得越来越好了 而且罗刹海 作为六绝神宗的总部所在地 无数外来者 商团 使得罗刹海繁华了许多 至于罗刹海的 恶劣环境 对那些真正的强者来说 根本算不了是吧 六绝神宗 随时可以把总部 迁离罗刹海 可必反没有那么做 就是想要借助 罗刹海恶劣的环境 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强者来 一万多年时间 六绝神宗 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光是败入 命运先王门下的强者 就多达13名了 这些人成长起来 都是六绝神宗的顶梁柱 尤其是毕刚 成长速度非常之快 加上有八亿金蝉 他以后的成就 恐怕不会比毕凡差 只是毕刚为了把法则力量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并没有在万年内 成为鬼影的核心弟子 不过他也不在乎 有了毕凡的经验 他决定要把所有法则 都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毕刚不会化身万千 想要做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恐怕需要十万年时间 毕凡却告诉他 不要在意时间 因为一旦成功 那么才是最顶尖的实体金线 如今六绝神宗很多事物 都是毕刚在管理 聂云飞大部分时间 都在毕关修炼 说是毕刚管理 可真正需要他出面的事情 少之又少 六绝神宗有大把的人才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根本不缺少人才 毕刚只需要在大的方向拿注意 就没有问题了 还别说 在这方面 毕刚比聂云飞 毕凡都要强 在他的监督下 天香楼如今已经 壮大到非常可观的程度了 天香楼每个月都能够 为六绝神宗赚取大量的七星魂蕴 少说也有数千亿七星魂蕴 不过如今六绝神宗强者众多 每个月的消耗也非常惊人 就算有结语 也需要购买各种宝物 壮大六绝神宗 随着六绝神宗强者增多 六绝神宗的实力增强 连带着两条七星魂蕴矿满 也变得庞大无比了 大部分七星魂蕴都是门下底子存放的 可六绝神宗每天也能够赚到很多七星魂蕴 甚至跟六绝神宗交好的一些实力 都把多余的七星魂蕴 储存在了六绝神宗 七星魂蕴还能不断变多 他们也很乐意 而六绝神宗也有好处 相当于双赢了 有了大量的七星魂蕴 天香楼的业务也越来越好了 这都是良性循环 毕凡还没有进入浩天岛 已经了解到了很多情况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 悄然回到了浩天岛 并进入了天宫仙府之中 天宫仙府如今其实越来越强了 有了龙卿翠竹和龙卿主 天宙仙府里面的灵气浓郁无比 加上六绝神宗在天宙仙府里面 种植了大量的灵药 还有一些增加灵气的奇物 使得天宫仙府在逐渐变强 而且天宙仙府之中 也有一条七星魂蕴旷 使得天宙仙府里面 连神识力量都变得浓郁无比了 必凡是天宙仙府的主人 自然能够随意进入天宙仙府了 只是当他进入天宙仙府 聂云飞就感应到了 聂云飞连忙通知了于四眼 独孤倩 毕刚得最亲近的人 一起过来见毕凡了 毕凡 你还知道回来啊 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什么信息 我们都担心死了 说话的是独孤倩 他凤眼都红了 显得楚楚可怜 虽然是生气了 可还是那么美 倩姐 四眼姐 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 这次我去了仙姐 所以无法跟你们联系 都是我的不对 毕凡语气很真挚 御子眼看到 回来就好 以后带着我们 不管去什么地方 我们都陪着你 不错 要是你不答应 我们就跟你没完 独孤倩比较野蛮 他想来如此 好 我答应你们 毕凡无奈的 他也考虑清楚了 如今他有了神器 魂元降妖扶摸塔 这件宝物 可比天宫仙府厉害多了 有了魂元降妖扶摸塔保护 就算遇到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羽四眼和独孤倩 也不会有事的 看他被凡答应了 羽四眼和独孤倩 都露出了笑容 父亲 毕刚显得很老实 都没有表现自己了 随着修为提升 毕刚也沉稳了许多 不过他那些阴毒的手段 还是会让敌人胆寒 智玄宗不少强者 都吃了毕刚大亏 甚至有很多强者 死在了他的手上 在智玄宗那些强者眼里 毕刚就是十足的噩梦 比毕凡可怕多了 毕刚 你法则力量 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毕凡问道 才把四种毁灭法则 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毕刚说道 其实最难修炼的 就是毁灭法则 尤其是融合的时候 实在太困难了 别看毕刚好像做得不错 可想要融合九种毁灭法则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就算毕凡准备亲自帮助他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不过毕凡已经在摸索 让双色齐连分裂出新的个体来 到时候给毕刚 只要他有了双色齐连 就可以修炼化身万千了 就算双色齐连能够分裂出个体 恐怕也不是简单容易做到的 他并没有准备给很多人 就算于思业独孤浅 毕凡都不一定会给他们双色齐连 他们都是毕凡的妻子 只要修为足够就行了 毕凡并不想让他们 去修炼化身万千大神童 那太危险了 没有必要让他们承担 那么大的风险和责任 毕刚身为六绝神宗的继承人 就必须承担其责任来了 毕凡相信 只要给毕刚双色齐连 让他修炼化身万千 他早晚也能够做到 把毁灭法则修炼到 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 毕凡已经想好了 以后六绝神宗的宗主 都必须要做到 把所有法则都修炼到 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 这样才能永远立足强者之力 做得不错 慢慢修炼 千万不要着急 我这里有不少实体金仙 级别强者的灵魂 你拿去让八亿金蝉进化 只要八亿金蝉进化 成为十亿金蝉 以后你也有自保的本领了 毕凡笑道 多谢父亲 毕刚有些小激动 毕凡道 我这次仙界之行 收获很大 有不少极品仙气 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你们优先挑选吗 在场的强者 除了御思叶 独孤倩 毕刚 聂云飞 还有东方苍龙五人 及他们的妻子 另外龙成飞 龙玉祥 龙玉峰三人 也在场 当初跟毕凡一起 进入混沌界的强者 也就这些人 修为没有落后太多 至于其他一些强者 修为就差得比较远了 极品仙气 自然没有他们的份 不过 像叶孤玄这些 跟毕凡最早的强者 毕凡也不会亏待他们 已经给他们 准备好了合适的 上品仙气 之后就会亲自送去 毕凡最重感情 那些跟他最早的强者 就算天赋不行 他也会帮助他们修炼 尽量提升他们的修为 给他们的装备 也是最好的 极品仙气 在六绝神宗并不多 玉丝雁 独孤倩手上 都没有极品仙气 毕冈本身就有极品仙气 不过 他没有宫殿类极品仙气 和灵魂类极品仙气 毕凡带着他们 进入魂园 降妖扶摸塔之中 他们看到 大量的极品仙气 都真呆了 毕凡 你在什么地方 弄得这么多极品仙气 独孤倩张大了樱桃小嘴 仙剑 三十六天宫 里面宝物无数 这些宝物 都是我亲自收取的 你们置身在一件宝物里面 这件宝物 叫魂园降妖扶摸塔 是一件极其厉害的宝物 这件宝物里面 本身还有许多极品仙气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清点 不过这些宝物 也足够你们慢慢挑选了 毕凡面带微笑 看到玉丝燕他们 幸福地挑选极品仙气 毕凡觉得 仙界之行真是值得 只是有些对不起清玄 想到清玄 毕凡不免有些伤感 他甩了甩头 尽量不去想不开心的事情 玉丝燕和独孤倩等人 速度都非常快 没有多久 就选择好了极品仙气 不过他们每人都只选择了 一件极品仙气 毕凡看到他们这样 笑了出来 吉父 中华苍龙 你们尽管多挑选几件 极品仙气 反正 只要是你们自己使用就行 最好 你们每人都要有一套 极品仙气 包括攻击类极品仙气 防御类极品仙气 宫殿类极品仙气 灵魂类极品仙气 反正必凡估摸着 魂元降妖扶摸塔之中 仙气的数量 比他收取的还要多得多 要知道 魂元降妖扶摸塔 可是把第36天宫里面的宝物 都收去了 数量肯定很惊人 他已经想好了 给六绝神宗下属的那些势力 每个势力 都配备一件宫殿类极品仙气 一件灵魂类极品仙气 外加一些攻击类极品仙气 防御类极品仙气 随着六绝神宗地盘增大 六绝神宗下面那些势力 都发展得不错 小宗派已经超过50个了 那些下属宗派 跟六绝神宗并不冲突 而且完全依附在六绝神宗之下 以后这些小宗派发展起来了 对六绝神宗也有着很大的好处 碧凡的目标是把六绝神宗发展成为超级宗派 超级宗派下面需要很多顶尖宗派 大宗派小宗派支撑起来 他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的下属宗派 总比以后直接收服那些宗派好使唤 为了让下属势力壮大起来 碧凡也算是下了血本了 听了碧凡的话 东方苍龙等人都兴奋无比 纷纷去挑选极品仙器去了 独孤倩和玉思燕却没有去 碧凡问道 倩姐 思燕姐 你们为什么不去挑选极品仙器 碧凡 我们有一件灵魂类极品仙器足够了 反正我们以后都跟着你 有你保护 我们用不到极品仙器 独孤仙笑道 碧凡道 不行 你们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势力 以后 还要跟着我一起走下去 要是你们实力不够 恐怕我们 无法长长久久在一起 鸿蒙至尊 第899集 混元圣诀 听到碧凡这样说 独孤倩和独孤倩两人都感动无比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好 我们马上去挑选极品仙器 独孤倩说的 没多久 大家都选好了 几片仙器 显得格外兴奋 随后 碧凡又拿出了许多神机武器 供众人挑选 这次 碧凡收服了不少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所会的神机武器都不少 每人都会十种以上的神机武器 而且 这些神机武器 都是碧凡他们以前没有的 虽然 碧凡不敢去学习先帝 兵帝的成名绝技 可其他神机武器还是可以拿出来 供六绝神宗的强者修炼的 当然 先帝和兵帝的成名绝技 对必凡修炼武器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送完极品仙器 又送神机武器 东方苍龙等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 京风等 宗主 真是太感谢你了 有了这些极品仙器 和这些精妙的神机武器 我们的战斗力 又能够更进一步了 虽然说 法则力量到了后面 起着决定性作用 可一旦法则力量 无法奔出胜负 还是要靠神机武器去胜的 神机武器 还可以融合神通使战 是战斗的首线 重要性不言而喻 必凡这次拿出的神机武器 都是上等的 东方苍龙等人都挑花了眼 你们仔细挑选 先选择急需的 以后你们随时可以来学习 这些神机武器 必凡笑着说道 神机武器也挑选了 东方苍龙的 宗主 你进入仙界 肯定有不少精彩的事情发生吧 能不能说给我们听听 让我们也长下见识 当然 必凡没有拒绝 他把仙界的精力 花费了一天时间 详细告诉了 东方苍龙等人 必凡也算老实 在于思雁独孤倩面前 没有隐瞒清玄的事情 必凡 清玄这次帮了你大忙了 真想当面感谢他 于思雁说道 希望以后 有这样的机会吧 必凡叹道 神色有些黯然 独孤倩和玉丝眼 都看得出 必凡喜欢清玄 只是两人属于不同势力 想要走到一起 简直太困难了 必凡 你难道忘了 你的长远目标 是称霸六界 只要你能够做到 就能够跟清玄走到一起了 独孤倩道 毕凡笑着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我了 我会努力的 你们也都必须努力修炼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宗主 你放心吧 我们会尽快成为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容成非的 你们都是从大千世界 就跟着我的 我会全力帮助你们 我不要求你们都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可你们一定要成为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必凡严肃的 要是有必凡的权力支持 东方苍龙等人 虽然资质差一些 还是有机会成为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致使他们耗费的时间 会比较长 宗主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京风道 东方苍龙等 要是我们没有成为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还真是对不起您呢 也不是对不起我 只是你们成为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我们才能有 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我真不希望 有人陨落了 毕凡叹道 毕凡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于斯爷问道 毕凡想了想 说道 我暂时没有什么计划 大家都努力修炼 我要熟悉 魂元降妖扶摸塔的情况 等我真正掌控了 魂元降妖扶摸塔 说不定 对六角神宗 都有着极大的好处 既然魂元降妖扶摸塔 是神奇 那么肯定不简单 毕凡准备耗费一些时间 把魂元降妖扶摸塔 研究透支了 也好 我们还是继续去天星海 修炼法则力量 有什么事情 我们会直接回来的 莫南说道 龙城飞道 我也去 算我一个 东方苍龙等人 都准备去天星海 修炼法则力量 而独孤倩和玉丝雁 却留了下来 虽然毕凡要研究魂元 降妖扶摸塔 没有时间陪他们 可他们都不想离毕凡太远了 正好 毕凡准备在魂元降妖扶摸塔之中 移植一些灵药 独孤倩和玉丝雁都能够帮什么 不过 他没有去动天宫仙府里面 那些龙庆翠竹和龙庆竹 他相信 以魂元降妖扶摸塔的神奇 完全不需要龙庆翠竹来吸纳能量 不过魂元降妖扶摸塔 每一层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广阔无边 就好像天宫仙府以外 可以种植灵药 喂养妖兽 独孤倩和玉丝雁 就带着一些六绝神宗的专门人才 负责把每种灵药都移植一些 进入魂元降妖扶摸塔 而碧凡则开始研究魂元降妖扶摸塔了 虽然魂元降妖扶摸塔已经是他的宝物了 可他对魂元降妖扶摸塔还真是已知半解的 想要了解魂元降妖扶摸塔 当然要问炼玉了 炼玉 我想要问你一下 要如何才能尽早掌控魂元降妖扶摸塔 你总算想起问我了 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以为你已经掌控了魂元降妖扶摸塔了 炼玉嘲讽道 我最近不是没有时间吗 如今回到了我自己的地盘 总算可以安心研究魂元降妖扶摸塔 争取早日掌控魂元降妖扶摸塔 碧凡笑着说道 炼玉道 孝子 你真是不拿宝被当宝 魂元降妖扶摸塔 只要你能够彻底掌控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别想伤害到你 可你却没有去研究 最后 差不多被小小的命运先王击伤 我知道 我错了 我是真心求教的 必凡真诚道 看到你如此真诚 我就告诉你吧 魂元降妖扶摸塔 有配套的秘诀 名为魂元圣诀 只要你把这套魂元圣诀 修炼到了九重 就可以完全掌控魂元降妖扶摸塔了 炼玉说道 必凡惊讶道 魂元圣诀 足足有九重 光是听名字就可以想象 魂元圣诀 恐怕是圣级无忌了 圣级无忌到现在为止 必凡也只有见过百战圣权 魂元降妖扶摸塔的配套法觉 都是圣级无忌 也算是配得起魂元降妖扶摸塔 这件神器了 只是要把圣级无忌修炼到第九重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必凡修炼百战圣权都那么长时间了 也才修炼到了百战圣权第七世 时空战 据必凡所知 百战圣权只有八世 光是在八世 他修炼了一万多年时间 还只修炼到了第七世 而且还是跟六大分身一起修炼的 魂元圣爵足足有九重 既不是比百战圣权更加高级 越是高级的法觉 修炼起来就更加困难 想要修炼到第九重 谈何容易 不过 必凡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修炼魂元圣爵第一重再说 据炼狱所说 魂元降妖伏摸塔总共九层 每一层都有魂元圣爵一重的心法 必凡 这些法觉只有你才能看到 你不允许就算其他人 在魂元降妖伏摸塔中 也没有办法看到法觉的 还有 当你修炼到了魂元圣爵第一重 就能够催动魂元降妖伏摸塔 第一层的非能了 变语说道 必凡的 魂元圣爵 不管多么难修炼 我都必须尽快修炼成功 当即 必凡把魂元圣爵的法觉 记了下来 然后告知聂云飞 徒一道 让他们传递给白明黑幽他们 想要把魂元圣爵修炼成功 就必须集合六大分身 一起修炼吧 必凡仔细看过魂元圣爵的修炼法觉 他惊奇地发现 这套法觉 竟然是操控魂元降妖伏摸塔的手法 他可以想象得到 只要修炼了魂元圣爵 不光是操控魂元降妖伏摸塔 操控其他仙器也都没有问题 绝对能够提升威力 炼狱好像知道了碧凡的想法 说道 碧凡 你千万不要把魂元圣爵 看得那么简单 魂元圣爵 可不只是操控各种宝物的法觉 你修炼熟练之后 就会发现 这一套武器 绝对是最强的 我很期待 碧凡笑着说道 好好修炼吧 第三十六天宫收取那些宝物 全部被我放在了魂元降妖伏摸塔第八层 你只有把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七重法觉 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才能进入魂元降妖伏摸塔第八层 使用那些宝物 炼狱说道 炼狱 不是吧 你就帮帮忙 早点让我使用那些宝物吧 六爵神宗要发展壮大 很需要那些宝物 必烦祈求的 我以后是不会帮你的 一切靠你自己 我也希望你能够早点操控魂元降妖伏摸塔 然后做出成绩来 炼狱说道 炼狱 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 上次我吸纳的鸿蒙之气 是在魂元降妖伏摸塔哪一侧 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九层 那我岂不是要等到修炼完魂元盛绝第九层 才能动用鸿蒙之气 必烦有些郁闷 鸿蒙之气的威能 必烦深有体会 要是能够让六爵神宗一些主要成员 融合哪怕是一缕鸿蒙之气 也能够大幅度提升实力的 魂元盛绝果然比百战圣权难多了 难度之高 超乎必烦的想象 光是魂元盛绝第一种 就有1080首首绝 不同手法能够操控仙气 进行不同的攻击 每一种首绝都精妙无比 学习起来并不容易 必烦级六大分身 各自修炼不同的首绝 就算这样 一人还需要耗费上百年 才能把一百多首首绝 全部修炼成功 七名强者交换修炼心得 才算勉强把魂元盛绝第一种 修炼到了小城境界 魂元盛绝修炼更为困难 小城境界之后是精通 精通之后才是大城 毕凡想要把魂元盛绝 修炼到大城境界 恐怕需要千年时间 甚至更多 而且他和七大分身 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去修炼魂元盛绝才行 修炼魂元盛绝 耗费的时间多了 修炼其他法绝的时间 必然减少 何况毕凡还要修炼造物法则 也需要时间去堆积 不过当毕凡本魂元盛绝第一种 修炼到小城境界 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一层的情况 也就辽然于凶了 魂元降妖伏摸塔 分成了九大区域 修炼区 战斗区 灵药种植区 妖兽活动区 生活区 法则感悟区 锤炼神石区 降妖伏摸区 创造区 魂元降妖伏摸塔 每一区都有着广阔的空间 又分成了很多小块 就拿修炼区来说 有专门存放法觉的秘库 有仙魔妖 灵佛 五种不同修炼区域 适合不同修炼法觉的强者修炼 而且修炼区时间流速 竟然是外界的两倍 也就是修炼区一年时间 外界才半年时间 如此一来 必凡他们 相当于多了一倍的修炼时间 对六绝神宗 有着巨大的好处 修炼区是非常大的 足以容纳百万人 同时修炼 锤炼神石区也差不多 不过没有分出那么多小块了 再光是 在魂元降妖伏摸塔 第一层的锤炼神石区修炼 效果就不比幽名震魂灵差多少了 有了魂元降妖伏摸塔 不光有了一件攻防必备的神器 连带着游名震魂灵 百战圣弓的功效都有了 向魂元降妖伏摸塔的战斗去 就跟百战圣弓差不多 模拟战斗是不会死人的 而且可以随意选择对手 就算不外出魔力 也能够很好的魔力武技 只是心境的魔力 还是要外出历练为好 当然锤炼神石区也能够魔力心境 但不能每次都借助宝物魔力心境 那样对以后的修炼 没有什么好处 毕凡就清楚这个问题 他才会经常外出魔力冒险 提升心境修为 之前毕凡还没有修炼 魂元圣诀第一宠的时候 就只能够进入灵药种植区 妖兽活动区 生活区三块区 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办法进入 看情况 他即便把魂元圣诀第一宠 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进入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二层 也恐怕只能进入灵药种植区 妖兽活动区 生活区三大区域 其他区域要等到他把魂元圣诀第二宠 修炼到小成境界 才能进入 鸿蒙至尊 第九百集 神奇的魂元圣诀 毕凡在每一块区域都逗留了很长时间 他已经震呆了 魂元降妖伏摸塔这件神器 简直太神奇了 他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了 反正光是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一层 已经比天宫先附都要好了 魂元降妖伏摸塔上面还有八层 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知道这些之后 毕凡都激动无比 差点欢呼起来了 不过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六绝神宗最核心的强者 全部送进魂元降妖伏摸塔中修炼 不管是修炼仙缘力 魔缘力 还是修炼神使力 或者修炼神通法则 在魂元降妖伏摸塔中修炼 可比天宫先附好太多了 至于天宫先附 则把六绝神宗的内门弟子移送进去 让他们有更好的修炼环境了 以前正式弟子只能在浩天岛修炼 如今就可以进入鬼神号里面修炼了 至于外围弟子则可以进入浩天岛修炼 各个层级的弟子修炼环境都好了许多 对六绝神宗有着巨大的好处 当然为了激励那些内门弟子 只要他们对六绝神宗做出重大贡献 也是有奖励制度的 可以让他们去浑渊降妖伏摸塔中修炼一段世界 并且有机会得到毕凡等人亲自指点 有了天大的好处 那些内门弟子自然死心塌地地 为六绝神宗做事 都想要做出贡献 一个小小的举措使得六绝神宗的大量内门弟子归心 也算是大手笔了 至于正式弟子同样是有奖励制度的 只是没有内门弟子好罢了 各个层级的弟子如今疯狂静扎 都想要更进一步 落后的则要被提出去 要是内门弟子落后了 就有可能变成正式弟子 六绝神宗讲诚分明 使得六绝神宗更有凝聚力 实力也是暴责 各种事情安排的差不多了 必烦火同六大翻山 继续修炼魂园圣诀了 不过他们也不是只修炼魂园圣诀 法则修炼也没有落下 可惜魂园想要扶摸塔第一层的法则感无趣 虽然有各系的法则神柱 可以靠近法则神柱感悟法则力量 只是魂园想要扶摸塔第一层的法则感悟区修炼起来 远不及天星海的法则神柱效果好 但法则感悟区也有一大好处 就是时间流逝是外界的两倍 多一倍时间修炼魂园想要扶摸塔第一层 法则感悟区修炼的效果 应该有天星海一半好了 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毕凡已经很满意了 他会跟分身一起 到造物法则神柱周围 参悟造物法则 修炼起来比单独修炼快乐几倍不止 已经让毕凡欣喜若狂了 当然毕凡他们大部分时间 还是以修炼魂园圣绝为主 当务之急还是把魂园圣绝前面击筹 修炼完毕再说 魂园圣绝太强大了 要是不利用起来 岂不是对不起魂园想要扶摸塔 这件神器了 反正毕凡如今不能外出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修炼 他修为要提升已经很困难了 可魂园降妖扶摸塔是现成的神器 只要把魂园降妖扶摸塔掌控了 战斗力就能够大幅度提升 对六绝神宗也有着巨大的好处 千年之后 毕凡集合了六大分身的力量 总算把魂园圣绝第一宠 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他已经能够进入魂园降妖扶摸塔第二层了 魂园降妖扶摸塔第二层 跟第一层情况差不多 只是能量浓郁了许多 必凡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能够动用魂园降妖扶摸塔第二层 魂园圣绝第二宠 比魂园圣绝第一宠复杂了许多 跟上次一样 必凡把那些守绝都分了下去 各自修炼不同守绝 这一次 必凡他们把魂园圣绝第二宠 修炼到小城境界 就耗费了两百年时间 而且还是在双倍时间区域修炼 魂园圣绝的修炼 比当初修炼百战圣权困难多了 已经超出了必凡的预计 只是把魂园圣绝第二宠修炼到小城之后 好处还是让必凡激动无比的 首先那些修炼区 时间流逝已经是外界的四倍 也就是必凡他们修炼 能够节约四倍的时间了 光是这一点 必凡几百年修炼也都值得了 得到好处的不光是必凡 连六绝神宗那些强者都得到了好处 而且魂园降妖伏摸塔第二层 竟然有不少金石矿满 对六绝神宗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必凡最喜欢的还是法则感悟群 因为这个区域法则神柱的强度强了许多 算上时间流逝 已经不比天星海修炼差了 有了魂园降妖伏摸塔 以后六绝神宗的强者都不需要去天星海修炼法则力量 也能够少损失一些强者 就算有聂云飞负责护送强者进入天星海 这些年六绝神宗折损在天星海的强者还是不在少数 有了魂园降妖伏摸塔 以后六绝神宗的强者没有必要去跟别的强者争强法则神柱了 有了魂园降妖伏摸塔 六绝神宗想不一飞冲天都不行了 于是六绝神宗很多强者有了更好的待遇 六绝神宗强者的待遇每过一段时间 他们的修炼环境就提高了 当然要进入魂园降妖伏摸塔第二层修炼 修为要达到一定程度 要不然就需要足够的贡献 也就是可以用积分兑换修炼时间的 有了魂园降妖伏摸塔 六绝神宗又聚集了大量的七星魂园 他们这样做能够激励六绝神宗的弟子 不断出去赚取七星魂园 提升他们各方面的能力 何况六绝神宗赚取那些七星魂园 也是为了提升六绝神宗强者的待遇 最终还是返还给六绝神宗的强者 反正六绝神宗各方面的实力 是越来越强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 六绝神宗会成为超级宗派之下 最强的实力 看到六绝神宗发展神术 必凡激动无比 于是必凡继续闭关修炼 全力修炼魂园圣证 魂园圣诀第一重修炼到了大成之后 必凡才知道连语说的没错 魂园圣诀可不止操控仙气 神气的守绝那么简单 只要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那些守绝随时可以变化为掌法 拳法 甚至操控仙气战斗的法门 魂园圣诀的威力很大 不比百战圣权差多少 这不是最厉害的 魂园圣诀修炼到了大成境界之后 甚至可以直接收取强敌的仙气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要求施展魂园圣诀的强者比对手要强 要不然收取对方的仙气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只是第一重魂园圣诀的威力 不知道魂园圣诀修炼到了后面 会有多大的威力 能否直接把更强对手的宝物收了 不管如何 魂园圣诀有这样的神奇威能 已经比百战圣权强大了 有了魂园圣诀 以后毕凡遇到敌人 直接收了对方的仙气 恐怕会吓破敌人的胆 还能够轻易得到宝物 正因为看到了魂园圣诀的神奇 毕凡更加努力修炼 不过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能总是不停修炼 需要放松一下 毕凡刚刚回到罗刹海的时候 他本来准备去见见孟飞翔 就比得两位兄长 只是他们都在外游历 没有回来 最近六爵神宗收到消息 孟飞翔和邱毕得已经回来了 并传到了毕凡的耳朵里面去 他闭关之前 已经知会了下面的人 有孟飞翔和邱毕得的消息 就必须告诉他 孟飞翔和邱毕得 可是毕凡的结拜兄弟 加上他们都是 十弟精先级别的强者 自然要好好交流 维持良好的关系 对双方都是很有好处的 六爵神宗就算成为了超级宗派 也是需要强大的帮手和手下的 孟飞翔和邱毕得两人 实力强大 以后只要有六爵神宗支持 那么他们所在的宗派 早晚都会成为顶尖宗派的 没有哪个宗派敢去挑战他们 他们的宗派自然会流传下去 这一天 毕凡出关了 他出关之后 直接跟孟飞翔和邱毕得 取得了联系 本来毕凡说要去拜见他们的 可他们坚持要到浩天岛来见他 他也无法拒绝 不到一天时间 孟飞翔和邱毕得就赶到了浩天岛 毕凡亲自出去迎接 三人见面都显得很激动 免不了寒暄一分 三弟 你这次外出魔力 收获如何 邱毕得问道 非常不错 你们最近修为进步如何 毕凡笑着说道 孟飞翔贪道 还是只融合了三种毁灭法则 想要更进一步 非常困难 是啊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邱毕得连忙道 毁灭法则的修炼 是最为困难的 我劝你 还是先多融合一些 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吧 这样一来 可以继续提升实力 毕凡道 孟飞翔和邱毕得两人 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的修为都不是很高 完全可以 先修炼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 空间法则 要是能够融合五种法则力量 威力同样不弱 融合的法则越多 威力越大 要不然的话 那些强者也不会耗费时间 去融合空间法则和时间法则了 甚至连普通的法则力量都是如此 只要融合的种数多了 威力一样非常变态 听到毕凡的提醒 孟飞翔两人豁然开了 感激无比 丘毕得道 三弟 还是你聪明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其实 前面那些法则力量融合多了 修炼毁灭法则 也会变得容易一些的 毕凡笑道 孟飞想道 三弟 你的修为提升真快 我们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这么多年都联系不上你 是不是有什么大收获 还行吧 最近到处历练 收获了一些鸡品仙气 毕凡笑道 三弟 真是羡慕你啊 有实力 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修炼毕得道 三弟 下次出去历练 记得带上我们 让我们也发点财 孟飞翔笑道 孟飞翔和修炼毕得 虽然实力不弱 都是实力 金仙级别的强者 可他们 只能在混沌节历练 不管 去其他五界成为 因为实力 金仙级别的强者 进入其他五界 都是必杀的对象 一旦被察觉了 凶多吉少 孟飞翔和修炼毕得两人 在实力金仙级别的强者中 属于垫底的强者 他们还不会傻到去送死 大哥二哥 我暂时恐怕不会出去历练了 我要是出去历练 一定叫上你们 我这里有两件极品仙气 是送给大哥和二哥的 还请你们收下 必反倒 他对孟飞翔和邱毕得的情况 很了解 自然拿出了 他们需要的极品仙气 极品仙气 价格很高 可拿来拉拢两名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绝对物超所致 他们本身关系 就非常不错 必反如此拉拢他们 以后六角神宗 有什么需求 他们肯定帮忙 三弟 你太知道我的心意了 我最需要的 就是一件攻击类极品仙气了 邱毕得激动了 三弟 这件防御类极品仙气 我很喜欢 谢谢 孟飞翔道 必反表情淡然 大哥二哥 我们是自家兄弟 就不要那么客气了 他抽出了一些时间 跟孟飞翔 丘毕得两人 讨论修炼心得 让孟飞翔和丘毕得 获益良多 临分别之际 孟飞翔和丘毕得 都非常感激必反 同时 他们也知道了差距 见过孟飞翔他们之后 必反又见了一些 有实力的盟友 像天保楼的 三大家族家主 还有一些 大小宗派的宗主 必反如今的实力 能够亲自见他们 已经是他们的荣幸了 那些人都非常高兴 何况 必反见他们 商谈了一些合作项目 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好处 他们自然更加感激必反了 而且必反很少出面 他这次亲自出面 也让那些盟友心安了 相信 他们以后会跟六爵神宗 好好合作 获得更大的利益 各种事情 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各种人物 也接待得差不多了 让他有些头疼的 是花云泥 紫荀香 花云泥 一直喜欢必反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必反一直拿她当小妹妹 红蒙至尊 第901集 控宝神诀 紫荀香 之前甚至有些看不起必反 可跟必反相处了很长时间 随着对她的了解 逐渐也喜欢上了她 何况 必反如今是名满六界 是美女心目中的英雄 紫荀香这样的极品美女 就是喜欢英雄 她对必反更加上心了 这次到了好天岛之后 她也不急着离开了 反正紫荀宇也在六爵神宗 已经成为了碧刚的妻子 紫荀香是紫荀宇的师姐 留在好天岛 必反不能感人 对紫荀香这样充满诱惑力的美女 连必反都很动心 只是她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因为她不想对不起 玉丝燕和多姑且 当初她初见清玄的时候 也是极力压制自己的感情 到最后压抑不了 才释放出来的 至于紫荀香 必反虽然有些动心 她还没有到动情的程度 她只有尽量避开她了 花云泥和紫荀香 都找借口留在了好天岛 她们只希望 偶尔能够见上必反一面 也没有太多的奢望 必反对她们也算不错 还特许她们进入天宫先父修理 天宫先父就算曝光了 必反也不担心 她有实力保护好天宫先父 在混沌界 那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要给战神面子 不会去动六爵神宗的 除去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必反不怕任何人 就算六爵最顶尖的十地金仙 她也有把握去上 有了百战圣权 魂元圣绝 化神万千 魂元降妖抚摸她 她要是还无法在十地金仙中称霸 那她就太寻了 天宫先父虽然没有时间加索 可在天宫先父修炼 可比鬼神好 要好太多了 如今的天宫先父 掀起之浓语 少有地方能够相比 有了这样的修炼环境 子寻香和花云泥 更加不愿意走了 必反没有时间去管 她继续闭关修炼了 这次闭关 必反连带两大分身 一起闭关了上万年时间 上万年时间 必反才勉强把魂元圣绝第五重 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这还是她和六大分身 一起修炼魂元圣绝才做到的 能够动用魂元降妖扶摸她 下面五层的魏力吧 魂元降妖扶摸她也非常了不得 反正魏力已经在极燕寒冰之上 是融合了圣玄灵念的极燕寒冰之上 无限接近神奇的威力了 虽然她还不知道神奇到底有多大威力 虽然魂元圣绝进展缓满 可必凡对造物法则的修炼则进步很快 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够把九种造物法则都修炼到圆满境界 不过造物法则同样要融合九种不同的法则 才能做到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必凡追求完美 肯定要把造物法则修炼到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相比之下 造物法则比毁灭法则更加难以修炼了 只是风险没有毁灭法则高 更容易修炼到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既然如此 毕凡就更加要做到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了 他已经想好了 要把所有法则都修炼到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这样才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对毕刚的要求也同样如此 至于其他人 他就没有去强求了 毕竟想要每种法则都修炼到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归一大圆满境界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天赋一般的 根本无法做到 毕刚要做到这一点 难度还很大 好在毕凡对双色欺怜的研究 已经有所进展 只要找到办法 把分裂出来的个体 让毕刚炼化就行了 之前 毕凡那些翻身 跟毕凡是一体的 不存在炼化的问题 而毕凡要把双色欺怜 分裂出来给毕刚 必须分裂没有灵魂印记烙印的个体 才能给毕刚炼化 这需要时间慢慢去研究 一直以来 毕凡都没有放弃研究 总算让他找到了门路 不过还有一些小问题 没有解决 只要解决了那些问题 毕刚就能够拥有双色欺怜了 有了双色欺怜 自然能够修炼化身万千了 转眼又过了千年时间 双色欺怜总算分裂出 没有灵魂烙印的个体 并让毕刚炼化了 有了足够的资源 双色欺怜不断净化 很快结出了莲子 这时毕刚的双色欺怜 只结出了八对黑白莲子 比毕凡的少了一顿 毕刚炼化了双色欺怜之后 就在毕凡的保护下 开始修炼化身万千了 第一次修炼化身万千 毕刚很小心 只分裂出两缕神时 也就是只分出两个分神 化身万千修炼起来 凶险无比 也痛苦无比 毕刚坚忍得很 总算忍耐了下来 如愿有了两个分身 毕凡帮毕刚护法 不过没有用到他出手 毕刚的忍耐力 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许多 毕刚 做得不错 多谢父亲夸奖 多谢你 传世我化身万千 毕刚显得很激动 刚儿 以后化身万千 就是六绝神宗最高神头 百战圣权 混元圣诀 就是六绝神宗最强武技 非宗主继承人 不能修炼 毕凡叮嘱的 父亲 我会一代代传下去的 这么多年 毕凡一直修炼混元圣诀 看到混元圣诀的威势 他动了心思 把混元圣诀剪换了 整合成了一套神级武技 名为控宝神诀 控宝神诀 同样能够增强操控仙气的威力 虽然远远不及混元圣诀 可对每名修炼者 都有着天大的好处 而且没有什么要求 就算资质一般也可以修炼 当毕凡把控宝神诀挂出去 让六绝神宗的强者 用积分兑换 顿时 六绝神宗那些核心强者 全部兑换了 至于内门弟子 暂时没有机会 修炼控宝神诀 只有等到成为核心弟子之后 才能兑换控宝神诀 毕凡这样做 就是害怕控宝神诀 优传太广 然后被其他势力得了去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 一旦外出历练 就必须把所有修炼法诀 放在六绝神宗总部保存起来 不能随身携带 这是六绝神宗的规矩 这也是为了避免法诀外泄 不过有些人被活捉了 法诀还是有外泄的风险 六绝神宗那些核心强者 数量并不是太多 各个实力强劲 想要活捉他们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最为主要的 他们都受必凡及他的分身控制 一旦他们被活捉 必凡能够知道 也随时可以救援 救援不行 还能直接毁了他 让敌人无法得到 六绝神宗的法诀 六绝神宗一些主要的神级武器 都只有核心强者才能兑换 就是有双重保险才让他们兑换的 正因为这样 六绝神宗那些弟子 挤破脑袋都想要成为核心弟子 简化混元圣诀 是必烦突发奇想 可对六绝神宗整体实力的增强 有着巨大的好处 要知道 修为到了实地金仙级别 想要有所提升实在太难了 不管是什么办法 只要能够提升一丝战斗力 也是好的 有了控保神爵 提升战斗力还很猛的 可不止一丝那么点 反正 六绝神宗那些核心强者 只要能够把控保神爵 修炼熟练了 相信他们的战斗力 会有很大的提升 之后千年时间 毕刚也分出了六个分身 他的分身跟毕凡一样了 连毕凡都不敢继续修炼化神万千 毕刚就更加不敢了 之后两次修炼化神万千 要不是有毕凡保护 恐怕毕刚已经走火入魔而死了 有了六大分身 毕刚修炼法则力量的速度快了许多 何况他如今是在混员 降妖伏摸塔第五层修炼 法则神柱比天星海还好 何况还有混员降妖伏摸塔的时间 已经是外界的三十二倍了 也就是说 在混员降妖伏摸塔第五层 修炼了三十二天 外界才过去了一天时间 虽然混员圣觉修炼困难无比 可混员降妖伏摸塔 还是在帮他节约时间 以后他修炼一万年 就相当于别人修炼数十万年了 有了这样的好处 相信他很快就会把造物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同时他要修炼混员圣觉 也变得容易了许多 六觉神宗其他强者 同样有着天大的好处 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修炼 使得六觉神宗的强者越来越多了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不说了 想要成为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实在太难 九天玄线 地得真仙级别的强者 在六觉神宗已经不算什么了 也不断有强者 心境晋级 成为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地得真仙级别的强者 地得真仙级别的强者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在六界都算得上 主流的强者了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太少 可以暂且不提 地得真仙级别的强者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增多 意味着六觉神宗的势力不断增强 要是把六觉神宗的强者数量说出去 都有些吓人了 必凡没有去管那些 他继续闭关修炼 魂元降妖扶摸塔第五层已经有神奇之威了 那么第六层肯定更强 必凡很是期待 魂元圣诀第六宗更为复杂了 反正无数手决修炼到必凡都要吐了 不过他没得选择 必须去面对 然后努力修炼魂元圣诀 争取尽快把魂元降妖扶摸塔的 全部威力都开发出来 反正炼狱已经说了 只要必凡能够调动魂元降妖扶摸塔的威能 对抗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没有多大问题 必凡并没有完全相信 他追问了炼狱 到底我要操控魂元降妖扶摸塔 第几层的威力 才能对抗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只要你能够催动魂元降妖扶摸塔第六层 在大部分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攻击下 自保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你要是遇到先帝 还是有多远逃多远吧 因为他也有神器的 要是你能够催动魂元降妖扶摸塔第七层 那么就算先帝也无法击杀你了 当然你要是想要对付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还是等到你自己成为命运先王之后吧 听了炼狱的话 必凡心情大好 修炼更加有动力了 他已经决定了 要把魂元圣诀第七层修炼到大城境界 那样他就可以横行无击 不用害怕被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盯上了 六觉神宗不断发展 而必凡还是一直在闭关修炼 只是魂元圣诀到了后面 修炼变得更加困难了 有太多的守觉要修炼 而且必须熟炼掌握 光是魂元圣诀第六重和第七重 就耗费了必凡三千年时间 而且他还是在三十二倍 六十四倍时间流速的地方修炼的 实际上必凡足足修炼了百万年时间 才把魂元圣诀第六重 第七重修炼到大城境界 至于最后两重魂元圣诀 必凡也不着急修炼了 反正不是短时间能够修炼成功的 必凡闭关这么久 六觉神宗多了不少师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其中必凡最关心的必刚 所有法则都修炼到了九九皈依大圆满境界 然后才成为了十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萧强 萧冰 萧冤 金勋阳 莫云天 莫云帝 莫云仁 玄冰黎 玄冰陵等人 都成功肚戒 成为了十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且萧阳 金勋阳 莫云天 玄冰黎 玄冰陵 玄冰陵五人 都融合了四种毁灭法则 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当然这些年 杜劫失败丢掉性命的强者也不少 而六觉神宗原本那些强者 在魂园降妖扶摸塔修炼了那么长时间 也都有所精进 几乎所有十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毁灭法则都多融合了一种 周星远 吴元冰 莫小双 莫道伦四人 之前都只融合了三种毁灭法则 他们进步最大 如今都融合了五种毁灭法则 除了那些新进阶的十弟金仙 原本收服那些十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全部都融合了五种以上的毁灭法则 都算得上老牌十弟金仙了 而东方苍龙等人也静静神速 他们已经可以杜劫了 却没有选择杜劫 他们听了毕凡的建议 都准备多融合一些毁灭法则 采取杜劫 这样成功率高一些 而且一旦杜劫成功 起点就会变得比较高了 最先跟随毕凡那批人 包括玉思叶 独孤浅 毕凡对他们都是有要求的 让他们普通法则 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 都必须要做到 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 他们资质不算太好 可六绝神宗有好的修炼环境 只要他们耗费更多的时间 还是能够做到的 至于毁灭法则 一次性融合越多 危险就越大 必凡让他们融合五种毁灭法则 他已经决定了 要为他们护法 不能让他们出现危险 修炼到十地金仙级别 东方苍龙他们的修炼之路 基本上到顶了 所以必须把基础打牢了 以后才能在十地金仙中称王 要不是必凡对东方苍龙等人 有着苛刻的要求 他们早就成为十地金仙级别的枪者了 六绝神宗一下子在这些年 也只增加了十名十地金仙级别的枪者 可见想要成为十地金仙级别的枪者 有多么困难 可他要是把这样的速度暴露出去 恐怕要六界震动了 就算战神的修炼之地 时间流逝才是外界的两倍 不过战神那个 是他自己弄出来的修炼环境 也算是难得了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想要改善修炼环境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时间加速 更是最难的一环 要求命运法则修炼到一定程度 才能做到 整个六界之中 能够布下时间加速的 少之又少 战神恰好是其中一员 六绝神宗所有的修炼环境 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是理由 就算先帝这种有神器的强者 他们所拥有的神器 不一定有辅助修炼的作用 就算有 也不能对各方面修炼 都有帮助 魂元降妖扶摸塔 就是完美的神器 在各方面都是最强的 当然 毕凡如今只见识到 魂元降妖扶摸塔 在辅助修炼方面的神通 已经让他震撼无比了 魂元降妖扶摸塔第七层 时间加速已经是一百二十八倍了 要是能够催动魂元降妖扶摸塔 第八层 第九层 岂不是更加厉害 不过 以毕凡估计 光是修炼魂元盛觉第八重 恐怕就需要百万年时间 就算有时间加速的环境 也要近万年 短时间 毕凡是没有时间去想了 不知不觉 毕凡已经闭关修炼了一万多年时间 也是时候出关了 这次 毕凡准备高调行事 展露一下六绝神宗的实力了 如今 毕凡已经有了自保的实力 要是一位低调 岂不是装逼吗 六绝神宗总共有 二十八名实地金仙级别的枪者 其中 紫小生和兵符两身 在仙界就不说了 剩下二十六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图一刀是不能曝光的 那些收服的强者 都可以改头换灭 相信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来 所以 毕凡挑选了十名强者出来 加上他 聂云飞 毕刚 就是十三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暴露一半实力 也足以震惊天下了 如此高调之后 毕凡还隐藏了一手 要是谁想要针对六绝神宗 绝对会吃大亏的 挑选强者 是很有讲究的 毕凡选出了七名 新进成为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另外三名强者 都必须是老牌实地金仙了 选来选去 毕凡选择了 熊霸 龙战虎 礼霸虎三人 三名强者分别融合了 六种毁灭法则 七种毁灭法则 五种毁灭法则 足以震住场面了 何况还有毕凡聂云飞 毕凡三名把毁灭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强者压阵 绝对没有问题的 值得一提的是 毕凡的八亿金蝉 已经净化成为了十亿金蝉 十亿金蝉 有着顶尖实地金仙的战斗力 足以灭杀绝大部分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毕凡独自一人 就相当于两名 顶尖的实地金仙 之前毕刚没能成为 鬼影的核心弟子 只要他愿意展露一下 法则修为 相信鬼影会抢着 收他成为核心弟子的 六绝神宗 要是有鬼影这么一个靠神 也是非常不错的 鬼影论战斗力 肯定不及战神 可连战神都有些害怕鬼影 鬼影的刺杀本领 出神入化 就算实力比他强的命运先王 也不愿意招惹他 大家更加恐惧鬼影 对战神 却没有这种心理 因为战神从来不会背地里下手 他要挑战谁 绝对是光明正大 不会乱来 有了鬼影做靠山 有时候比战神更加好事 毕凡有计划的高调出怪 也是为了帮助毕刚 让他能够成为鬼影的核心弟子 选定了时间 毕凡让下面的人发出了邀请 凡是跟六决神宗交好的事例 都邀请他们上浩天岛 庆祝六决神宗创建两万多年纪念日 一般宗派 庆祝宗派创礼纪念 都是宗派内部庆祝 不会邀请其他强者参加 毕凡他们为了高调出关 只有把人邀请到浩天岛上来了 距离庆典还有一个月时间 陆陆续续有很多强者到达浩天岛 花云峰 花云霄 花天鼎 黄浦文渊 龙伯天 文波 钟离楚飞 无形天 孟断魂 孟飞响 邱毕德 众多强者已经陆续到了浩天岛 六爵神宗碧刚亲自出面接待 东方苍龙等人也出来作陪 还有浩天岛三位岛主 也是忙里忙晚 图腾等人成了迎兵的 当然迎兵的主要还是一些美女 图腾等人都是成场面的 要知道图腾等人 都是巅峰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到外面迎接那些强者 算是给足了面子 又过了几天 混沌界九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派出了强者 参加六爵神宗的庆典 来的基本上都是熟人 上次跟碧凡合作的那些强者都到齐了 另外还来了一些强者 来的这些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全部由碧刚亲自招待 如今碧刚已经是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而且是最顶尖的实地精先 加上他是鬼影的弟子 自然不会怠慢了贵客 混沌界九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竟然都派出了核心弟子 给六爵神宗道合 足见六爵神宗和必凡的号召力了 不止那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连混沌界很多顶尖宗派都派出了强者 来到六爵神宗 想要跟六爵神宗搭好关系 一时间浩天岛聚集的实地精先 足足有上百名 可谓声势浩大 碧刚独自一人 自然无法招待过来 于是熊霸 龙战虎 礼霸虎等人出现了 十名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一起出现 负责招待那些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当然熊霸等人都换了身份来历 反正都是必凡他们捏造出来的 只要不是遇到极为熟识的人 不暴露原来的武技 他们的身份不会暴露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六爵神宗这些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都修炼了许多新的神级武技 甚至比他们以前修炼的神级武技 还要强大 有了这些神级武技 他们完全可以不使用以前的武技了 只是遇到极为熟识的人 还是有暴露的风险 可必凡一点都不担心 只要他们自己不承认 就算认出来 又怎样 随着来的强者越来越多 聂云飞也亲自出现 接待各方来客 至于毕凡 其实也出关了 只是他只见了九大命运先王派来的强者 毕凡 你最近小声匿迹 我们还以为你浅了 真是想不到啊 你一出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来了 黄云峰笑着说道 他们当初有战友之意 虽然彼此也是竞争对手 可他们关系还算不错了 随时说笑几句没有问题 暗武忧探道 我之前刺杀了魔戒一名 尸体尽先级别的强者 本来还有些声势的 可跟毕凡造出来的声势一比 真是差太远了 你们都太宣虚了 我难得高调一回 大家都包涵点 毕凡显得很高兴 毕凡和毕刚 大部分时间都陪着这些人 他们的能量太大了 很值得拉拢 以后六绝神宗要在混沌界 长久处理不倒 必须要有广惑的人脉 暗武忧这些强者 可都是有希望成为 命运先王的人 就算他们不能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是顶尖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在混沌界 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跟他们打好关系 对六绝神宗以后 有着巨大的好处 如今毕刚已经是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了 早晚由他接手 自然要介绍他 跟建成这些人认识了 幽魂天见毕刚 已经是命运先王了 说道 毕刚师弟 你如今 也已经成为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了 我给师尊说一说 让你成为核心弟子 其实 鬼影的规矩 本来就跟战神不一样 没有要求弟子 必须在万年内 成为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不过 毕刚的速度 确实有些慢了 想要成为核心弟子 有些困难 游魂天 是鬼影最喜欢的弟子 他说几句话 让毕刚成为核心弟子 并不难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是顶尖的强者了 鬼影当然不会在乎 他突破的时间太晚 游魂天师兄 要是你开口 相信师尊 会让我成为核心弟子的 谢谢师兄了 毕刚感激道 其实 只要毕刚显露法则修为 成为核心弟子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就算他准备暴露一些实力 可游魂天 想要帮着他说话 也得感激人家了 毕刚师弟 你太客气了 游魂天笑道 他并不知道毕刚的实力 只是为了教好毕凡 才这么做的 要是让他知道 毕刚一人 就相当于两名顶尖的 实地金仙 恐怕他会直接 巴结毕刚的 这个世界 就是以实力为尊 没有实力 什么都不是 只要实力够强 所有人都会害怕你 巴结你 为了招待这些身份高贵的客人 毕凡拿出了八宝 葫芦里面珍藏的鲜酒 给大家品尝 要知道 随着毕凡装备不断换新 如今毕凡身上的宝物 越来越少了 有了魂园降妖 抚摸塔之后 毕凡更是把琉璃精神甲 和暴风全套都设弃了 还有一些灵魂类仙气 即神魔金刚都送人了 他身上 如今就剩下魂园降妖抚摸塔 极艳寒冰 八宝葫芦 三件宝物了 魂园降妖抚摸塔 就不说了 神器 自然只有他自己掌控了 极艳寒冰 融合圣穴灵眼 威力之大 已经远超其他极品仙气了 何况 必凡有很多武器 都还需要借助极艳寒冰施展出来 才没有被他舍弃 八宝葫芦 只是一件酿制鲜酒的宝物 却被毕凡保留了下来 可见 他多么重视八宝葫芦了 实际上 毕凡是喜欢八宝葫芦 酿制出来的鲜酒 美味无穷 如今 八宝葫芦 也到了极品仙气的程度了 酿制的鲜酒 更多 也更美味了 毕凡 这是好酒 上次喝了你的鲜酒 现在还回味无穷 剑尘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剑尘随时都是冷冰冰的 可面对美酒 就一点形象都没有了 不光是剑尘 幽魂天这些人 没有一个不好酒的 只是 没有剑尘那么夸张了 剑尘 这次你喝够了再离开 离开的时候 我给你们 每人几摊美酒 毕凡难得大方了一会 本来毕凡很大方的 可对美酒 他却有些吝啬 修炼者大多喜欢鲜酒 很少有人能够例外 毕凡也是爱酒成吃的人 毕凡 你也太小气了 至少也得多给一些鲜酒 让我们带回去吧 一种鲜酒 来个两三坛 江允浩说道 不错 要是每种鲜酒 有五坛就更好了 剑尘连王点头道 毕凡只有苦笑了 他当初拿出了十三种鲜酒 要是每种鲜酒 五坛的话 在场的 有八名强者 毕凡就需要拿出 五百多坛美酒了 要知道 他给剑尘等人饮用的 都是最极品的鲜酒 没有勾兑任何其他东西 这样的美酒 毕凡的八宝葫芦里面 也是有限的 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鲜酒 他还真舍不得 你们真是狮子打开口啊 这样的鲜酒 我也不多 每人给你们准备两坛 别说我吝啬了 毕凡笑着说道 幽恨天道 每种鲜酒两坛 也不错了 不错 不错 暗舞优效道 鸿蒙至尊 第903集 大传 众人也都知道 好的鲜酒难求 绝对是无价之宝 毕凡看每一种鲜酒 拿出两坛 绝对是豪爽了一把 要是他们继续索要 就有些贪得无厌了 就连剑尘 听到每种鲜酒 都有两坛 也很满足了 后面 毕凡就抽时间 把鲜酒装好了 然后一早送给 江明澳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 浩天岛聚集的强者 越来越多了 天香楼也趁机 举行了排满会 毕凡甚至 拿出了一些极品仙器 精神福 就是要把声势搞大 在庆典没有开始之前 毕凡就要让气氛达到高潮 而且要趁此机会 赚取大量七星魂运 如今聚集了那么多强者 光是实地金星级别的强者 就超过了百名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只要是好宝物 不愁拍不出高价了 以前毕凡看到 极品仙器 派出十亿七星魂运 二十亿七星魂运 都觉得是天价了 可这次 天香楼举行拍卖会 效果更是好的出奇 极品仙器 都能派出 三四十亿七星魂运的天价 拍卖会空前成功 六绝神宗 捞了大量七星魂运 这次拍卖会之所以那么成功 还是要感谢子寻香 子寻香主动请应 担任拍卖师 以她的魅力 自然让价格往上翻了不少 要知道 有时候一名美女的威力 可比极品仙器本身 都还要强 子寻香受过专门训练 她等拍卖师 简直就是最佳的人选 拍卖会进行的时候 毕刚毕凡 陪着建臣等人 在一个包间里面 毕凡 你在哪里请到这么一个拍卖师 真是厉害啊 张允昊惊叹道 毕凡道 她是紫霞宗的弟子 这个宗派培养出来的女弟子 都是了不得的拍卖师 毕凡 要请她参加一场拍卖会 恐怕要耗费不少奇情魂运吧 张扬笑道 没有 我跟紫霞宗有些交情 而且 紫寻香也是我的朋友 他是自愿担当拍卖师的 毕凡实话实说 这种事情无需隐瞒 免得越描越黑 幽魂天笑道 毕凡 你真是好福气啊 毕凡这次 拿出了十件极品仙器 进行拍卖 不过过半的极品仙器 都被毕凡他们所在的包间里面 八名强者拿下了 剩下的极品仙器 真是不够到场的实地金仙瓜分 虽然如此 毕凡却没有拿出更多极品仙器 进行拍卖 他手上的极品仙器有限 还要留给六绝神宗的强者 何况 极品仙器拿出太多了 反而会降低极品仙器的价格 一场拍卖会下来 天香楼直接收拢了上千亿极金魂 也算是规模浩大的拍卖会了 拍卖会结束 六绝神宗创派庆典就要开始了 前期的布置已经结束 剩下一天时间 需要把各方面都检视一遍 免得出现纰漏 毕凡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 他还是陪着幽魂天的人 庆典一早就开始了 那些外来的强者 根据实力不同 被安排在了不同的地方 而六绝神宗那些主要人物 全部不见了 他们要一起出场 毕凡带着六绝神宗的强者 聚集在一起 他显得有些兴奋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鬼神号到位 随着毕凡一声令下 鬼神号显出了庞大的身姿 直接出现在了虚空之上 鬼神号到了预定的位置 停了下来 然后大批强者涌了出来 鬼神号里面主要是正式弟子 从上仙进强者 到罗天上仙级别的强者都有 那些强者出现 围着鬼神号 由于强者众多 还是很震撼的 天宫仙府到位 毕凡他们都隐藏在 天宫仙府里面 跟他们在一起 是六绝神宗的 内门弟子和和心弟子 片刻之后 天宫仙府到了预定的地点 直接落在了鬼神号的顶端 鬼神号的出现 在场的强者都认出来了 都知道鬼神号是星空飞船 可当天宫仙府出现 能够认出来的就没有几人了 快看 好强的气势 那是什么宝物 有些人惊呼出来 天宫仙府掀气缭绕 破空而来 声势惊人 把在场众多强者都震住了 好大一座宫殿 这间宫殿都是宝物 难道是宫殿类仙器 宫殿类仙器 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气势 这绝对不是宫殿类仙器 仙府 还是那些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有见识 很快有人认出来了 真是仙府 这座仙府气息强大 恐怕是最顶尖的 极品仙旗仙府了 建臣等人都认出来了 他们心中震惊无比 他们身为命运先王最喜欢的核心弟子 自然接触过仙府了 对仙府的强大 他们非常清楚 一个宗派有了仙府 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堡垒 一个基地 对宗派有着巨大的好处 就算对个人仙府的作用 也不是宫殿类仙器能够相比的 六届之中 仙府都是有数的 非常罕见 毕凡只是一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能够拥有仙府 多么让人羡慕啊 真是想不到 毕凡还有仙府这样的好宝贝 看来他沉寂这些年也没有闲着 江允昊羡慕的 建臣等 六届神宗有了仙府 想不一飞冲天都不信了 仙府很快到位 直接停在了鬼神号顶端 随即六届神宗上万名 帝德真仙级别的强者出现了 紧接着又是上千名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一起出现 最后出场的是毕凡 连同十二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众多强者一起出场 直接把前来参加庆典的强者震撼住了 梁九下面一轮开了 真是想不到 六届神宗竟然如此强大 各个层级的强者众多 更是有十三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就算一些老牌的顶尖宗牌 恐怕也无法跟六届神宗相比了 六届神宗崛起了 无法抵挡 这毕凡真是低调 悄无声息竟然聚集了如此多强者 忧魂天震惊了 暗无忧道 确实 毕凡一向低调 要不是被制玄奏的人把底气抖出来 恐怕知道他的人更少 毕凡悬浮在虚空之中 看着下面众多强者 心中感慨万千 当初他跟东方苍龙五人 一起创建六绝冒险团 他肯定不会想到 他会有如今的修为 更加不会想到 六绝冒险团会变成六绝神宗 还有了如今的盛世 匆匆两万多年过去了 毕凡不再年轻 他也变成了六届顶尖的人物 这一切好像都是在做梦一般 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下面的强者都是活生生的 由不得他不相信 父亲 父亲 毕刚见毕凡没有动作 轻声唤道 毕凡从缅怀中清醒过来 大声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六绝神宗 创建纪念庆典 在下必烦 六绝神宗宗主 由衷感谢各位贵宾 六绝神宗已经创立两万余年了 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 也没有脸面搞什么庆典活动 如今六绝神宗总算有些生死了 所以我邀请大家前来 一起庆祝一番 同时也希望 以后能够跟在座的诸位 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能够跟六绝神宗合作 就更好了 现在我宣布 六绝神宗创立纪念庆典 正式开始 随着必烦的话音刚落 早就准备好的各种节目都上来了 这是修炼节 除了美女跳舞 大部分都是展示实力为主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 纷纷展现实力 有些强者甚至用上了控宝神诀 操控着宝物 玩着各种花样 让人眼花缭乱 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表演更为精彩 同门之间对战 实打实的激战 没有手软 这一点很好地展现了 六绝神宗强者的实力 让下面的强者大声喝彩 而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派出了毕刚代位表演 毕刚的实力 是除去毕凡及其两大 分身之外最强的 由他出面 展现实力自然最好 而且以后要靠毕刚 掌控六绝神宗 他暴露出一些实力 也能够起到威慑作用 另外一个目的 就不用说了 他要借机成为 鬼影的核心弟子 拉拢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对六绝神宗 也是至关重要的 毕刚的表演很简单 直接展示了法则修为 毁灭法则一处 虽然他只动用了六种毁灭法则融合的威力 可已经非常惊人了 要知道他还很年轻 有这样的修为已经是神速了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毕刚的毁灭法则修为一处 把所有强者都镇住了 真是想不到 这毕刚竟然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 就算在师尊下 也算得上中等偏上的吧 幽魂天惊讶无比 江允浩神色有些复杂 安道 毕刚的毁灭法则 都有如此修为 毕凡岂不是更强 为了配合毕刚 龙战虎等人 纷纷释放出毁灭法则的气势 融合了三四种毁灭法则的强者 占了七成 这就不说了 融合了五种毁灭法则的强者一名 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的强者一名 而龙战虎更是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 他们没有隐藏修为 全部展示了出来 本来暗无忧等人 见六绝神宗有十三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就已经很震撼了 可六绝神宗表现出来的实力 远远不知此 连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的强者都有 这就不简单了 何况六绝神宗的宗主 毕凡 副宗主聂云飞 都没有展示实力 他们专门这样做 就是要保留一丝神秘感 让敌人摸不清实力 更加不敢乱来 毕凡就是想要一炮打小 这次他做到了 还做得非常好 六绝神宗太强大了 以后要加入六绝神宗就好了 六绝神宗比智玄宗强大太多了 以后还是依靠六绝神宗比较稳妥 幽魂天看到毕刚的毁灭法则修为 当即联系了鬼影 把毕刚的情况告诉了鬼影 鬼影竟然显得很激动 一定要看住毕刚 我马上过来 一开始鬼影就挺看好毕刚的 只是后来毕刚迟迟没有突破 成为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才逐渐把毕刚遗忘了 他甚至觉得很可惜 现在他一听到 毕刚竟然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 那还不赶紧过来 早下手把毕刚收入门下 毕刚还不是核心弟子 他完全可以再次拜师 拜入别的命运先王门下 虽然这样做的人很罕见 可从上古到现在不是没有 所以如今是鬼影比较着急了 他可不想错过一名好弟子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速度有多快 没有人能够想想 毕刚等人还在展示实力 展示了法则修为之后 他们又展示出各种神级武技来了 都精妙无比 鬼影突然出现 并没有现身 他在暗处看毕刚的修为 当他看清楚了毕刚的武技修为 心中更加肯定 要收他为弟子了 好 鬼影的声音不大 却充满了威严 师尊 你来了 有婚天联盟行礼 毕刚也看到了鬼影 停了下来 过来见礼 拜见师尊 毕刚 好样的 我现在宣布 你以后 就是我的核心弟子了 鬼影的话一出 现场都轰动了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亲自出现 要提升毕刚为核心弟子 这是大事件 竟然让他们遇上了 鬼影 竟然是鬼影 六觉神宗真是厉害 连命运先王都出现了 鬼影要受毕刚为核心弟子 以后六觉神宗又多了一座大靠山 在场的强者议论纷纷 都非常羡慕毕刚 而暗无忧等人 看到毕刚的修为 则对他有些看重了 以毕刚的年纪来说 有他那样的修为 绝对是天赋超绝的人才 何况 毕刚还是六觉神宗的继承人 跟他交好 有着很大的好处 鸿蒙至尊 第904集 最强十地金线 多谢师尊 毕刚感激无比 随后 鬼影对毕凡道 毕凡总主 我这里给你祷贺了 他只是淡淡一句话 已经让人无比的羡慕了 做完这些 鬼影直接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鬼影的出现 鬼影的出现 只是小插曲 却把六觉神宗的声势 推上了巅峰 六觉神宗展示实力结束 接下来就是自由活动 而毕凡 毕凡则要跟一些势力 相谈结盟的事情 有了刚才的表现 很多势力都争着跟六觉神宗结盟 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容易 毕凡轻松了许多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毕刚亲自去谈的 毕凡也懒得管 毕凡只管陪着建臣等人就行了 其他事情无需他亲力亲为 毕凡 你如今到底什么修为 连你儿子都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 你不可能比他差吧 江云昊笑道 当然 其实毕凡没有想过要炫耀这些 他只是在为以后 毕刚接管六觉神宗打下基础 有了魂园降妖扶摸塔之后 毕凡对小小的六觉神宗 并不放在眼里了 他有了更加远大的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 他必须努力修炼 提升自己 建臣呢 毕凡兄弟 你的刀法修炼得如何了 还是不及你的剑术 不过也不算太差了 毕凡平淡的 你的天赋确实很高 我很少佩服人 不过我挺佩服你的 建臣呢 你过奖了 在你们面前 我可不敢得到这样的夸奖 毕凡的天赋 恐怕还真不及建臣等人 他的优势都是来自双色骑脸 和化身万千 没有化身万千 毕凡的修炼速度 不可能这么快 没有双色骑脸 他恐怕早就死了 也不能每次都闲死万圣 幽魂天等人不同了 他们可是数万年间 混沌界天赋最高的一些人才了 当然他们也有机缘 才有如今的修为和地位 暗无忧等人相互吹捧 却有着相互竞争的剧动 他们都是混沌界近几万年 最出色的人物 当然都想把对方比下去 相比之下 毕凡就比较低调了 当然他想低调 也低调不起来 之前 毕刚和六绝神宗 那些强者的表现 已经说明了问题 众人虽然没问 毕凡也没有说 可他们都知道 毕凡的毁灭法则修为 肯定在毕刚 及六绝神宗 那些强者之上 很可能融合了 八种毁灭法则 不过没有人会猜测 他已经做到 九九归一大圆满了 其他法则 能够做到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六绝之中都不发其人 可毁灭法则 修为到了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六绝从古至今 都罕有人做到 毕凡就算直接说出 他融合了九种毁灭法则 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 除非他亲自展示实力 他是准备高调行事了 却没有想过 要把自己的底牌 都暴露出来 毁灭法则 修为到了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这要是被传了出去 恐怕六界震动 其他五界 所有的命运先王 都会对他下手 甚至 其他五界 可能会联合起来 一起灭掉混沌界 不然也要逼迫混沌界 交出毕凡 然后把他灭掉 这样的后果 不是毕凡能够承担的 庆典并不拖沓 很快就结束了 六绝神宗展现出来的实力 还有鬼神号 天公仙父 都给人很深的印象 六绝神宗一下子如此高调 真是让很多人震惊 庆典虽然结束了 可很多强者选择留下来 他们都想在 浩天岛逗留一段时间 去了解六绝神宗 以前六绝神宗一直很神秘 除了毕凡声名在外 也就聂云飞名记比较大一些 毕冈虽然败入鬼影门下 可之后沉寂了 没有成为核心弟子 逐渐被人遗忘 这次六绝神宗 强势展示实力 毕冈更是得到鬼影亲子收徒 如此震撼的消息 相信会给六绝神宗 推上巅峰的 可毕凡并不满足如今的局势 他已经争得战神统一 吞并志玄宗 战神的意思 让他不要伤了志玄宗 那些强者的性命 却可以直接压服他们 让志玄宗 全部成为六绝神宗的下属势力 本来志玄宗是战神的下属势力 如今战神让了出来 可见他多么重视毕凡了 为了毕凡 他舍弃了一个顶尖宗派 这种胸襟和豪气 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得到了战神的默许 毕凡终于可以 对志玄宗下手 志玄宗当初跟毕凡为敌 并把他的情况散不开去 对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可以说志玄宗跟毕凡的仇怨 是无法化解的 连战神也做不到 战神很清楚 所以他选择了毕凡和六绝神宗 志玄宗成为了牺牲品 战神重情 要不是志玄宗泄露毕凡的情况 给其他误解 他也不会如此舍弃志玄宗的 可以说志玄宗失去战神的庇护 完全是咎由自取 庆典结束第二天 毕凡就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六绝神宗对志玄宗宣战 这个消息太震撼了 借助六绝神宗庆典之际 很多人都还在耗天岛 消息很快传遍了混沌节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无神不知 无神不孝了 六绝神宗一直跟志玄宗敌对 双方摩擦不断 而且六绝神宗已经抢占了志玄宗 很多地盘 六绝神宗对志玄宗宣战 没有人觉得奇怪 这时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 战神为什么会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知道六绝神宗 志玄宗都是战神的下属势力 应该平等对待的 当然一些精明的人都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消息一出 很快传遍了耗天岛 耗天岛无数强者在议论纷纷了 大家一致看好六绝神宗 反倒是志玄宗这个老牌势力 无懈一顾了 六绝神宗对志玄宗下手 以六绝神宗展现出来的实力 恐怕志玄宗不堪一击吧 六绝神宗终于要彻底拿下志玄宗了 早就该如此了 六绝神宗终于要一飞冲天 无法阻挡了 几乎所有人只要不是瞎子 都看好六绝神宗 没办法 光是一名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的实力金仙 就足以横扫志玄宗了 建臣等人还没有离开 他们看到碧凡之后 纷纷出演要帮助六绝神宗 碧凡 需要我的帮助吗 幽魂天岛 碧凡 只要你说一说 我一人一剑 直接灭掉志玄宗 建臣冷酷道 碧凡笑道 多谢诸位 灭掉志玄宗 就不需要你们出手了 我决定让碧凡负责 相信他会处理好的 如今志玄宗已经不放在碧凡眼里了 他都懒得对志玄宗亲自出手 志玄宗还没有那么的实力 让他亲自动手 碧凡师弟出手 却对手道侵懒 幽魂天岛 张扬笑道 幽魂天 你是碧凡的师兄 而碧凡是碧凡的父亲 你岂不是比碧凡低了一倍 我们跟碧凡都是兄弟 你都可以喊我们师叔了 去你的 我跟碧凡碧凡 各叫各的 幽魂天笑骂道 幽魂天身为杀手 冷酷无比 可他们在一起 还是有不少话题 谈笑欢声 让人羡慕 对 还是各叫各的好 碧凡笑道 在六界都不以辈分和交情论实力 而是靠实打实的战斗力 你们随便参观 我要去安排一些事情 你们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碧凡离开了 他做出了安排 派出了几批强者 都是散播消息的 然后 他就把事情都交给了碧凡 让他全权负责 收复志玄宗 散播消息 就是要给志玄宗高层巨大的压力 要是他们直接屈服 那就省去了很多功夫 当然 志玄宗是顶尖总派 直接投奔六角神宗的可能性 比较小 据碧凡估估 志玄宗接到消息 肯定第一时间 把情况反映到战神那里 志玄宗也有战神的核心弟子 反正碧凡跟战神已经说好了 志玄宗肯定会很失望 没有战神的支持 他们就必须靠自身的实力 去对抗六角神宗了 六角神宗刚刚展露了实力 绝非志玄宗能够相比的 在志玄宗面前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要么直接投降 要么奋起反抗 奋起反抗 以志玄宗的实力 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们必须寻找强有力的盟友 混沌界九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派出最喜欢的弟子 去参加六角神宗的庆典 可见必凡的影响力 志玄宗想要在混沌界找盟友 实在太困难了 除非志玄宗感冒大不悔 请其他武器的强者来对付六角神宗 但是这样一来 志玄宗就是混沌界的叛徒 被查出来志玄宗要万劫不复 必凡之所以那么高调搞庆典 就是为了造势 然后压迫志玄宗 使得他们直接投降 毕刚身为必凡之子 自然知道必凡的想法 他开始去实施了 为了一举拿下志玄宗 毕刚把十名十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全部带上了 只有必凡和聂云飞没有根据 另外他还带去了许多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和帝德真仙级别的强者 毕竟那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不能全部都做了 也需要有人负责善后 出乎意料 志玄宗竟然选择了反抗 他们把强者都收缩回总部 准备输死一搏 直到黄龙 毕刚下令 他没有去理会外面那些地盘 那些都是志玄宗附属势力 只要把志玄宗拿下呢 这些附属势力 自然也就归顺刘绝圣宗了 毕刚带着一众强者 直奔志玄宗总部 没多久 他们就赶到了志玄宗的总部 因为之前早就安排好了那些 所以他们很容易找到了总部入口 只是志玄宗已经关闭了入口 开启了护宗大阵 准备把毕刚等人拦截在外面 面对志玄宗的护宗大阵 毕刚冷笑道 就凭这样的阵法 还想拦住我们 真是妄想 各位 一起动手 摧毁大阵 是 毕刚身边只有十名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其他人都在宫殿类宝物之中 加上毕刚 总共十一名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同时出手 卑试套天 志玄宗经营了百万年的护宗大阵 瞬间被击破了 护宗大阵被击破 毕刚等人轻易进入了大阵之中 志玄宗总部 掀起缭绕 还算不错的 毕竟是顶尖宗派 不过 却不放在毕刚他们眼里 这里的能量 不管是量 还是智 都不如鬼神号 更不能跟天宫先府 魂元降妖扶摸塔 相提并论了 志玄宗所有人听着 玄冰鞋听着 我是毕刚 你们现在归顺六决神宗 我不会亏待你们 要是你们反抗 格杀勿乱 毕刚大吼出来 他动用了法则力量 相信声音 能够让志玄宗总部里面的人都听到 毕刚的劝响 没有得到回应 少主 我看志玄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还是直接动手吧 龙战虎的 好久没有大战了 龙战虎有些心痒痒的 好 大家分头行动 速战速决 直接拿下志玄宗那些顶尖强者 毕刚 毕刚 他有着绝对的优势 根本不担心志玄宗耍阴谋诡计 而毕刚独自一人直奔志玄宗宗主居住的山风 毕刚之前安排的那些 是直接控制了志玄宗的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自然对志玄宗总部清楚无比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才敢独闯宗主所在的山风 要知道 毕刚体内有了双色欺怜之后 他跟着毕凡修炼了阴阳锁魂 阴阳神断 空间黑洞等手段 实力暴走 加上他还有十亿金蝉护身 战斗力都不比毕凡差多少了 恐怕毕刚比毕凡差的也就装备 还有就是空间黑洞融合的法则 还不及毕凡 有了这样的实力 只要不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毕刚基本上不用怕任何人 何况在毕刚的宫殿累先旗之中 还有他的两大分身 毕刚六大分身 其中四大分身分别去了 邪魔佛灵四界 毕凡有着远大报复 毕刚同样如此 他在位移后 成把六界做准备 本来他要派出分身 分别去其他五界的 可惜他的分身不适合去妖界 妖界以妖兽 仙兽 神兽 魔兽为主 人类强者 无法在妖界 站稳脚关 以毕刚分身的实力 一旦进入妖界 恐怕会被妖界那些命运先王灭杀了 所以他留下了两大分身在身边 随时可以派上大一场 他敢独闯志玄宗最危险的地方 不是他冒失 而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一路上有不少阵法阻拦 可都无法拉住毕刚 他真是畅通无阻 不多时 毕刚终于到了智玄宗主峰 智玄峰 智玄峰高达万米 直插云霄 从山脚到山殿 有许多洞府和建筑 是智玄宗 一些真正的核心弟子修炼之地 大敌当前 智玄宗大部分 九天玄仙级别以上的强者 全部集中在了智玄峰 智玄峰周围的大阵 全部开启 连智玄宗的弟子都无法进入 面对那些大阵 毕刚冷笑一声 然后展开了攻击 空间法则一处 那些大阵陆续被迫 没有一座大阵 能够阻挡毕刚的 片刻之后 智玄峰就彻底 暴露在了毕刚面前 没有一丝阻隔 选兵写 出来吧 毕刚冷喝的 毕刚 你欺人太甚了 玄冰血现身了 跟他一起出现的 还有三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其中两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毕刚是知道的 玄冰阳 玄冰墨 都是智玄宗 成名的强者 至于另外一人 连六角神宗安排的内线 都不知道 在那人身上 毕刚都感觉到了 一丝危痒 毕刚没有去看玄冰血 而是盯上了那名神秘的强者 你是什么人 你应该不是智玄宗的强者 你要是智玄宗的强者 我父亲当年早就死了 毕刚很冷静 分析很到位 如毕刚所说 智玄宗 要是有一名这样的强者 早就趁毕凡还没有成长起来 把他扼杀了 当初智玄宗没有那么做 很多可能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名强者 这名强者 多半就是外来强者了 其实毕刚分析的不错 他眼前这名神秘的实地金仙 来自仙界 而且是仙帝的大弟子 邓仙灵 毕凡在仙界闯荡 激怒了仙帝 仙帝紧接着就派出了 跟随自己最早的大弟子 邓仙灵成名已久 毁灭法则融合了八种 而且是在数百万年以前就做到了 他甚至尝试杜劫 想要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可惜他失败了 却保住了性命 杜劫失败还能保住性命 这样的事情极少出现 邓仙灵是六界公认的 命运先王之下第一人 实力强劲无比 甚至掌握了一点命运法则 先帝派出了邓仙灵 自然是实在必得 要击杀必反 他不能允许必反这样的妖孽 继续成长下去 邓仙灵到了混沌界 得知智玄宗是六角神宗的敌对势力 于是就找上了智玄宗 智玄宗迫于压力 已经准备投降 当他们看到邓仙灵的实力之后 投降的念头打消了 甚至想要借助邓仙灵的力量 灭掉六角神宗 智玄宗的算计很精 这是能否成功还不一定 玄宾写道 这是我们智玄宗的老祖 玄宾空 一直在隐世修炼 最近才出关 玄宾空确实是智玄宗的老祖 是智玄宗的创派宗主 势力强健 可惜传说他杜劫失败 已经死了 眼前之人当然不是玄宾空 只是邓仙灵的身份不能暴露 所以玄宾携材会那么说 毕刚也没有去争辩 反正不管神秘强者是谁 他都不能退缩了 我不管你是玄宾空 还是外来强者 既然你要帮助治玄宗 那就是我们六角神宗的敌人 别怪我下手狠辣 毕刚沉声道 毕刚 怎么不是毕凡亲子的 也太看不起我们智玄宗了 玄宾邪怒道 先把他们干掉 不怕毕凡不出现 邓仙灵冷声道 毕刚大笑出来 就算你是智玄宗老祖 我也要干掉你 他指着邓仙灵 眼神之中很是亲密 其实他知道邓仙灵很强 他有意如此 就是为了麻痹邓仙灵 让他以为自己很自大 如此一来 邓仙灵有可能会露出一些破绽 或者不全力出手 那样毕刚就多了一次机会了 毕刚跟毕凡不同 他喜欢运用寂寞 哪怕只是让敌人难受 他都会用的 邓仙灵果然有些看不起毕刚 他不光看不起他 甚至连毕凡也没放在眼里 除了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邓仙灵看不起任何人 这是无数年来他的骄傲 老祖 这次全靠你了 玄冰写道 放心吧 我会尽快搞定的 邓仙灵淡然道 就在这时候 龙战虎出现在了毕刚面前 少主 交给我吧 龙战虎主动请应 你不是他对手 还是我来吧 他可是老而不死的家伙 势力超强 那三名强者都交给你了 我要活的 毕刚冷声道 少主 请放心 他们跑不了 龙战虎信心十足 对龙战虎 毕刚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凭至玄宗 那三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还无法给他带去任何麻烦 老祖 你要救我们啊 玄冰邪惊呼出来 龙战虎爆发出来的气势 让他们感觉到恐惧 放心 我会救你们的 邓先林才不在意 玄冰邪他们的死活 要不是为了掩饰身份 他都懒得搭理 玄冰邪他们这样的家伙 玄冰邪他们 虽然是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可在十地金仙之中 绝对是垫底的 不如邓先林的法眼 邓先林和毕刚 飞上了虚空 开始对峙起来 两人气势都很强 谁也不敢贸然动手 邓先林就不说了 成名数百万年 早就是巅峰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气势之强 真是前所未见 而毕刚也不敢有所示弱 他把全部气势都释放出来 还是落在了下风 没办法 要是比拼气势 恐怕毕凡都不及邓先林 不过毕刚释放出来的气势 已经让邓先林震惊无比了 小子 有些实力 看来你父亲更强了 你也不弱 看来你来头不小 毕刚淡笑道 他也不着急动手 要是能够套出邓先林的来历就好了 当然 志玄宗可是我一手创立的 在混沌界 我也是想当当的 邓先林老见句话 自然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难道你真是老不死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去死 毕刚笑道 邓先林看了看毕刚 并没有生气 他已经想好了 要活捉毕刚 然后要挟毕凡 看到毕刚的气势 邓先林有些担心 无法拿下毕凡了 要知道 进入混沌界之前 贤弟一再强调 不要小看毕凡 只是邓先林没有放在心上 他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底气 才不把毕凡这种 成名不久的晚辈 放在眼里 可感受到了毕刚的实力 他觉得毕凡还真值得他重视了 为了谨慎起见 他决定活捉毕刚 然后要挟毕凡 既然做出了决定 邓先林就不能下杀手了 领先圣剑 邓先林施展出了 先帝的成名绝技 先帝作为先界最老牌势力的霸主 又是六界最顶尖的强者 拥有圣级武技并不奇怪 邓先林身为先帝大弟子 对灵先圣剑自然精通了 他为了活捉毕刚 只有施展武技 把毕刚击成重伤才能做到 要是施展毁灭法则的话 容易把毕刚直接灭掉了 灵先圣剑一处 威力巨大 而且灵动飘移 甚是好看 毕刚哪敢大意 连忙施展出了鬼刺神剑 跟邓先林对抗 鬼刺神剑不如灵先圣剑 可圣在鬼意 令人防不胜防 总算能够下主邓先林 暂时保持不晚 逐渐地邓先林摸清了 鬼刺神剑的一些套路 毕刚就落在了下方 不管是武技修为 还是武技本身的威力 邓先林都占据了上方 可毕刚一点都不担心 他竟然收起了宝剑 然后施展出了百战圣权 圣级武技就要用圣级武技来对战 才能不落下方 毕凡如今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允许学过百战圣权的人 施展这套武技了 毕刚虽然不适合修炼百战圣权 和他有了分身之后 还是选择了修炼百战圣权和魂元圣决 圣级武技不是神级武技能够相比的 六绝神宗有两套圣级武技 毕刚有学习的资格 要是他不学习就太傻了 反正他有六大分身 学习这些武技速度还是很快的 何况还有毕凡从旁直倒 速度就更快了 虽然在武技方面 毕刚还是不如毕凡 可相差也不是很大 为了对付邓先林 毕刚把百战圣权和魂元圣决的首决 都施展了出来 百战圣权威力无穷 魂元圣决变化无穷 配合起来让邓先林的零先圣剑 都有些施展不开了 他想要凭借武技取胜 显然有些不可能了 邓先林见自己修炼了 数百万年的圣级武技 都奈何不了毕刚 内心震惊 何想而至了 小子 甚至想不到 你还会圣级武技 虽然我只会 起着残缺的圣级武技 可对付你足够了 毕刚淡然道 他这样是误导邓先林 加上他两套圣级武技夹杂着试展出来 看着不是很连贯 还真相残缺的圣级武技 完整的圣级武技 在六戒之中也非常罕见 连战神 清帝都不会 要是六绝神宗拥有完整的圣级武技 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又是无穷的麻烦 残缺的圣级武技 就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了 因为不少强者 都会一些残缺的圣级武技 只是大多只有一两招 小子 你得意的太早了 当即 邓先林把圣级武技 融合神通施展了出来 邓先林修炼了数百万年 他的神通不但多 而且境界都很高 别的不说 他对自己的神通 还是充满了自信的 碧刚也不敢大意 圣级武技融合神通施展出来 神通方面的境界 碧刚确实不及邓先林 可他有六大分身 加上他自己 相当于七人感悟神通 他所惠的神通之多 比碧凡也少不了多少 一种神通对付不了 他马上换一种神通 各种神通走马观花 融合圣级武技施展出来 把邓先林都看花了眼 邓先林连续换了几种神通 可还是讨不了便宜 这让他极其郁闻 在他眼中 毕凡都是无名小卒 更别说毕凡的儿子 毕刚了 可他眼中的无名小卒 竟然让他无法战胜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激战越久 邓先林就越心烦意乱 有些不耐烦了 小子 不要怪我 我本来想要火捉你的 可你实力很强 我很难火捉你 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直接击杀你 邓先林冷声道 老不死的 你施展出了圣级武技 都奈何不了我 你还有什么本事 尽管施展出来吧 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底细 你不是志玄宗老祖 毕刚大声了 邓先林一惊 生怕被毕刚看出来历了 林先圣剑 名气之大 名震六戒 被认出来 一点都不奇怪 他已经按下决定 一定不能让毕刚离开 不然有天大的麻烦 鸿蒙至尊 第906集 谁更持久 他可是潜入混沌界来的 一旦身份暴露 会遭到混沌界 那些命运先王的追杀 邓先林虽然自负 却自问 不是命运先王的对手 其实 毕刚根本没有认出 灵先圣剑了 他只知道 邓先林施展的是圣级无忌 至于是什么圣级无忌 他还认不出来 他的剑势 没有那么广播 小子 你自己找死 怪不了我 邓先林眼神冰冷 眼光如道 锐利无比 可毕刚也不甘示弱 跟邓先林对手 老不死 既然你不死 那么我就让你死 毁灭 邓先林终于动了杀机 直接施展出最强的 毁灭法则力量 毁灭法则 威力最大 杀伤力最强 要想你最快的手段解决对手 自然首先毁灭法则了 之前邓先林想活捉毁灌 才没有施展毁灭法则 如今他杀心意气 自然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邓先林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已经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了 之后虽然毁灭法则 没有办法融合更多种 可同样精进不少 他全力出手 为是惊天 使得毕刚处于惊涛骇浪之中 毕刚脸色有些严损 他很清楚 就算他的毁灭法则 打扰了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可威力也不比邓先林施展出来的 毁灭法则威力大多少 想要取胜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毕刚心中没底 他不得不应证 毁灭法则施展出来 两人的毁灭法则里 虚空全部破碎了 幸好他们周围没有强者 忽然鱼波都足以杀死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另外一边 龙战虎已经结束了战斗 活捉了智玄宗三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其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把智玄宗那些强者全部镇压了 不管实力高低 遇到了六绝神宗的强者 只有被镇压的领域 智玄宗的总部已经乱成了一团 越来越多的强者被镇压了 他们高呼救命 可惜没有人能够救他们 毕刚的毁灭法则心 一个旗鼓相当 这次邓先林脸色巨变 震惊到 你难道已经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就算毕刚说出 自己融合了九种毁灭法则 恐怕邓先林也不会相信的 毁灭法则修炼艰难无比 毕刚修炼的时间并不长 出去修炼武技神通 用于修炼毁灭法则的时间 恐怕不到两万年 这点时间是不可能把毁灭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 就算毕刚只是融合八种毁灭法则 也足以让人震撼了 老不死的 想要用法则力量压我 门都没有 毕刚既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这样反而能够保存几分神秘 小子 你太嚣张了 就算拼积累 我也要拼死你 邓先林发狠了 他多修炼了数百万年 自问积累比毕刚要雄厚得多 要是普通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邓先林自然占据了优势 可毕刚不是普通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他身上有双色骑连 能够容纳许多能量 随时一共给他使用 更何况毕刚身边还有两个翻身 他们也都有双色骑连 随时可以支援他 甚至可以跟他合体战斗 只是毕刚也不着急 慢慢跟邓先林耗着 他没有把握拿下邓先林 先把他的能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一举拿下邓先林了 要是能够拿下邓先林 那么对六决神宗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像邓先林这样的强者 一人足以抵上三四名 龙战虎这样的强者了 虽然邓先林失去了 成为命运先王的资格 可他的实力还是无庸置疑的 他可是六届命运先王之下第一人 当然如今有了毕凡 毕刚及他们的分身 他第一人的身份恐怕不保了 邓先林也算发狠了 跟毕刚连续激战了三个小时 还没有结束战斗的打算 武技神通法则不断施展出来 消耗是非常大的 邓先林消耗很大 可毕刚看上去消耗更大 因为他逐渐不知了 他当然不知道 毕刚那都是演戏 他随时可以归过全盛时期的守卫 毕刚 你死定了 邓先林消耗 老不死 你都快没有什么力量了 还说大话呢 毕刚冷笑 像你这样的老家伙 跟我们缴什么劲 还不如回去歇着 一小子 还是回家吃奶吧 出来丢人现眼 两人一边战斗 一边打起了嘴杖 毕刚无所谓了 他主要是尽量拖延时间 然后消耗邓先林的能量 论吵架功夫 毕刚不输给任何人 他从小就调皮 整人更是一整套一整套的 毕刚越说越算了 邓先林自知说不过他 只有加强了攻击 武技攻击 神石攻击 法则攻击 统统施展出来 唯一的目的就是击杀毕刚 击战了这么久 邓先林自问无法活捉毕刚了 他放弃了 邓先林确实厉害 持续战斗力之强 超乎想象 毕刚都补充了两次能量 邓先林还有力气继续战斗 要不是毕刚有双色击脸 他还真不是邓先林的对手 邓先林逐渐也察觉到不对劲了 他之前是太自信了 所以才没有朝那方面想 小子 你隐藏得够深的 竟然玩我 邓先林老坚句话 察觉到不对劲 直接施展出了空间法则 想要逃走 老东西 现在才想到逃走 已经太晚了 毕凡冷声的 当即 毕刚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把邓先林罩住了 空间黑洞也算是空间法则 但独立在其他空间法则之外 毕刚融合的九种空间法则 就不包括空间黑洞 可空间黑洞 还能融合其他法则力量 包括毁灭法则 毕刚修炼的空间黑洞 还没有融合毁灭法则 可时间法则 已经融合得差不多了 已经施展出来 威力之大 远超一般空间法则 邓先林最终被留了下来 没有逃脱 你这是什么法则力量 邓先林一边挣扎 一边大折 他的脸色苍白 显然有些惊慌失措了 看到邓先林挣扎 毕刚显得有些兴奋 一名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的 实际金仙 一旦收复了 以后六绝神宗 就多了一名顶尖的强者 足以坐镇总部了 邓先林能量消耗太大 挣扎了片刻就有些乏力了 何况空间黑洞 还在不断吞噬邓先林的能量 消耗自然更快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只要你告诉我 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些秘密 算是交换吧 毕刚笑着说道 小子 你想要怎么样 邓先林的 你没有看见吗 你会被空间黑洞吞噬 然后送到其他时候 永远都回不来了 毕刚带人的 空间黑洞 邓先林脸色巨变 露出了恐惧之色 修炼者非常害怕一些东西 比如天结 空间黑洞也是其中之一 一旦被空间黑洞送走 就没有活着回来的 邓先林活得太久了 他比任何人都珍惜生命 凡是遇到能够延长寿命的丹药和灵药 邓先林都会不惜代价 把宝物拿到手 这么珍惜生命的一个人 是最害怕死亡的 不行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邓先林大吼出来 随即邓先林把最后的余力爆发了出来 一些底牌全部爆发出来 就是为了逃出去 可他奋力挣扎也无济于事 老家伙 还是别费劲了 要是你巅峰的实力 也许还有几分机会挣脱出来 以你现在的状态 想要脱身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松苦气了 也不枉费我跟你激战几个小时 毕刚请小道 毕刚 你到底是什么怪我 鸡雷竟然比我还凶红 又有空间黑洞这样的绝技 难以想象 邓先林好像在自言自语 连续几次 邓先林力气都耗尽了 也没能成功脱身 他几乎已经绝望了 老家伙 你投降的话 我可以饶你一命 毕刚说的 小子 我不会求饶他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背叛师尊 据我所知 玄冰空是没有师尊的 他当初得到奇遇 一举成为了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你竟然不背叛你的师尊 看来你还真是外来者了 让我猜猜 难道你是来自仙界的强者 毕刚盯着邓先林 邓先林脸色微变 马上变得正常了 可还是没有逃过毕刚的眼睛 邓先林要不是心情受到重创 才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真是没有想到 我一下子就猜到了 毕刚笑道 让我再猜猜 你的师尊是谁 难道是 仙界第一的仙帝 你 你 你已经猜测出我的身份了 邓先林惊恐的 毕刚笑道 是你自己说的 我只是随便乱猜的 你 邓先林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既然你是仙界仙帝的弟子 但你这次不可能活着回去的 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就算你把我送到其他时候 我也不一定会死 邓先林突然冷静下来 只要我消失了 你想了 这次打击我师尊 你做不到了 说完 邓先林竟然主动放弃了抵抗 毅然被空家黑洞吞噬了 看到邓先林为了先帝的名声 能够舍身取义 毕刚还是很佩服的 不过 邓先林这样做 还是便宜了毕刚 让他少耗负一些功夫 邓先林自然被传送到了毕刚的宫殿类宝物之中 进入内里就是毕刚的天下了 他就算想死也要得到毕刚同意才行 毕刚好不容易才把邓先林击败 自然不会让他死了 他镇压了邓先林之后 对他施展了阴阳所回应 然后把他收服了 收服了邓先林 他才知道邓先林的情况 毕刚自言自语道 还真是没有想到 这次捞到一条大鱼 命运先王之下第一人 况时这名头就很不简单了 能够收服这么一名强者 他感觉非常自豪 随后 毕刚又把玄冰写 玄冰羊 玄冰墨三人封印了 至玄宗 基本上算拿下了 玄冰羊 如今你可以下令 让至玄宗的强者归顺了 毕刚冷声道 对玄冰羊 他可没有什么好脸色 当初他们可没少欺负他的父亲 少主 我们马上去办 玄冰羊连忙说道 毕刚为了不出乱子 联系了他带来的强者 让他们停手 跟他会合了 他们镇压的 都是至玄宗顶尖的强者 这些人必须封印了 才能踏实 毕方有意要把六绝神宗 交给毕刚打理 所以尽量让他 多封印一些强者 只有封印的强者 才会严厅进行 接收至玄宗的一切 用了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时间 六绝神宗的地盘 扩大了一倍 九天玄仙几笔的强者 增加了数百名 而帝德真仙级别的强者 增加了数千名 大部分都是至玄宗 本宗的强者 其余的都是 附属宗派强者 全部归顺了六绝神宗 毕刚直接控制了一些 主要人物 并把天赋缺佳的弟子 收入了六绝神宗门下 如今六绝神宗挑选弟子 都是在那些精英中 挑选妖孽 严苛无比 就算想要成为 六绝神宗的外门弟子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收服了至玄宗之后 六绝神宗 已经成为战神管辖之下 第一总派了 当然 由于六绝神宗主要人物 实力不显 加上邓先林也没有暴露 所以没有人知道 其实六绝神宗 已经是六绝之中 顶尖宗派之中最强的了 光是邓先林一人 以前都是命运先王之下第一人 有他坐镇六绝神宗总部 相信还没有人敢乱来 除非是寻死 邓先林被火热 毕刚不会宣扬出去 相信就算先帝知道了 也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恐怕要是让先帝知道 邓先林是被毕凡之子 毕刚活着了 他会震撼成什么样子 本来先帝对邓先林 是充满了信心的 可他还是失败 他太低估了毕凡 更加不知道 毕刚也融合了九种毁灭法则 鸿蒙至尊 第九百零七集 超级天香楼 不光是先帝不知道 就连战神都不知道 毕凡把毁灭法则 修炼到了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收了智玄宗的地盘 毕刚并没有解散智玄宗 而是让智玄宗继续存在 而且交给玄兵械管理 至时在智玄宗的地盘上 到处都开始建设起了天香楼 卖酒之余 还做各种宝物交易和拍满 天香楼全部运营起来 恐怕以后又会每个月 给六绝神宗增加上千亿七星魂域 当然 智玄宗的财富和七星魂域矿脉 都已经是六绝神宗的了 七星魂域矿脉 已经成为毕刚的自由物 它之所以要收取七星魂域矿脉 就是防止智玄宗发展太快 已经反客为主 如今六绝神宗强势无比 当然无需担心智玄宗反抗 可百万年千万年之后 又是什么情况 没有人知道 还是做一些预防为好 七星魂域就是一个宗派财富的象征 把七星魂域矿脉收取了 智玄宗想要积累大量的七星魂域 变得有些困难了 何况以后每年 智玄宗都必须给六绝神宗 上缴一定数量的七星魂域和宝物 加上天香楼在智玄宗的地盘上 手刮走了大量的七星魂域和宝物 智玄宗绝对很难超过六绝神宗的 当然 智玄宗既然是六绝神宗的下属势力 也跟其他下属势力一样 智玄宗的强者 可以在六绝神宗兑换一些武器和宝物 只限于个人使用 就算要传授给子女 也是不幸的 除非多花费一份积分 再兑换一次同样的法掘 才能传授给子女 六绝神宗的规矩是很严格的 不过大部分强者都能够接受 混沌界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宗派创立 也有很多宗派消亡 可顶尖宗派很难出现一个 同样灭亡的可能性也很小 六绝神宗从创立到成为顶尖宗派 只用了一万多年 这样的速度可谓前无故人 当初毕凡创立六绝神宗 他刚刚够资格创立宗派 短短一万余年 他就成为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使得六绝神宗自动变成了顶尖宗派 只是大家对六绝神宗的认可 还真没有 毕凡本来就有积极污名 一下子成为了战神的弟子 然后飞速进阶 修炼到了实地金仙级别 可他的名气不大 甚至有很多人觉得 毕凡就是浪格虚名的 实力很差劲 连宗主都被人看不起 六绝神宗自然也不被那些顶尖宗派 放在眼里 可是又过了一万多年 六绝神宗借助庆典之际 直接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顶尖宗派 而且六绝神宗的实力之强 在顶尖宗派之中都算得上佼佼着 顿时那些顶尖宗派的风向变了 可还是有不少宗派 认为六绝神宗的实力还是有些小 主要是地盘太小 六绝神宗强者很多 算得上顶尖宗派 可地盘太小 还没有一个新建的顶尖宗派 地盘呢 六绝神宗有十多名实力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且不少实力强净 又融合了其中毁灭法则的 他们趁是走了狗屎运 难道一名实力金仙级别的强者 创了一个宗派 没有什么地盘也叫做顶尖宗派吗 连地盘都没有 压根都不算顶尖宗派 看来以后拼比顶尖宗派 要把地盘算计在内了 等到六绝神宗轻易灭掉了智玄宗 把智玄宗的地盘全部接收了 那些顶尖宗派反应又不同了 真是想不到啊 六绝神宗发展神术 这么快就如此强大了 以后绝对是最顶尖的顶尖宗派 六绝神宗值得我背学习 我们马上去六绝神宗 必须跟六绝神宗建立友好的联盟关系 六绝神宗庆典 来的强者还没有全部离去 又有大量的强者涌入了罗刹海 要跟六绝神宗结盟 来的强者越来越多 大多都是顶尖宗派的使者 也有些是大宗派的使者 他们的来意都是一样的 希望跟六绝神宗签订盟友 免得以后六绝神宗对他们下手 毕凡和毕刚都是一个想法 并没有想过要去大肆扩大势力范围 收服了制玄宗之后 六绝神宗的地盘已经够大了 人才也不会缺乏 他们没有必要得罪太多势力 还不如跟他们签订盟友 等到以后 毕凡他们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六绝神宗会自动成为超级宗派的 那时候 六绝神宗就可以发展一些顶尖宗派 作为下属宗派了 有了足够的实力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 既然很多宗派 都想要跟六绝神宗结盟 毕凡自然不会拒绝 他没有亲自出面 一切交给了毕冈 毕冈带人灭掉了制玄宗 省卫正龙 大家都卖他面子 结盟很顺利 六绝神宗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就是隐约提出 要把天香楼扩张一下 那些宗派自然都给六绝神宗面子 他们都想要示好 满口答应了下来 天香楼终于如愿以偿 可以成为超级商团 开遍混沌界了 混沌界超级商团不少 基本上都掌握在那些命运先王下面的 天香楼属于六绝神宗的 能够一举成为超级宗派 对六绝神宗以后的发展 有着很大的好处 六绝神宗声势正高 加上那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给占人面了 相信天香楼开遍混沌界 不会受到什么阻挠了 为了天香楼能够稳步发展 碧刚的一位分身 名为碧武 亲自管理天香楼 另外碧刚还给碧武配备了两名 擅长交集和经商的实体竞献 一起管理天香楼 至于碧刚的另外一个分身 碧文则守护在他身边 当他的影子跟土一道一样 碧武成为了天香楼的楼主 这件事情还糟糕了天下 而且碧武有了很多顶尖宗派的联系方式 随时跟他们取得联系 开设天香楼 还需要那些顶尖宗派的帮助 碧武性格有些像碧刚 狡猾精明 坐视雷厉风景 他正式接受天香楼之后 立马耗费了很多七星魂域 开始大肆扩展 先是在智玄宗的地盘 每座城池都有一座天香楼 有些大型城池 甚至不止一座天香楼 其他顶尖宗派的地盘 天香楼主要开设在 一些比较繁华的城池 然后慢慢向周边的城池渗透 以天香楼的发展速度 也许几百年上千年之后 就能够成为真正的超级商团了 一旦天香楼开遍了混沌界 那么给六绝神宗带来的好处 简直无法想象 以后六绝神宗需要什么材料 再也不用伤脑筋了 有天香楼想要什么都容易 出售宝物自然更加容易了 天香楼一直口碑不错 加上有那些顶尖宗派的支持 前期运行应该不是大问题 可碧凡开始头痛 如何才能收集更多宝物 供天香楼销售的 最后还是碧武精灵 笑着说道 只要有先机的宝物 然后我就有办法 自足经营 既然碧武都说了 碧凡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相信碧武 就好像信任碧刚一样 何况 碧武确实有很强的能力 处理天香楼的事 得心应手 碧武的办法 很简单 就是大量收购宝物 然后销售出去 六绝神宗 只需要提供一些仙器 作为压轴的宝物去行 很多时候 连压轴的仙器都不需要 因为碧武选择了 跟一些大小宗派合作 由那些宗派提供宝物 由天香楼销售 然后利益均分 最初 碧凡发展天香楼 就是这样做的 如今碧武 也算是简了现成的 天香楼如今 名气如日中天 无数大小宗派 都想跟天香楼合作 碧武的策略 自然吸引得住 不到百年时间 天香楼的发展速度之快 已经超过了 立凡的想象 每一个月 天香楼就能够进涨 数万亿七星魂域 只是六绝神宗 消耗也增大了 剩余的七星魂域 大多继续用来 扩大天香楼的规模了 天香楼越来越多 覆盖的地盘越来越多 收入自然会越来越多 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立凡看在眼里 吸引在心里 成功 一定要成功啊 声音里充满了兴奋 和期待 也有一丝不安 说话的竟然是立凡 原来他在修炼造物法则 而他正在创造的是王极灵药 七叶玄龙花 如今他的造物法则修为 已经不错了 把七种造物法则 都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只是他创造王极灵药 七叶玄龙花 几次都失败了 毕凡败不耐 继续尝试 继续努力 看着七叶玄龙花的叶子 逐渐增多 一片 两片 四片 五片 六片 又失败了 毕凡叹息道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失败了 他心情虽然有些不好 却影响不大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毕凡冥思苦想 然后毕凡盘膝坐下 仔细思考 到底是什么环节出现了错误 使得这次又失败了 毕凡不喜欢失败 可这是必须经过的历程 没有失败的苦涩 哪来成功的喜悦 毕凡一直坚信 只要信心十足 不断尝试努力 总都一天会成功 果然 他失败了十八次之后 终于在第十九次 取得了成功 创造出了王级灵药 其夜玄龙花 连王级灵药都能够创造出来了 毕凡显得很兴奋 甚至高呼出来 当他创造出一些王级灵药之后 立马拿出了一株王级灵药 给龙雕服用 当初在三十六天宫 要不是有龙雕相助 毕凡不可能拿到那么多宝物 他要暴打龙雕 龙雕贪吃 给他王级灵药 自然是最好的干些办法了 龙雕看到王级灵药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毕凡 这 真是给我的 当然 这是给你的奖励 以后继续努力 王级灵药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毕凡笑着说道 哼 还算你有点良心 龙雕激动无比 很快进入了修炼状态 毕凡继续修炼造物法则去了 想要把造物法则 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还需要继续努力 好在魂元降妖扶摸塔 第七层 时间流速是外界的一百二十八倍 他有充足的时间去修炼感悟 当然 每过一段时间 他都会去一趟战神城 请教一些修炼上的问题 毕凡修为提升太快 他的战斗力确实很强 可在修炼上 他有许多地方都步入邓先林 这期间 毕凡还向邓先林请教了不少 活意良多 他就是有这样的学习态度 才有了如今的修为 时间一天天过去 六绝神宗的大部分强者 都在闭关修理 提升修为 沉淀力量 毕凡有着野心 下面那些人自然也有野心 有六绝神宗这样的修炼环境 他们要是不利用起来 岂不是浪费了 修炼的时候 时间过得特别快 反正毕凡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除了偶尔佩佩 独孤怯 与思业 他绝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修炼 指导下面的弟子 都交给了毕冈及他的分身 还有六绝神宗 其他实际金线 毕冈要接手六绝神宗 必须逐渐 树立自己的威信 还要培养自己的清醒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超乎毕凡想象 他彻底放心了 安心修炼 争取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就是毕凡要做的事情 连带聂云飞和土一道 都一直在闭关修炼了 努力提升修为 只是他们只过了几百年 安生的日子 就接到了消息 仙剑大举压境 竟然要攻打混沌剑 这次仙剑来真的了 连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触动了 甚至连先帝 都有动手的打算 先帝 讽出话来了 要击杀毕凡 这次 毕凡算是出尽了风头 连先帝都出演 要杀了他 六届的强者都在想 毕凡到底 是怎么得罪了先帝 竟然惹得先帝亲自出手 他们当然不知道 毕凡不但从先帝手下逃生 甚至还造成了 邓先林的失踪 邓先林是先帝 派去对付毕凡的 结果再也没回来 光是这一点 就说明邓先林 有很大可能 宰在毕凡手上了 这次仙剑对混沌界 发动战争 可以说是先帝一人调劲的 兵帝积极配合 本来兵帝跟先帝 不合 为了对付毕凡 他们取得了一致 竟然发动了大型战争 鸿蒙至尊 第908集 大战开始 虽然不是先界八的 先王都参与了 可有先帝和兵帝打头 还邀请了 另外两名命运先王 一起发动了战争 四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他们能够调动的强者 就占据了先界 近半的强者 以前两界发生战争 大部分时候 都是少数强者参与 而且很少有命运先王参战 这次仙剑竟然有四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可见来势汹汹了 先界大军压境 混沌界自然得知了消息 九大命运先王 战神牵头 很快组织了很多强者 准备要跟先界死磕 碧凡既然是先帝指名的人 战神自然也通知了他 碧凡小拓 这次的战争 你一定要参加 你放心 我们会拖住 先界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你只需要尽情对付 命运先王以下的强者就行了 我知道 你隐藏了实力 对付其他实地境界 没有多大难度 进行施展 不要有什么顾忌 我们九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已经伤意好了 就算全部出动 也会保护好你的 战神说道 碧凡虽然极力隐藏实力 可战神这样的命运先王 还是看出了端倪 他知道碧凡的实力 远不是表现出来的那点实力 师尊 我会亲自出动 而且会带着六绝神宗的强者去 为混沌剑夺出贡献 碧凡当即答应了下来 既然准备高调行驶了 他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好 尽快跟我会合 是 师尊 碧凡出关了 六绝神宗 所有九天玄仙级别以上的强者集合 这次去参战 他已经想好了 只带九天玄仙级别以上的强者去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结合大五星大阵 以及一些特殊的武器 自保没有多大问题 他可不想损失太多强者了 当然 带着其他强者去经理血与火的考验也不错 不过 这次仙帝和兵帝明显冲着他去了 他不能不小心行驶 不多时 大部分九天玄仙级别以上的强者都到齐了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更是全部到了 诸位 仙界大举来反 更是冲着我来的 这次我们六绝神宗 必须要出动大部分强者 把仙界的强者赶回去 必反声音很大 众人都能够听到 虽然六绝神宗强者众多 可像至玄宗那些收服的强者 大部分都在他们原本的地方 所以在魂元降妖伏摸塔修炼的强者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只有八百多名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比较多一点 有三十二人 连玄兵邪三人都在魂元降妖伏摸塔修炼 魂元降妖伏摸塔修炼好处巨大 玄兵邪他们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被允许进入魂元降妖伏摸塔修炼了 父亲派我去吧 我一定杀的仙界的强者 骗下不了 碧刚显得很兴奋 总主我们要去 东方苍龙等人也纷纷清明 只是邓仙林有些为难 他已经猜测到了几分 要他去与仙帝为敌 他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碧凡嫂试了一下众人 非常满意众人群情激愤的样子 好 大家都想要出战 这是很好的想法 我已经决定了 这次只留下四分之一的强者 其他人全部跟我一起出动 我们要把声势弄大 碧凡笑着说道 邓仙林 你留下坐着浩天岛 其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全部跟我走 碧刚 你带一半的强者 我们分头行动 还有 务必注意安全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必凡只留下邓仙林一人 而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则留下了两百余 分派完毕 碧凡及碧刚他们 分头行动了 碧凡及两大分身 带着十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碧刚 则带着剩下的实地金仙 他更担心碧刚 所以分给碧刚的强者 更多一些 确保万全 虽然 碧凡身边的强者少一些 可他有魂缘降妖抚摸他 加上 聂云飞有天宫仙红 图一刀有幽明镇魂灵 他们的杀伤力 不会比碧刚一星差多少 碧刚他们也不错 他带着两大分身 一鸣一鸣 加上十亿金铲 相当于 有了四名顶尖的实地金仙 碧刚带走了十五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可以组成三个 大五星大阵吧 有了这样的实力 碧凡才能放心 虽然 虽然他们准备分头行动 并没有分开太远的想法 出发 他们首先要跟战神会合 然后一起出发 战神同样邀请了三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加上他自己就是四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而且他跟其他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说好了 随时可以加入战斗 混沌界一旦面对外敌 所有强者都会紧密联合起来 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能在五界的夹缝中 生存下来 无比的团结 这是其他五界 那些命运先王无法做到的 当然 五界之间本身也有着极深的仇业 没有办法联合起来 不然 混沌界早就不存在了 像这次这样 仙界竟然有四名 命运先王联合了起来 已经是难得一见的事情了 不过 混沌界也不是吹的 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算来更多命运先王 他们也有着防备 随时可以增派强者 当碧凡他们 赶到战神城的时候 战神城已经聚集了 大量的强者 这次战神是八级人 所有参战的强者 都去战神城会合了 碧凡到了战神城 独自一人去见战神了 其他强者都呆在 魂园想要抚摸塔里 碧凡小徒 你来了 战神看到碧凡 显得很高兴 师尊 这是对不住 都是因为我 给混沌界带来 这么大的麻烦 碧凡 千万别自责 就算你不去仙界 仙界也时不时 发动战争 战神道 我们身为混沌界的人 就不要怕 其他武器的强者 发动战争 他们既然赶来 我们就有能力 把他们灭杀掉 把他们赶走 战神自信道 是 师尊 战神道 碧凡 不要想那么多 尽情施展所学 对付仙界的强者 千万不要手软 放心 我这次可是带着 六绝神宗绝大部分强者 准备大干一场 碧凡露出了 玩味的笑容 你自己小心 我们不会让 命运先王 对你出手 其他强者 我们就管不了了 战神道 我相信 你自己能够应付 而且 会做得很好 战神去招呼 其他强者了 还有几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自然需要 战神亲自招待 战神城 碧凡无比熟悉 他带着碧刚 东方苍隆 宇思燕等人 到处闲逛 战神城 算是混沌界 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自然要让碧刚 等人见识一下 这 战神城 真是仙佛 可比我们的天宫仙佛 还要雄伟 惊风激动道 不错 我们的天宙仙佛 早晚也能够 达到这种承诺 莫难淡然道 碧凡笑道 天宫仙佛 就是一个基地 以后发展好了 也可以对外开放 提升六觉神宗的影响力 同时赚取大量的 七星魂遇 别看战神城 一座城池 可赚取的 七星魂遇之多 比以前的天香楼 多太多了 就算是现在的 天香楼 赚取七星魂遇的速度 也不比战神城 快多少 当然 天宫仙佛 还需要吸纳灵气 才能进化成为 战神城一样的存在 没要几天 战神城就聚集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强者 都是一些实力强劲的高手 强者足够了 战神一声令下 所有人出动了 四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各自催动一座仙佛 带着大批强者前进 必凡没有跟他们一起走 他催动天宫仙佛 跟在后面 六绝神宗有仙佛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不过 当众多强者 看到六绝神宗的仙佛 还是无比羡慕 顶尖宗派之中 有仙佛的寥寥无几 他们都不舍得带着去战争 省怕仙佛被抢夺了 和必凡一点都不担心 所以带着仙佛上战场 他们造成的轰动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烈 看 那是六绝神宗的强者 他们有自己的仙佛 仙佛啊 真是太帅气了 真是装逼 要是被杀 仙佛就会成为别人的 九绝神宗 岂不是跌入谷底 你知道什么 那是人家有着绝对的信心 仙佛和混沌界交界的地方 已经涌入了大量的仙佛强者 仙佛强者是有备而战 而混沌界是仓促应战 速度没有人家快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仙佛那些强者到了之后 混沌界灵气混杂 仙佛强者初次进入其中 有些不适应 不过 这并不能阻挡仙佛强者 入侵混沌界的决心 混沌界生死越来越强 早就不是流放之地 那么简单了 六界之中 混沌界拥有最多的命运先往 光是这一点 就让其他五界觊遇了 在其他五界强者眼里 混沌界肯定有一些神秘的情况 能够让修炼者更加容易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当混沌界名气大增的时候 不可避免要经常面对其他五界的入侵 这么多年来 混沌界依靠团结一致 打退了其他五界无数次入侵 保住了混沌界 先界强者 由先帝亲自率领 人数众多 为了小心起见 先界的四名命运先王 都拿出了先府 成为了逮捕工具 就算混沌界有什么陷阱 也无法阻拦先府 快速开进 何况他们想要抓紧时间 先府的推进速度 无疑是最快的 先界强者所过之处 混沌界那些城池 进阶变成了废墟 简直是鸡犬不留 怕能够毁灭的都毁灭了 傻光混沌界的强者 混沌界的强者都是妖魔 他们背叛了信仰 必须铲除 不能手软 那些先界强者 一边斩杀混沌界的强者 一边还大肆宣扬 和混沌界的强者 渲染的比魔界强者 还要恶务 一边倒的土沙 血流成河 惨不忍 先界的强者 标榜正义 他们做出的事情 却不比魔界强者好多少 当战神率领的强者赶到 先界强者 已经推进了数十万里 毁掉了不少城市 看到到处都是死尸 战神怒骂出来 先帝你个老不死 竟然肆意杀害普通人 你难道不怕天权 混沌界都是各界的犯人流放之地 全部都应该毁灭 先帝没有一丝表情 杀伐果断 这就是先帝 他才不在乎天法 该死 给我杀 杀光先界的强者 战神怒吼道 当即 他亲自出手 直奔先帝而去 在场的命运先王 只有他才有足够的实力 跟先帝抗和 其他六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分对死杀起来 战斗激烈无比 不过 这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非常谨慎 他们战斗的地方 远离战场 都怕波及到几方的强者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离开了 剩下那些强者 才敢开始激战 先帝离开之时 大声喊 谁要是能够杀了必犯 我会亲自指点 并送一套极品仙器 包括弓箭类仙器 灵魂类仙器 另外 我还可以答应 帮他做三件事情 我先帝言出必见 先帝此话非常恶毒 他许下了承诺 恐怕先界那些强者 会疯狂去争取 就算是兵帝的弟子 也希望能够得到先帝之力 也希望有一套极品仙器 说实在的 在六界之中 能够有一整套极品仙器的强者 并不多见 先帝提出的承诺 诱惑力太大了 当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离开 所有先界强者 都盯上了必凡一行 此时 必凡跟必刚他们已经分兵了 各自带着强者准备战斗了 当然 必凡和必刚相隔并不是很远 他们随时可以相互支援 而且 他们都会空间飞动 随时可以传送到对方那边去 被无数强者盯着 必凡有些头皮放马 鸿蒙至尊 第909集 吸引火力 接着 务必保全自己 碧凡当即下了命令 除了碧凡和聂云飞 其他人都结下了大五星大阵 做好了战斗准备 杀 杀死必凡 赶掉必凡 一整套极品仙剑就到了手了 何况 仙帝亲自承诺 答应帮忙做三件事情 仙帝的承诺 比一套极品仙剑都要管用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恐怕都希望得到仙帝的承诺 要知道 仙帝的实力 在六界之中 都是排在前五的 能够得到他的承诺 绝对可以完成心愿 得到巨大的好处 很多强者冲向必凡 要杀死必凡 都是冲着极品仙剑去的 可也有一些精明的强者 更加看重 仙帝承诺的三件事情 就因为仙帝一句话 稍微有些实力的 都想要击杀必凡 然后得到仙帝的奖励 连九天悬仙级别的强者 都动手了 可见那些人 完全被宝物迷失了心强 看到一大群强者 冲着他们来了 必凡脸色大变 走 进入天宫先父 借助天宫先父 先灭掉那些人 能够镇压最好 冲着必凡去的强者 实际精先级别的强者很多 要是能够镇压一些强者 即便不能马上放他们出去 让他们给天宫先父 提供能量 也能够大幅度增加 必凡的战斗力 必凡身边的强者不少 他们借助天宫先父的威力 战斗力绝对超强 不过 聂云飞和必凡 却没有进入天宫先父 而是直接冲进了人群 百战圣权 魂元圣权 空解飞动 各种武器神通 层出不去 必凡和聂云飞两人 各自施展不同的武器 连连得手 镇压了不少九天宣先级别的强者 和实际精先级别的强者 以他们的实力 任何九天宣先级别的强者 都不可能抗衡 而实际精先级别的强者 也往往无法接触必凡几招 仙界那些强者 本来想要击杀必凡的 他们压根没有想到 必凡竟然会反扑过去 杀得他们措手不及 仙界的阵营顿时大乱 人羊马翻 死伤无数 更多的强者被镇压了 必凡和聂云飞速度太快 很快杀了一个来回 而土一刀跟天宫先父里面 那些强者一起 操控着天宫先父 跟在必凡后面 不断镇压击杀 仙界强者 党者批命 连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都要退彼三舍 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天宫先父 不光防御威力无击 战斗起来 对主人的增幅 也是非常大的 天宫先父 直接加足马力 冲撞过去 拦路的强者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丢掉了性命 连反应都来不及做 惨叫声不断 却没能拦住那些 已经红了眼的强者 碧凡和聂云飞两人 转眼间 就已经镇压了数名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数十名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这些被镇压的强者 全部被土一刀施展出 阴阳锁魂印封印了 他们成为了六绝神宗的一员 并马上给天宫先父 提供能量 使得天宫先父 威力更强了 天宫先父 横冲直撞 撞死了不少强者 也镇压了不少强者 只是 仙界强者太多 他们都想杀必凡 仙界一方 顶尖的强者 基本上都去 围杀必凡一行了 他们剩下那些强者就倒大没了 混沌界那么多强者 他们都不杀 看到必凡吸引了大部分顶尖强者 他们纷纷杀出 先斩杀仙界的强者 也有一些强者 敢去致命必凡了 惨叫不断响起 仙界的强者伤亡惨重 他们已经乱了套 无法组织起来 进行反击了 杀 必凡一边冲击 一边沦合 而仙界一方的强者 看到必凡都有些罢絮 可为了先帝的承诺 他们还是围杀了上去 大家一起动手 先围杀了必凡 然后我们再分他好处 必凡太强了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不能让他肆无忌惮 镇压我们仙界的强者 紫玉及冰宁语 对必凡有一定的了解 他们出言提醒 很快 那些强者都开始截阵 抵御必凡和聂云飞的冲击 几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联合了一些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布下简单的阵势 就不容易对付了 必凡和聂云飞 冲击了几次 都无功而返 反而是几名最顶尖的实体金仙 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进入天宫仙府 必凡沉声道 他见无法趁乱镇压强底了 立马改变了策略 天宫仙府是极其珍贵的宝物 威力巨大 只要进入天宫仙府 就能够掌握主动权了 不要让他们进入仙府 杀 紫玉姬冷鹤头 他当先出手 直奔必凡而去 之前在仙剑 必凡隐藏了身份 跟紫玉姬对战 不相上下 后来紫玉姬知道了真相 对必凡可谓恨之入骨 与除之而后快 这次他亲自来仙剑 就是为了对付必凡 虽然他没有杀死必凡的能力 可他能够借助的强者很多 完全可以对付其他强者 干掉必凡 紫玉姬精明无比 他当然不想亲自动手 眼看着必凡要躲进仙府之中 紫玉姬焦急了 才亲自出手的 紫玉姬出手就是毁灭法则 他的目的只是拖延住必凡 让其他仙剑强者 有出手的机会 必凡要破除紫玉姬的毁灭法则 耽搁了片刻功夫 就顺细的功夫 他已经被几名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围了起来 立凡 乖乖受死了 你死了 我们才会得到先帝的奖励 一名实体金仙 笑着说道 想要杀我 就凭你们 还做不到 立凡冷声道 是否能够做到 还是手上见真章吧 好 当即毕凡不敢大意 直接施展出了百战胜权 全力出击 书经毕凡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自然要全力出手 他周围那些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纷纷出手 他们大多使用掀骑进行攻击 掀骑对实力有一定增幅作用 四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使用的都是仙剑 进行攻击 看到这种情况 毕凡不由得有些 想要试试魂元圣诀的威力 当即毕凡师展出了魂元圣诀 他的手诀不断变化 瞬息之间 其中一名实体金仙手上的仙剑 就到了毕凡的手上 收取了强敌的仙剑 他直接送入了魂元 想要抚摸他 仙剑就算再强 也无法冲出魂元 想要抚摸他 仙剑被夺 那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惊恐无比 毕凡当即出手 直接施展出空间黑洞 趁着他分神的功夫 直接把他吞噬了 剩下三名实体金仙 看到毕凡如此强力 都有些恐惧 不敢围着毕凡了 纷纷远离 仙剑的承诺 确实值得冒险 可这些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对生命很看重 所以他们不会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去击杀毕凡 围困解除 毕凡直接回到了天宫仙副里面 聂云飞那边也差不多 他施展出雷霆手段 先镇压一名强者 打开缺口 然后撤回了天宫仙副 如今天宫仙副里面的强者多了不少 使得天宫仙副的威力达到了极致 毕凡和聂云飞也加入了进去 操控着天宫仙副不断冲击 趁乱镇压一些强者 当然也杀死了不少仙剑强者 宗主 仙剑强者还真是多啊 我们这次要杀爽了 龙战虎兴奋了 先把仙剑强者彻底冲来 冲垮 然后大家就可以冲杀出去 尽情厮杀了 毕凡笑着说道 聂云飞等 仙剑来的强者好多 可能我们这次要增加不少同伴了 想到这次战争之后 六绝神宗的实力会猛增许多 聂云飞就忍不住兴奋 一直以来都是他在管理六绝神宗 看到六绝神宗不断壮大 他比任何人都要开心 少主他们那边不会有问题吧 他们可没有天宫陷佛 龙战虎党 放心 我们吸引了大部分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毕刚他们的压力很小 相信他们会收服不少强者的 毕凡对毕刚充满了信心 毕刚带着众多强者 跟其他强者混在一起 然后开始镇压仙界的强者 仙界强者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大部分都去对付毕凡了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对手 他们自然很轻松 也不必暴露全部势力 所有人注意了 活捉敌人 尽量不要把他们杀死了 毕刚大声了 一名活着的强者 价值比一名死了的强者大很多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大量收服强者 柳决沈宗是不会错过的 毕刚身边 不算他的分身 有15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400多名 9天悬仙级别的强者 这些强者全力出手 镇压敌人的速度非常之快 几乎每分钟 他们都要镇压一两名强者 其他混沌界的强者 也都沾了毕凡的光 肆无忌惮斩杀仙界强者 而他们付出的伤亡非常小 要不是毕凡吸引了 大量的实地金仙 恐怕他们就没有那么好手了 仙界这次由备而来 他们调动的强者更多 尤其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比混沌界多了不少 可就因为仙帝的一句话 使得仙界强者完全乱套了 大部分实地金仙 都去对付毕凡异性 把其他强者送入了虎口 要是仙帝不给什么承诺 凭借仙界的强者 会给混沌界造成巨大的伤亡 当然 混沌界有毕凡他们 输的可能性很小 随着毕刚他们镇压的强者 越来越多 他们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仙界这次来的强者 像冰宁宇这样人物都不少 以他们的精明 自然很快就发觉不对劲了 先不要对付毕凡了 等我们杀了毕凡 恐怕我们仙界来的强者 都要死去大半了 一名叫包大成的强者大吼出来 包大成来历不返 他可是仙界紫帝的核心弟子 身份不比兵宁宇他们低 实力堪比紫鱼鸡 紫帝一直跟仙帝交好 这次应仙帝之妖也参战了 先杀了毕凡 毕凡才是我们仙界最大的敌人 要是他成长起来 以后恐怕仙界都不得安宁了 紫玉吉大声道 所有人给我听着 我父亲的承诺一言九鼎 只要能够杀了毕凡 要是多人一起合作杀死的 我还会多拿出一些极品仙器来 供带着白人 不错 毕凡天赋太惊人了 杀了他才是最重要的 毕凝宇也赞同紫玉吉的说法 他输给了毕凡 至今还觉得丢脸至极 只要能够杀死毕凡 就算死再多强者 他也不会在意的 一些强者听了包大成的 撤出了包围毕凡的行动 去保护他们的手下 而更多的强者 为了先帝的承诺 还是继续包围着毕凡 想要击杀的 紫玉吉 冰宁宇 你们为了一起之私 害死那么多先界强者 你们会造报应的 包大成怒道 包大成是小宗派的弟子 天赋惊人 最后成为子弟的核心弟子 而且修为不在紫玉吉之下 他一直很努力 可有一点 他一直跟紫玉吉 冰宁宇 他们这样 有背景的强者不合 紫玉吉 冰宁宇 也有些看不起包大成 包大成 你别自以为是了 你知道吗 毕凡才是我们先界的 头号敌人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灭掉他 紫玉吉冷声道 冰宁宇道 不错 只要能够杀掉毕凡 就算我们都死了 对先界也是有好处的 他说得大意令人的 可他却躲在后面 都没有加入战斗 说得好听 还不是让别人去送死 包大成冷横的 毕凡一直留意到了包大成 说实话 他对包大成有好感 包大成这样的人 最忠义气 可不是紫玉吉 冰宁与他们能够相比的 要不是敌对关系 毕凡还真想 交包大成这样一个朋友 可惜了 说不定 我们很快就要生死决斗了 毕凡看到 看到包大成 带着一批强者离开 去救援仙界的强者 毕凡还是有些佩服他的 肯为大局着想 这样的人很难得了 九天巡仙级别的强者 自知无法击杀必反 已经纷纷退去 留下一百多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还没有死刑 要击杀必反 其中包括了紫玉吉 和冰宁与两人 他们在后面指挥 出手的次数很少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世纪 圣觉显威 一百多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把天公仙级围了起来 所有人一起出手 御使仙级进行攻击 天公仙级防御很强 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我们这么多强者 难道还不能灭掉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吗 紫玉吉沉生呢 在紫玉吉命令下 一百多名强者 全部拿出了仙级 基本上都是极品仙级 身为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人手一件攻击类极品仙级 还是有的 极品仙级威力很大 何况一百多件极品仙级 一起攻击 看到那么多极品仙级出现 直奔天公仙佛而来 天公仙佛里面的强者都露出震撼的神情 无需担心 碧凡还是信心十足 给其他强者很大的信心 当即碧凡操控魂园降妖扶摸塔 在外面形成了保护 要不然光是天公仙佛 还真的很难挡住一百多枚强者几轮攻击 魂园降妖扶摸塔是神器 自然不同了 能够把极品仙佛的威力压制到最小 不过神器还是不能曝光的 所以它只是催动魂园降妖扶摸塔 加持天公仙佛 让天公仙佛的防御变得更强 只见巨大的天公仙佛外面 形成了一层透明的护罩 气息强大 能够感觉到 那些极品仙器 划着一道的卢物 攻击落在天公仙佛外面的护罩上 护罩好像平静的湖面 犯起了一点点涟漪 却丝毫没有对天公仙佛造成冲击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本来很担心的 却连震动都没有感觉到 他们彻底放弃心来 怎么可能 仙佛不可能有这么强的防御 紫玉急震惊了 濒临雨冷声道 天公仙佛的强弱 直接跟里面提高能量的强者 多挂勇啊 要是六绝神宗所有强者 都在天公仙佛里面 然后一起给天公仙佛输送能量 就凭我们一百多名师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恐怕奈何不了天公仙佛 更别说几傻必烦了 紫玉急何等精明 自然知道濒临雨所说不错 他却不想放弃 继续攻击 我就不信六绝神宗的强者 能够坚持多长时间 紫玉急再次下令 于是一百多名师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纷纷发动猛攻 他们都是师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操控仙器进行攻击 消耗很小 持久战能力非常强悍 他们有信心 把六绝神宗的强者耗干 魂元降妖伏摸塔 不断释放出护照 把天公仙佛保护起来 不过眼看着敌人不断攻击 碧凡他们什么都不能做 心里窝火 碧凡跟聂云飞对望一眼 两人心意相通 都有了注意 当即碧凡和聂云飞 都是展出了魂元圣诀 只见虚幻的大手 出现在了天公仙佛外面 只要是靠近的仙器 被虚幻大手抓住 那么就有很大可能 被直接收进天公仙佛里面去 魂元圣诀 神奇之处很多 收取敌人的武器 就是其中一点 以碧凡和聂云飞的实力 他们施展出魂元圣诀 能够收取大部分 师弟惊心的仙器 当然 贤界强者也不是傻子 他们的仙器 不会任由 必反他们收取 眼看着 有几名强者的仙器 被收取了 其他强者就小心了许多 手中的仙器 不敢随意攻击天公仙佛了 就算攻击 也是试探性的攻击 剑士不对 立马操控仙器 逃之遥遥 不过 毕凡和聂云飞两人 攻击很随意 随时出现在不同的方位 屡屡成功收取 强底的仙器 那些人手中 都是极品仙器 被收取了 够他们心痛了 六绝神宗 那些强者都看呆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神奇的武器 宗主 这就是 魂元神诀吗 不错 这就是魂元神诀 修炼到了极致 就能够收取敌人的武器 毕凡笑着说道 魂元神诀 是毕凡根据 魂元圣诀简化而成 威力无法跟魂元圣诀相比 可同样能够收取敌人的武器 这倒是真的 六绝神宗很多强者 都修炼了魂元神诀 只是 他们还不知道 魂元神诀 有这样神奇的作用 魂元神诀 如此厉害 看来以后 要好好修炼 魂元神诀了 不错 以前只是把魂元神诀 当成操控仙气的简单法诀了 看来 我们还研究的不够透彻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 兴奋无比 刚刚被收服的强者 都露出羡慕之色 你们先不要那么兴奋 收取敌人的仙气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需要你本身的实力 援超对方 还要魂元神诀的修为 达到一定境界 毕凡笑着说道 他看着心收服的强者 道 你们无需羡慕 当你们成为六绝神宗的一员 也有机会 修炼这些武器的 真的吗 心压入的强者 都有些不敢相信 当然 宗主向来说话算话 在我们六绝神宗 用积分可以兑换很多东西 包括各种神级武器 仙气 仙丹 一名强者 立马说道 积分是什么 积分 只要为六绝神宗 做出贡献 自然就有积分了 贡献一些七星魂育 也能够增加积分 所以赚取积分 还是很容易的 看到那些人 在那里热议起来 丽凡和宁云飞 没有时间去管 他们不断出手 收取积品仙气 当那些仙界强者 犹豫不决的时候 图一刀催动天宫仙虎 直接撞了过去 发动了主动攻击 碧凡和宁云飞 依旧不断幻化出巨掌 吓得那些强者 纷纷闪避 不敢让天宫仙虎靠近了 更加不敢用极品仙气 进行远程攻击 看到这种情况 冰宁云和紫玉吉 都有些无奈 他们之前算是 比较了解碧凡的 可如今他们才知道 碧凡压根就没有 表现出真正的实力 他们很清楚 要是当初碧凡催动了 天空鲜活 恐怕他们两人合力 也不是碧凡的对手 正是如此 紫玉吉和冰宁云 更加咬牙切齿 是要击杀碧凡 只要碧凡活着一天 他们心里就会有阴影 修为都会有所阻碍 攻击 攻击 一定要杀了碧凡 你们损失了仙气 算在我们先帝一脉头上 碧凡不死 早晚就会是我们死 你们尽力出手 损失了仙气 我们冰地一脉 也会做出补偿 冰宁云和紫玉吉 都叫嚣笑起来 而且他们开始 带着两大势力的强者 蠱动攻击了 其他强者 本来都有些犹豫 有了紫玉吉和冰宁云的承诺 他们没有什么顾忌了 再次展开了猛攻 狂蜂暴雨般的攻击 各种集体掀起 威力强悍 划破了虚恐 可不管他们攻击 多么猛烈 天公仙府 都窥然不动 而毕凡和聂云飞 不断出手 收获非常不错 没有多久 有三十多名强者 手中的极品仙气 都被夺了 终于 那些强者不敢去攻击了 他们真害怕紫玉吉 冰宁云说出的话是空话 何况大战正在进行 要是没有了仙气 对自己非常不利 就算先帝兵帝 给他们仙气 那也要很长时间去熟练掌握才行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立马有二十多名实体 金星级别的强者 撤出了战斗 紫玉吉和冰宁云 看着那些人撤离 也无可奈何 他们不可能去傻到 得罪那些强者 围攻的强者少了 毕凡他们感觉压力顿见 准备反击了 所有人准备 灭掉他们了 毕凡沉胜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 包括刚才收复的那些强者 全部把能量输送进 天弓仙腹里面 随时被战斗了 毕凡眼神盯着前方 杀气腾腾的 看到实际差不多了 他催动天弓仙腹 猛冲了过去 紫玉吉的脸色大扁 毁灭法则 必须毁掉天弓仙腹 所有人 把毁灭法则 加持在天弓仙腹上面 要挡住他们的攻击 必烦大声告 仙剑那些强者 毕竟不是来自一个势力 不擅长配合 攻击也不能整齐划一 对天弓仙腹的破坏不大 而天弓仙腹外面 被毁灭法则笼罩 直接撞上了 几名实地 金仙级别的强者 那么多强者 加持毁灭法则 威力之大 超乎想象 那几名强者 还没有被撞实 就已经被毁灭法则 彻底毁灭了 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逃命啊 天弓仙腹太无敌了 撤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四散逃逸 紫玉吉和兵明宇 压根就无法指挥那些人 看到这种情况 他们也只有带着 自己阵营的强者 远远避开了 围困解除 六绝神宗的强者 都变得非常兴奋 宗主 杀 追杀那些人 既然敢围杀我们 全部杀掉 大家先撤掉毁灭法则 我们要抓活的 毕凡高兴无比 是 宗主 毕凡操控天弓仙腹 聂云飞负责收取敌人的仙气 其他强者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先见那些强者 全部分散了 天弓仙腹 无需众多强者 一起提供能量 就足以追杀他们了 天弓仙腹的速度太快 他们很快追上了三名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眼看要被天弓仙腹撞上 他们都露出惊恐之色 可天弓仙腹瞬间停了下来 让他们感觉有些奇怪 三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不知道六绝神宗的强者 想要干什么 他们都非常谨慎 面对天弓仙腹 他们甚至不敢施展空间法则逃走 害怕被天弓仙腹撞上 那就完蛋了 三名实体金仙都不敢妄动 让碧凡他们可以做好充足的准备 碧凡当即做出了安排 五名强者一起负责拿下一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刚刚收服的实体金仙也都必须出手 为六绝神宗做出贡献 碧凡和聂云飞都没有出手 十五名强者一起飞出天弓仙腹 直扑三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五对三自然很容易取胜 何况那三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毁灭法则修为并不是特别高 尤其是六绝神宗原本的 十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擅长配合 不到一分钟就活捉了对手 新加入的五名实体金仙 多耗费了一番手脚 也成功把另外一名强者制服了 三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很快就变成了六绝神宗的人 一般强者都讨厌战争 因为战争是残酷的 会造成很大伤亡 可毕凡偏偏喜欢战争 每次战争之后 六绝神宗的实力就会大幅度提升 强者也能够增加许多 他会阴阳锁回忆 加上有一些逆天宝 能够保全手下 并拿下敌人 随着战斗进行 六绝神宗的实力就好像滚雪球一样 不断在撞打 而敌人就会越来越弱 对六绝神宗有利 收服了三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毕凡他们继续出发了 要是单独一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还懒得动手 他们的目标基本上都是三五成群的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天宫仙级化为了一道流光 速度快到了极致 追着那些仙界强者走 一座天宫仙级杀得仙界强者落荒而逃 天宫仙级所到之处 仙界强者避之如蛇蟹 逃得要多快有多快 自于己 冰临雨 你们就是王八蛋 看你们整的什么事情 毕凡没有杀掉 反而给仙界造成了重大损失 包大成怒道 包大成 我们在那边杀毕凡 你跑了 现在还怪起我们来 紫玉急冷声道 他心情本来就不好 还被包大成数落 心情自然不好 冰临雨同样如此 他们都把责任推到了包大成身上 包大成 要不是你带着一匹强者跑了 说不定我们已经杀掉毕凡 如今已经让毕凡脱身 想要杀他真是千难万难 哈哈哈哈 包大成大笑出来 我说紫玉急 冰临雨 你们自己没有杀了毕凡 反而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你们也真是的 你们也不看看我们仙界的强者 如今全部被冲散的七零八落了 要不是你们去对付毕凡那些人 仙界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大家已经开始撤回仙界了 你们想要继续留下追杀毕凡 我不拦着 说完包大成直接走了 不去理会紫玉急他们 看到包大成都扯了 紫玉急他们看了一眼 巍峨的天宫仙火 横冲直撞的情景 当即下了命令 让手下都撤回仙界 这次仙界强者入侵 可是做足了准备 他们为了防备混沌界反扑 在仙界和混沌界交界之处 留着大批强者 只要撤回仙界的地盘 他们就能够稳住阵脚 重新跟混沌界强者较量 如今仙界强者溃败的局势 已经形成了 要是不赶紧撤离 都得被击杀了 撤 所有人都撤 紫玉急大吼出来 先撤回仙界 然后再准备反攻 兵宁宇也大吼起来 各个势力的强者早就想要逃走了 只是他们都不敢 害怕似的命运先王追究 如今命运先王的核心弟子都下命令了 他们自然有多快逃多快了 仙界强者四散逃走 混沌界强者开始追击 杀了仙界强者 杀 仙界强者都是混蛋 我们要把他们杀绝了 碧凡驾驭着天宫仙府追在最前面 凡是被他追上的强者都被镇压了 以天宫仙府的速度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根本无法逃脱 就算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也有被追上的 天宫仙府不断有强者飞进飞出 抓捕仙界强者 天宫仙府就是移动的堡垒 很快碧刚他们也通过空间飞动 进入了天宫仙府的队 一起追击仙界强者 但二 说话如何 必烦问道 不怎么样 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只收服了三名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收服了三百多名 还有一些地德真仙级别的强者 必烟刚探道 也算是不错了 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都去围攻我们了 你们想要收服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都没有什么机会 年云飞的 必烟刚道 父亲 我还是跟你们一起行动吧 也能够多收服一些强者 不行 我要吸引火力 你们就是一柄尖刀 带着混沌界的强者杀出一条血路 要冲破仙界强者的阵线 必烦大声了 是 父亲 必烟刚不得不服从命令 他虽然答应了 可还是有些勉强 必烟 待会儿进入仙界 情况肯定不同 他们不会像之前那样 专门对付我 不过 我估计 他们还是会派出足够的强者 限制我 不让我大开杀戒 但他们会留下很多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免得形成一面倒的局面 你们只管冲杀 先把仙界强者冲散了 混沌界就会少损失一些强者 必烦语中心长道 父亲 你放心 我会全力以赴 多收服一些强者 必烟刚露出了笑容 一路追击 必烦他们又镇压了不少强者 很快 仙界强者全部败退回了仙界的地盘 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了 混沌界的强者停止了追击 没有贸然冲进仙界的地盘去 他们都精明无比 不用吩咐 也知道停止追击 那些强者都看着必烦 因为必烦是战神的核心弟子 而且势力最强 必烦又看了看 另外几名命运先王的核心弟子 可那些人装作没有看到 他们都精明无比 有意让必烦下令 这样一来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必烦的责任了 必烦当然知道他们的想法 他也没有点破 既然大家都不敢担当责任 必烦就当仁不让了 诸位 仙界强者退回了仙界 他们肯定会有所准备 但我们不能让他们站稳了脚跟 必须趁着他们还比较混乱的时候 紧跟着冲进去 灭杀他们 仙界有所准备 我们进去肯定会有所伤亡 不过我们六绝神宗的强者愿意打头阵 由我们先冲杀进去 你们紧跟着冲杀就行了 这一次是难得的机会 我们必须杀的仙界强者 片甲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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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绝神宗的强者大吼出来 当即必烦带着强者 乘坐天宫仙谷 准备行动了 而毕刚带着其他强者到了另外一边 也做好了准备 这时候 战神的弟子都站了出来 毕凡师弟 我们听从你的安排 战神的弟子来得特别多 他们都支持毕凡 其他强者自然没有二话了 好 很好 毕凡小的 我们先分成三路 我负责从中间突破 刚儿 你带着强者从左边突破 天宫师兄 你带着师兄弟们从右边突破 我们要以雷霆之势 冲破仙界强者的防险 只要那些人乱了 其他人才有机会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混沌界其他强者 要是不愿意进入仙界的 我不强求 大家自己做决定 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都站出来 等我们杀进去了 你们隔十七功夫 紧跟着冲进来 速度要快 速展速决 好 大家都听必烦宗主的 这一次 要仙界吃不了兜着走 傻光仙界的强者 混沌界的强者 都被激起了杀意 竟然没有人要退出的 也是混沌界经常 被其他五界入侵 他们对入侵者仇视无比 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不会放过 看到众人都准备好了 必烦大声道 行动 他驾驭着天公仙府 冲在了最前面 直接冲入了仙界 有天公仙府保护 就算仙界强者设下了陷阱 他也不害怕 天公仙府出现在了仙界的地盘 毕凡就看到 仙界强者早就严阵一带 而且都截着防御 做足了准备 他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所以非常冷静 直接操控着天公仙府 重撞过去 六角神宗那些强者 早就把能量输送进了天公仙府 那是毕凡 是先帝要杀的人 拦住他 毕凡太强了 必须拦住他 不然他破坏力太强了 放心 我已经通知了紫园级大人 他们会带着强者 亲自拦截毕凡呢 不过毕凡他们的速度更快 直接冲进了人群 撞死撞上不少强者 六角神宗的强者 纷纷出现在了外面 尽量镇压实力比较弱的强者 实力太强 短时间无法镇压 就容易出现问题 毕凡给他们下了命令 让他们找容易得手的目标 要一举拿下 然后迅速远离 切实在仙剑 一旦被包围 总是麻烦事情 镇压了一批强者 六角神宗的强者 都回到了天公仙府 毕凡操控着天公仙府 又冲向了其他人群 哪里强者多 他就冲向什么地方 毕凡和田红率领 强者也紧跟着冲了进去 他们进入仙剑的地盘 同样遭到了仙剑强者的阻拦 仙剑强者严阵一旦 毕凡他们也做足了准备 杀 两对强者赔偿几重 不像仙剑强者 要守护很长的战线 虽然仙剑强者 布阵一旦 但是瞬间被冲破了防线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最狠 纷纷实展出强势手段 直接把敌人镇压 毕凡两大分身 其中毕纹隐藏在九宫仙剑弘图之中 收服被镇压的强者 九宫仙剑弘图在三十六天宫之中 吸纳了很多仙器 威力更强了 在宫殿类极品仙器之中 绝对是顶尖的 毕凡把九宫仙剑弘图给了毕凡 毕纲没有动用九宫仙剑弘图的力量 也没有动用十亿金蝉 他们摧枯拉朽一般 给仙剑强者造成了重创 而且他们不断扩大战果 冲散仙剑强者的防险 其他仙剑强者为了过来救援 也都乱了 田红他们那边也差不多 他们强者比六绝神宗这边还要多 那可是战神手下的精锐 势力之强超乎想象 战神的弟子跟仙剑强者仇恨很深 都纠缠了无数年 双方都死伤无辱 遇到这样难得的机会 他们自然全力出手 斩杀仙剑强者 由于他们是直接下手 所以速度比毕刚才能还快 很快就把仙剑强者的阵线弄乱了 三个箭头已经建功 混沌界剩下的强者也都不是闹种 他们还没有等到实习时间 就迫不及待 冲进了仙剑的地盘 他们之前获胜了 实际正高啊 杀了进去之后 直接开始厮杀 仙剑强者确实有准备 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把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分散在各段防线 使得核心力量分散 根本无法阻挡 避凡他们最先的冲击 等紫玉级他们组织强者 去拦截避凡了 毕刚田红他们率领的强者 给仙剑强者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使得仙剑强者的阵线 彻底乱成了一团 紧接着 混沌界大批强者 蜂拥而入 给仙剑强者 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仙剑准备冲分 最终还是因为指挥实力 使得他们落在了下坡 当然 这次仙剑强者比较分散 比之前好多了 之前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去对付毕凡 使得混沌界那些强者 催乎拉朽一般 解决了战斗 仙剑那些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起到了很大作用 使得混沌界 无法肆无忌惮了 战斗进入相持阶段 不过 还是混沌界 占据了上风 本来仙剑强者实力更强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也更多 可他们不得不派出 三十多名最精锐的十地金仙 去拦截毕凡一行 要不然他们杀伤力太强了 如此一来 双方实力就相差不多了 可毕刚他们乱战太强 战斗力超绝 给仙剑强者造成了很大伤亡 没有人能够跟毕刚 毕武抗赫 光是他们两人 随手都可以制服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何况毕武 还没有跟毕刚一起行动 他专门挑选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下手 而毕刚 则带着六绝神宗的强者 横扫无敌 镇压的强者越来越多 当然 他们没有把刚刚镇压的强者放出来 全部被毕文 通过空间黑洞 送入了天宫仙佛之中 他们可以为天宫仙佛提供能量 增加天宙仙佛的威能 随着他们收服的强者越来越多 天宙仙佛的威能越来越强 压得紫玉级他们率领的精锐强者 喘不过气来了 这对混沌界来说绝对是好消息 一旦紫玉级他们崩溃 无法阻挡避凡一行 那么将举将会被打破 险服太强了 威力还在不断增加 我们这样下去 早晚也完蛋 不错 我们消耗很大 很快就挡不住 避凡他们了 三十多名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已经对避凡他们充满了恐惧 时期不大下降 紫玉级他们看到情况不对 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们已经亲自动手了 可还是无法扳回局面 继续战斗下去 那么他们会变得很凶险 可他们没有办法退让 因为他们背后是仙界的地盘 他们不允许混沌界强者 毁掉美丽的仙界 他们承担不起 战争失利的责任 所以紫玉级他们没有后退 一直在坚持 恶求挡住必反的天宫仙府 面对三十多名精锐的实地精先 必反他们想要得手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过随着天宫仙府里面 强者越来越多 他们还是有机会 击败紫玉级他们的 时间流逝 眼看紫玉级他们要挡不住了 六绝神宗的强者都显得很兴奋 宗主 我们马上就要冲破他们的封锁了 那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一定要多支付一些仙界强者 一解心中郁闷 毕凡就更加兴奋了 眼看着这么多强者 只要多收服一些 不愁六绝神宗 不亦飞冲天 他跟其他势力相比 就是因为他会阴阳锁回忆 能够轻易收服强者 使得他们无法背叛 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自然要运用起来 才是对六绝神宗最为有利的 毕文又送了不少强者 进入天宫仙府 其中还有两名 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看到这种情况 毕凡知道 差不多该结束缠斗了 所有人 全力输送能量 一决胜负的时机到了 随着毕凡一声大吼 在场的强者 都把能量输送进了 天宫仙府 天宫仙府变得更加威恶 气势雄壮 让人不敢仰视 不好 我们要挡不住了 紫玉急惊呼出来 他何等眼里 自然看出天宫仙府 变得更强了 他们已经没有余力了 肯定无法挡住 天宫仙府的冲撞 完了 冰宁谈道 这次战争失利 恐怕我们都要受到处罚 冰宁有些自私了 他首先想到的 还是他自己 其实 大部分修炼者 都是自私自利的 从来都只被自己考虑 毕凡催动天宫仙府 撞向了紫玉急他们 脸上露出了笑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二集 对战龙地 这次 天宫仙府威力增加了许多 他有把握 一下子冲破紫玉急他们的封锁 只要能够冲出去 他们就可以天高任鸟飞了 天宫仙府速度很快 犹如流光一般 瞬息到了紫玉急他们面前 可紫玉急他们没有后退 纷纷是展出最强绝招 意图拦下天宫仙府 激烈的碰撞马上开始 眼看就要撞上了 突然 虚空之中出现了一名强者 此人一出 竟然直接一手挡住了天宫仙府 让天宫仙府无法寸净 能够有这样实力的 不用说都知道 对方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只有实力强大的命运先王 才有这样的实力 天宫仙府的冲撞力很强 恐怕也只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稍微改变一些命运法则 然后才能挡住天宫仙府 龙帝 既然是龙帝来了 紫玉急惊讶无比 龙帝是龙族修炼者 以前曾经是某位强者的坐骑 后来他的主人老死 他获得了自由 由于他天赋惊人 竟然修炼到了命运先王级别 龙族的命运先王 战斗力自然超乎寻常 刚刚成为命运先王 龙帝没少挑战 其他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只是他最后败给了先帝 龙帝那次挑战先帝 受到了重创 跟先帝结下了仇怨 按理说 龙帝是不可能参战的 先帝挑起的战争失败 对他是有好处的 龙帝出现 自然让紫玉急震惊无比了 他表现出来的实力 则把必凡震住了 天公先府的冲撞之力 有多猛 紫玉急他们集合了三十多名 精锐的实力精线 都有些抵挡不住了 可龙帝能够一手 把天公先府拦下来 可见他不但修为高深 力量更是强狠 仙界果然准备充分 竟然还有后手 这就比较难对付了 光是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就足以拖住必凡他们了 这对混沌界的强者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当即 必凡让图一刀联系了必玩 让他把这边的情况 告知混沌界还没有出战的命运先王 混沌界也做好了准备 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他们不可能没有丝毫准备 当然 那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要赶来 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当务之急 必须拦一下命运先王 让他无法伤害到混沌界的强者 真是想不到 仙界如此看得起我 竟然派出了命运先王来对付我 既然如此 那就来杀我吧 当即 必凡操控天宫仙佛 飞速逃窜 远离了战场 跟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交手 虽然是第二次了 可上次没有吃亏 不等于 他真的能够跟命运先王抗衡 他很清楚 命运先王的战斗力太强了 龙帝傲气无比 不懈对其他人下手 他追着闭门离开了 小子 听说你有些实力 不过 你这次死定了 想要杀我 没有那么容易 当初先帝想杀我 都没杀死我 听说你是先帝的手下败将 你有什么能力杀我 帝凡冷声道 他故意要激怒龙帝 就是为了带着他离开战场 免得他发起疯来 对混沌界其他强者构成威胁 当然 帝凡也不是那么大共无私的 他主要是把龙帝 威胁到帝杠 龙帝果然被激怒了 紧紧追着帝凡 迅速远离 你们去对付混沌界强者 我去看看 龙帝跟帝凡战斗的情况 紫玉集显得很兴奋 冰宁语道 我也去看看情况 紫玉集和冰宁语 直接跟着离开了 也不去管仙界 跟混沌界大战的情况了 其实 他们内心极度不安 不看着帝凡死去 他们以后都无法安心修炼 所以 他们不管一切事物 也要跟着去 亲眼看到龙帝击杀帝凡 帝凡并没有走多远 而且还在仙界的地盘里 他琢磨着既然战斗激烈 也不会波及到混沌界的强者 于是停下来 龙帝速度很快 随即就到了 小子 你怎么不跑了 龙帝笑着说道 跑 我不会跑的 就怕你奈何不了我 然后抽身走了 帝凡笑着说道 当然 他并没有出来 还是隐藏在天宫仙服里面的 在天宫仙服里面 有天宙仙服保护 还随时可以借助 魂元降妖扶摸塔的 威能防御 同时 天宙仙服里面 有大量的强者 他们会为天宙仙服 提供能量 让毕凡能够跟龙帝 激战一场 小子 你拿话激我 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何况要杀你 还不是容易的事情 龙帝冷声道 就在这时候 紫玉吉和冰宁宇也赶到了 龙帝大人 你能够来 真是太好了 紫玉吉笑着说道 龙帝大人 一定要杀了他 他的天赋太惊人了 迟早成为仙界的大帝 冰宁宇道 龙帝冷冷地看了冰宁宇一眼 道 我要这么多 还不用你们来说 给我滚远一点 就算紫玉吉和冰宁宇身份高贵 龙帝还是不给他们面子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才不会在乎紫玉吉他们这样的小辈 除非他们能够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才能得到龙帝的尊重 紫玉吉和冰宁宇两人只是笑笑 也不敢生气 他们果然离得比较远了 小子 动手吧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龙帝冷声道 好 毕凡也不客气 当即操控天宫先府 直接撞上了龙帝 同时 天宫先府外面 被层层毁灭法则包裹着 只要撞上龙帝 那些毁灭法则 就会毁灭龙帝 可龙帝也不是等先人物 他自然知道厉害 直接一座巍蛾的 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宫殿出现了 直接跟天宫先府撞在了一起 龙帝释放出来的也是先府 名为龙宫 是龙帝的专用先府 在龙宫里面 有不少龙帝的手下 为龙宫提供能量 必凡有强者相助 龙帝同样有大量强者相助 以此撞击 天宫先府外面的毁灭法则 都被震散了 天宫先府也倒飞了回去 同时 身处天宫先府里面的那些强者 有不少实力弱一些的 直接被战的吐血了 龙帝前辈 你还真是 跟我这样的小辈战斗 也要借助手下的力量 必凡冷笑出来 小子 你想要击我 那是没有用处的 要是你想跟我单独挑战 我无限欢迎 要是你借助其他人的力量 我也不会杀到 独自一人应付 龙帝诞人道 这个世界是残酷的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必凡看到手下 很多都受伤了 要是继续下去 对六角神宗的强者不利 面对这种情况 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好 我跟你单挑 谁都不动用先府的非力 必凡沉生道 谁呀 才有意思 龙帝笑了出来 龙帝大人真是厉害 这么快就把必凡 逼出了天宫先府 冰宁语惊喜道 紫玉吉冷声道 必凡实力确实不错 可他出了天宫先府 那就是死路一条 而另外一遍 必凡出了天宫先府 跟龙帝对峙起来 龙帝的气势很强大 压得必凡有些喘不过气来 为了对抗龙帝 必凡选择了跟土一刀合体 才能勉强挡住龙帝的气势 看到必凡 竟然在他的气势下无恙 龙帝有些惊讶 小子 确实有些失误 比那边的家伙强多了 龙帝先被过奖了 得到你的夸奖 是我的荣幸 据我所知 您是龙族强者 为什么要在仙界立足呢 不管是混沌界 还是妖界 都比仙界要好 必凡微笑道 小子 想要离间我 你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龙帝笑了出来 必凡道 龙帝前辈 这可关系着你的前途 我看你还是考虑一下吧 必凡 我没有看到你的实力 不过 你这嘴巴 挺会说到的 龙帝前辈过奖了 准备战斗吧 我让你先出手 龙帝还是有些看不起必凡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看不起实体精心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好 接我一招战神秘露 必凡出手了 战神秘露 要是战神施展出来 我还忌惮三分 你施展出来 一点用处都没有 龙帝淡然道 必凡才不管那么多 把战神秘露施展出来 必凡的拳头不断变换 速度快到了极致 无数拳影 同时击向了龙帝 他施展出的武器 精妙无比 维力更是惊人 可龙帝动也没有动 当拳影靠近了 他一直点出 直接把拳影击破了 龙帝实力确实在必凡之上 加上他见识过战神秘露 自然能够轻易破除 必凡的攻势 必凡没有气馁 紧接着施展出 战神秘露第五师 战龙神拳 巨大的龙影出现 直奔龙帝而去 小子 在我面前施展这一招 是不管用的 龙帝出手了 巨大的龙爪出现 抓向了必凡幻化出来的巨龙 这一次 必凡精明了许多 战神秘露第五师 战龙神拳中 还隐藏着一套武器 那就是百战圣权帝武士 逆龙吞天崩 同样幻化巨龙 可原理并不是一样的 威力也有差异 当然 百战圣权帝武士 逆龙吞天崩 威力更强 当龙帝的巨爪 跟巨龙相撞 竟然火花四舍 必凡幻化的巨龙没有消散 龙帝没有占到便宜 龙帝非常惊讶 要是战神秘露第五师 战龙神拳 他完全有能力化解的 可必凡示展出来的 并不完全是战神秘露第五师 战龙神拳 小子 你这不是战神秘露 龙帝惊讶的 龙帝千辈 这确实不是你以前见过的战神秘露 因为这么多年了 我师尊改进了不少 我自己也根据自身的情况 进行了一些小改动 原来如此 看来还是不能太小看你了 碧凡笑道 龙帝先辈 你压根就看不起我吧 等到什么时候 你成为了秘密先王 我就会尊重你了 龙帝代人了 看招 碧凡不断施展出 似是而非的战神秘露 跟龙帝大战 龙帝好像想要摸清碧凡的底细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 施展出最强的杀招 把他斩杀了 正好碧凡需要时间 他要等待救援的强者赶到 以碧凡如今的实力 还不是秘密先王的对手 所以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当碧凡把所学的战神秘露施展完毕 就必须换武技了 他思考之后 施展出了鬼刺神剑 鬼刺神剑以诡异莫测组成 威力不计战神秘露 可神庙却不是战神秘露 能够相比的 龙帝施展出的武技 威力都很强 跟战神秘露类似 碧凡以诡异的鬼刺神剑对敌 就是想多拖延一点时间 只是龙帝很快识破了碧凡的想法 冷笑道 小子 跟我玩花样 你以为你能够拖延多长时间 他当即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不想继续等候了 龙帝的毁灭法则虽然只融合了八种 可威力之强不比毕凡的毁灭法则弱 毕凡不想暴露毁灭法则修为 他只有施展出空间黑洞 来破解龙帝的攻击 毕凡的空间黑洞 如今已经融合了所有的法则力量 威力之大绝对不在毁灭法则之下 甚至要更强一些 空间黑洞一出 果然把周围都吞噬了 龙帝的毁灭法则能量 自然也不能例外 黑洞 龙帝惊讶无比 不错 是黑洞 你能够操控黑洞 简直不可思议 龙帝太无比 可惜啊 这样的天才人物 最终要死在我手上 龙帝前辈 你要杀我可并不容易 毕凡还是信心十足 龙帝不断展开攻击 各种攻击倾斜而下 毕凡唯有施展空间黑洞 挡住龙帝的攻击 可龙帝的攻击太猛了 空间黑洞有些抵挡不住了 他已经跟土一刀合体了 两人的力量叠加 还是挡不住龙帝的攻击 怎么说龙帝的力量 跟毕凡的力量 也不是一个层级的 相差太远 使得其他手段都是徒劳 到现在为止 毕凡还是没有 动用魂元降妖抚摸塔 因为他很清楚 就算动用魂元降妖抚摸塔 也无法击败龙帝 反而会暴露 他有神奇的事情 鸿蒙至尊 第913集 双龙会 龙帝是命运先王级别的枪者 感应太敏锐了 要是神奇法威 他绝对能够认出来 神奇关系重大 泄露出去对六角神宗不利 他只是拖延时间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用魂元降妖抚摸塔了 当然 偶尔他会借助 魂元降妖抚摸塔的力量 保护好自身 魂元降妖抚摸塔的防御力 真不是盖的 比琉璃精神甲的防御力 强大太多了 不过 魂元降妖抚摸塔 发挥出来的威力 只是跟极限 极品掀器的防御力相当 这是 他根据极验寒冰的力量 来调整的 小子 这只想不到 你还有极限极品掀器 龙帝有些惊讶 极限极品掀器 必凡确实有 极验寒冰就算了 这只是一种说法 在神奇之下 威力最顶尖的极品掀器 被称为极限极品掀器 也有些人称之为 刺神器 刺神器 并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很多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只能拥有刺神器 而石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很少有刺神器的 连紫玉集 也只有一件 攻击类刺神器 必凡有防御类刺神器 肯定让人惊讶和羡慕了 紫玉集和兵宁宇在远处 不知道实际情况 看到必凡挡住了龙帝的攻击 都震惊无比 这必凡既然如此强悍 看来跟我们战斗 还没有施展出全力来 兵宁宇探斗 紫玉集脸色无比难看 他不想承认输给了必凡 可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不认 这必凡 肯定有了不得的机缘 要不然不可能如此强大 我想也是 要是能够杀掉他 得到他的秘密 说不定我们也能够 抗衡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兵宁宇眼神之中 露出一丝贪烂之色 必凡没有跟龙帝废话 他尽量保持平常心态 龙帝战斗力太强了 即便有魂元 降妖扶摸他 保护自身 他还是艰难无比 能够抗衡多长时间 他自己也没有底 毕凡 不得不承认 你是命运先王之下第一人 连邓先灵都没有你强 龙帝赞叹道 跟毕凡击战了这么久 他都有些不敢想象 以前没有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能够在他手下走过十招的 连邓先灵都不行 他不知道邓先灵已经被毕凡之子毕刚收复了 要是知道恐怕更加震撼 毕凡不喜欢张扬 当然不会主动去说邓先灵的事情 龙帝前辈 你今天好像夸奖我太多了 你既然如此看得起我 何不霸占 说不定我们能够成为望连教 小的 要是你是仙界强者 我不介意跟你成为望连教 可惜你是混沌界的人 要不这样 你投靠仙界 我为你做宝 龙帝确实很欣赏毕凡 毕凡摇头 龙帝前辈 多谢你的好意了 我当初飞升仙界 却被仙界的大能 把我送入了混沌界 从那一刻起我就是混沌界的人了 我看不如你加入混沌界吧 相信混沌界那些命运先王 会无限欢迎的 小的 不跟你废话了 继续接招 龙帝再次展开了梦宫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不算什么 关键是龙帝显出了真身 一条巨龙出现在了必反面前 巨龙长达万米 嘴巴张开 能够把一座小山都吞下去 巨龙目露雄光 咆哮一声 战斗 龙帝身为龙族强者 本体战斗力绝对是最强的 他身体任何部位都是武器 而且比极品仙器 飞力还要大 他用本体战斗 说明他开始认真起来 决意要杀掉必反了 必反也很清楚这一点 他全力运转 逆磨九转金身诀 同时把最强的防御神通 法则都用上了 龙帝的攻击开始了 围扫身体壮 龙膝 任何攻击都不是轻易能够化解的 攻击落在了必反身上 他被鸿蒙之气强化了的躯体 都有些承受不住 龙帝的攻击迅猛无比 根本不给必反喘息的机会 连双色欺凌的修补速度 都有些赶不及 这种强度的攻击 必反估摸着 最多坚持一刻钟 可一刻钟 救援的强者 是否能够赶到 还是未知数 必反别无选择 只有尽量闪避 然后减少被击中的次数 可他的修为不及龙帝 想要躲避龙帝的攻击 成功的几率太低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必反的身体负荷越来越大 有些承受不住了 看到必反成了煞包 最高兴的还是紫玉级和冰凌语 必反死定了 竟然跟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为敌 死了好啊 死了 我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那小子天赋太高 留着就是祸患 他们有些幸灾乐祸的 巴巴的必反早点死去 龙帝也想早点解决战斗 可必反的韧性太强了 眼看着要成功了 他还是挺过来 这些自然是双色欺怜的功啊 要不是双色欺怜 他的躯体已经被毁灭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鸿蒙之气的功啊 鸿蒙之气虽然不能修复肉体 可使得必反的躯体坚韧了许多 主要是必反体内鸿蒙之气太少 要是鸿蒙之气多一些 能够四处游走 那么修复躯体的速度 绝对比双色欺怜还要快 鸿蒙之气的神奇 六界之中没有人弄明白了 只有鸿蒙黄语的强者才清楚 是死被打 碧凡还是没有死 已经让龙帝震撼无比了 他甚至怀疑眼前之人 是不是也是龙族强者 必反实实在在的是人类强者 从这一点来说 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么说明必反有着超凡的本领 是龙帝所不知道的 其实龙帝内心深处 并不想杀了必反 他有些稀才了 为了仙剑 他不得不狠下落手 斩杀必反 龙帝的攻击没有停止 而且越来越猛烈了 必反已经开始考虑 要不要暂逼一时了 他逃走的话 恐怕很多混沌界的强者 都要丢掉性命 包括六角神宗的强者 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准备把聂元飞放出来 合力激战龙帝 争取多拖延一些时间 龙帝 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竟然跟小贝交手 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 听到声音 必反精神一阵 救援的强者终于到了 只是不知道来的是谁 龙逆天 龙帝认出来人 惊讶无比 他顿了一下 立马全力出手 张开大嘴 想要把必反吞掉 这是龙帝最后的机会 要不然龙逆天到了 他就没有机会了 要是传出去 堂堂龙帝竟然没有击败 小小的实体金仙 他的颜面要扫地了 就算是为了面子 他也要杀了必反 只要能够吞掉必反 龙帝就有把握 把他镇压了 情况紧急 不得已 必反直接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出现在了九宫仙缘土里 他突然消失 让龙帝的攻击落空了 龙帝 想不到你也吃别了 龙逆天大笑起来 同样身为龙族强者 龙逆天跟龙帝 不知道战斗了多少次 可每次都没有分出胜负 两名龙族强者 相互都希望看到对方丢脸 这是空间密法 竟然如此神奇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必反 龙帝看到 他没有去追必反 因为他想那么做 龙逆天也不会答应 必反 确实厉害 有机会 我要好好跟他交流一下 龙逆天显得很高兴 龙帝看了看呆滞的紫玉脊 冰淋雨 你们回到战场去 我估计必反已经到了战场 他破坏力太强 你们必须挡住他 我们 紫玉即犹豫了 之前 他们集合了三十多名精锐的 实体精仙 也挡不住必反 如今 那些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散了 就凭他们两人 确实很难拦下必反的 还不快去 难道你们想要 看到仙界强者败北 龙帝冷喝出来 紫玉脊和冰淋雨 连忙离开 准备去战场了 他们没有选择 当必反他们离去之后 仙界一下子 多出三十多名 精锐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给馄饨界 造成了很大伤亡 必刚见识部队 主动请应 去对付那三十多名 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必刚把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都收了起来 他身边只有十五名 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十五名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要去对抗三十余名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困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可是为了大局 他不得不去躲 三十多名实体精仙级别的强者 聚集在一起 新生的冲击力太强了 没有人能够挡住 上 必刚和必无两人当先赢了上去 必刚还把十一金蝉都放了出来 十一金蝉出动 没有人看到他 他瞬间进入一名实体精仙的体内 开始吞噬内人的灵魂 十一金蝉同级无敌 这可不是吹出来的 十一金蝉一旦入体 很难被驱逐 就算有灵魂类极品仙气 也不一定能够挡住十一金蝉 被十一金蝉附身的实体精仙 惨叫出声 凄厉无比 不到一分钟 他就死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这才是最让人恐惧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一名实体精仙脸色苍白 惊恐道 谁知道呢 肯定是他们搞的鬼 此时必刚带着手下 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 由我们来对付 必刚冷声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不跟无名小族战斗 说话的是一名冷酷无比的强者 他是兵帝的弟子 名叫兵宁离 兵宁离实力不错 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 必刚没有名气 不像必反 经过智玄宗的宣传 还有些名气 兵宁离看不起他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必刚没有在意 在下必刚 请指教 必刚 你跟毕凡有什么关系 兵宁离问道 他显得有些惊讶 因为他通过兵宁离 知道毕凡非常厉害 毕凡是我父亲 毕刚有些自傲 毕凡离脸色巨变 你是毕凡之子 不错 难道你们害怕了 毕刚笑着说道 害怕 真是笑话 要是你父亲出现在这里 我们也许会害怕 可你们还差得远 兵宁离冷静下来 笑着说道 之前他们跟毕凡大战了一场 知道毕凡的实力很强 可毕凡已经跟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走了 能够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他们谈话之间 十亿金蝉再次进入了一名十地金仙的体内 那名十地金仙惨叫起来 凄惨无比 看到都冷汗直冒 可见他多么痛苦了 先见那些强者 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他们都有些害怕 下一个会是他们 毕刚 是你搞的鬼 是吗 我还没有动手 如果你们认为是我 那就是我了 毕刚无所谓 兵宁离朗 毕凡被龙帝带走 他死定了 大家一起出手 杀了毕凡的儿子 斩草除根 他够狠的要赶尽杀绝 没有办法 他也害怕毕刚以后报复 还不如尽早把隐魂消除了 三十余名强者 眼神之中都充满了杀气 他们知道毕凡的厉害 害怕毕刚也达到毕凡的高度 所以想要先把毕刚扼杀 三十余名强者 同时出手 直奔毕刚他们杀去 动手 先解决实力比较弱的 毕刚很冷静 他带着毕武 加上十五名实地 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做好应战的准备 十五名实地 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结成大五行大阵 而剩下毕刚和毕武 是随时可以支援各个方向 甚至给敌人造成巨大伤亡 大战开始 毕刚和毕武无法留守 他们全力施展 竟然在第一回合 各自拿下一名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进入九宫仙源图之后 就被毕文封印了 然后送到天宫仙府里面去了 丁宁离 他们看不起毕刚 可刚刚脚手 他们就镇住了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四集 佛界参展 毕刚和毕武太强了 强得没有人相信 好强的势力 多分出一些强者 先解决到毕刚和那名强者 绝对不能让他们 再对付我们的人 兵宁离大吼出来 我看我们还是撤吧 毕刚实力太强 留下徒增伤亡 说话的是先帝的弟子 名叫紫玉宁 他的实力同样强劲无比 对毕刚也充满了杀意 他虽然想要杀死毕刚 可对方太强 加上不知名的原因 他们已经折损了四名 实力金仙级别的强者 这给他们带来的恐惧 是无形的 也是深入人心的 紫玉宁的话 得到不少强者的响应 可另外一名实力金仙 林孝天却不同意 我们不能撤 一旦我们撤了 那么先界强者败局 就不可避免了 之前的战斗 毕刚他们 已经镇压了许多先界强者 要是没有人跟他们纠缠 那么他们将镇压 更多先界强者 宾宁离道 我亲自带几名强者 对付毕刚 谁跟我一起 我带几名强者 拦下他 谁跟我合力 自小天道 宾宁离和林孝天都带头了 紫玉宁就不好说声了 只有留下继续战斗 在场的都是实体金仙中的佼佼者 实力最差的都融合了四种毁灭法则 大部分强者都融合了五种以上的毁灭法则 他们没有人是脑中 他们很好战 只要有人带头 他们克服了恐惧 准备留下来对付毕刚 于是 宾宁离带着五名强者 把毕刚围了起来 林孝天带着四名强者 把毕武围困在中间 大战继续 虽然毕刚他们被围困了 可剩下那些六绝神宗的强者 也很强烈 他们大部分修为都很高 加上有大五星大臣助力 使得他们已经连续击败 镇压了四名师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不过当毕刚他们被暂时困住 其他仙界强者也把六绝神宗 那十五名强者围困起来 虽然不敌 却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了 只是仙界强者折损了使命 如今只剩下二十余名强者 加上他们着重去对付毕刚和毕武了 使得人数并不占优势 那些人能够挡住六绝神宗强者 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 最后还是十一金蝉 打破了将军 在毕刚操控下 十一金蝉再次对仙界强者下手了 毕刚让十一金蝉 快速解决了两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被六绝神宗其他实体金仙结尾 仙界强者人数再次减少 加上恐惧心理 他们终于挡不住了 十五名六绝神宗的强者 分成三个阵营 趁机发动了攻击 阵压先写 就算一队强者 镇压一名实体金仙 只要持续下去 三十余名强者 也要全部折损在这里了 紫瑜你冷声道 冰宁礼 林小天 你们还不撤退 难道想要把仙界的精英 都折损在这里 冰宁礼和林小天 想要扭转局势 他们没有做到 也无法完成了 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局势非常不利 坚持下去 只会损失更大 两人当机立断 下了命令 带着剩下的 二十名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快速撤离了 毕刚和毕武 以最快的速度追击 又各自打下了一名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冰宁礼他们不敢纠缠 眼看着毕刚他们 镇压同伴 也不敢回身救援 不过 毕刚他们镇压强者 耽搁了一点时间 冰宁礼等人 已经走远了 少主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冲烂仙界强者的防线 扩大战广 毕刚他们 带着强者 专门挑选 仙界强者 比较多的地方冲上 以他们的强势 没有什么人 能够挡住他们 六绝神宗的强者 一网无前 镇压强者无输 不过 贤界强者 也不是废物 林笑天等人 很快招来强远 再次 拦下了 毕刚一行 这次 冰宁礼等人 带来了两名 顶尖的实体金仙 都是融合了 八种毁灭法则的 实体金仙 他们分别 拦下了 毕刚和毕武 其他人 则把六绝神宗 剩下的强者 背上了 激战良久 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 没有毕刚他们冲击 先界强者 逐渐稳住了局势 不说逆转局势 至少再次 站稳了脚跟 挡住了 混沌界强者的攻势 就在僵尺阶段 毕凡他们 进入了 九宫先缘途之中 他们看到外面的情况 毕凡做出了安排 林云飞 你去帮助毕武 我帮助刚儿 其他人 务必把剩下那些 先界强者拿下 这么多 实地金仙基地的强者 最好 全部收复了 是 宗主 毕文把他们 都放了出去 毕凡一出现 就对毕刚的对手 发动了猛攻 毕刚的对手 是先帝门下的 核心弟子 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名叫紫玉佛 紫玉佛也是 六界的传奇人物 据说 他还得到了 佛界的传承 先佛兼修 正是因为先佛兼修 使得他的修为进度 慢了不少 要不然 六界十地金仙之下 第一人 恐怕就是他 而不是邓先灵了 更何况 紫玉佛修炼的时间 要比邓先灵 少两万多年 只要给紫玉佛时间 他早晚会超越 邓先灵的 在先帝一门 先帝最看重的 就是紫玉佛了 他的地位 甚至还在紫玉极致上 紫玉佛以前也不叫紫玉佛 被先帝赐予了自己的信誓 B5的对手也不简单 兵地门下最强之人 名叫冰封轩 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冰封轩同样是传奇人物 跟邓先灵 是一个时代的强者 不是幽魂天这些 年轻一辈强者能够相比的 虽然冰封轩名气不如邓先灵 可真正的实力 跟邓先灵相差不大 冰封轩和紫玉佛都够强大的 可他面对的是更强的父子祖和 毕刚和毕凡 任何一人都有击败紫玉佛的实力 只是需要时间 同样他们的分身 也有击败冰封轩的实力 何况他们现在是两人对付一人 胜券在我 冰尼离紫玉逆 林孝天三人率领的强者就更惨了 本来他们还能占据一点优势 当毕凡的两对实力金仙出现 他们的优势荡然无存 反而危险之际 加上实意金蝉 无影无形 不断吞噬实力金仙的灵魂 使得他们不断渐远 冰尼离他们 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这次情况极为不妙 因为他们被围了 想要脱身都难 大家全力冲击 先冲出保卫圈 冰尼离大声道 可惜他们是被大阵困住的 想要冲破大阵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以林孝天为首的三名强者 带着近二十名强者 不断冲击猛 林孝天他们都把希望放在了冰封轩 紫玉佛身上 在他们心目中 紫玉佛和冰封轩都是传奇人物 不败神话 只要有他们在 冰尼离他们的信心都还在 斗志也没有减弱多少 只是他们无法想象 紫玉佛 冰封轩 他们竟然不是毕刚四人 任何一人的对手 他们已经自身难保 更别说去救援他们了 紫玉佛他们已经陷入了死局 要是没有其他强者救援 他们都很难逃过一几了 紫玉佛和冰封轩 都是天赋超绝的强者 他们自信心何等庞大 可面对毕刚的时候 他们已经震惊无比了 当毕凡两人出现 他们甚至都有些绝望了 领教了毕刚的势力 又来了一个比毕刚更强的 强大如紫玉佛 也没有一点自信了 天元神光 紫玉佛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他施展出了绝技 天元神光 是佛光与天元神剑组合的神级武器 威力之大 绝对是颠覆神级武器的威力 佛光能够净化一切 对黑暗能量更是有着克制作用 天元神剑融合佛光的武器 被紫玉佛取名为天元神光 威力超绝 他曾经依靠这一套武器 斩杀了很多强敌 看到局势不离 紫玉佛只想施展出天元神光 逼腿逼凡或者逼刚 然后他能够脱身 天元神光一处刺眼无比 眼睛好像都要被闪瞎了 而且天元神光速度极快 瞬间到了毕凡和毕刚面前 如此威力巨大的绝招 一般强者都不敢应解 少有不慎 就会落得生死的下场 可毕凡和毕刚 竟然毫不退让 他们都有双色麒怜在身 双色麒怜散发出的白丝 能够轻易化解佛光 双色麒怜甚至能够吞噬佛光的能量 自然也能够吞噬天元神光的能量 两人同时被击中 都没有受伤 就在紫玉佛错愕的片刻 父子两一起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先罩住了紫玉佛 然后不断施展毁灭法则 消耗紫玉佛的能量 不过毕凡担心又出现其他变果 所以他最终还是动用了 魂园降妖扶摸塔 在最短的时间里 镇压了紫玉佛 紫玉佛进入了魂园降妖扶摸塔 就由不得他做出来 就算想要自杀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刚 我去帮助他们 先拿下他 你去帮助他们 尽量活着 十亿金蝉就不要用了 好的父亲 毕刚显得很兴奋 一名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的强者 被镇压 意味着以后六绝神宗 多了一名顶尖的实地金仙 而且紫玉佛还年轻 以后的成就肯定在邓先林之上 何况紫玉佛还修炼了先佛两界的绝技 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会知道 值得期待 冰封轩已经被毕武他们压制住了 随着毕凡加入战斗 不到三十秒钟就被镇压了 先后收服了两名种和八种毁灭法则的顶尖实地金仙 连毕凡都有些激动了 这次战争不管怎么说 对六绝神宗以后的发展 都有着很强的助推作用 速战速决 兵宁里等人还有十多名实地金仙 毕凡可不想放过这些人 聂云飞三人都加入了战斗 快速镇压那些强者 片刻之后 十多名强者全部被镇压了 搞定了这些强者 毕凡还有其他野心 想要收服更多的强者 他还没有发布命令 战神他们突然出现了 战神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不是在其他地方基战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 随后 其他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纷纷出现 好像商量好的一样 连龙历天和龙帝都出现了 毕凡心中有了疑惑 他还没有问出来 战神就说了出来 混沌界的强者 撤 听到要撤走了 毕凡连忙把六绝神宗的强者 全部收进了魂园降妖抚摸塔中 闪后迅速撤离 这次毕凡收服了那么多仙界的强者 要是被命运先王盯上 少不了麻烦 其他强者 想要撤离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大部分强者 都还在跟仙界强者纠缠 分开都难 不过 混沌界 五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同时出手 没多久 就把混沌界的强者 送走了 当然 仙界的五名命运先王 趁机出手 斩杀了不少混沌界的强者 混沌界肯定出现了问题 固然大好的局面 没有必要撤退 那些都不是毕凡管得着的 他紧跟着战神 撤出了仙界的地盘 这次六绝神宗收获巨大 可谓前所未有 新收服的强者 全部在天宫仙湖里面了 毕凡不用看都了然于凶了 光是两名顶尖实体精线级别的强者 就已经让毕凡 欣喜若狂了 另外 还有不少精锐的实体精线 比如 冰宁黎 林小天 紫玉逆等人 其中林小天和紫玉逆 都融合了七种毁灭法则 而冰宁黎 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 除了冰宁黎 还有四名 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的强者 他们都是六界的佼佼者了 这四名强者 分别是来自冰帝的冰雪飞 来自先帝一脉的邓鸿涛 来自霸帝一脉的马强 封布平 光是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 以上的实体精线 就收服了九名 有些害人了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五集 再修化身万千 六角神宗还收服了不少实体精线级别的强者 其中融合五种毁灭法则的实体精线有十五名 融合四种毁灭法则的实体精线有二十三名 融合了三种毁灭法则的实体精线有四十七名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就十六名 六角神宗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强者 而且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对六角神宗以后的发展壮大 有着巨大的帮助 可以说有了这次战争 六角神宗已经一跃成为最强的顶尖宗派了 没有之意 而且是六界最强的顶尖宗派 在五名命运先王的率领下 混沌界众多强者很快回到了混沌界的地盘 他们停了下来 截阵 做好战斗准备 战神大吼道 战神前辈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已经形成一面倒的局面 本来可以很快杀的仙界强者落荒而逃了 我们突然撤退 是不是混沌界发生了其他事情 来参战的基本上都是九天玄仙级别以上的强者 各个精明无比 不用说都猜测到了一些 战神没有隐瞒的意思 诸位 佛界对我们混沌界宣战 看样子 佛界跟贤界早就达成联盟 势在必得 所以我们必须撤退 从长计议 大意不得 混沌界不是没有面对过两界的联手攻击 可这次情况有些不同 仙界续毛已久 出战的命运先王已经达到了五名 剩下三名不是没有可能参战 另外 佛界也出动了五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已经让混沌界有些抵抗不住了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必须由命运先王来对抗 要不然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仙佛两界已经出动了十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多出一名命运先王 混沌界根本没有人能够对抗 加上混沌界没有盟友 让他们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战神他们撤退 也是为了保护年轻一辈的绝世天才 免得他们被杀了 只要年轻一辈的绝世天才不死 混沌界就还有崛起的机会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之间 生死战的可能性很小 就算先佛两界多出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可一旦跟混沌界死拼 恐怕先佛两界都会损失惨重 那么妖魔零三界绝对会坐收渔翁之力的 先佛两界营造出这样的局势 显然不是为了彻底灭掉混沌界 而是想杀掉混沌界一些天赋超绝的弟子 而碧凡就是先帝必杀的对象 可以说先帝发起这场战争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想杀掉碧凡 邓先林去了混沌界没有回应 已经消失了多半死在了碧凡手上 邓先林身为命运先王之下第一人 连他都不是碧凡对手 说明碧凡实在太强太有潜力了 混沌界已经很强大了 先帝不能允许混沌界再出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碧凡一旦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很可能是命运先王之中的佼佼者 基于各方面考虑 必须尽早铲除碧凡 战神话音刚落 很多强者都露出恐惧之色 议论纷纷起来 先佛两界同时对混沌界开展 看来这次混沌界有难了 先佛两界太卑鄙了 早晚有一天会讨婚回来 先佛两界不怀好意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不能让先佛两界得逞 六绝神宗的强者还算比较冷静 他们在天宫先佛里面也知道外面的情况 哪次大战 六绝神宗就会飞速壮大 就算先佛两界同时出面征战混沌界 对六绝神宗来说未尝不是机会 六绝神宗那些强者对碧凡是充满了信心 要是其他人知道六绝神宗这些强者的想法 恐怕会以为他们疯了 碧凡同样很冷静 他走到了战神身边 师尊我们可有应对措施 我们集中在一起 还是能够挡住先佛强者的 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们会把你们都隐藏在先佛里面 然后直接杀进先佛 用无赖的战术让先佛那些命运先亡 也不敢肆无忌惮乱乱 战神沉声道 战神从来都是豪气甘雨 可如今只有用无赖战术 可见局势多么不利了 师尊 这种战术还真不错 我会全力参与的 碧凡笑着说道 对碧凡来说 什么战术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获得好处就行了 要是进入仙界内部 死无忌惮抢掠 好处自然是巨大的 毕凡 你千万要小心 我看兵帝和先帝都很想亲手杀人 最好你不要离开我太远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随时救援 战神有些担心毕凡 失去了毕凡 就失去了崛起的机会 在他眼里 毕凡俨然是六界最有希望 成为命运先王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万年都难得一见 他竟然遇到一个 自然不希望毕凡出现任何意外 师尊 谢谢你 我会小心的 毕凡感激道 战神的关心是出自真诚的 况是这一点就值得感激了 混沌界的强者在五名命运先王的指挥下很快结成了阵势 准备迎接先界强者的攻击 这时仙界强者之前损失惨重 最精锐的师弟金仙损失过半 其他强者也都损失了一半以上 当先帝和兵帝得知自己下面不少核心弟子都消失了 大发雷霆之怒 尤其是紫玉佛和冰封轩的消失 让先帝和兵帝几乎暴走 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的师弟金仙 就算先帝一脉也不夺近 之前先帝折损了大弟子 已经痛心疾受了 这次又损失了一个天赋 还在邓先灵之上的核心弟子 让他无法忍受 到底是谁 是谁干的 先帝怒吼出来 先帝发怒 天帝惊 连紫玉吉都有些害怕 不过最后还是紫玉吉站了出来 说道 父亲大人 紫玉佛师兄去对付必凡得人 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跟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三十多名精锐的师弟金仙 包括冰封轩 紫玉 林孝天 冰宁离 冰雪飞 邓洪涛 马强 封部平德 顶尖的师弟金仙 什么 冰封轩 也是被逼凡杀死的 兵帝惊讶到 六决神宗 到底有多强 有谁能够告诉我 兵帝手下 强者更少 损失一名融合八种毁灭法则的 师弟金仙 让他欲哭无泪 六决神宗 实力很强劲 据我所知 除了毕凡实力超绝 还有六决神宗的副宗主 聂云飞 也是跟毕凡一个等级的强者 毕凡还有毕凡之子毕刚 同样有着挑战紫玉佛的实力 随时跟在毕刚身边的 还有一名神秘强者 实力不比毕刚差多少 紫玉吉说道 他一直有留意六决神宗的情况 还算是比较了解了 正因为了解六决神宗的实力 才知道六决神宗的可怕 他现在都有些后悔 当初去招惹必烦的事情 六决神宗 竟然有四名最顶尖的师弟金仙 这怎么可能 子弟惊呼出来 贤弟 你不是说六决神宗创派 不过两万多年吗 怎么会有如此多实力 金仙级别的强者 六决神宗 确实创派才两万多年 而且创派的时候 毕凡还是无名小卒 也没有摆入战胜门下 这毕凡修为提升速度之快 恐怕能够跟上古时期 一些绝世天才相比了 要不是看到他的天赋 太可怕 我也不必想尽办法 也要铲除他了 一旦让他成长起来 以后我们仙界就危险了 仙帝顿了顿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 当年毕凡从诸天大世界 飞升仙界 结果被几个大能 送入了馄饨界 也不知道是谁 做出这种事情的 把一名绝世天才 白白送给的混沌界 他眼里冒出了火花 显得很愤怒 要是毕凡在仙界 他也不用头痛了 只要培养得理 一名秘密先王级别的强者 多半是有希望的 仙帝这样一说 恰好有一人 当初对毕凡下手了 他露出了震惊之色 不过 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他可不想被仙帝看出来 要是仙帝怪罪 那么他就惨了 当初施展大手段 把毕凡送入混沌界的人 只是几名实地精仙 区别的强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抛弃了朱玉的后果 事情已经过去数万年了 仙帝也没有准备追究 那样只会造成仙界内部不稳 不管如何 毕凡已经是混沌界的人 而且跟仙界结下了仇怨 无法改变 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斩杀毕凡了 所有人休息 准备接下来的战斗 这一次务必灭掉毕凡 不惜代价 谁要是能够杀了毕凡 除了我之前许诺的好处 我另外还沉默 要是杀毕凡的人死了 可以允许他的亲人 嫁入我门下 另外好处全部给他的家人 先帝大声道 为了杀掉毕凡 先帝不计代价了 要是遇到一些 比较偏激的强者 有可能自暴去杀死毕凡 为了给家人留下巨大的好处 而且有些强者 修为道顶 很难有所经济 加上寿命不久了 他们很可能选择自暴 去跟毕凡同归于尽 为后辈争取好处 先帝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的话 绝对不是空话 就算是死 也要拿下毕凡 而且动心的强者还真不少 就连一些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都移动了 只是以他们的修为 就算自暴 也无法伤到必反 更别说 急杀必反了 仙界这边 很多强者在修炼 疗伤 另外他们还在召集更多的强者赶来 没办法 之前仙界损失惨重 剩下那些强者 无法威胁到混沌界的强者了 毕凡 你抓紧世界修炼 我估计仙界 不会很快发动攻击的 攻击开始 你在出战就行了 战神说道 十罪 那我闭关修炼了 毕凡也没有客气 即使连番大战 毕凡有很多收获 他正准备修炼 于是 他跟两大分身一起闭关了 六绝神宗的强者 也都跟着闭关修炼去了 有婚员 降妖扶摸塔的时间加速 外界一天时间 他们就修炼一百多天了 足以消化战争的收获 使得实力更上一个台阶 何况 毕凡还有比较紧要的事情 他的造物法则 已经可以尽心融合了 为了尽快把造物法则 修炼到大圆满境界 他和六大分身一直在努力 不过 融合造物法则 虽然没有太大的威胁 却也不容易成功 如今的局势 必须要有所抉择 在修炼融合造物法则之前 毕凡还准备做一件事情 修炼化身万千 化身万千 毕凡已经很久没有修炼 也不敢去分出更多分身了 可听了战神的话 得知仙佛两界 有十名十弟精心级别的强者参战 他知道他必须做些事情了 如今毕凡身边有两大分身 无法布置大五行大阵 更加无法施展五行合一 他必须增加分身 才能布下大五行大阵 对抗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以毕凡的修为 要是加上四大同修为的分身 五人合理 借助大五行大阵的威力 绝对能够抗衡 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要知道毕凡的分身跟他一样 也是融合了九种毁灭法则 也会空间黑洞 一旦亮出底牌 战斗力超绝 要是时间足够 他还可以让分身拥有双色几脸 魂元降妖伏摸塔 和天宫仙佛里面的能量 都浩瀚无比 要让双色几脸快速成长起来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需要多长时间 修炼化身万千 凶险万分 而且这次毕凡准备冒险 一次性分出三大分身 为了保险起见 毕刚毕文 毕武三人都在密室 为毕凡护法 聂云飞和图一刀 更不用说了 有五名会化身万千的强者护法 毕凡多了几分底气 只是每每回想起修炼化身万千的痛苦 他都有些战力 可他无法回避 必须修炼化身万千了 以前他本来想等修为到了命运先王级别 才去修炼化身万千的 那样也多一份保险 可情况紧急 他别无选择 他必须尽快修炼化身万千 才能扭转局面了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六集 造物法则大圆满 毕凡先调整状态 足足耗费了三天三夜 做好了准备 他开始修炼化身万千了 有了以前的经验 他知道如何做 虽然他很熟悉 可多修炼一次化身万千 承受的痛苦就要成倍增加 不是那么容易熬过去的 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而亡 先是分出三缕神识 这是最为痛苦的 就算必凡只分出两缕神识 其中的痛苦也远超上一次 他一下子分出三缕神识 痛苦再次分别 他分出的是本缘神识 跟一般强者分出的神识 有很大区别 要是普通神识 就算分出上百缕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可分出本缘神识 却痛苦万分 无法形容的痛苦 袭击必烦的神经 痛得他死去活来的 可他偏偏要修炼化身万千 必须保持清醒 一旦无法控制自己 就是走火入魔的下场 外面的人可以看到 必凡痛得躯体都扭曲了 全身更是颤抖得厉害 可他一生每坑 继续修炼化身万千 三缕本缘神识 慢慢分离出来 这个过程时间很长 其中的痛苦 无法用言语形容 反正就是命运先亡 也会有些受不了的 必凡是第四次 修炼化身万千了 有了之前的经验 他身体对痛的抗击力 强悍了许多 就算如此 必凡痛得 几次差点走火入魔 好在聂云飞和图一刀 跟他心意相通 知道他的情况 及时出手救援 才没有出问题 聂云飞和图一刀 几次出手 连毕刚他们都出手了 他们比毕凡更紧张 时间一天天过去 毕凡一直在地狱之中 好在他熬过去了 三缕神识 进入黑白猿鹰之中 然后形成了新的分身 分离神识 是最为痛苦的 神识分离出来了 其他就变得简单了 当神识分离出来那一刻 毕凡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 差点虚脱了 良久他才把神识 融入到黑白莲子里面 然后生成原因 变成了灵魂之体 为三大焚神重塑躯体 这个耗费是很大的 可对毕凡来说 还真的不算什么 转眼过去了三个月 三大焚神终于重塑成功 变成了人的躯体 三名强者分别叫做 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鱼 修为都跟毕凡一样 差的就是熟练过程 等他们熟悉了 实力就不在毕凡之下了 当然 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需要毕凡及众多分身 共同努力 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鱼 三大分身 凝聚肉体之后 很快就有了全套几品仙器 战斗力达到了顶尖实地惊陷的程度 毕凡这次 为三大分身取名 全部用了他自己的姓氏 也是为了 让毕家成为真正有底蕴的超级家族 超级家族是什么 必须要出几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才撑得上第一运深厚 修炼化身万千成功 毕凡松了口气 有五大分身在身边 就算遇到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他还是有保命的奔钱 还能多出一名强者来 见识不对 随时可以撤离 也可以选择跟毕凡合体 他们都是一体的 无需演练 也能够轻易施展出 大五星大阵 最厉害的五星合一 五星合一 周而复始 无可断绝 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被困大阵之中 恐怕也很难破阵而出 何况 以毕凡及其分身的能力 单独一人 足以抗衡一般的命运先王一段时间了 五人合力 对抗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足够了 这是毕凡最后的底盘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动用的 混沌界的情况 暂时还没有糟糕到 要必凡出面 对抗命运先王的地步 要知道 混沌界能够屹立六界这么多年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混沌界有一名超级命运先王 名叫混沌 他的实力是公认的六界第一 也被称为六界先尊 只是混沌已经百万年没有出手了 逐渐被六界强者遗忘了 只有混沌界九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才知道混沌的存在 他一直隐士修炼 修为之高 不是一般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能够抗衡的 战神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毕凡 让他松了一口气 据战神所说 混沌也不能肆无忌惮参战 无法动用全部实力 他一旦动用全部实力 六界都守不下他 会被吸纳进后蒙通道的 即便不动用全部实力 混沌抗衡先帝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此一来 混沌界还能保全 无需有太多顾忌 必凡继续闭关修炼 反正 仙姐暂时还没有什么动作 三方都在积极准备 一场大战 不可避免 毕凡联合了五大焚身 一起融合造物法则 这么多强者 齐心合理 一起融合造物法则 还是首次 也许能够节约一些时间 大战在即 毕凡却去修炼 无法增强战斗力的造物法则 肯定有很多强者不理解 可毕凡有着自己的打算 随着战斗升级 毕凡逐渐需要面对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他必须要尽快突破 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才能所向无敌 真正的总横六界 之前 毕凡还没有这么急迫 经历这次战争之后 他有些急切想要成为 命运先王了 一旦毕凡修炼到 命运先王级别 意味着他的九大翻身 也都会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到时候 要是他们聚集在一起 就是十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直接越举六界第一超级势力 要不是毕凡追求完美 要把造物法则 也修炼到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他已经可以选择去杜绝了 以他现在的底蕴 杜绝成功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造物法则融合的难度 还是很大 不在毁灭法则之下 只是少一些危险 毕凡集合了五大翻身 加上他自己 六名强者 一起来融合造物法则 六名强者心意相通 融合造物法则 配合默契无比 自然 他们融合造物法则的进度很快 是独自一人的百倍都不止 时间一天天过去 混沌界和仙佛两界 都在调兵前将 准备大战 转眼过去了三个月时间 魂园降妖抚摸塔中 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时间 在第二十八年的时候 毕凡终于把造物法则融合了 造物法则达到了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他又花了一些时间 稳固境界 这才出关 毕凡出关 仙佛两界 还没有发动总攻的 而混沌界这边 强者也多了许多 混沌界大部分 九天玄仙级别以上的强者 都参战了 仙界和佛界 有多少强者 暂时还不知道 六绝神宗 还是之前那些强者 并没有调新的强者过来 不过 毕凡的天宫仙佛之中 隐匿了刚刚收复的 九百多名强者 随时可以为天宫仙佛 提供能量 他们不便现身出来 同样能够为六绝神宗 做出贡献 有了九百多名强者 毕凡身边 就不需要什么强者了 光是靠他们 天宫仙佛 就足以横扫 命运先王以下的强者了 毕凡 闭关几个月 有没有什么收获 战神关心的 收获还不错 也许能够带来不小惊喜 毕凡露出了笑容 那就好 战神没有太在意 只是三个月时间 就算有所精进 也不会有扭转局面的能力 毕凡也没有特别说明 要是需要 他不会隐藏实力了 有了干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叫板的实力 他已经没有任何顾忌了 何况 以毕凡的强大和潜力 混沌界的命运先王 必定全力护他 只要给他时间 让他成长起来 以后必定是一尊顶尖的命运先王 一尊顶尖的命运先王 威慑力是很大的 百万年前 混沌还没有饮食的时候 其他五界都不敢找混沌界麻烦 混沌界不找他们麻烦 他们就偷笑了 当初混沌管理混沌界 争霸六界 其他五界至少要两界联合起来 才能跟混沌界抗和 只是混沌专注自身修炼 不理俗事 才选择了隐世修炼 必凡之前的表现 混沌界所有命运先王 一致看好的 觉得他有望跟混沌比肩 混沌界跟仙界交界的边缘 混沌界强者 已经布下了许多大阵 形成了很长的防线 六角神宗的强者 被战神安排在了 战神城下面那些强者一起 有什么情况 战神也好 关照到六角神宗的强者 战神城这次出动的强者 是最多的 光是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就超过百名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就更多了 这还不算战神城下属 那些势力的强者 算上就更多了 大战在酝酿 所有强者都显得很紧张 必凡却非常放松 只有他一人在外面 查看情况 其他强者 全部在魂元降妖 弗摩塔第七层闭关修理 外界一天 魂元降妖 弗摩塔第七层 就是128天 这么长时间 足以让修为有所提升 也能够让他们积累更多实战经验 时间流逝又过去了几天 毕凡甚至有些期盼大战早点来临 他也想早点结束战争 回去闭关突破了 一天 雷云涌龙 天地变 战神仰望天空 大声道 先界强者要来了 所有人 做好战斗准备 必凡也不敢耽搁 他直接打断了东方苍龙等人修炼 把他们全部请了出来 除了心境收服那些先界强者 必凡心得三大分身 一个不拉 全部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就算混沌界有所准备 毕凡还是很小心 他永远都要做到最好 因为他对自己最为信任 毕凡身边只有聂云飞 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鱼四大分身 其他强者全部跟着毕刚 一旦遇到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他们身边有其他强者 容易被波及 不过毕凡的天宫仙府里面 还有九百多名强者 那些强者实力比毕刚身边的强者 还要强大 要是遇到紧急情况 他们也是可以调用的 毕凡五人守护很长的防线 看上去有些突兀 战神本来要告诫毕凡的 当他看清楚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鱼三人的实力 他就没有说话了 战神何等眼里 一眼就看出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鱼三人不凡 全部都是顶尖尸体金线 他心中有很多疑问 可大战在即 他没有时间去问毕凡了 不管那么多 顶尖的实力金线越多 对混沌界就越为有利 当命运先王无法左右局势的时候 顶尖十地金线级别的强者 就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五名顶尖十地金线一字派一看 确实能够守护很长的防线了 想要冲破他们的防线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过 为了防止先界强者 从几个点冲破防线 混沌界这边有所准备 从各个势力 抽掉了不少实力金线级别的强者 组成了后备小队 一方万一 没多久 战神等五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纷纷离去 显然 他们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又去别的战场了 混沌界一方 统一听从战神的大弟子 战王指挥 所有人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当命运先王都离去了 先界强者 终于出现在了视野里面 先界强者很小心谨慎 首先进入混沌界的是 一群实地金线级别的强者 他们结成了大阵 就算命运先王想要对付他们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当他们看到 混沌界强者 在离交界处不远 建立的防线 他们把情况告诉了先界强者 紧接着 大群先界强者 涌入了混沌界 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为了留下缓冲的余地 要不然 一旦先界强者冲杀起来 很容易陷入混乱之中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七集 激战兵无虚 截阵 截阵 快点做好战争准备 先界强者 建混沌界的强者 并没有设服 他们显得有些意乱 不过 他们很快冷静下来 开始备战了 在那些先界强者之中 必凡看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 紫玉集 冰宁宇都在其中 不过 以紫玉集和冰宁宇的修为 肯定不是指挥者 果然 先界一方 指挥大战的 竟然是龙帝的大弟子 龙远飞 龙远飞同样融合了 八种毁灭法则 名气之大 只比邓先林差万筹 至于龙远飞的实力 未必比邓先林差多少 先界一方摆开了阵势 混沌界这边 马上做出一些调整 混沌界留出空地 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要不然 不知道先界强者的情况 很容易吃大亏的 看似留下空地 给了先界强者 节阵的机会 其实还是混沌界 占了便宜 未知的东西 才是最可怕的 看样子 战王很清楚这一点 战王几次调兵前将 都做得很不错 他的威名远波 能够镇压局面 毕凡显得有些激动 自言自语道 大战才记 神是期待 紫玉吉的目光不算搜寻 显然是在找碧凡 没多久 他就看到碧凡了 紫玉吉把碧凡的位置 指给了龙远飞 龙远飞已经得到了命令 让他不计代价 也要铲除碧凡 经过之前的战争 碧凡已经成为先界 最想铲除的敌人了 第十队强者 负责灭杀必反 不计代价 龙远飞做出了布置 先界强者 分成了很多小队 其中第十队强者 全部都是死士 他们敢于拼杀 不惜自保 也要灭杀必反 第十队强者并不多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十八名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三十六名 他们都做好了 牺牲的准备 反正先帝兵帝 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已经承诺给他们 指定的后备天大的好处 就算死也值得了 何况这里面的强者 很多寿元将近 没有什么可惜的 不多时 先界第一批强者 已经开始冲杀了 很多小队的强者 纷纷开始冲击 其中有些小队的强者 强大无比 他们就是箭头 负责冲破防线的 第十队强者 在龙远飞指挥下 直奔 毕凡而去 当毕凡看到 五十四名强者都盯着他 眼睛里是绝绝之色 好像 毅然赴死的壮士 看到这些人的眼神 毕凡都有些头皮发麻 毕凡不敢大意 暗中让拖一刀 催动了魂元 降妖扶摸他 做好了防御准备 傻 近了 越来越近了 第十队的强者 靠近了毕凡 他们翻翻 全部攻击 毕凡一人 这些强者 实力并不是特别强大 也就十八名 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能够给毕凡一些压力 可毕凡总感觉 全身发寒 好像有什么 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些人 都是远程攻击 被毕凡轻易挡了下来 毕凡的防御 何等惊人 施展出武技 直接把攻击挡在了外面 就在这时候 两名实地 精先级别的强者 走了出来 竟然慢慢靠近毕凡 看到两名实力 不弱的实地 精先靠近 毕凡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隐隐不安的感觉 越发浓烈了 两名实地 精先有些气气人 而且眼神之中 更加决绝了 到底 是什么地方不退进了 毕凡还没有看透 突然 两名实地精先的躯体 快速膨胀 速度达到了极致 自爆 毕凡差点没有惊呼出来 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都珍惜生命 很少有自爆的 可一旦自爆 威力超绝 毕凡以前 收服那么多 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就没有遇到一名 实地精先主动自爆的 修来不易 谁都不想自爆 两名实地精先 还没有真正跟毕凡交手 就直接自爆 看样子 仙界这次吓狠心了 要除掉毕凡 剩下那些强者 则不断攻击毕凡 限制他施展空间 法则离去 毕凡师弟 小心 湛王大吼道 毕凡没有慌乱 只是笑着说道 你们想自爆 还要问过我是否同意 很久以前的事情 有不少强者想自爆 跟毕凡同归于尽 却没有成功 反而被毕凡吞噬了能量 如今毕凡实力更强了 加上有吞噬力更强的 空间黑洞 有些想要自爆 自然不容易 毕凡没有丝毫有语 直接施展出空间黑洞 把两名实地精先都罩住了 空间黑洞 是根据吞噬漩涡 逐步改进而成的 能够吞噬一切能量 自然也能够 吞噬两名实地精先的能量 空间黑洞吞噬速度极快 两名实地精先的能量 快速被吞噬 两人的躯体也恢复了正常 当他们能量消失得 差不多的时候 人也被空间黑洞吞噬了 进入了魂园 降妖扶摸塔 就更加由不得他们做出了 龙远飞 紫玉吉 冰宁宇等仙界强者 一直关注着碧凡这边的战斗 当他们看到两名实地精先 没有完成自爆 就消失不见了 都被镇住了 碧凡是如何做到的 龙远飞本来有些看不起碧凡的 他可是老牌的实地精先 自然看不起碧凡这种 心境冒出来的枪着 当他看到碧凡轻易阻止 两名实地精先自爆 才知道厉害 黑洞 好像是黑洞 吞噬了两名实地精先的能量 最后连人都吞噬了 紫玉吉沉声道 难道 必反能够操控黑洞 龙远飞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紫玉吉点头道 多半如此 看到 只有让剩下那些人一起自爆 才能起到作用了 龙远飞呢 我就不信 他的空间黑洞 能够把所有强者都吞噬了 之所以 没有一开始 就让所有强者自爆 真的那么做 几名命运先王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让一名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自爆 没有足够的好处 是不可能的 可眼下情况有变 龙远飞当即传音给 第十队的队长 让他带着剩下的强者 一起自爆 第十队的强者知道之后 竟然没有一个犹豫的 全部猛冲向必反 然后躯体开始快速膨胀 有几名命运先王承诺 不管他们成功与否 都有着天大的好处 他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52名强者自爆 场面很震撼 不管是实地精先级别的强者 还是九天悬先级别的强者 自爆成功 威力都很惊人 必反不能让他们自爆 否则就算无法击杀他 恐怕也会冲破防线的 他不敢怠慢 瞬间施展出不少空间黑洞 把那些强者罩住 聂云飞他们也没有闲着 暗中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帮助必反减轻压力 空间黑洞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知道 聂云飞他们也会空间黑洞 这一绝招 大量空间黑洞出现 52名强者全军覆没 全部被制服了 看到这一幕 仙界强者都头皮发麻 而混沌界强者精神振奋 必反 无敌 必反 好样的 把仙界强者全部吞噬了 必反的表现 赢得了混沌界强者的支持 混沌界强者士气高涨 反观仙界一方士气低迷 让龙远飞都有些束手无策了 自语计 你们给的情报 没有说必反能够施展空间黑洞 使得我们之前 对付必反的办法 都没有作用了 现在 我们无法灭掉必反 会非常被动的 光是黑洞 就让很多强者忌惮 无法全力以赴的 龙远飞 我们也不知道 那必反隐藏得太深了 看来这次战争的关键 还是能否灭掉必反 紫玉吉探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暂时不去招惹必反 先从其他地方 冲破混沌界的防线再说 龙远飞想了想 说道 不行 我们首要任务 是杀了必反 这可是五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一致决定的 紫玉吉语其声音 龙远飞脸色微扁 冷声道 既然如此 你紫玉吉来指挥 我都听你的 要怎么杀必反 你来告诉我 只要计划可行 我全力配合 要是你没有好的计策 还是由我来指挥战争 你必须听从我的命令 你 紫玉吉想要发怒 可想到对方实力在他之上 就只有作罢 紫玉吉拉着冰宁羽 走到了一边去 看样子是要上一出对策 击杀必反 他们两人跟必反 仇怨最深 也最希望必反死 看到紫玉吉和冰宁羽走了 龙远飞冷笑出来 甚至不知所谓 那必反表现出来的实力 连我都没有把握 其他人上去 只有送死的份 何况那必反身边 还有四名顶尖的实体机械 可不好对付 当然龙远飞不会去说什么 他本来就跟紫玉吉 冰宁羽不对付 没有必要好心提醒 要是能够看到紫玉吉 冰宁羽吃亏 他会很乐意的 至于战争的胜负 龙远飞心中 另有想法 这次仙剑准备充分 加上混沌界要两面作战 仙剑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紫玉吉和冰宁羽 短时间无法商议出对策 龙远飞已经开始布置 要如何冲破混沌界的防线了 只要混沌界的防线一破 那么仙剑强者 就可以大量涌入混沌界 直接一路横扫过去 在混沌界的地盘战斗会对混沌界造成很大破坏 对仙剑来说可是好事情 只是龙远飞偶尔看一眼必反都觉得有些不安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远飞自己也弄不明白 他可是最顶尖的实际星线 六界之中都很难找到对手 必反就算强大也有限度 毕竟他修炼的时间还很短 所以龙远飞还是有很大信心 能够对付必反 紫玉吉和冰宁宇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他们身边的实际星线还真不少 足足两百多名 大多都是先帝和冰帝一脉的强者 紫玉吉是先帝的直系后代 而冰宁宇是冰帝的儿子 虽然实力不是最强的 可他们身份最高 为了对付必反 他们苦思冥想 大家各书几件 如何才能灭杀必反 必反必须死 这是五明命运先王的命令 紫玉吉沉隐呢 一直以来 他们都有一些小看必反 可如今他们不得不正视 必反的实力认真对待了 紫玉吉和冰宁宇几次吃亏 他们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也没有那个实力 他们都指望宗派最顶尖的强者出手 去对付必反 先帝一方 折损了两名顶尖实地 金仙级别的强者 先帝又调派来了一名强者 名叫叶飞宇 叶飞宇是先帝一直血藏的一名强者 外界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连先帝一脉也少有人知道了 可实际上 他才是先帝一脉最厉害的年轻强者 最有希望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邓先林在六界名气很大 可真实实力还不如叶飞鱼 而冰地一脉折损了冰封轩之后 也派来了一名隐士的顶尖实地金仙 名叫冰无虚 冰无虚实力之强 在冰地一脉也是前三的 远在冰封轩之上 同样是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可冰无虚却能够轻易击败冰封炫 紫玉吉看响了叶飞鱼 而冰凝鱼则看响了冰无虚 叶飞鱼和冰无虚对望一眼 然后冰无虚冷声道 叶飞鱼 是你出手 还是我出手 两人都是那种绝顶强者 自然能够感应对方的实力 想包大成跟他们相比 就差了一些 你去吧 我兴趣不大 叶飞鱼道 对碧凡他还是不太在意 叶飞鱼有很多强力手段 他有把握击杀碧凡 他极度自信 兵无虚何尝不是如此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来结束他的神话 看到兵无虚准备出手了 冰宁宇和紫玉吉都显得很兴奋 冰宁宇笑了出来 脸有些僵硬 师兄出马 碧凡死定了 那碧凡以为自己很强 其实他还差得远 紫玉吉高兴了 冰宇学 你专心对付碧凡 其他四名强者 由我们看着 他们不敢插手 叶飞鱼自信满满 他们哪里知道 碧凡毁灭法则修为 已经达到了九九归一大圆满 不是他们能够查看的 他们只知道 碧凡表露出来的实力 于是兵无虚打头 带着一百多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直奔碧凡哪里去了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八集 求救 不好 先帝一脉和兵帝一脉 准备对碧凡下手了 我马上联系碧凡 看看是否需要我们帮助 战神的核心弟子 联系了碧凡 提出帮助他的想法 却被碧凡婉言拒绝了 碧凡师弟还真是自信 仙剑那边可是出动了两名 隐士的顶尖实际金仙 他竟然要独自应付 碧凡师弟很强 他肯定有把握 其实碧凡也看出了 叶飞宇和兵无虚的部分 但他并没有放在眼里 如今碧凡已经把实地金仙 之间的差距拉开了 他修炼化身万千 分出三打分身 目标是对抗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对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还真没有放在心上 只见兵无虚踏出两步 就到了碧凡不远的地方 你叫碧凡 兵无虚与其兵了 也许是兵地已满 修炼法决的缘故 兵地已满出来的强者 都冷酷无比 不错 你是那位 碧凡没有正眼去看兵无虚 有意要激怒他 孝子 记住我的名字 免得死不瞑目 我叫兵无虚 师从兵地 兵无虚冷横道 记住了 不过你的名字 很快就会被除名了 碧凡淡然 找死 冰雪神箭 兵戏法则 兵无虚出手 就是拿手绝技 兵雪神箭 是顶级的神级武器 加上融合了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兵戏法则 自然淋漓无双 兵雪神箭一处 周围的气温陡降 连下面的树木植物 都瞬间被兵封了 看到兵无虚师 斩出兵雪神箭 丁宁语 震惊无比 兵无虚师兄 真是厉害 兵雪神箭在他手上 发挥出来的威力 简直超强 连夜飞雨都点点头 兵雪神箭 配合兵戏法则 威力太强了 一般的实体金仙 都抵挡不住一掌 就会被兵封了 毕凡成为顶尖实体金仙不久 很难挡住兵无虚三招 聂云飞他们 也看出了兵无虚的强势 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当然不是怕了 叶飞雨等人 只是他们清楚毕凡的实力 一点都不担心 叶飞雨还以为 毕凡的四名同伴 害怕他们才不敢妄动呢 毕凡一动不动的 好像被吓呆了一样 兵无虚师兄太强了 毕凡竟然吓得不能动他了 兵宁雨激动了 嘿 难道是我高估了毕凡 叶飞雨有些惊异 突然毕凡露出了笑容 还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兵戏法则 求求归一大圆满 实力不错 极艳寒冰在手 血沙八法施展出来 同时还融合了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光系法则力量 极艳寒冰冰寒之气达到了极致 甚至能够吸纳冰无虚的冰系法则力量 增加冰寒之气的威力 同时寒煞气场全力出击 直接把一切的负面状态消除 对冰无虚造成的影响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光系法则 可不是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的冰系法则能够相比的 毕凡一招出 就直接把冰无虚的攻击破坏得一点都不见了 甚至还把冰无虚击退了好几步 一招之下 冰无虚暂时落在了下风 这其实不算什么 冰无虚第一招只是试试 不过冰无虚还是惊讶无比 他没有想到毕凡如此强大 竟然能够轻易破解他的招式 叶飞遇到 这毕凡好强 难道他是战身隐藏的弟子 然后外出闯出了名堂 他这种说法还是有很大依据的 要不然毕凡在两万多年时间 变得如此强大 让人不敢相信 每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都会有一两名血藏起来的核心弟子 这些被血藏的弟子才是最有希望成为命运先王的强者 毕凡以前一点名气都没有 两万年时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很难说他之前没有隐藏实力 紫玉姬脸色很难看 好像要吃人一半 这毕凡也太强了 不能让他活下去 冰无虚师兄还没有动动权力 毕凡就算再强 也是死路一条 毕凡宇对冰无虚充满了信心 冰无虚被击退 可他很快冷静下来 他没有急着攻击 毕凡 你有些实力 值得我认真对待 到了这时候 他才把毕凡当成了对手 你也勉强指得我出手 拿出你最强的手段吧 要不然 你不是对手 毕凡冷声道 哼 你太嚣张了 接我一招 当即 冰无虚师展出 冰雪神剑最后一招 毁灭法则以破坏为主 此招一出 前方的一切都瞬间被毁灭了 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而且修炼很长时间 威力之大 竟然不在邓先林的毁灭法则之下 毕凡虽然融合了九种毁灭法则 可他毕竟成为实力经线不久 沉点 底蕴都还差得远 光是毁灭法则 威力大不了多少 兵无需一见处 天地毁 毕凡也不敢大意 当即是诊出了血沙八法 底八式 灭法式 而且融合了毁灭法则 但他还是有所保留 毁灭法则只用了跟兵无需相当的威能 毁灭法则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 在六界之中还没有出现过 他不好太张扬 当然他施展出的毁灭法则 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有什么异样 剧烈碰撞 双方的法则力量不断碰撞起来 不过毕凡施展的血沙八法 第八式 灭法式不简单 这是他最近才修炼成功的 灭法式顾名思义 能够破掉各种法则力 当然 灭法式是有这样的威能 可也要看施展者的实力 毕凡实力在兵无需之上 血沙八法第八式 灭法式自然就起到了作用 对兵无需的毁灭法则 有一定程度的削弱 削弱幅度不大 可哪怕一切也能够决定胜过 像毕凡他们这个级别的强者过招 相差不大的话 要是有一人突然被削弱了几分实力 绝对是致命的 兵无需感受到自己的战斗力被削弱了 顿时脸色大变 冰雪神剑 冰雪领域 兵无需果然很强 冰雪领域施展出来 挡住了寒煞气场 不过冰无需的冰雪领域 远远不及必烦的寒煞气场 只能把自身保护起来 无法反击 有了冰雪领域保护 冰无需的战斗力不受影响了 他信心又毁了 他开始真正正式必烦了 虽然寒煞气场说明不了什么 可冰无需丝毫不敢大意 毕凡 陪你玩了这么久 也差不多该动用权力了 你做好允落的准备吧 冰无需冷声道 是吗 谁允落还不知道 看你大话说得小 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 毕凡很平静 以他如今的实力 无需畏惧任何命运先王以下的强者 因为他还有很多底牌都没有动用 当然底牌能够不动用 就最好不用 冰无需大怒 毁灭法则 给我毁灭吧 终于冰无需施展出最强手段 直接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众所周知 不管是神通 还是各种法则力量 都可以融入神级武器 圣级武器施展出来 只是威力远不及单独施展 神通法则 当然融合进神级武器之中施展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速度快 对付实力弱小一些的对手 很容易就解决战斗了 遇到同级别的强者 就要比拼法则修为了 毁灭法则在酝酿 在兵无需前方上控 毁灭光波已经开始形成 越来越强大 毁灭法则 毕凡不敢大意 连忙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两人前面 毁灭光波已经变得强大无比 周围那些强者都受到了影响 毕无需师兄太强大了 他终于全力出手了 冰宁语惊叹道 叶飞宇脸色有些沉重 想不到 这毕灭竟然如此强大 他的毁灭法则修为不在兵无需之下 两人恐怕很难翻出胜负 他的话音刚落 兵无需和毕灭的毁灭光波就撞在了一起 周围的一切紧接毁灭 包括虚空 可兵无需和毕灭处理虚空 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两人实力之强 堪称绝顶 兵无需也看出来了 毕灭毁灭法则修为不在他之下 不过他不会轻易霸占 那样太丢脸了 毕灭 接下来就看看我们两人 谁能够坚持得更久 毁灭法则威力巨大 可也最消耗神实力量 兵无需修炼了上百万年 神实力量强悍无比 他有信心击败毕灭 对于兵无需这种想要跟他拼消耗的 毕灭求之不得 要是毕灭此时施展空间黑洞 肯定无法吞噬兵无需 等到兵无需的神实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空间黑洞一出 恐怕兵无需就无法挣脱了 兵无需 你想要拼消耗 我陪你 毕灭冷笑道 两人不断施展毁灭法则 开始激烈碰撞 兵无需也算是有恃无恐 因为身后还有叶飞鱼和大批仙界强者 就算他神实力量消耗光了 也有人保护 持续施展毁灭法则 神实力量消耗非常之大 没有多久 毕灭自身的神实力量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借助双色齐连 补充了一次神实力量 而兵无需那边 神实力量果然强大 施展出来的毁灭法则威力没有降低多少 很显然 他的神实力量消耗了一半左右 毕灭这是第二次遇到神实力量比他强大的 上次是邓先林 这些修炼时间长的实地精先 他们修炼百万年也不是开玩笑的 某些方面的修为真的很一天 当毕灭的神实力量再次消耗了大半 他又补充了一次神实力量 他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继续下去 兵无需恐怕要霸占了 哄解黑洞 无声无息 一个巨大的黑洞 把兵无需笼罩住了 兵无需已经没有多少神实力量 就算施展毁灭法则抵抗意识 也无法支撑多久 最终也要被吞噬掉 空间黑洞的可怕 他们已经见识到了 救我 兵无需求救了 动手 叶飞宇脸色大扁 发出了命令 要是兵无需被吞噬了 他也没有把握击杀必反 在场的能够给他提供帮助的 只有兵无需一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绝对不能让兵无需被吞噬了 叶飞宇的实力还在兵无需之上 他出手就是毁灭法则 想要摧毁空间黑洞 你的对手是我 聂云飞站了出来 同样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挡下了叶飞宇的攻击 叶飞宇这次是真的变了脸色 他没有想到这人的实力 不比必凡差多少 你是什么人 竟然阻拦我 叶飞宇怒道 六绝神宗副宗主 聂云飞 聂云飞傲气道 聂云飞 又是六绝神宗的人 叶飞宇震海道 小小六绝神宗 城里才两万多年 竟然有这么多难缠的高手 你实力不错 可惜我没有时间跟你纠缠 滚开 想要过去就兵无需 闲过我这关 聂云飞站在那里 就好像巍峨的大山 一离不倒 既然你找死 我成全你 叶飞宇施展出毁灭法则 他必须速战速决 同样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叶飞宇施展出来 比兵无需施展出来 威力又大了不少 看样子 叶飞宇的神识修为 和毁灭法则修为 都在兵无需之上 聂云飞基本上动用了 全部的毁灭法则修为 才抵挡住叶飞宇的攻势 他不求击败叶飞宇 只要拦下他就可以了 至于紫玉吉他们 也纷纷出手了 只是他们面对 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宇三大强者 就算两百多名实体金仙 一起出手 也逃不了好 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宇三人没有硬拼 他们只是借助天宫 先府的力量 挡住那些人就行 偶尔也会镇压一些强者 大战开始 激烈无比 毕凡一方五名强者 都是顶尖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显得云淡 风轻 应付自如 先见一方的强者 为了救援兵无需 急切无比 却无法通过毕成云 毕四海 毕飞宇等人的拦截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兵无需的神识力量 很快好逛了 兵无需惨叫一声 最终还是被空间飞动吞噬了 鸿蒙至尊 第九百一十九集 权力出手 又搞定一名顶尖的十地金仙 必反露出了激动之色 顶尖十地金仙 实在太难得了 一名命运先王之下 顶尖的十地金仙 也极为有限 就算没有 进阶命运先王的天赋 光是顶尖十地金仙 也有着极大的威慑力 只要六绝神宗 由一名顶尖十地金仙 级别的强者作诊 那么绝大部分顶尖宗派 都不敢与六绝神宗为敌 之前 必反收服了两名顶尖十地金仙 级别的强者 已经是大收获了 他没有想到 这么快 又收服了一名顶尖十地金仙 级别的强者 随即 必反把目光投向了 跟聂云飞交战的野飞鱼 以他的实力自然看得出来 野飞鱼的实力 还在兵武虚之上 必反心念一动 聂云飞已经知道他的想法 不计一切代价 也要留下叶飞鱼 聂云飞知道必反的想法 当即改变了战斗方式 不再跟叶飞鱼激烈碰撞 转而进行防守 继续力量 只要叶飞鱼想离开 他立马爆发出全部力量 兵武虚被吞噬的瞬间 叶飞鱼看到了 他顿时知道不妙 撤 叶飞鱼是很强的 可独立难知 要是只有必反一名 顶尖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肯定会一战的 可他刚才已经释出了聂云飞的实力 竟然也是顶尖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且战斗力不比必反差多少 面对两名这样的强者 叶飞鱼一点机会都没有 叶飞鱼活了百万年以上 战斗经验丰富无比 自然不会傻子去送死 叶飞鱼瞬间施展出了空间法则 想走逃走 想走 没有那么容易 聂云飞当即施展出了空间黑洞 而且施展出武技 要打断叶飞鱼 让他无法脱身 而必反收服了兵无虚之后 立马扑向了叶飞鱼 准备联手拿下来 紫玉吉 兵宁宇他们全部被压制住了 可他们还有希望 因为有兵无虚和叶飞鱼在 他们什么都不怕 可转瞬间 兵无虚被吞噬 叶飞鱼大声喊撤退 顿时让紫玉吉他们绝望了 凡蛋了 真是想不到 几次跟必反交手 最终还是要折损在这里 紫玉吉道 兵临宇道 不行 我们不能死 紫玉吉和兵临宇 都是年轻一代 天赋卓绝的强者 加上他们都是命运 先王级别强者的后代 身份尊贵 这两人身上 都有一些保密的手段 随时可以向先帝 兵地求援 当即他们捏碎了 保密的御火 先帝和兵地 自然能够感应到 先帝正在和战神激战 而兵地也是如此 与一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大战不断 两人接到球员信号 都怒火冲天 到底是谁 竟然敢杀我儿子玉吉 羽儿 坚持一下 我来救你 先帝幻化出一只大手 直接划破虚空 到了紫玉吉 他们交战的上后 以先帝的实力 自然能够感应到 下面的情况 竟然有五名顶尖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全部给我去死 先帝大手压下 想要把碧成云 碧四海 碧飞羽直接压死 先帝是六界 最顶尖的命运先王 他幻化出来的大手 直接碾压死 顶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并不是男士 可惜他太小看了 碧反的三大分身 注定要失败 黄系法则 破 黄系法则 吞噬 时间法则 定 碧成云 碧四海 碧飞羽三人 纷纷出手 直接攻击先帝的大手 三人施展出的法则 都是久久归一 大圆满境界 威力强大无匹 先帝不可随意 凝聚万化出来的大手 一下子就被摧毁了 就在这时候 兵帝也出手了 只见一条巨大的冰川 直接到了冰凝宇上后 他看到先帝吃亏 自然不会去击杀碧成云 碧四海 碧飞羽三人了 直接想要把冰凝宇带走 留下吧 碧成云冷喝出来 碧成云当即发动了攻击 出手就是时间法则 时间法则一出 周围的虚空全部被绞碎 连带冰川也被绞碎了 冰帝和先帝 救援都没有成功 主要是因为 他们要分心应付墙底 无法全力以赴 先帝 你竟然敢分心 他也看不起我了 战神怒吼出来 当即 战神展开了狂暴的攻击 他知道先帝想要救人 自然不能让他住院 战神 你激怒了我 你是找死 先帝急了 先帝一脉 天赋卓绝的强者不少 可他的后代之中 紫玉级的天赋 能够排在前三 有望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这样的后代 他自然无比看重了 先帝 你想要吓唬我 我可不是吓大的 战神冷声道 对先帝的恐吓 他没有放在心上 空间法则 空间挪移 先帝再次出手了 空间挪移 不但能够自己快速挪移 你能够把别人挪移走 速度快到了极致 先帝对空间法则的掌控 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空间挪移施展出来 到了无声无息的地步 连碧城云他们都没有感应到 等他们感应到 紫玉级已经被挪移走了 当然 先帝也看到了叶飞羽的情况 他相信叶飞羽 能够自己逃走 再不济 也能够支撑片刻 虽然叶飞羽 天父还在紫玉级之上 可先帝还是先救的紫玉级 兵帝基本上是通时出手了 他也顺利救走了兵明运 不过 他们两人并不好受 他们第一次出手 战神和另外一位命运先王天魔 没有抓住机会 这次先帝和兵帝出手 战神和天魔趁机猛攻 先帝和兵帝都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先帝受创落在了下方 暂时不敢分心去救援叶飞羽了 叶飞羽 相信你能够脱使呢 没有别的办法 先帝只有选择相信叶飞羽了 叶飞羽的实力值得他信任 兵帝同样受伤 比先帝还要严重 本来他跟天魔势均力敌的 结果局势变化 他只有苦苦支撑了 不过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想要分出胜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就算先帝要击败最弱的命运先王 也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拿下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拼命 实在太恐怖了 不得不防 何况 天魔和兵帝 修为相差不大 就算占据了上风 也只能慢慢消耗兵帝的能量 叶飞羽 很强 甚至比邓先林还要强大 灵魂不灭 他竟然学会了保护灵魂的神通 果然厉害 叶飞羽施展出灵魂不灭之后 开始施展出各种神石攻击 神石攻击的法门很多 叶飞羽有先帝一脉的资源 掌握的神石攻击法门自然不少 他不需要防御全力施展出来 灵魂不断受到冲击 碧凡和聂云飞不得不施展出 大光明神照 互助灵魂 大光明神照 也是保护灵魂的 唯能不如灵魂不灭 不过 碧凡和聂云飞体内 都有双色起脸 可以吞噬神石力量 也能够帮助防御 而碧凡更是有神器 魂元降妖扶摸他 也能够保护灵魂不受伤害 聂云飞没有神器 却有灵魂类极品仙器 叶飞宇分析两人 更加不容易成功了 另外一边 碧成云三人很快结束了战斗 虽然仙界一方有两百多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可面对碧成云他们 那些人一点便宜都占不了 尤其是天宫仙府 简直是横扫无敌 天宫仙府里面 有九百多名强者提供能量 一次攻击就能够击垮数十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不断有强者被镇压 被镇压的实地金仙 很快就会被封印 然后为天宫仙府提供能量 天宫仙府的威力不断增强 可仙界强者不断减少 此消彼长仙界强者自然无法支撑多久 连紫玉籍和冰宁羽都被救走了 他们自知无法逃脱 士气更加低落 战斗力下降的厉害 两百多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最终死了一百多名 剩下103名强者全部被镇压了 成为了六绝神宗的帝人 103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其中融合了六种毁灭法则的有三名 融合了五种毁灭法则的实地金仙 有八名 融合了四种毁灭法则的实地金仙 有二十二名 剩下的七十名实地金仙 全部是融合了三种毁灭法则的实地金仙 融合法则融合起来太困难了 想要多融合一种毁灭法则 天赋绝佳 加上又有一些奇遇的 可能都需要上万年时间 要是天赋普通又没有大的机缘 恐怕一辈子也只能融合三种毁灭法则了 当然能够把毁灭法则修炼到大圆满 本身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任何一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可以开宗立派 而且是顶尖宗派 如今天宫仙府里面已经有近两百名 其中甚至有三名顶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要是全力催动天宫仙府的话 恐怕就算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要小心应付了 毕成云他们结束了战斗并没有参战 只是在外围小心防反 一来防止叶飞羽逃脱 二来阻止先帝救援 之前被先帝和兵帝救走了两名强者 毕四海三人已经很不爽了 他们不允许再有人被救走 哪怕救人的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不行 叶飞羽看到两百多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死的死 剩下的全部被镇压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两百多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聚集在一起 有多么强大 叶飞羽不清楚 不过绝对能够轻易击杀的 这样的阵容竟然被三人解决了 好像三名强者没有耗费多大力气 如今叶飞羽除了要面对毕凡和聂云飞 还要面对那三名强者 他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连逃跑都做不到 叶飞羽 你实力很强 可惜 毕凡摇头叹息 投降吧 免得送死 修为不义 聂云飞道 叶飞羽竟然笑了出来 反正难逃一死 就让我尽情发挥吧 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强 既然如此 我要让你败得心服口服 必凡有些欣赏叶飞羽 如此局面 他还能镇顶自若 输为难得 毁灭法则 灭杀 叶飞羽攻击对象 对准了聂云飞 在他看来 聂云飞实力 还是比较弱一些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就算死 也要拉一个垫背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投降 来得好 聂云飞大吼一声 同样施展出了毁灭法则 毁灭法则 完美毁灭 聂云飞 终于动用了全部的实力 把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毁灭法则施展了出来 他这是尊重对手 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毁灭法则 叶飞羽震惊了 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毁灭法则 威力太强了 尤其是在气势上 绝对压制住了 叶飞羽的毁灭法则 看到聂云飞竟然施展出 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毁灭法则 叶飞羽不敢相信 但他知道这是事实 他真的绝望了 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毁灭法则 从古至今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谁做到过 也许远古时期有人做到 但没有留下记载 这样的成就 绝对让叶飞羽仰望 一直以来 他都以绝世天才自居 以为在六界之中 也没有几人 天赋比他高 大多相当 可他现在才知道 以前真是坐锦观天了 你很不错 值得我动用九九归一大 圆满境界的毁灭法则 来对付你 叶飞羽评断道 叶飞羽消耗很大 加上士气被夺 毁灭法则亏散了 聂云飞碾压过去 直接重创了叶飞羽 只见叶飞羽神色萎靡 欲怜绝望 毕凡不想继续纠 当即催动 魂元降妖扶摸他 直接把叶飞羽镇压了 叶飞羽没有反抗 他一点斗志都没有了 要是他无法站起来 恐怕以后都很难有所提高了 不过 毕凡会有办法 让他重新充满斗志 还是有希望成为命运先王的 叶飞羽天赋卓绝 他成为命运先王的可能性很高 毕凡可不想这样的强者废 镇压了叶飞羽 毕凡露出了心思 这次出国不错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了 之前 他们已经引起了先帝和兵帝注意 要是让两名先帝知道 他们不但损失了 一百多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且折损了一名 顶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恐怕他们会发狂的 聂云飞连忙联系了战王 让他调派强者守住毕凡他们的防线 而毕凡五人马上转移战场 去对付一些比较难缠的家伙了 战王并没有参战 他在指挥大局 他看到毕凡他们灭掉了最强的一群强者 心中震惊之余 对毕凡他们自然很是尊重 毕凡把情况说明 战王很快做出了安排 有人接替 毕凡他们就可以随意行动 去镇压一些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对他几次大分身来说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不值得他们出手了 还不如多镇压一些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机会难得 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要多长时间 才能遇到这样的战争 别的强者都害怕战争 可毕凡偏偏喜欢战争 六绝神宗可以说一直都是 在战斗中飞速成长起来的 六绝神宗的强者 绝大部分都是被毕凡他们收服的 自己培养的强者还不够强的 分出行动 毕凡聂云飞 毕成云 毕四海 毕非与五人实力强几 又能随时到对方身边去 他们无需走在一起 遇到难缠的对手 随时可以会合 五人分开了 而且他们主要针对的是 先帝一脉和兵帝一脉的强者 毕凡非常精明 要是得罪太多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还是不妥 反正先帝一脉和兵帝一脉的强者最多 就算刚刚除掉了两百多名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还剩下很多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仙界强者和混沌界强者正在激战 非常混乱 到处都在厮杀 不时由强者陨落 血流成河 煞气冲天 毕凡好像都没有看见 他速度快到了极致 突然出现在一名实地金仙身边 他正在追杀混沌界的强者 找死 那名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是先帝一脉的 也算是老牌强者了 融合了五种毁灭法则 给我留下 毕凡直接施展出血沙八法 寒煞气场也释放出来 寒煞气场越来越厉害 落入其中 全身都好像要被动枪了 以那名强者的实力 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名强者身体顿了一下 毕凡抓住时机 直接以最强的空间黑洞 把那名强者震撵 被吞噬的强者 都被送入了天公仙府 屠一刀就在天公仙府之中 随时封印新制服的强者 让他们为天公仙府提供能量 此时 天公仙府在毕承云手中 简直是所向无敌 毕承云所过之处 仙界强者不是被撞死 就是被镇压了 仙界的攻势瞬间瓦解 阵线崩溃 可以说 有天公仙府在身的毕承云 破坏力比毕凡强大很多 聂云飞 毕四海 毕飞羽也都不错 他们能够轻易镇压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对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都不感兴趣 专门寻找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动手 仙界一方 折损大量的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如今又不断折损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使得他们没有顶尖强者 对抗混沌界的实体金仙 如此大好局势 战王看得很清楚 他当即下令 所有人给我杀 杀光仙界强者 混沌界强者 长时间备受欺辱 被五界强者压迫 他们急削了很大的怨气 此时全部爆发出来 杀 这次要杀个痛快 仙界的实体金仙 已经被毕凡宗主镇压了 我们全力冲杀 把仙界强者赶回去 混沌界这边士气高涨 所有强者都勇往无前 汉不畏辞 而仙界强者 不断损失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使得剩下那些强者 没有了斗志 纷纷逃在 剩下那些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更是人人自卫 害怕遇到毕凡无人 随着仙界强者溃败 毕刚带着毕武 也加入到 猎杀仙界实体金仙的队伍中来 他们实力很强 跟毕凡相差也不是很大 如此一来 六角神宗就有七名 顶尖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开始追杀仙界的实体金仙 七名顶尖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造成的破坏有多强 超乎想象 直接让仙界强者 彻底失去了争斗的想法 六角神宗其余的强者 五人一队 同样在追杀仙界强者 局势大好 战王指挥混沌界 众多强者快速追击 给仙界强者造成了很大伤亡 包大成很想扭转局势 奈何混沌界强者太强势了 光是混沌界多出的顶尖实体金仙 就让包大成没有任何办法 四语剂 冰冰语 都是废物 要不是这些有身份的弟子 我们也不会如此被弄 包大成怒火无处发现 确实 要不是仙界一方 先后折损了四名顶尖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仙界一方实力并不比混沌界弱多少 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甚至比混沌界还要多出不少 可随着紫玉及他们率领的 两百多名实体金仙陨落 局势扭转 混沌界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占据了优势 战斗一边倒 已经无法挽回了 包大成也算是人物 他当机力端下了命 撤退 快速撤退 仙界强者自散逃逸 包大成却带着一批强者断后 战王跟包大成也算是老对手 他亲自带着强者 跟包大成展开了激战 这些 跟碧凡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他们不断追击 遇到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直接镇压了 除非融合了七种以上的毁灭法 否则很难在碧承云等人手上 坚持多久 尤其是碧承云 不管是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还是实体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都镇压了不少 也击杀了不少 天宫仙级在仙界强者眼里 就是绝世大杀气 把他们都杀怕了 命运先王之间的战斗显不少 命运先王级别以下的强者激战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除非有奇迹出现 必凡追杀仙界强者 显得很悠闲 并不着急 六级沈宗收服的强者已经不少了 而且混沌界这边 胜举已定 他可以松口气了 古多时 混沌界的强者再次杀进了仙界 这次仙界那边可没有留多少强者 仙界强者一窥千里 没有丝毫抵抗力 这次我们要杀入仙界腹地 我们要报仇 这么多年了 从来都是其他五戒 入侵我们混沌界 这次我们要给仙界好看 混沌界强者疯狂了 杀红了眼 仙界强者死伤无数 剩下那些强者大多四散逃走了 很多混沌界强者杀进了仙界的城池之中 开始大肆杀戮 对于杀戮 毕凡没有什么兴趣 连六绝神宗的强者都被他下令 不得胡乱击杀那些城池里面的人 宗主 我们为什么不趁机捞取一些好处 这次战者 我们六绝神宗得到的好处足够了 做人不要太贪心 更不能太过分 否则会有天前 毕凡微笑道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大家趁机修炼一下 恢复实力 防止出现变故 六绝神宗的强者 全部回到了魂元降妖伏摸塔之中 去修炼了 只有必反留了下来 关注战局的变化 先帝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自然知道下面的情况 战神笑着说道 先帝 这次仙界彻底败了 他非常开心 这一切都是拜毕凡所赐 毕凡是他的弟子 他自然很自豪了 毕凡 我一定要杀了他 就算你护着 也不可能保全他 先帝脸色难看无比 先界失败 都是毕凡造成的 甚至毕凡已经使得先帝已满 损失了两名 顶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还有大批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先帝一脉 损失惨重 先帝都入筒无比 虽然先帝一脉是最为古老 地云最深的势力 强者众多 可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还是很有限的 一下子损失那么多 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已经伤筋动骨了 尤其是顶尖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先帝一脉也只有几名 如今已经先后损失了三名 全部跟毕凡有关 先帝恨透了毕凡 他更加忌惮毕凡的潜力 一旦毕凡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恐怕无神能够制住他 出于这方面考虑 先帝就更要击杀毕凡了 先帝 你不是早就出手了吗 结果呢 毕凡还活得好好的 战神很不屑 论战斗力的话 战神不及先帝 可相差非常有限 他有信心能够保护毕凡 至于先帝的威胁 他才不会在意 战神 我就不信你能够保护毕凡一辈子 先帝冷声道 我不需要保护他多长时间 我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 他就能够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那时候你想要杀的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了 战神笑道 妥协你提醒 我会尽快击杀毕凡 战争还没有结束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先帝突然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战神心中一突 有些不好的感觉 可他实在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没有去管 因为他还在跟先帝击战 这次仙界这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发了狠 竟然没有撤退的打算 好像要分出胜负子的 必凡跟在混沌界的大部队后面 以防万一 突然 一股强大无匹的气息出现 随即就不断发生惨叫 混沌界大批强者死亡 又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出手了 看来仙界这次真是动了杀心了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出手 等先强者压根抵挡不住 不好 又有命运先王加入 仙界太卑鄙了 撤 战王怒吼出来 还真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加入战争 看来我之前的准备 还是有用户之地了 碧凡暗倒 他当即把气息爆发出来 飞向了那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同时聂云飞 碧成云 碧思海 碧飞羽出现在了碧凡身边 和他共同进退 碧凡 不要去啊 那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你快走 我为你们断后 战王大吼出来 战王是战神最贴心的弟子 他知道碧凡的情况 战神最看重的就是碧凡的未来了 战神弟子众多 有希望成为命运先王的弟子也有几名 包括战王 可最有希望成为命运先王的是碧凡 当然战王也没有那么大意 牺牲自己也要让碧凡他们脱身 其实战王有保命手段 能够从命运先王手下脱身 碧凡非常感动 战王师兄 你不用担心 你还是去组织混沌界的强者 让他们别滋乱阵脚 这名命运先王就交给我们了 碧凡师弟 来人是皇帝 实力很强 也是老牌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你们不是对手的 还是快走吧 我有办法脱身 战王焦急的 想走 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碧凡 你就给我留下吧 皇帝的声音传来了 战王着急的 碧凡师弟 快走啊 他直接冲向了皇帝 显然是想给碧凡争取时间 可碧凡五人 速度更快 直接冲在了前面 跟皇帝相遇了 战王师兄 多谢你关心我 你放心 我们能够赢过 碧凡师弟 你们要小心啊 战王没有办法 只有去收拢混沌界强者 看能不能救援碧凡 皇帝并没有急着动手 你就是碧凡 不错 真是想不到啊 连皇帝前辈都出手了 碧凡平淡的 他的表现 让皇帝有些刮目相看 鸿蒙至尊 第九百二十一集 天法 碧凡 只要你加入仙界 我保你没事 还可以收你为核心弟子 皇帝非常看重 碧凡 皇帝前辈 多谢你的好意了 我是被仙界抛弃的人 如今 我已经融入了混沌界 绝对不会背叹混沌界的 碧凡感激道 要是你能够让我们离去 我会感谢你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已经答应了仙界 这一次是来击杀你的 你成长太快 已经对我们仙界 构成了威胁 皇帝道 只有你加入仙界 就不需要死了 碧凡笑道 既然如此 皇帝前辈 请动手吧 聂云飞舞人 提前布下了大五星大阵 随时可以战斗 好 既然你不识台军 那就去死吧 皇帝怒了 他可不会手下留情 他身为仙界的命运先王 对仙界有归属感 不能眼看着 必凡成长下去 威胁到仙界 毁灭法则 毁灭 皇帝丝毫没有留手的意思 出手就是最强的攻击 战神 看到了吧 你的宝贝弟子死定了 先帝显得很高兴 先帝 你太无耻了 战神大怒 他想要出手救援 可他被先帝缠住 无法分身 战神实力本来就不如先帝 要去救援必凡的话 最终只有一个结局 不但救不了必凡 他自己还要受伤 必凡小徒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战神只有祈祷 必凡擅长创造奇迹 战神只希望 他这次也能够创造奇迹 毁灭法则 毁灭 光系法则 圣光 暗系法则 吞噬 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顺杀 聂云飞五人 纷纷是斩出最强的法则攻击 当然 毁灭法则只是斩出了 八种毁灭法则融合的力量 他们可没有把握拿下皇帝 要是暴露了毁灭法则修为 将会给混沌界带来灾难 毁灭天赋超觉 已经给混沌界带来无穷麻烦 一旦他把毁灭法则 修炼到了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的消息 传递出去 恐怕其他五界都会不计一切代价 全力斩杀毁灭 混沌界想要保护毁灭的话 必然跟五界强者激战 最终混沌界可能被彻底灭伤 当然要是毕凡能够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那就另当别论了 以他的积蓄 要是能够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绝对是最顶尖的命运先王 就算五界的命运先王都触动 也不一定能够拿下他 这样的强者要是下狠心的话 对任何一界都是灾难 所以命运先王这件大战 很少有死战不休的 皇帝施展出的毁灭法则威力很强 远远不是顶尖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能够相比的 不过聂云飞五人合理 同时施展出各系法则力 加上大五行大战增幅 竟然直接把皇帝的攻击化解了 皇帝震惊无比 真是想不到 你们五人竟然如此强大 光系法则 暗系法则 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全部修炼到了 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毁灭法则 也融合了八种 难怪先帝都要对你下必杀令了 虽然他第一次攻击被化解了 可他还是有信心拿下必反他们 因为他之前并没有全力施展 还留有余力 皇帝前辈 请指教 必反五人 这次发动了主动攻击 五人一起施展毁灭法则 攻击皇帝 古人都是顶尖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融合了八种毁灭法则 古人的毁灭法则一起出手 威力 惊天动地 把一切都摧毁了 皇帝脸色都变了 他之前没有把必反五人放在眼里 可现在才知道 这五名年轻强者 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命运法则 命运改变 他自知用毁灭法则 无法化解必反五人的攻击 所以施展出了命运法则 命运法则改变命运 也能够改变一切 连法则都会被改变 命运法则一出 毁灭法则都逐步消散了 命运法则还真是神奇啊 必反感叹道 命运法则 连命运都能够改变 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战神看到毁灭 不但挡住了皇帝的攻击 还逼得皇帝施展出了命运法则 顿时露出了笑容 好 这是太好了 皇帝搞什么 还不送再送去 先帝怒道 先帝 好像上次你想杀毁灭 结果还不是一样 短时间无法击杀 战神冷笑道 我的弟子实力又提升了 想要杀他很难 战神 我们就看看谁能够笑到最后 先帝极为郁闷 皇帝就更郁闷了 被几个实体精先级别的强者 逼得施展命运法则 要是传出去 他在命运先王这个圈子 可谓颜面扫地了 毕凡 真是想不到 你们竟然有如此修为 最重要的是 配合得天衣无缝 要不是你们长相不易 我都怀疑你们是同胞兄弟 皇帝叹道 毕凡心中一静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果然厉害 差点就看出来了 只是 毕凡和翻身修炼的武技不同 有着不同的气质 气势 才让皇帝没有像那方面想 我们经常训练 配合自然默契 毕凡大人呢 你们实力都不错 可惜不是先界的强者 皇帝摇头叹息 皇帝前辈 让我们见识一下 你真正的实力吧 命运法则 天法 命运法则施展出来 无声无息 毕凡武人感觉到 生命好像在流逝 以他们的实力 寿命很长 可他们能够明显感到 生命流逝 可见速度很快 要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话 他们会直接寿命 耗尽而死 毕凡他们 试着试然毁灭法则 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都无法阻止 生命流逝 命运法则 高于一切 其他法则 自然无法抗衡 炼狱 靠你了 没有别的办法 毕凡只有催懂 魂元降妖抚摸塔了 魂元降妖抚摸塔 神奇无比 连命运法则都能够中断 在毕凡的催动下 周围的命运法则 果然消散了 这次 皇帝傻眼了 他研究出天法 足足耗费了上百万年时间 本来想要靠这一手绝火 纵横天下的 却没有想到 连五名十弟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收拾不了 这种事情传出去 丢脸还是棋子 关键是 皇帝打击太大了 难道他百万年修炼 都白费了 其实 天法这种法则 能够直接让修炼者 失去寿命 算得上顶尖的命运法则 毕凡 你到底 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你隐藏了修为 你已经是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了 皇帝有些惊恐 要真是如此 这毕凡隐藏的 也太深了 可这种情况 有些不可能 因为顶尖十弟 金仙级别的强者杜杰 所有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会有所感应的 要是 毕凡已经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那么皇帝 应该知道才是 我也希望自己 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毕凡摇头苦笑 命运先王 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就算毕凡如今的修为 杜杰成功的可能性 最多一半 何况 他要和九大凡山一起杜杰 必须要做足了准备才行 皇帝盯着毕凡 你 到底是如何化解我的天法的 原来刚才的命运法则 叫天法 还真是厉害 天法奈何不了我们 这是我们的秘密 自然不能告诉你 毕凡不傻 他可不会把拥有神器的事情捅出去 那样 他会非常危险的 本来 他已经让五界的命运先王 都动起来了 要是再闹出大动静来 恐怕 混沌界那些命运先王 还真保不住他 既然如此 我一定要逼出你的底盘来 皇帝神情冰冷 再次施展出了命运法则 天法 这一次 天法刚刚出来 就被魂元降妖抚摸塔挡住了 皇帝仔细观察 仔细感受 他终于发现了一次端倪 毕凡 难道你有宝物 竟然能够化解命运法则 皇帝震惊了 什么级别的宝物 才能化解命运法则 连皇帝这样的命运先王 都不太清楚 据他所知 神器有着化解命运法则的威能 可神器之下 难道还有特殊的宝物 能够轻易化解命运法则 皇帝压根不会考虑 必凡有神器的事情 战神有一件神器 这是六界强者都知道的事情 可那件神器 是战神一脉的传承神器 只有战神一脉的统治者 才能拥有 皇帝前辈 你还有什么绝招 尽管试展出来 必凡绝口不提宝物的事情 他可不想魂元 降妖扶摸塔曝光 免得引起更大的动乱 一旦他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就无需有任何顾忌了 直接把有神器的事情宣扬出去 更加没有人敢招着他 可现在还不信 他能够动用魂元 降妖扶摸塔 却不能说出去 皇帝瞪眼了 他最厉害的命运法则 当属天房了 其他法则力量 还不如天房 要是继续下去 他也难合不了必凡 可让他就这样离去 颜面扫地 皇帝没有动静了 先帝等人焦急无比 本来先帝他们的杀手锏就是皇帝 想要借助他的力量 彻底压倒混沌剑 掌控局势 甚至灭杀必凡 可如今皇帝连必凡他们都耐克不了 弹劾扭转局势 先帝 看来你布置的后手没有多大用处 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其他后手 战神心情大好 不由得大笑出来 先帝脸色难看无比 谁笑到最后还不知道呢 皇帝 不要跟必凡他们纠缠 先把混沌界的强者击退再说 以先帝的实力 把话传到皇帝耳朵里面 还是很容易的事情 皇帝其实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正好借机下台 毕凡 不跟你玩了 以后有机会 再跟你好好大战一场 皇帝前辈 你想要离开 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 毕凡淡然道 他早就跟聂云飞等人 布好了大战 皇帝想要脱身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小子 你太狂妄了 虽然我短时间无法击败你们 可我要走 你们还无法阻拦 皇帝怒了 他有着命运先王的骄傲 当即 皇帝施展出了空间法则 同时施展出命运法则 改变周围的法则 毕凡连忙催动了 魂元降妖扶摸塔 干扰了皇帝的命运法则 也只有神奇 魂元降妖扶摸塔 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魂元降妖扶摸塔相助 毕凡吉斯塔翻身河里 自然轻易拦下了皇帝 大家都是久久归一大圆满境界的空间法则 皇帝修为更加深厚 可毕凡他们有五人河里 自然也不输给皇帝 何况他们还有大五星大阵辅助 大五星大阵对困人还是很有效力的 皇帝没能冲出去 脸色变得很难看 这次他真是丢尽了脸面 他甚至有些后悔 答应先帝参战了 毕凡 你既然留我 那我就好好跟你打战一场 皇帝发怒了 他不管其他仙界强者的死活 准备跟毕凡他们耗下去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他们的能量和神识 雄厚无比 而且恢复速度惊人 根本不会好过 要是比拼持久战 十几金仙级别的强者 远远不及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好 我们就慢慢耗着吧 毕凡也无所谓 他已经通知了战王 让他带着混沌界强者 继续追杀先界强者 其实战王不是傻子 不用毕凡通知 他也知道怎么做 鸿蒙至尊 第九百二十二集 守护者 看到毕凡五人拦下了皇帝 他非常惊讶 却没有时间去问 刚才混沌界的强者 都被皇帝冲散了 战王把那些强者 重新组织起来 准备杀回去 先界强者以为来了救星 也开始很难 反扑 结果皇帝被困住 先界强者聚集起来 就好像是送死一样 战王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他带领混沌界的强者 开始冲杀 杀 这次要杀个痛快 杀光先界强者 连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被困住了 我们还有什么顾忌 兄弟们 杀吧 混沌界强者 再次疯狂了 嗷嗷直叫 冲杀了上去 贱人就杀 杀得先界强者 人仰马翻 逃之夭夭 又是杀录 无边杀录 毕凡没有去管那么多 他跟聂云飞四人合理 跟皇帝展开了激战 跟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战斗 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对武器 法则 神通的掌握 不是毕凡他们能够相比的 尤其是武器跟神通 法则配合 不但花样多 而且神妙无比 看得毕凡大呼过瘾 收获良多 为了逼出皇帝一些底牌 毕凡他们也认真出手 不过每人施展的武器 大多不同 毕凡掌握的神级武器太多 根本不用担心 五人施展同样的神级武器 偶尔 毕凡也把百战圣权 夹杀在战神秘露中施展出来 甚至能够让皇帝吃点苦头 圣级武器 毕凡他们的实力 都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甚至连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无法催动出 圣级武器的全部威力 据说只能发挥出 圣级武器的三成威力 自从毕凡融合了一些鸿蒙之气后 他发现催动圣级武器 变得容易了许多 而且能够发挥出 圣级武器的三成威力了 圣级武器的三成威力 足以给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造成麻烦 要是必凡能够提升到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恐怕还能发挥出 圣级武器更大的威力 击败同级的命运先王 也是有可能的 皇帝各种手段都施展出来了 连命运法则都不例外 他已经没有脾气了 不管什么手段都无法伤害到聂云飞武人 武人好像一体的 总能够轻易化解危机 他还几次想要脱身 同样没有成功 如今他只有不断展开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击望于消耗掉 必凡武人的能量和神识力量 不过必凡武人都有双色起连 随时可以补充神识力量和能量 想要把他们的能量和神识力量耗光 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 皇帝注定悲剧收场 难以下谈 先帝等人一直关注着下面的战士 本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可如今皇帝脱身都难 他们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兴致了 混沌界强者还在屠戮先界强者 他们也不能坐视不管 这次先界损失惨重 尤其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损失之大是数十万年来之罪 本来先界这次联合了伙剑 是想要拿下混沌剑 要不然至少也要削弱混沌剑的实力 可他们不但没有做到 反而把自身陷下去了 战争继续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次的战争失败 虽然先帝兵帝等人不想承认 先界总共八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已经出动了六名 剩下两名跟先帝不和 加上他们在闭关中不可能出现在战场 先界无法扭转局势 还不如尽早结束战争 免得伤亡更大 走 先帝大吼出来 先帝 怎么不继续大战下去啊 战神笑着说道 他这边暗中通知战王 让他组织混沌界的强者 开始撤退了 先帝他们都撤退了 要是混沌界强者继续追杀 可能会面对命运先王的攻击 一般情况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是不会对命运先王级别以下的强者动手 可也有例外 先帝已经被激怒了 恐怕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战神 别太得意了 这次你们能够逃脱 有这几分运气 接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先帝冷声道 他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联系更多的强者 直接灭掉混沌界 虽然仙界跟魔界 妖界灵界的关系都非常不好 可先帝还是想要联系三界强者一起出手 把混沌界的强者彻底铲除了 只是要灭掉混沌界 就必须灭掉混沌界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混沌界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最多 甚至还有一名隐世的命运先王 想要把他们灭掉 就算其他五界的命运先王一起动手 恐怕也要伤亡惨重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能够掌控命运了 谁也不想死去 所以先帝想要联系 其他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先帝 不管你是来应的 还是来因的 我们混沌界 都奉陪到底 战神诞人了 仙界对混沌界发动战争的次数最多 可没有一次成功的 就是因为混沌界的命运先王 和其他强者都够齐心 而其他五界绝对无法像混沌界那样 齐心协力 地狱外敌 先帝没有继续说下去 直接摆脱了战神 然后跟兵帝他们一起离开了 碧凡 撤退了 战神招呼碧凡撤退 碧凡五人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战神可不想他们有什么损伤 他亲自去接碧凡他们离开 战王已经带着混沌界强者 开始撤离了 先帝等人并没有动手 要是他们出手 就违背了规矩 战神他们也可以有样学样 在仙界大死杀戮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出手 就算是仙界的命运先王全部出手 也不一定能够拦下来 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一旦发狂 造成的破坏是非常大 所以六界就颁布了规则 凡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不得对命运先王级别以下的强者 随意出手 除非一些特殊情况 像碧凡那次进入仙界 要是被仙界的命运先王杀了 混沌界是不能说什么的 毕竟他是偷摸着潜入仙界的 皇帝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连五名顶尖 实际金仙级别的强者 都没有拿下 连脱身都做不到 先帝有些生气 追问道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上去试试 不就知道了 皇帝正郁闷着 听到先帝的质问 怒吼出来 必凡把六角神宗的强者 全部召集起来 然后让他们进入 魂园降妖抚摸塔修炼 战争结束 他们正好趁机消化战争所得 相信会有很大的提高 要是依着毕凡的性子 他很想早点回去修理 不过战神跟他走在一起 他总不能太失礼了 何况他还想知道 佛界跟混沌界激战的情况 要是可以 他很想参战 战争吃到了甜头 他还想继续 要是能够多收服一些强者 何乐而不为呢 毕凡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战神说道 师尊 佛界跟混沌界的战争 结束了吗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放心吧 贤界这边还没有撤退 佛界强者已经先撤了 战神笑道 毕凡惊讶道 佛界那边出动的强者不少 我们混沌界还能把他们赶跑 混沌亲自出手 佛界强者自然挡不住 差一点把一名命运先王的性命都留下了 战神显得有些激动 混沌 毕凡对混沌还真不是太了解 师尊 难道你要带我去见混沌 不错 混沌不但是我们混沌界第一强者 守护神 你是六界的第一强者 他知道你们拦下了皇帝 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所以指明要见你 毕凡有些兴奋 混沌要见我 那我们马上去吧 虽然他对混沌不了解 可混沌作为六界第一强者值得尊敬 毕凡最喜欢跟强者打交道了 只有这样才能快速进步 而且他对真正的强者非常尊敬 当然也希望有机会一睹尊容 看你 比我还心急 战神带着毕凡快速出发了 而其他强者各自散了 仙界要是想继续开战 需要时间准备 他们短时间无法发动战争了 有战神带着毕凡 速度快到了极致 反正比毕凡的速度快了不少 没多久 战神带着毕凡 到了一个小星球上 星球隐藏在虚空之中 一路上有不少战法遮掩 不是有人带路 其他人根本无法找到这个星球 进入星球 就会发现 这个星球的能量极为浓郁 差不多都快赶上战神城了 这个地方 就是混沌前辈 饮食修炼的地方 平时就连我们这些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不能来打扰他修炼 这次他魄力要见你 真是你的荣幸 待会儿见到混沌前辈 好好表现吧 也不要畏首畏尾的 战神说了 看得出来 战神很崇拜混沌 神情肃穆 简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战神 把你的弟子毕凡 带到卓王峰来 一个声音传来 声音显得有些沧桑 却终其十足 是 我马上带来 战神显得有些拘解 碧凡东张西网 到处查看周边的环境 他是后辈 既然来见混沌 就没有必要去演示 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想要演示 也演示不了 战神对星球很熟悉 很快带着碧凡 到了卓王峰 碧凡 这是混沌星的卓王峰 混沌前辈 大多数时间 都在这里修炼 灵气真是浓郁 碧凡赞叹出来 这里算是碧凡见过 灵气最为浓郁的地方了 只有第三十六天宫 能够相比 战神 拜见混沌前辈 战神行礼道 战神 带着碧凡进来吧 也总是如此拘捷 战神把碧凡带进了一个洞府之中 沿途看到许多被封印的仙气 从上品仙气到极品仙气 为数还真不少 到了后面 碧凡甚至看到了仙父 仙父有多珍贵就不用说了 连命运仙王级别的强者都会争抢 可这里的仙父都是被封印状态 无人问津 这么多仙气 都有些像三十六天宫的存在了 碧凡瞪大了眼睛 四处招望 没多久 他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厅堂 在主位上坐着一名须发揭白的老者 老者坐在那里 很有威严 眼睛炯炯有神 打亮着必反 好 好 好 你就是必反 老者的声音很和暗 还不快拜见混沌前辈 战神提醒道 小子必反 拜见混沌前辈 必反行礼 不过 必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表现很自然 真是想不到 你体内竟然有鸿蒙之气 而且为数不少 混沌惊讶到 必反好像被看穿了 他身具鸿蒙之气 还是第一次被看穿 必反小徒 你 真炼化了鸿蒙之气 战神有些不敢相信 是 师尊 机缘巧合下炼化的 必反无法否认 而且 在战神和混沌面前 也无需否认 必反 难道 你得到了神器 混沌的话 再次让必反惊讶无比 你不用惊讶 如今六界 已经没有鸿蒙之气了 只有一些上古 遗留下来的神器 才保留了一些鸿蒙之气 必反脸色变化了几次 然后冷静下来 混沌前辈 你还真是厉害 我曾经去过仙界的三十六天宫 得到了一件神器 鸿蒙之气 也是在那时候炼化的 我如今还无法摧动神器的全部为力 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师尊 对不起 鸿蒙至尊 第九百二十三集 混沌圣诀大成 没事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只希望你能够早日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我们就无需如此被动了 战神惊讶之余 并没有责怪必反 战神 你先出去 我要单独跟必反说些事情 混沌说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竟然连战神都要瞒着 战神没有任何犹豫 下一刻就消失了 师尊 必反 你放心 我不会抢夺你的神器 混沌微笑道 混沌前辈 我当然相信你 只是为什么师尊都不能留下来 混沌道 有些事情 连你师尊都不知道 因为 他还没有资格知道 我师尊都没有资格 我 必反震惊无比 必反 你知道吗 混沌界 一直都有一名守护者 守护着混沌界 一旦混沌界遇到危险 就必须出手救援 而我 就是这一代的守护者 一直守护着混沌界 而你 被我选定为 下一代的守护者 当你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就有希望成为混沌 那时候 我也可以离开 去闯鸿蒙通道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强者 不知道 有几人 闯过了鸿蒙通道 说到后面 混沌显得有些落寞 必反惊讶无比 他没有想到 混沌如此看得起他 要知道 他连命运先王都还不是的 混沌先卑 混沌界有九大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他们各个实力强劲 为什么不选他们做守护者呢 他们 成就有限 无法成为六界先尊 自然 就无法守护混沌界了 而你不同 我看得出来 你有很多秘密 一旦你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恐怕六界之中 就无法 有人能够跟你对抗了 混沌笑着说 混沌前卑 不是我不想成为下一人混沌 只是 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势力 实在有些脱不开身呢 必反可不想 一直留在混沌界 一旦实力足够了 他还想着去闯鸿梦通道 必反 你尽管放心吧 一旦你成为混沌 那你建立的六绝神宗 就是混沌界第一势力 甚至是六界第一势力 只要你找到下一任 继承混沌之位的人 就可以离开 据我所知 你的儿子比刚 天父不在你之下 他有望成为你的下一任 父子都能成为混沌 这绝对是一段传奇佳话 混沌显得有些兴奋 可必反高兴不起来 成为六界先尊 多么大的荣耀 要是换成其他命运 先王级别的强者 都会激动无比 可他不看重荣誉 只希望能够自由自在 四处冒险 保护好亲人 毕刚就更是随性的人了 让他成为混沌 恐怕他更加不喜欢 毕凡 你考虑清楚了 成为混沌界守护者 是有天大的好处的 我身处的混沌星 其实是一件超级神奇 以后会传给下一任混沌 而且混沌星上 封印了许多仙器 甚至还有不少仙福 这些宝物都归你调动 用来增强混沌界的 整体势力 但是有一点 送出去的仙器 仙福 一旦主人死了 或者要去闯鸿蒙通道了 仙器仙福都必须收回 混沌星的宝物有限 必须合理利用 混沌看到毕凡犹豫 连忙说出了好处 毕凡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处 任何人都要心动 连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恐怕都无法冷静 不过毕凡很快冷静下来 他已经有一件神奇在手 再多的神奇拿到手上 也无法发挥出 真正的威力来 没有多大用处 何况魂园降妖 扶摸塔之中的极品仙器 仙福 恐怕不比混沌星生的少 看到毕凡竟然没有动心 混沌都有些不敢相信了 毕凡 难道你对神奇宝物 不感兴趣 不是不感兴趣 只是得到越多 就需要付出 责任也越大 毕凡道 我喜欢自由自在 真的不想把自己限制住 混沌前辈 我也不瞒你 一旦我成为命运先王之后 我会把需要处理的事情处理掉 然后就去闯鸿蒙通道 毕凡 鸿蒙通道不是那么好闯的 你完全可以成为混沌界的守护者 多修炼一段时间 那时候就十拿九稳了 成为守护者之后 还有圣级武器可以修炼 还可以参悟历人混沌的修炼心得 对你绝对有百利而无遗憾 混沌说道 你仔细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要是你答应的话 我会开始亲自传授你一些东西 让你尽快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毕凡沉吟不语 开始权衡利弊 混沌给出的好处已经很多了 神奇 宝物 还有圣级武器 任何一样都足以让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垂涎三尺 反正毕凡有九大分身 都是独立的个体 到时候留下一个分身守护混沌剑 完全没有问题 六绝神宗也需要强者守护 毕刚比毕凡更加喜欢自由自在 也许不久之后 毕刚也会选择去闯洪梦通道 那么六绝神宗就需要一名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坐镇了 混沌前辈 我答应你了 好 太好了 混沌显得很激动 毕凡笑着说道 混沌前辈 以后就需要你多帮助了 尤其是修炼上的问题 他已经答应了混沌 整个人都放松了 毕凡 每一任混沌都会在成为混沌之后 修炼一套名为混沌圣觉的圣级武器 这套圣级武器包括了修炼先元力的法觉 也包括修炼神识力量的法觉 甚至还包括一套完整的武器 有身法 拳法 长法 剑法 刀法 混沌圣觉 你不需要全部修炼 只修炼自己感兴趣的就行 混沌顿了顿 继续说道 本来混沌圣觉 是要等待你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才能传授给你的 不过 为了让你能够尽快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我决定 现在就把混沌圣觉 传授给你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混沌前辈 这是太有帮助了 毕凡笑着说道 其实毕凡暂时没有太多时间去修炼混沌圣觉 因为他要修炼混沌圣觉 混沌圣觉 修炼到第九层才能催动混沌降妖扶摸塔第九层的飞呢 而且很多宝物都在混沌降妖扶摸塔第九层 包括装着鸿蒙之气的玉精品 不过 混沌圣觉作为成套的圣级武技 恐怕品级不是百战圣权和混沌圣觉能够相比的 有这套圣级武技 以后毕凡的实力会更强的 他当然不会拒绝 毕凡 你修炼上有什么疑问 直接问我 混沌道 毕凡也不隐瞒 把所学在混沌面前施展出来 向他请教 就连百战圣权 混沌圣觉都施展了出来 他料定混沌不会规予他的圣级武技 看到毕凡竟然会两套圣级武技 混沌惊讶无比 好 太好了 毕凡 你真是有大机遇 竟然能够得到两门圣级武技 而且都修炼得很不错了 我都是自己瞎琢磨 希望混沌前辈能够指点一二 毕凡笑道 百战圣权 威猛无匹 施展的时候 要把一往无前的气势融入其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了 而魂元圣觉是一套繁复的手绝 专门用来操控各种宝物 当然也可以变成其他手段施展出来 魂元圣觉非常罕见 你要好好修炼 对你以后发挥宝物的威力 有着巨大好处 随后 混沌指出了其中一些不足 也教了毕凡 接下来要如何修炼 当然 在法则神通上 毕凡都是最为顶尖的 只是各种法则神通 跟武技配合 还有许多窍门 毕凡从皇帝那里 学到了不少 可皇帝跟混沌一比 相差太远了 不光是修为差 境界 眼界的差距也不可逾 在混沌的指点下 很多地方都开始融会 施展出来更加得心应手 连威力也增加了不少 要是再次面对皇帝 必烦有信心 独自一人 对抗他很诚意的时间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越级挑战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从古至今都罕见有人做到 毕凡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 可他能够跟老牌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对抗 已经算是十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了 修炼无日远 不知不觉 毕凡已经跟随混沌 修炼了五年时间 这五年时间 他的修为突飞猛进 尤其是各种技巧 简直是判若两人 五年时间 他不时请教混沌 少走了很多弯路 其他时间 他都在魂园降妖扶摸塔 闭关修炼 如今 魂园降妖扶摸塔里面 强者还真不少 大部分都是在跟仙界战争的时候收服的 不算之前收服的那些强者 在收服叶飞羽他们之后 六绝神宗又增加了不少强者 其中 光是融合五种毁灭法则的实地金仙 就有十三名 融合了四种毁灭法则的实地金仙 有三十一名 融合了三种毁灭法则的实地金仙 有五十六名 另外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有四十五名 全部是被六绝神宗那些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收服的 魂园降妖扶摸塔之中 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达到了三百多名 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九百多名 这些人经历了大战 又闭关修炼了数百年 修为突飞猛进 不少九天玄仙级别的强者 都到了突破的瓶颈 随时可以杜劫 成为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而那些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大多数强者 修为都精进了不少 毕凡不能继续待在混沌心了 六绝神宗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他们回去 要知道 六绝神宗留守的强者很少 要是他们太久不回去 容易动摇人心了 那些修为到了平静的 也需要出去度解 混沌前辈 我准备离开混沌心了 毕凡说道 去吧 当你成为命运先王之后 就到混沌心来吧 我会慢慢把混沌心的一切都传给你 混沌笑着说道 谢谢 毕凡离开了混沌心 他留在混沌心修炼的时候 战神早就回去了 混沌姐刚刚经历大战 有些混乱 而且死去的强者不少 有很多事情需要善后 毕凡只有独自回去了 他出了混沌心 然后直接施展 空间黑洞回到了浩天岛 浩天岛越发繁荣了 虽然六绝神宗的主要神物都离开好几年时间了 可有邓先林坐镇 没有人敢找六绝神宗的麻烦 可况跟其他五界开战起见 混沌姐是禁止内战的 当战神回到战神城之后 又直接下了命令 不准任何人去招惹六绝神宗 六绝神宗周边的势力 全部是由战神管下的 他们听话无比 谁都不想找死 六绝神宗发展得好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毕凡当众给了一些主要人物奖励 激励他们再接再厉 毕凡回去之后 把秦困了解了 然后做出了一些大方向指导 然后就安排一些修为 到了平静的强者杜劫 三个月时间 六绝神宗新增十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二十六名 不过也有不少强者杜劫失败 失去了性命 不管毕凡如何帮助他们 还是有失败者 这是无法避免的 六绝神宗的十地金仙 越来越多 逐渐有了混沌姐第一顶尖宗派的声誉 鸿蒙至尊 第九百二十四集 准备就绪 尤其是这次跟仙界大战 碧凡联合五名手下 竟然困住了仙界老牌命运先往皇帝 早就在六界传开了 他的名字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有了名声之后 前来加入六绝神宗的强者和天才越来越多 六绝神宗挑选弟子也更为严格 全部经过了残酷的筛血 很多天赋绝佳的天才都只能沦为外门弟子 想要成为内门弟子还需要不断努力 被六绝神宗做出贡献 要不然努力提升修为也行 六绝神宗崛起已经势不可挡 以后底蕴会变得越来越深厚的 看到这一切 碧凡已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六绝神宗一些主要人物继续闭关修炼 轮流派出强者主持六绝神宗的事物 连碧缸都很少去管理六绝神宗的事物了 跟碧凡一起闭关的 还有他的九大分身 白鸣黑幽 玄风鬼风四人 在邪魔两界也建立了宗派 而且都已经是顶尖宗派了 势力不如六绝神宗 可比一般的顶尖宗派也要强大许多 他们也把事情交给了下面的人 全力闭关修炼 争取早日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最近碧凡他们主修的还是魂元圣诀 争取早日修炼到第九重 把魂元降妖扶摸塔都利用起来 魂元圣诀修炼到了第八重 修炼起来困难无比的 就算碧凡有九大分身 想要在短时间内修炼成功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碧凡很清楚这一点 转眼过去了一百年 魂元降妖扶摸塔过去了一万多年 碧凡总算把魂元降妖扶摸塔第八重修炼成功了 他没有休息继续修炼 不过如今他可以进入魂元降妖扶摸塔第八层修炼了 时间流速到了256倍 外界一百年时间 魂元降妖扶摸塔第八层就过去了两万多年 有这样的时间比例 碧凡压根就不用担心 耗费太长时间 魂元圣诀第九重是最为困难的 各种手绝包罗万有 复杂无比 这次 碧凡足足闭关了三百年时间 魂元降妖扶摸塔第八层过去了七万多年 他才把魂元圣诀第九重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魂元圣诀总共九重 碧凡全部修炼到了大成 没有时间去把魂元圣诀都修炼到圆满经济 不过他总算能够调用魂元降妖扶摸塔里面的一切宝物了 这对六觉神宗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情 魂元降妖扶摸塔里面的宝物之多 宝物之好都超出了碧凡的想象 碧凡大致清点了一下 极品仙器足足有上万件 甚至还有一套神器 攻击类神器 防御类神器 宫殿类神器 灵魂类神器 一件都不少 要是谁能够拥有这么一套神器 战斗力绝对逆天 毕凡之前要是有这么一套神器 又毫无顾忌动用出来 恐怕皇帝真拿它没有办法 只有退彼三射 全套神器再生 恐怕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也没有办法下手 不过碧凡并没有去练花这套神器 因为魂元降妖抚摸塔 比这套神器还要厉害许多 考虑了很多 碧凡决定 让这套神器在六绝神宗一代代传下去 希望能够保住六绝神宗万事不朽的基因 六界之中有几个老牌势力都存在了无数年 他们都有神器遗留下来供后代使用 决定了神器的用途 毕凡把一套神器给了毕刚 同时毕凡对外宣布 正是把六绝神宗宗主之位传给了毕刚 随着修为提升 毕凡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必须让毕刚尽快掌控六绝神宗 之前毕凡为毕刚培养了很多强者 加上狂元霸 牛霸天也会帮助毕刚的 相信没有什么问题 狂元霸和牛霸天身为毕凡的弟子 已经修炼到了实地金仙级别 实力强积 在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中很难找到对手 可惜玉丝叶 独孤浅 东方苍龙等人 还没有成为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 他们天赋还是差了一些 毕凡有预感 他们能够修炼到实地金仙级别 已经是极限了 想要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可能性很小很小 六绝神宗宗宗主 这种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混沌界 还有不少强者前来恭喜毕刚 毕刚成名更晚 和他的名气不小 尤其是灭掉志玄总 跟仙级的大战都让他生命在外了 六绝神宗的强者 都知道毕刚是下任宗主继承人 所以都很顺其自然接受了 其他势力纷纷巴结毕刚 希望能够跟六绝神宗建立良好关系 因为六绝神宗太强大了 当毕刚继承六绝神宗那天 毕凡把全套神器传给了他 港尔 记住了 这套神器不是给你的 是留给六绝神宗们 必须一代代传下去 你就不需要立誓了 以后每任宗主都要立下誓言 而且修为必须达到命运先王级别 才能继承这套神器 必凡叮嘱的 父亲 我一定会把神器传下去 让六绝神宗能够屹立步道 港尔 也许我成为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之后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去闯鸿蒙通道 就算我还在混沌界 也不会管六绝神宗的事情了 六绝神宗就交给你了 给我把六绝神宗发展壮大 必须越来越好 父亲 我会的 毕刚建议的 至于魂元降妖扶摸塔中的 那些极品仙器 还有大量灵养 必凡全部交给了毕刚 让他用来 壮大六绝神宗的势力 有了大量的极品仙器 六绝神宗可以招揽更多强者 也可以让六绝神宗的强者 更为强大 不管怎么样 这么多极品仙器 就算是先帝一脉 恐怕也拿不出来 甚至 毕凡把魂元圣诀 百战圣权的秘诀 全部留给了毕刚 这两门圣级五级 以后就是六绝神宗 振派绝学了 轻易不能传授 至于化身万千大神童 毕刚也会 自然不用毕凡传授了 一切交代完了 毕凡继续 毕关修炼了 随着他对魂元圣诀 修炼提升 他也能够发挥出 魂元降妖扶摸塔 一切威力来了 以前三成不到 如今差不多能够发挥出 三成威力了 别看三成威力 就算毕凡单独遇到皇帝 他也能够一战了 要是毕凡能够把魂元圣诀 全部修炼到圆满 也许他能够发挥出魂元 降妖扶摸塔 四五成威力了 可那太耗费时间了 要不然就只有提升修为了 当他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相信能够发挥出魂元 降妖扶摸塔 更强倍能了 毕凡每修炼一段时间 就会去拜会战神 要不然就是混沌 请教修炼上的问题 这次度解 他必须做足十足的准备 然后轻松度解 时间流逝 毕凡把所学的主要武技 都修炼了一遍 尤其是百战圣权 也被他修炼到了 第九重大场 圣级武技 修炼到大成境界足矣 继续修炼下去 耗费时间太长 做完这些 毕凡及他的分身 每天都会融合一丝鸿蒙之气 连白鸣黑幽 玄风鬼风四大分身 也秘密跟毕凡聚到了一起 融合鸿蒙之气 有了鸿蒙之气 杜结就容易多了 六绝神宗里面 能够融合鸿蒙之气的 除了毕凡及其分身 就只有毕刚和他的分身了 鸿蒙之气太珍贵了 而且有限得很 必须留下一些 给六绝神宗的后备用 转眼又过去了上千年时间 不管是毕凡 还是他的分身 积累都足够了 只是实地金仙级别的强者杜结 肯定声势浩大 说不定就引出天大的麻烦了 这需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 这一千多年时间 仙结没有什么动作了 可他们时刻都想着 要击杀毕凡 一旦知道毕凡杜结 绝对会全体出动 甚至其他五届的命运先往 都会行动起来 阻止毕凡杜结成功 这一天 毕凡在混沌那里 请教修炼上的问题 他就问出来了 混沌前辈 在什么地方杜结 才不会被打扰 毕凡 你终于要杜结了吗 真是太好了 混沌显得很兴奋 只要毕凡能够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那么混沌离开的时间就近了 混沌守护混沌界 已经近千万年了 一直没有出现一名强者 能够接替他的 他非常苦闷 毕凡不同 以他的积累 只要能够成为 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相信就是命运先王中的 顶尖任务 只要再修炼一段时间 就可以接替混沌了 混沌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数百万年 终于要等到了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混沌前辈 我确实准备准备杜劫了 不过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杜劫之前 必须先找好杜劫的地方 毕凡道 要不这样 你直接来混沌新杜劫 没有人敢找你麻烦 而且没有人会感应到 混沌孝之说道 混沌前辈 难道杜劫还可以在神器之中进行吗 必烦有些疑惑 当然 在神器之中杜劫 神器还能抵挡一部分天界的威力 杜劫成功的可能性会增加 多谢混沌前辈指教 我有杜劫的去处了 混沌道 我早就知道你有神器 看来我猜测的不错 混沌前辈神算 我之前在三十六天宫 确实得到了一件神器 也好 你的神器 杜劫的时候对你帮助最大 不过 你要是需要帮助的话 尽管找我 还有杜劫的时候 尽量找一个荒芜的星球 不然天节的余波 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混沌晓道 是 随后 两人一个教 一个学 都很认真 自从有了混沌指点 必烦各方面进步都快了不少 他如今可是相当于 有了两名师尊 战神要是没有教到的地方 混沌会传输的 两人都是命运先王级别的强者 一起教必烦一人 他要是进步还跟以前一样 那就是他太笨了 必烦的法则修为 全部做到了九九归一大圆满境界 而且最近必烦连其他各系的法则都修炼了 能够动用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九层 时间加速五百多倍 外界一年 必烦就修炼了五百多年 加速魂元降妖伏摸塔里面 有各系法则神柱 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九层的法则神柱 蕴含着法则力量 可比天心海好太多了 必烦在魂元降妖伏摸塔第九层修炼 感悟法则力量 速度自然神速 再加上他有九大焚身跟他一起修炼 水系法则 火系法则 土系法则 雷系法则 所有的法则 必烦全部修炼到了九九皈一大圆满 有了这样的基础 杜结就会变得容易许多 神通 必烦所会的神通超过一百多种了 其中上品神通多达十六种 他跟分身一起耗费了不少时间 把这些神通全部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五纪他们有百战圣权 魂元圣诀两种圣级五级 而且都修炼到了大成 另外还有上百种神级五级 对他们战斗力都有很大提升 五级神通法则 一切准备就绪 连心境神识修为都达到了巅峰 必烦琢磨着 可以杜戒了 比他这样的积累 加上神气护身 要是杜戒还失败的 恐怕没有神能够杜戒成功了 不过杜戒之前 毕凡还是必须跟家人交代一声 免得他们担心 尤其是玉丝颜和独孤县 必须好好陪陪他们 不管什么事情都有万一 万一失败 毕凡不想留下遗憾 而白鸣等人 也都各自去跟家人相聚去了 为了保证杜戒成功 毕凡的九大翻身 全部都在魂元降妖抚摸塔中 只等杜戒成功了 他们才会回到仙戒和摩戒去 毕凡 真是难得看到你 杜戒很不满 费派 费派 平均 费派 的 烈